神佛竟是我自己 第二集 书接上文 月灵望着他脸上那和煦的笑容 阳光下 这个一直被他保护的小道士 不知何时 竟然渐渐成了他的希望 他感觉自己 似乎受到了某种触动 眸光雪亮 嗯 我们一定能赢 名称 吉州鬼王室地点 大前青州城主办人 月灵 监猴 危险 灾疾状态 未及暗保密 假 池塘边 张九阳看着自己的卷宗 心中不禁觉得 有几分奇妙 尤其是看到 眷宗莫为月灵 对自己的评价 更是忍不住想笑 据幸存者口述 此贼自称 黄泉第九天干 穷凶极恶 且对当朝权贵十分仇视 一夜之间 吐露青州官员 豪身上百位 手段极其残忍 人神共愤 但此贼道横高强 尤善隐秘 且心思缜密 非时日所能阻拿 应归居于黄泉案之中 并暗同真 张九阳将眷宗 完完整整看了一遍 一笑感叹 皇帝还真舍得下血本 除了增进修为的灵丹 还有一本 雷法秘传 以及一件价值连城的法宝 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值钱 看得我自己 都心动了 月灵却是笑不出来 道 你倒是乐观 现在青天间 已经把你列入 十大通缉犯之中 往后你用鬼王的身份 行走时 他们可不会 把你当自己人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 张九阳一旦成了 真正的黄泉第九天干 那么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青天间中便只有他了 其他的同僚 只会恨不得生吃其肉 可饮其血 将他碎尸万断 简单来说 就是张九阳 不仅要和黄泉的邪碎斗 还要防备着自己人的袭杀 呵呵 十大通缉犯 张九阳目光微微一亮 道 我排第几 第十 看着他有些兴奋的样子 月灵没好气道 这下你可算是真的出名了 初次亮相 就被列入了十大通缉犯 张九阳却是冷笑一声 道 都有拿九个排在我前面 一个一个杀过去 就算当恶人 他也要当万恶之手 月灵伸手敲了他一下 似笑非笑道 大多都是黄泉中的邪碎 比如八百里通天山脉中 有位山君 自好通天王 在那片山 脉中 即便是第六境的修士 都不是其对手 还有魔佛连体暗中的邪碎 极其擅长精神秘法和咒术 能无形之中 令上千人沦为信徒 自割其肉 以共邪佛 远的不说 那位化皮主 手下所养的包皮匠 每一个多有第四境的实力 其本人道横可想而知 他摇头笑道 你一个小小的第二境修士 能被列入其中 已经是鱼木混珠 烂鱼冲树了 还想一个个杀过去 什么第二境 我马上第三境了 张九阳有些羞恼道 百日关马上就结束了 不出一个月 我就能破境给架看 好好好 青州鬼王真是厉害 竟然有第三境呢 月灵的声音中带着笑意 张九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有望冲击第三境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惊人了 但在十大通缉犯中 确实显得有些不太和谐 张九阳冷哼一声 若不是打不过 今天非要和你切磋下武艺 两人也不再聊黄泉的事 而是并肩而做 都不再说话 张九阳钓鱼 月灵则是拿出那本 《钟馗捉鬼传》 翻阅 虽然已经看了十几遍 却怎么都看不翻 尤其这本续作 还是聊斋先生的孤本 没有在世面流通 和张九阳熟悉后 他也不再掩饰 自己在看书时的投入 只见素来威武冷漠的女将军 此刻却攥紧拳头 不时露出几声冷笑 口中碎碎念念 小声嘟嚷着几句话 呵呵 你已有取死之道 就这么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怎么还不把掌鬼剑 张九阳摇头笑笑 没想到看书时的月灵 是那种嘴巴停不下来的人 若是在前世 他一定很喜欢发弹幕 或是本章说吧 喂喂 你惊扰到我的鱼了 许久没钓上来鱼后 张九阳忍不住提醒道 月灵没有说话 只是邪逆了沁几一眼 收到 最喜欢干活的小沁几 精神一震 一个纵身跳入了池塘中 驱赶着鲁鱼 去吃张九阳的鱼儿 张九阳 月灵的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时间一点点流逝 很快那轮金黄的太阳就渐渐落下 夕阳的余晖给池水 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波光 月灵又看完了一遍 他和尚书伸了一个懒腰 银甲红袍遮不住那修长窈窕的弧线 俊美绝伦的面容 在夕阳的照耀下 好似流转着灰光 仿佛玉石雕刻而成 那凌厉的剑眉 阴气的眼眸 似乎也因为这一下午的偷闲 而有了几分温柔 微风拂过 几片树叶飘到他的头上 月灵魂不在意 哦 张九阳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他虽然几天前就到了青州 但都在忙着帮青州鬼王案收尾 今天才挤出了半日的清闲 山高水长 将军保重 对了 有个东西要送你 张九阳说完 又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纸递给他 这是什么 月灵展开一看 发现上面竟然是十几个名字 而且其中的几个 他非常眼熟 似乎是朝廷中的官员 名单 张九阳笑道 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名单 大丈夫自然不能言而无信 月灵一正 而后眼中露出一丝激动 道 这难道是 张九阳点点头 道 这些都是从聂广贤口中拷问出的 上面的人都是 画皮主的人 聂广贤跟他们有过交集 顿了顿 张九阳叮嘱道 你现在主办青州鬼王案 大权在握 倒是可以 借着这股东风 查一查这些人 当然 不要太急 步子一定要缓 最好做成意外事故 月灵与他对视 点头道 放心 我都明白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张九阳暴露的风险 他握着这张名单 望着张九阳的眼神 充满感慨 他真的是一个擅长创造奇迹的人 许多难如登天的事情 到了他的手里 似乎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 但他知道 这些都是他拿命拼来的 张九阳 活着回来 放心 目前只有那个画皮主有可能怀疑 我的身份 只要我能把谁搅混了 他一个人 一张嘴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 张九阳淡淡一笑 啊 这只是第一份收获 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 月灵举了举自己的龙雀刀 似笑非笑道 你已经很久 没有星座了 要是敢封闭不回来 当心我刀下不留人 张九阳摇头笑笑 辽斋先生写不出来 关我张九阳什么 明 龙雀刀微微出窍一寸 刀光雪亮 如一红秋水 嗨嗨 写 一定写 写好了 第一时间给你看 月灵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点点头 刚想说什么 突然面色一变 对他比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紧接着 外面响起一道声音 小九 我们月头在不在你这里 是老高的声音 月灵连忙将那份名单 小心地藏在衣巾中 然后又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刚要说话 却看到张九阳上前一步 帮他拿下了头上的落叶 好了 现在没有什么破绽了 张九阳取笑道 你不会是瞒着手下 偷偷溜过来的吧 月灵瞪了他一眼 而后转身 声音清朗而威严 我在这 你进来吧 老高走进院中 当看到月灵时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仿佛找到主心谷一般 月头 陛下急诏 令你即刻回宫面圣 他感到月头有一丝不开心 似是不愿意被人打扰 但心中也无可奈何 这些天 他们这群人东奔西跑 累得不轻 结果最后线索还断了 八成要变悬案 月头给他们放了半天假休息一下 结果陛下突然派人传诏 他们却找不到月头了 还是老高灵机一动 想着月头会不会去张九阳那小子家了 结果来这一看 还真是 知道了 月灵点点头 而后对着张九阳抱拳行礼 等我忙完此事 再醍醐好久 贺军凯旋 好 我等你 月灵转身离去 走到门口时 忍不住脚步一顿 转头深深望了一眼 那个在池塘边长身玉立的白衣青年 张九阳说过 很快那皇权令 就要续满污光 第二次皇权聚会 只在旦夕之间 也许这将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记得来信 好 只是简单地告别 他点点头 终于迈步离开了院子 再也不曾回头 坚毅果决的女将军 不想被别人看到他的彷徨与担忧 老高总觉得 气氛有点怪怪的 他凑上前 十分八卦道 小九 你跟我们月头 难道真的是 那种关系 张九阳转身继续坐下钓鱼 我们只是一起钓钓鱼 喝茶而已 你们月头星期太高 这次案子受挫了 也未必就是件坏事 老高点头表示赞同 还好 你能安慰一下月头 你可是不知道 在青天间 虽然仰慕月头的人很多 但他好像都没什么朋友 案子结束后 就一个人苦修 从不知道休息 张九阳钓鱼的手 微微一顿 对了小九 关于这个青州鬼王案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老高忍不住问道 在他看来 张九阳不仅修行天赋奇高 而且思维敏捷 往往能看到 被人忽视的细节 之前的云娘案 就是张九阳最先提出 可能曾经有两个云娘 张九阳沉吟半天 缓缓开口 这个案子 怕是不简单 老高点点头 然后等了半天 都没等到下一句话 没了 没了 老高 那青州鬼王太厉害了 你这种小司臣 还是别往上凑了 说不定人家吹口气 就能把你吹死 老高冷哼一声道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抓到他 顿了顿 他又问道 小九 你脑子灵光 帮我分析下 他有可能会藏在哪 张九阳 你怎么不说话了 算了 你连卷宗都没看过 又能分析出什么呢 老高摇摇头 旋即告辞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 张九阳洒然一笑 等以后老高知道 他就是鬼王了 那场面一定非常有趣 日落月声 张九阳一直没有回屋 也难得没有修行 他握着鱼竿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十海之中 黄泉令的乌光 越发璀璨 他隐隐有预感 下一次黄泉聚会 马上就要开启了 就在今夜 阿黎 张九阳猛地睁开双眼 下一刻 阿黎提着一个两层的盒子 从房间中飘出 郑重地交给张九阳 他感觉到 九哥似乎要去做一件 很危险的事 九哥 就不能带我一起去吗 他缺着嘴巴 表示不满 张九阳抚摸着他的脑袋 笑道 放心 这次 我不是去打架的 那是干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起 声音透着 某种莫名的含义 上山 送礼 下一刻 他的身子在月光下越来越淡 近乎透明 最终彻底消失不见 该来的 终究要来 画皮主 看看到底是谁先死 阴阳交界处 黄泉岩浮山 七道身影高居于神山之顶的王座上 和上次的黄泉聚会一样 除了第九 第十两个位子空缺外 还有第三位天干的位子 也是空缺 但是其他人似乎都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 天尊高居于守 如擎天之柱 不言不语 其余几位天干 也都是沉默不语 还是第七位天干羹 率先打破了沉默 喂 我最近听说你们大前出了一位鬼王 好像还挺猛的 率万鬼攻打了青州城 捉走了那个很有名的大官 叫什么 聂广贤的 老太监 你不是在大前吗 听说这件事了吗 云烟下 那双阴质的眼睛猛的抬起 冷冷道 滚 更也怒了 老太监你是死了亲爹吗 怎么这么大火气 我问个事情而已 怎么 是想和我坐上一场吗 第二位天干 已念了生佛号 道 两位稍安勿躁 不要忘了 今天是新人上山的日子 他的声音 似乎有种奇异的魔力 让周围的气场 仿佛都发生了 某种神奇的变化 即便暴躁如羹 也慢慢平复了情绪 但羹的嘴巴是真不饶人 依旧小声嘟嚷 老兔驴 你就会祸心泥 人家青餐都死了 你还让他烧安勿躁 咦 新人上山 沉默许久的话皮主终于说话了 他的声音比起之前 更加嘶哑尖锐 似是压抑了某种怒火 咬字如铁 放心 他上不了山 听到这话 跟心中一跳 道 不会吧 这么猛的新人 还会死在考核任务中 上次那个能冒出火焰的新人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恐怖的戾气 张狂的态度 简直太对他胃口了 因此 最后他还悄悄传音 提醒了一下那个兄弟 要是那个新人 没能通过考核 就太可惜了 话皮主刚要说话 突然眸光一宁 云烟之中 那双英智的眼睛 爆射出仇恨的光芒 其余所有的天干 也都睁开了双眼 望向一处 力气如滚滚狼烟 赤色的火焰中 一道身影从水中走出 即便有黄泉令自带的云烟遮蔽面容 在场的人也依然能感受到 那双射人心魄 宛如火焰般的赤童 更大笑一声 道 我就知道 这么猛的新人 怎么可能会死 兄弟 那头颅你拿回来了吗 云烟中 一只手探出 踢着一颗苍老的手急 即便死去多时 似乎仍有种独特的气息 似人非人 似鬼非鬼 本座去了罗田县 从阴兵手中 抢来了这走阴人 陈二的手机 顿了顿 张九阳抬起头 注视着山上 那双英智的眼睛 声音冰冷 杀气腾腾 老太监 这笔账 我会慢慢合架算 听到这话 其余天干表情各异 走阴人陈二 听说好像是这一代 走阴人中的翘楚 本身有些实力 而且听这新人的话 似乎还是从阴兵手中抢来的 那就怪不得此人生气 阴兵是出了名的难缠 并且没有人知道 如今的地府之中 到底藏着多少阴兵 有着多少鬼将 就算是他们这些邪碎 亦是忌惮着地府 画皮主这家伙倒好 一个考核任务 非要给人挖坑 现在好了 不是猛龙不过僵 人家从阴兵中杀了出来 这个仇必然是结下了 画皮主 可是走阴人陈二的头颅 天尊的声音响起 宛如雷霆 不怒自危 画皮主死死地盯着 张九阳手中的头颅 虽然不甘心 但在这一点上 却不敢欺瞒天尊 是陈二的头 顿了顿 他又对张九阳道 现在把这颗头给我吧 张九阳确实将二爷的头 收了起来 冷笑一声 道 本座若没有记错 考核任务 是让我带着这颗头来此 并没有说交给你 顿了顿 他毫不客气地骂道 老太监 想要可以 拿自己的头来换 痛快 更暗暗赞叹 就是这个位 太对了 画皮主盯着陈二的头 眼中露出一丝贪婪 走阴人一脉的传承 多残缺不全 陈二是其中的翘楚 对他而言 有不小的诱惑 他走的是画皮之道 极万法于一身 对走阴人这种古老的传承 自然不会放过 云烟下 画皮主缓缓露出一丝笑容 你马上就不能猖狂了 不只是陈二的头 连你的头 我也要了 张九阳缓缓向前走去 已经到了山脚下 他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或许画皮主的人 并没有看到那碗的李燕 如果是这样 那此事应该就没有什么凶险了 他收起天火 迈开脚步 准备上山 但就在这时 画皮主那嘶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透着一丝按耐不住的得意 仿佛在等待着 欣赏敌人的恐惧和崩溃 他不能上山 因为他是 青天间的细作 一旦激起千层浪 其余几位天干都流露出了明显的情绪波动 唯有天尊 依旧如那巍峨高山 加厉不动 庚立刻反驳道 老太监 你别是看人家恨上你了 就故意泼脏水吧 他这么欣赏的新人 如果是青天间的细作 那岂不是说明 他的眼光很差 这怎么可能 画皮主冷笑一声 居高临下的俯看着那道在山脚下 静止不动的身影 声音充满了自信 他一定是青天间的细作 因为那晚在罗天县 我的人也在其中 他们看到了 此人身边有着一个用魂铁枪的中年男人 使的是奋舟枪法 炉火纯青 可斩鬼神 胡椒李燕 第二位天干 已念出了李燕的名字 道 这位铁枪王也算是名声赫赫 若真是他陪同 那画皮主所言之事 八成便是真的 第四位天干丁 第一次开口 腰风阵阵 血腥气扑面而来 本王最讨厌青天间的那群人 此人的心脏 留给我 第五位天干 误是个女子 声音冰冷至极 不含有一丝温度 既如此 杀了他 更几次开口 却没有说出话来 如果这新人真是青天间的细作 那么谁也就不了他 今日必然是他的死期 就和上次的那个诸葛宇一样 张九阳的心中一片寒意 山上群魔窥视 似乎已经祭出了闸刀 将他视为美食 大部分天干 似乎都对他起了杀意 他意识到 这将是一次生死险关 也是他加入黄泉的最后一关 若是文顾不去 今天便是他的忌日了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如泉的声音响起 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竟然是第六位天干戟 他的声音非常动听 好似潺潺流水 沁人心甜 张九阳有些惊讶 就连曾经偷偷给他传音的 更此刻都哑火了 没想到第六天干 却会帮他说话 解释 张九阳的声音突然响起 依旧是富语 雄浑深沉 宛如闷雷 透着毫不掩饰的愤怒和轻面 恐怖的沁气凝聚 那双翅童 平静地扫过每一个天干 最终停在了天尊身上 本作没什么好解释的 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我只能说 他的声音十分不屑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黄泉 那真是让人失望 一群跳梁小丑 鸡鸣狗盗之辈 躲在臭水沟里 只会同类相识地砸碎 有什么好加入的 张九阳摇摇头 随手扔出了手中的盒子 啪 盒子散开 一颗人头滚出 眼睛瞪得极大 死不瞑目 这是青州太守聂广贤的人头 本作最讨厌 像他这样什么爱名儒子 亲政联名的好官 就攻陷了青州城 摘了他的人头 想 折送给诸位 当作一个见面礼 却不想 张九阳冷笑一声 道 算本作有眼无珠 把一个鼠窝当成了宝贝 真是可笑 更听见那是聂广贤的人头 不禁亚然道 那位青州鬼王 就是你 这时 第二位天干 已念了生佛号 道 我曾见过聂广贤 这确实是他的人头 顿了顿 他叹道 你果然 就是那位青州鬼王 据说那一夜 青州城中尸骨哀哀 血流成河 而且大多都是权贵子弟 富贵人家 可谓损失惨重 就连狗皇帝都急了 大骂那只病猫无能 狠狠斥责了一番青天间 本来他听说青州鬼王暗中 太守府前有鲜血凝成的黄泉二子 就隐隐猜到了是这个新人做的 如今看到这颗头颅 更是确认无疑 听到这话 更又重新有了底气 喂喂 你个老太监 这次也太过分了 考核任务给人挖坑就算了 既然还诬陷别人 给人身上泼脏水 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 青天间的人会这么行事吗 敢这样行事吗 青天间的人要都是这风格 我看咱们黄泉 干脆就病入青天间得了 这他娘的杀的人比咱们都多 顿了顿 他又补上最后一句 草 我要是你爹 也得被你气死 够了 画皮主勃然大怒 声音冰冷至极 咬牙道 聂广贤 是我的人 什么礼物 他分明就是在故意报复我 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哦 是吗 这个本作倒是不知道 但是 张九阳咧嘴一笑 赤童死死盯着那位画皮主 一字一句道 知道他是你的人 本作似乎更开心了 这是之前帮张九阳说过话的 那位第六位天干己 再次开口 声音依旧是那般动听 画皮主 你的人素来藏得最深 我们都不知 他又怎会知道 就算他知道 难道那些死在青州城中的权贵 如此看来 刚刚是本王误会这位新人了 画皮主 你这次确实太过分了 其实间 画皮主期待已久的死局 荡然无存 他一向阴沉 牙子必报 其余天干也都了解其性格 这种泼脏水 致人于死地的行为 他确实干得出来 云烟下 那双英智的眼睛 宛如刀子般注视着张九阳 恨不能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张九阳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着 甚至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声音再次响起 聂广贤素有贤名 多次帮助青天间对付邪碎 如果他真是你的人 那本座倒是想问一句 老太监 你如何解释 自己不是青天间的戏作 面对张九阳的质问 画皮主心中的怒火 蹭得一下烧起 你一个青天间的戏作 竟然还敢反问其我来了 云烟下那双英智的眼睛 都快冒出火来了 他冷笑一声 道 真是巧舌如簧 不过你真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 张九阳微微皱眉 听此人的语气 难道还有什么后手 画皮主望向天尊 道 天尊 此人必是青天间的戏作 我请求唤醒炎福山的山神 看一看此疗的真面目 顿了顿 他道 若他能成功上山 我自愿受罚 跟文言吃了一惊 道 有必要吗 非要搞得你死我活 以念着佛号不说话 丁出声道 如此也好 炎福山的山神 有判断正邪之神通 邪气越重 恶念越强 则越受山神所喜 能显化出种种异象 如果他是青天间的人 一定逃不过山神的眼睛 炎福山是阴阳交界处的一座神山 曾经十大鬼王一节金兰相约 杀上人间的地方 受煞气 鬼气 阴气滋养 诞生出了山神 雄霸一方 但被天尊强行奴役收服 炎福山也就成为了皇权聚会的道场 能屏蔽天机 滋养器语 除此之外 炎福山神还有一个独特的能力 就是感知邪恶 上山之人越是邪恶 他的反应便越大 只是平时为了聚会不受打扰 天尊早已拒进了山神 这一神奇的能力 才未曾显现 第五天干依旧是冷冰冰的 道 同意 第六天干迟疑了一下 道 这次聚会已经耽误太久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太阴 画笔主猛地盯着第六天干 怒道 你为何对此人如此袒护 难道你们是一伙的 张九阳第一次知道 第六天干的名字 原来叫太阴 他刚想说话 就听到太阴冷冷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问我 眼看黄泉聚会 即将演变成一场斗法 一直沉默的天尊 终于开口了 上山 这事 在对张九阳说话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同意了画笔主的请求 准备唤醒炎福山神 来判定正邪 张九阳的后辈此刻全是冷汗 如果不是有云烟遮挡 他现在的脸色 一定非常差 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 还有这一招 怪不得那老太监 刚刚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原来是在这等着他 哼 这就是驾门 黄泉的待客之道 张九阳 此刻心中如电极转 在思考着 如何能全身而退 这样的蜀窝 本座为何要加入 他装作愤怒的样子 转过身就要走 加入黄泉已经失败 现在最重要的是 能否保住性命 安然离开 然而下一刻 他脚下的土地一颤 竟轰隆裂开 地下似乎伸出了无数只鬼手 将张九阳给拽了下去 而后大地闭合 画皮主松开手印 冷笑道 不为黄泉人 便做黄泉鬼 建了岩浮山 还想走 他得意道 此人已经心虚了 而且只是看起来唬人 本事却并不大 否则也不会被我一招拿下 轰隆 他话未说完 大地再次震战起来 裂痕如珠网莫言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怪物 即将从地下挣脱 画皮主面色一变 紧接着 一道高达三丈的身影 从地下缓缓走出 脚踏火轮 手持金鞭三目怒势 威猛无比 无形的天火 既有燎原之势 百丈之内 阴气森森的黄泉 似乎变成了一座火炉 林冠爵 老太监 你找死 张九阳的声音 如红中大铝 夹杂着难以抑制的 戾气和杀意 让其余几位天干 都未知侧目 特别是那尊 三目怒势的威武巨人 即便以他们的修为 竟然都看不透 而且心中 隐隐有种不安和惊惧 天尊静静注视着 王林冠的法相虚影 梁九 开口道 上山 你上山后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张九阳收起林冠爵 冷冷道 希望你的交代 能让本座满意 说把他迈不向 登山的台阶走去 如今已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虽然靠着林冠爵的神威 震慑了一下这些邪碎 但也知道 如果执意不上山 恐怕天尊都会亲自出手 他的林冠爵 只能撑住一时 别说天尊 就算是画皮主 自己也绝非对手 唯有上山 还能有一丝活路 张九阳深吸一口气 终于踏上了登山的 第一个台阶 一瞬间 他感觉到了某种异常 眼前仿佛看到了 一个黑袍黑发的老人 周身缠绕着黑色的锁链 正在用那双锐利的眼眸 盯着自己 张九阳知道 这就是炎福山山神 他的心跳微微加快 但脚下却并不慢 继续向上走着 走了五十街 周围风平浪静 无波无澜 画皮主哈哈大笑 哦 终于暴露了 一点邪气都没有 必然是青天间的细作 张九阳心中一沉 他握紧双拳 灵关绝叙事待发 已经做好了 殊死一搏的准备 画皮主得意道 看来你的死法 和那个诸葛宇 没什么两样 他当时和你一样嘴硬 后来我敲碎了他 所有的牙齿 包了他的皮 看着他在地上如动 崩溃 惨叫 他那双英智的眼睛 满是快意和疯狂 那声音 真是动听啊 张九阳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等下就算战死 也好过 落在这老太监的手中 不知道阿里等不到我回来 会不会骂我说话不算话 所幸 即便他不在了 月灵也会照顾好他 张九阳眼中露出一丝决然 迈步踏上了第一百台阶 同时做出灵关绝的手势 准备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 但下一刻 山洞了 整座岩浮山 开始微微颤动 山体之上 竟然浮现出了一张张鬼脸 他们发出兴奋的叫声 望着张九阳的眼神 又近又未 仿佛在迎接传说中的鬼王 画皮主的面色大变 道 这不可能 更哈哈大笑 道 山神可不会骗人 此乃万鬼争鸣之异象 非绝世凶悍的鬼王不能具有 张九阳继续走着 没多久 异象在变 随着轰隆一声雷鸣 岩浮山上 竟然打雷了 一道道血雨落下 竟然都是戾气所化 坠在地上化作赤色的火焰 好似一朵朵盛开的红莲 天降血雨 这等戾气 就算你我也没有吧 阿弥陀佛 没想到此人身上的邪气恶念之重 竟然能显现出两种可怕的异象 等等 好像不只是两种 在血雨之后 随着张九阳的登山 整个黄泉都沸腾了起来 波涛汹涌 天空中雷鸣不断 空中不断扭曲 竟出现了十轮黑色的太阳 每一轮黑日都令黄泉震荡 万鬼射服 仿佛天生就是幽名主宰 阴间天子 隐约间 好像能从黑日中看到十道黄黄身影 血阴丝 断阴阳 盼善恶 转轮回 七时间 黄泉之中天昏地暗 飞沙走时 好似末日一般 轰隆 张九阳脚下的岩浮山 剧烈颤抖起来 竟然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那黑衣黑发的山神发出惨叫 双目流血 身子也浮现出裂痕 似是不堪重负 人神共愤 天地所弃 万鬼争鸣 黑日横空 画皮主整个人都正住了 嘴巴微微颤抖 却只能反复蹦出那几个字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一个青天间的细作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诡异的异象 就连阴浮山都承受不住其邪气恶念 几乎要碎开 天尊挥手 收起了山神 紧接着 那种种异象皆消失不见 严福山也不再颤动 但是山体上的裂痕 却依旧还在 而张九阳 终于登上了山顶 哈哈 我就知道 你肯定没问题 不仅够猛 还够凶 够恶 我太喜欢了 阿弥陀佛 可喜可贺 我皇权又多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大善 本王乃八百里通天 山脉之主 老九 下次通天宴 我一定请你去喝酒 不醉不归 恭喜 第五天干 还是那般冷漠 但声音中却多了一丝凝重 很显然 刚刚张九阳的表现 不仅获得了他的认可 甚至还让他有所忌惮 反倒是两次 为张九阳说话的 第六天干太阴 此刻一言不发 云烟中的身影 角如明月 静若厨子 今日 第九天干归位 随着天尊的声音响起 第九个王座 绽放出璀璨灰光 仿佛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主人 张九阳却没有立刻坐上去 而是静静望着天尊 声音平静冷漠 你说过 会给我一个交代 画皮主文言 眼皮一跳 英智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惊慌 其实 现在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此人真的是青天间的细作 或许真是我的手下看错了 但不管怎么说 两人之间算是结下了仇怨 甚至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即便是他 此刻心中 也涌现出了一丝悔意 其他人则是幸灾乐祸 天尊亲口所言 这画皮主是要倒霉了 必然会付出某种代价 假自王座之上 天尊的目光转向画皮主 生如雷震 微言如海 挖一只眼睛 刹那间 画皮主那双英智的眼睛 猛的一鸣 充满了怨毒 他经验画皮之道 眼睛非常重要 少一只眼 在画皮时 就难以真挚完美 而且修炼到他现在的境界 眼睛本身就有着诸多神意 绝非凡俗之物能够替代 挖掉一只眼睛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斗法 画皮主心中万分不愿 但他知道天尊的性子 如果自己敢拒绝或是讨价还价 那损失的就不只是一只眼睛了 没有过多犹豫 他伸出手指挖出了自己的左眼 轻轻抱起 鲜血喷溅 令人胆寒的是 即便是在挖自己的眼睛 他竟然都一声不吭 甚至另一只右眼 还像毒蛇般死死盯着张九阳 那刻骨铭心的怨毒 令人头皮发麻 啪 一只满是鲜血的眼珠 被扔到了地上 如此 可满意了 他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 声音冷漠的好似冰枯 张九阳微微一笑 他走过去 一脚踩碎了那只眼珠 血浆飞溅 画皮主紧剩的右眼骤然一凝 仿佛也感受到了那种 被踩碎成泥的痛苦 张九阳终于坐在了第九个王座上 刹那间 灰光万道 许多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中 让他终于明白了 那枚皇权令的作用 以及皇权聚会的目的 下一刻 他生如红中 无名 阎罗 皇权第九天干 阎罗 今日归位 阎罗 从此便是他在皇权的名号 至此 上一任第九天干老鬼 彻底成为了过去式 唯阎罗赫 天尊的声音响起 而后屈指一点 顿出一道乌光 落在了张九阳面前 是一颗造型奇异的黑色果子 看起来有些像松果 没有任何香味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张九阳却能感受到 灵魂深处 似乎隐隐颤动 竟然是阴魔罗果 看来天尊对你很看重 以念了一声佛号 笑道 以字天干双面佛 魏严罗赫 张九阳心中一领 默默记下了双面佛的名字 看来这位就是魔佛连铁案的真凶 此人极其擅长精神秘法 需要多加小心 丁朗生一笑 豪气甘云道 老九 你以后叫我山君就好 或者二哥也行 下次通天宴 我再给你准备点好东西 物只有两个字 玄速 几则是对着张九阳点点头 道 太阴 他的声音依旧动听 仍然是清清冷冷的模样 云烟下的那双美眸 似乎正在打量着张九阳 若有所思 张九阳对他也点点头 这位太阴 倒是个可以尝试拉拢的对象 感觉他在黄泉中也十分特殊 画皮主也好 双面佛或是山君也罢 有的阴历 有的邪义 有的血腥 唯有他 云烟下的身影虽然模糊 却清静无瑕 脚弱流离 说是盗门的仙子 都有人会信 在黄泉的一众邪碎中 显得格格不入 太阴 张九阳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好像十大通缉犯中 也没有此人 可看其他天干的态度 对这位太阴 还是十分尊重的 到我了 曾多次仗义直言地更开口道 老九 要我说 你取的这是什么名字啊 一点都不威风 听听你七哥的 话音刚落 张九阳看到其他几位天干 似是默默转过了脸 就连天尊都开口了 简陆点 更正了一下 而后探道 好吧 那就简略点 我给自己取的名字是 无上乾坤 先天至圣大贤妖王 怎么样老九 威风吧 这还是简略版的 完整版的 有足足72个字 要不要我说给你听 张九阳 他心里默默给这个羹 打上了话牢 自恋 嘴巴毒 脾气暴躁之类的标签 并直接忽略了他的名号 取了个暴躁哥的外号 以后 就用暴躁哥来称呼就好了 暴躁哥见张九阳 一直不说话 还以为对方 被自己的外号给震住了 不禁洋洋得意 他还想说什么 被天尊出声打断 阎罗 并自天干名为月神 因身份特殊 常常会缺席聚会 价值到变好 至于第十位天干 一直未曾归位 将来还需你主持考核 张九阳点点头 眼中金光一闪 他嗅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味道 月神的身份 看起来非常不简单 竟然连黄泉聚会 都要经常缺席 还有第十位天干 如果是由他 主持考核的话 是否可以趁机 让自己人加入进来 当然 这件事目前还做不到 在做上第九歌王座后 他才算是 获得了黄泉令的任主 明白了许多信息 首先 身为第九天干 他并没有权力举荐新人 但可以选择继承人 就比如 灵瞎子选择他继承了 天干之位 如果当时灵瞎子 没有主动将黄泉令送给他 那么这枚黄泉令 就会自动飞到天尊的手里 等待下一位主人 而想要加入黄泉 一共只有三个途径 第一是天干传承 第二是天尊举荐 第三 就是从无数邪碎中杀出来 经受地狱一般的残酷考验 当年的诸葛宇 走的就是第三条路 他是个狠人 找到荆州赶世一脉的人 将自己活活练成僵尸 而后斩杀了无数邪碎 名声雀起 终于获得了黄泉的关注 遗憾的是 他的身体虽然是邪碎 但灵魂却依旧秉持着正义 最终在考核任务中 被灵瞎子发现了端倪 倒在了上山的路上 只差一步 他就能成为第十位天干 补上那个空缺许久的位子 哈哈 老九归位 咱们也能继续开启黄泉宴了 山君宴了宴唾沫 似是等待已久 天尊的声音响起 既如此 便开始此次的黄泉宴 张九阳心中一动 所谓黄泉宴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宴会 而是大家的一次交易 或者说是资源整合 黄泉本就是一个有些松散的组织 成员来自五湖四海 甚至还有大前之外的邪碎 要不逊之辈 若无天尊震慑 绝对凑不到一起 而天尊对黄泉这些成员的态度 很耐人寻味 他似乎一直在默默观察 培养 等待着什么 很少直接插手 即便是有天干陨落 他也魂不在意 就好像一尊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神明 在观看着众生游戏 但张九阳总觉得 天尊创立黄泉 必然是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只是时机未到 对方还在默默等待 画皮主 先前说的那些心脏 你可凑齐了 山君率先问道 画皮主冷冷道 还差了三百 山君摇头道 一颗都不能少 那可是从我身上退下的虎皮 说吧 山君对着张九阳道 老九 下次你 若是能给我带些心脏 什么山精地宝 四个我多的是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听到这话 画皮主冷哼了一声 却也没说什么 双面佛突然拿出一串白色的手链 望向张九阳 笑道 阎罗 这是用四十九位高僧的眉骨磨成的手链 有护身挡灾之效 我想用它换你的那颗阴魔罗果 如何 张九阳听到这话 心中一领 这双面佛果然邪门 眉骨手链虽是法器 有护身之效 但煞气极强 一般人根本带不了 强行佩戴 反而会招来灾祸 只有八字命印 或有道横傍身的人 才能驾驭住 这眉骨手链 没有犹豫 他摇头道 本座暂不需要 虽然他不知道 那颗阴魔罗果有什么用 但能引起他灵魂的悸动 可见此物非同小可 而护身挡灾的宝物 他已有了冥王吊坠 双面佛也不生气 笑道 阿弥陀佛 看来是老那和慈果无缘了 顿了顿 他又道 最近老那需要 同男同女的天灵盖 多多益善 若有谁能收集来换 不管是这眉骨手链 还是佛门功法 亦或是让老那出手相助 都好商量 话题主问道 十岁的可以吗 双面佛摇了摇头 道 只要九岁以下的 张九阳心中满是寒意 只此一言 就不知道将会有多少无帅的孩子 因此浅秧 被人生生凿下天灵盖 真是畜生呀 梦里荡花落之季节 更让他警惕的是 双面佛要这么多 同男同女的天灵盖 究竟是要做什么 短暂的沉默后 张九阳知道 他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阴魔罗果不能拿来换 那么 他灵机一动 拿出了一样东西 当看到这样东西时 画皮主紧剩的右眼 几乎都要低血了 恨得牙痒痒 那是聂广贤的脑袋 老九 不过是一颗凡人的脑袋 有什么意思 又老又臭 也不好吃 暴躁哥有些不解道 张九阳微微一笑 啊 这颗头自然没什么用 但这张皮就未必了 你难道忘了 他是谁的人 暴躁哥目光一闪 老 我懂了 是老太监的画皮之术 若是拿来研究一下 说不定还能有所发现 其他天灯文言 也似有一动 那画皮之术 能够悄无声息地偷梁换柱 一时被他们所忌惮 就算他们不担心自己 难道就不怕身边的手下 成了别人的心腹 画皮主向来把自己的人藏得很深 画皮之术更是绝不外传 现在倒是一个亏是其数的好机会 一瞬间 许多人起了心思 黄泉之中 各怀鬼胎 看似互相帮助 其实也互相提防 否则灵瞎子 也不至于死时都没有一个帮手 他也担心自己 刚刚炼成天鬼 转头就被其他天干给抢走了 张九阳 却是果断递给了暴躁哥 老七 多谢你之前仗义之言 这颗头就送你了 张九阳是醉翁之亦不在酒 黄泉天干之中 老七暴躁哥 似乎是最容易拉拢的对象 而且看起来 老七和画皮主 本来就有些不对付 他此番举动 正是要让敌人的敌人 变成自己的盟友 果然 老七哈哈大笑 只觉万分畅快 道 真够意思 他收下聂广贤的头 还当着画皮主的面炫耀了一下 然后送给了张九阳一颗腰单 老九 七哥可不会白拿你的东西 收好 别客气 张九阳握着那颗腰单 感受着其中丰沛的法力 心倒真是赚大了 既得了人情 刷了好感 还获得了宝物 就在这时 太阴突然对他说话了 我有一杯地流浆 可以换你的腰单吗 张九阳并不知道地流浆是什么 但他知道 太阴是第二个有可能拉拢的对象 就在他准备答应时 画皮主那阴沉的声音响起 太阴 我也有一颗第四镜的腰单 可以和你换那杯地流浆 太阴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望着张九阳 当然可以 换了 随着张九阳应允 一道流光飞出 化作一杯琉璃色的茶盏 里面有着石中乳般的液体 浑白如雪 灵气充沛 只是闻了下味道 张九阳便觉得自己体内的法力 都隐隐加快了几分 绝对是好宝贝 太阴 我出两颗腰单 画皮主突然道 似乎打定主意 不让张九阳得到这杯珍贵的地流浆 但太阴却是淡淡道 一颗就够了 画皮主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这女人还在记仇 时间流逝 很快此次黄泉聚会 就到了尾声 其中不只是交易法宝 修行资源 还有各种情报 只不过情报的交易是法力传音 张九阳难以窥听 但她已经有了巨大的收获 不仅坐稳了第九天干的位子 还获得了一颗阴魔罗国 与一杯底流浆 所付出的 不过是一颗聂广贤的头颅 最重要的 是她和老七 以及太阴拉近了关系 长久经营下去 未必不能形成自己的小圈子 而且还保留着一次 考核第十天干的权利 架空天尊 指日可待 当然 她也要赶紧提升自己的修为 在群魔之中 合纵连横只是小道 根本之术是自身的强大 就好像天尊 虽然超然事外 却没有任何人敢轻视 一句话 画皮主就不得不自挖眼睛 这都来源于 她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张九阳再也不想经历一次 今日的危机了 今日聚会 就此结束 天尊的声音响起 一锤定音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她又补充了几句 等到十天干聚齐之日 我会有一件要事宣布 到时你们将会知道 黄泉的真相 那将是你们此生 最大的机缘 张九阳行走在青州城的街道上 和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没有下雨 她的心境也截然不同 仿佛一根沉重的锁链 终于被斩断 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青州已过万重山 十海之中 那枚黄泉令仿佛消耗了大部分力量 再次变得暗淡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现在的她还保留了一个能力 张九阳将意识沉入其中 而后便能感知到 在天地之间 其他几枚令牌的遥相呼应 无法感知到位置 却能与之交流 就好比后世的聊天群一样 张九阳想了想 选择了庚子令牌 也就是老七暴躁哥 下一刻 通过这枚神奇的黄泉令 张九阳的意识跨越山海 纵贯天地 请求和庚子令牌进行元神交流 老七 在吗 当然 前提是 对方也愿意交流 没有让张九阳等太久 那边就传来了回应 只是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喘息声 那熟悉的迷你之音 让张九阳瞬间回想起了 前世的某些艺术作品 老九 啥事 暴躁哥的声音 还是那么暴躁 不时伴随着八学生 张九阳 没事 就是想问一下 那个叫月神的 是男是女啊 怎么总是不见其人 架子比我还大 有点不爽 听到这话 暴躁哥顿时来了兴致 不知想到了什么 八学生更平凡了 老九 你是不是知道 月神的娘们有多骚 那声音 那妹数 每次黄泉聚会只要有她 我回去就得大战 一场谢谢火 帮应 不过那娘们道横确实高 石榴群下 不知拜倒着多少妖魔鬼怪 却愣是没人能占便宜 咱们呀 想想就算了 可千万别争取自找苦吃 暴躁哥的声音中 竟有一丝心有余悸 仿佛曾经吃过这方面的亏 而且 那娘们手里的好东西 可真不少 都是举世罕见的奇珍 是咱们黄泉聚的大主顾呢 每次她出现 大家都会踊跃很多 真惹恼了她 不换给你 可就亏大了 暴躁哥对张九阳 并没有太多的戒备之心 当然 说的也并非是什么绝密之事 这些东西 就算他不说 老九以后也会自己知道 张九阳默默记下这个月神的信息 女子 擅长魅数 道狠很高 身份神秘 有许多奇珍异宝 这就是打入黄泉内部的好处 在青天剑的卷宗中 关于黄泉的消息 往往都是直言片语 而且 大多还是没有证据的推测 关于黄泉中的三个女子 月神 玄宿和太阴 更是没有任何记载 但是现在她一场黄泉聚会下来 就已经摸到了许多重要信息 老九 看你火气这么大 下次聚会时 需不需要七哥 我送你点女人 放心 质量绝对上成 绑大腰圆股价宽 极品 张九阳的表情顿时凝固了 这独特的审美 实在是不敢恭问 一瞬间 她刚刚建立的对月神的形象 瞬间崩塌了 能让老七如此心动 月神该有多胖 匆匆结束了和老七的交流 张九阳犹豫了一下 想起那个云烟下 如仙子一般皎洁无瑕的身影 决定和太阴联络熟悉一下 想要形成自己的小圈子 有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是成为利益上的共同体 第二就是日常的交流和维护 但是这一次 太阴却迟迟没有理会她 张九阳只得作罢 其他人她暂时不想联系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更何况 她立下的人生是兄弟 高冷 杀气重 太过主动 也会让别人存疑 可就在她的元神 准备退出皇权令时 一道意识降临 主动与她沟通 士禀自令牌 月神 张九阳心中微微一震 晨音片刻 她选择答应了对方的沟通请求 刹那间 丙自令牌和人自令牌 建立了某种旋之又旋的联系 可以凭借元神交流 意识对话 一道轻笑声响起 那笑声慵懒而妩媚 梦里荡花落 只季节清脆中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脚霞 仿佛一壶刚刚温好的女儿红 只需三两 就能醉到人的骨子里 炎罗氏吗 听说你火气很大呢 她微微一顿 似是舔了舔红唇 娇笑道 要不要姐姐帮你歇歇火 那声音似是有种奇异的魔力 轻易就能穿透人心最深处的角落 挑起那些或羞耻 或肮脏 或隐秘的欲望 张九阳只觉得自己体内热血激荡 心跳都开始加快 百日观中 那被强行压下去的浴火 又有爆发的趋势 深吸一口气 她默韵 重阳真人金关玉所觉 渐渐平息了那股燥热 然而下一刻 月神的声音再次响起 轻慢而戏血 又蕴含着一丝莫名的挑逗 这么久不回答 不会是听着姐姐的声音 再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一瞬间 刚刚平息的燥热 又有抬头之势 张九阳已经意识到了不对 是魅蜀 她好歹也是修道之人 而且还修行着 重阳真人金关玉所觉 过百日观斗鲁屡平地 怎么可能如此不堪 怪不得老七会对此女如此忌惮 光是这魅蜀 就已经十分害人了 她赶紧想象着月神的样子 绑大腰圆骨架宽 身高八尺 重如泰山 却故意娇滴滴地说话 刹那间 魅蜀的感觉消失不见了 滚 张九阳冷冷道 月神为之一正 而后咯咯直笑 道 好霸道的阎罗呢 妾身只是给嫁开个玩笑罢了 何必真生气呢 她已收起了魅蜀 但即便如此 声音依旧有种天生的魅蜀感 苏玛入骨 叫人心神摇曳 张九阳心中有些后怕 这个月神 其实是在以魅蜀来试探她的底细 如果她没有顶住 甚至蔑视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她的声音越发冰冷 甚至夹杂着某种难以抑制的力气 月神毫不生气 笑道 听闻阎罗能统帅万鬼 妾身好生仰慕呢 我这里有一些能提升鬼物实力的宝物 不知阎罗大人敢不敢兴趣呢 你要什么 我要你 将来率领万鬼 出手帮我一次 如何 张九阳的声音依旧淡漠 那就要看你给的宝物如何了 哼 妾身怎么舍得让和罗大人失望呢 就算是你要奴家亲身侍奉 也不是不能 张九阳直接结束了此次联系 她的意识退出皇权令 眼中露出一丝冷笑 这个月神可不简单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刚刚交流了那么多 不仅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反而在不留痕迹地打探着她 起初摆出一副女王般的架势 想占据主动 发现她不受魅术所获 而且十分霸道强势后 就立刻改变了策略 主动把自己摆到弱势地位 一副委屈求全的样子 真是会拿捏男人 张九阳摇摇头拿出一本小册子 上面是她搜集整理的 与皇权中人有关的信息 比如双面佛是佛门 老谋深算 精神秘术 大量同男同女的天灵盖 画皮主则是阴狠 忌愁 独眼 画皮之道 有诸葛宇的面皮 她想了想 给老七又加了一个标签 好色 审美独特 月神则是加了魅术 海王和富婆这三个标签 太阴的标签只有一个 仙子 至于第五天干玄宿 和最为神秘的天尊 依旧还是空白 和尚侧子 张九阳微微一笑 既然她叫阎罗 那这本书 以后便叫生死不拔 她一边向家中走着 一边轻声哼唱着某个调子 川陵海 跨雪原 气冲相汗 说豪情壮志面对群山 一道身影朝她飞来 似是等待了许久 阿黎扑入她的怀中 脑袋拱压的 好像一头见到亲人的右兽 开心极了 她仰着小脸问道 九哥 你唱的是什么啊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打虎上山 七日后 京都 白虎阁 月灵未穿假皱 只穿着一袭红色战袍 身段窃条鼻挺 如铺长发绑成马尾 眉心一点赤痕 宛如火焰般凌厉 这时她自封了法眼 不仅封了法眼 还用一块黑色布条 将眼睛蒙了起来 手持未拔出的龙雀刀 玉立于飘零的秋叶中 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APR在她对面 则是几十位 披肩直锐的精锐士兵 每一个都是 沙场百战之士 奋州军中的 骄兵汉将 然而 此刻他们望着月灵的眼神 却满是恐惧 继续 能让我后退一步者 赏千金 赏我者 赏万金 士兵们听到这么多赏赐 终于又被激起了斗志 不顾身上的伤痛 举起刀枪上前拼杀 月灵只靠着耳力 和那身千锤百炼的武艺 步伐飘逸 总是能显之又显地 避开刀兵 找到战阵的破绽 她的刀法大开大合 信手拈来 便如羚羊挂脚 妙到绝颠 龙雀刀虽未出窍 在她手中 却宛如一条翻江蛟龙 一只下山猛虎 只是片刻 这几十个训练有素的士兵 再次倒在了她的刀下 虽然穿着盔甲 但月灵的力量和气之大 隔着盔甲 也依旧生疼 她摘下蒙着眼睛的黑布 缓缓睁开 那双湛然明亮 阴气逼人的眼眸 休息一下 等会儿继续 听到这话 士兵们纷纷露出苦笑 鸣烈猴因为青州鬼王案 被陛下罚在青天间中 禁足一月 这段时间 她似乎心情很差 经常自他们操练 鸣烈猴 那身超凡入胜的武艺 哪里是 他们能对抗的 即便封了法眼 蒙上双目 也依旧不是对手 好在鸣烈猴 有时也会指点一下 他们的武功 倒也不能算是白挨揍 等一下 就在他们休息片刻 准备起身继续挨揍时 月灵却突然目光一亮 声音中 净罕见地透着一丝激动 小庆祭驾风而至 我来给我家主人送信了 他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庆祭能来送信 就代表张九阳回来了 果不其然 他打开信纸 上面只有一个熟悉的字 啊 下面则画着张九阳的脸 神情得意 一副我厉害把的样子 虽只是简单的线条勾勒 却活灵活现 十分传神 他的嘴角 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 整个人如释重负 连那凌厉的眉眼 也变得柔和了 这个家伙 也不知道多写几句 他将信纸折好收入怀中 将军 咱们还练吗 一个士兵小心问道 月灵紧了他们一眼 笑道 不必了 给你们放几天假 每人赏十斤 好好去休息一下吧 士兵们纷纷激动道 多谢将军 月灵则是立刻来到 诸葛云虎的监政院 毫不客气道 我要立刻去一趟青州 雪龙居借我用一下 诸葛云虎悄悄收起 那本藏在桌子下的肉蒲团 喝杯茶故作镇定 摇头道 不行 陛下说了 你必须 不然我就告诉大家 你偷偷看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吗 诸葛云虎立刻改口了 月灵似笑非笑道 可这里是京都呀 皇宫外也算外嘛 当然 这话可不能万传 诸葛云虎伸出三根手指 道 三天 我只能帮你演示三天 五天 四天 成交 月灵笑道 多谢了 不过 我还要问你 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那坛陛下御赐的百年佳酿 绝对不行 肉蒲团 给我留半坛吧 成交 房间中 张九阳盘西端坐 百日关还剩最后十日 本以为会先百日攻城 却不想观想图 给了他一个惊喜 或许是因为他这位鬼王 闹得青州人心惶惶 这段时间 青州求神拜佛的人显著增加 灵官降魔路 更是彻底流行开来 除了说书人 甚至还有戏楼 专门为王灵官排了一出戏 希望为吉州冲冲煞气 场场爆满 一座南球 在这样火爆的气氛下 他脑海中的观想图 竟然又累积到了足够多的香火之力 即将开启第二次传承 随着那股浩大 刚猛的意识降临 张九阳连忙与之交流 抢先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灵官爷在上 弟子张九阳即将突破第三境 望灵官爷能赐下天眼之法 助弟子继续降妖伏魔 但是这一次 向来有求必应的观想图 却沉默了 两久 一股意识传来 没有声音 但张九阳却能理解其意思 香火不够 简单来说 就是这次累积的香火之力 还不够秀赐下天眼传承 倒并非是灵官爷克密 而是迟似乎 也要遵循着某种规则 张九阳倒也不失望 这次不行 那就下次 下一刻 那股意识降下了传承 让张九阳惊喜的是 这次的传承 竟然有两种 五雷福 学心雷 张九阳几乎难以抑制 自己内心的激动 雷法 既然是雷法 道书之中 雷法为尊 雷霆者 天之号令 得天地之中弃 无上九香玉清大范紫薇 玄都雷霆玉京 称 东三南二北一溪四 此大树之祖 而中央五歪 故雷法又被称为五雷正法 乃先天之道 得其法者 可以驱雷异殿 岛屿齐情 智崇祥魔 炼渡幽魂 其神谱中有雷祖大帝 玉书院 五雷院 五方雷将等 实力十分强悍 王陵官便是雷部神将 被尊为三五火车雷公 太乙雷声映化天尊 玉书天火和五雷正法 便是秀祥妖伏魔的两大神通 张九阳获得的雷法 传称是五雷符和学心雷 虽不是直指雷法 根本的核心大道 却也是杀伤力极强的两种绝学 雷法是术中至尊 五雷符便是符中绝学 此符可引雷祥魔 可佩戴护身 亦能内服化煞 消灾劫难 堪称是妙用无穷 张九阳自认为是个道士 却一直连张福都不会化 现在有了五雷符的传承 倒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至于另一个学心雷传承 是以学心发出雷霆的神通 运雷霆之气于掌中 不发则矣 发时呼哄有声 可以震开云杖 击杀鬼魅 威力惊人 风神演绎 钟江子牙就很喜欢用学心雷 为了让琵琶精献出原形 他双手齐放 只见霹雳交加 一声响亮 火灭烟消 琵琶精就献出了原形 可见 这学心雷的威力不俗 只是此法修行起来颇为麻烦 须先浮炼雷气 张九阳不禁心花怒放 灵官爷就是大气 虽然没有刺下天眼传承 却一口气给了两种雷法绝学 大大增强了他的斗法能力 自从见过月灵施展雷法时 那惊天动地的威势 张九阳就缠雷法很久了 现在终于被他给得到了 睁开双眼 他换来小管家阿黎 吩咐道 去多买些最上层的朱砂 黄纸和松烟墨 再来几根上等的狼嚎 最好是用狼耳朵肩上的狼嚎 若是没有 选贺雨 阴雨或杨嚎也行 他忍不住要大显身手 开始画符 五雷符这种东西 自然是储备得越多越好 一张不够就两张 两张不够就三张 总有敌人招架不住的时候 然而小管家给了他当头一击 九哥 咱们没钱了 张九阳一挣道 怎么会没钱 之前那么多金子呢 他可是记得 周老爷当时送了黄金百两 再加上以前算挂赚的钱 他多少也算是个小富翁了 后来他嫌管账麻烦 就全都交给了阿黎保管 封他为张府第一大管家 当时得小家伙乐得又蹦又跳 抱着金子不肯撒手 阿黎用力点点头 委屈巴巴道 九哥 都被你花完了 你花钱可真是大摇大摆呢 是大手大脚 张九阳捏了捏他皱起来的小鼻子 随即摇头笑笑 他太久没有因为钱的事情而困扰了 竟然忘了自己花出去了多少钱 陈家村一战前 他买各种剧毒药粉 打造中魁神像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罗田县里 买完了各大弹财铺的负面纸 又是一笔开支 再加上每天的药膳 黄金百两看似很多 但支撑到现在 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青天间的善工倒是能换金银 但他前不久 刚刚全都兑换了炼制英米的材料 至于卖书赚的钱 则是三月一节 最快也要下个月了 可这个月还有不少天 换言之 他这位青天间的外围 黄泉的第九位天干 威震青州的悬跑鬼王 没钱了 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吗 阿里捂着自己的小肚子 用力摇头道 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张九阳意味深长地笑笑 而后提着他的脚 将他倒着拎起 用力摇晃 噼里啪啦 先是两把粉色的菜刀 从他口中掉下 而后是一本张九阳写的 西游记 再然后还有各种他叠好的纸人 白纸黑字的音符 甚至还有做饭用的锅 铲子和盐巴 张九阳有些好笑 这小姑娘 是把自己当机器猫了吗 怎么什么都往肚子里放 最后掉出来的 是一个绣着馒头图案的荷包 鼓鼓囊囊的 张九阳松开它 打开荷包 发现里面还有些碎银子 以及数量不少的铜钱 果然偷偷藏了一些 九哥 这些钱不能动 阿里张牙舞爪 想抢回自己的小金库 然而被张九阳轻松按住脑袋 小胳膊小腿 便只能挥舞在空气中 哦 为什么 阿里的脑袋 突然和脖子分开 无头身子向前扑去 抢走了荷包 宝贝般抱在怀中 哼哼唧唧的 这是我给你摆的老婆本 是留着给阿里娶嫂子用的 张九阳一正 将脑袋给他安好 捏了捏那气鼓鼓的脸蛋 小家伙 还乃凶乃凶地转过头去 故意不看他 九哥 你可不知道 赚钱可难了 阿里小大人般道 最近有人伏击 请我去占卜 我就过去给他们算上一挂 事后收走一文钱挂费 他们要是不给 我还得现身吓吓他们 所谓伏瞻 就是一种占卜的仪式 可以理解为 古人的笔仙游戏 阿里就相当于 被那些人 请去占卜的笔仙 只是张九阳有些诧异 小阿里竟然已经有了名声传出 毕竟无名之鬼 可不会被人伏击请站 他心中有些愧疚 这段时间 自己忙于潜伏黄泉之事 对阿里有些疏忽 九哥 我说自己叫大圣 结果他们非要叫我什么 小孤神 哼哼 我才不小呢 张九阳一正 而后哑然失笑 小孤是青州的方言 指的是年龄很小 又有些泼辣的女孩子 怎么才只要一文钱 他有些好奇道 毕竟阿里可是马上就要 步入凶极的鬼物 还只涨上百仓兵 一文钱的占卜费用 确实不多 因为请我去占卜的 大多都是些小孩子 一文钱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少了 张九阳摇摇头 道 咱们重新摆摊 在青州城中继续干老本行 阿里眼睛一亮 连忙点点头 但是今天 你得先借我点 我急着画符 九哥 可是 九出十三跪 成交 傍晚时分 阿里终于采购归来 张九阳仔细竖理着脑海中 关于五雷符的信息 确保已经毫无疏漏 滥书于心后才睁开双眼 拿起狼嚎 准备画符 很多人以为书符 是高宫法师的专利 其实不然 只要懂得符法 心正 手口污秽 用品清洁 心口相应 方向正确 不造恶业者 皆可疏符 张九阳提笔辉豪 开始画符 符有符头 符身 符尾之分 运笔非常有讲究 绝不能有一丝改笔 否则历时前功尽弃 符窜也会成为废纸 其中最关键的是符翘 所谓符翘 是指疏符时注入灵性的孔翘 是画符时真传中的真传 核心中的核心 道法会员称 画符不知翘 仅惹鬼神笑 画符若知翘 惊得鬼神叫 好在有着林官爷的符法传承 张九阳对五雷符 已是了如指掌 好似已经画了几十年 没有出现丝毫偏差 很快 一张符就接近尾声了 当画完最后一笔 天空中竟然隐隐响起闷雷之声 一股浩大 阳刚的气息油然而生 小小的一张符 竟让阿里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探出脑袋 看着上面纷繁复杂的图案 好奇道 九哥 你画的这是什么符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张九阳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不仅法力消耗了十分之一左右 画符时需全神贯注 对精神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他轻轻吹干五雷符上的朱砂和松烟墨 笑道 这是五雷符 别看只有小小的一张 却能换来天上的雷霆 助我破敌 阿里差一道 五雷符 可是这上面怎么一个雷字都没有 张九阳文言哈哈大笑 道 这叫雷传 又称天书雷传 不是人间之文字 而是天雷下鸡妖邪或恶人时留下的痕迹 假说厉不厉害 道家书符共有六种文字 统称为六书 雷传便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凤传龙张 云传等 相传是神明的文字 蕴含着道的力量 固然能调动风与雷电 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力 亮 阿里张大嘴巴 伸手想去摸这张五雷符 但下一刻却吃痛缩回 手指上竟好似烫伤一般 即便有着阴气滋养 也一时难以挥 复 雷法治刚治阳 无论是对山精鬼魅 还是妖魔邪修 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这还是阿里已经成了气候 是厉鬼中的佼佼者 若是寻常鬼物 碰到这五雷符 估计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 可惜 没有都天大雷火印 不然在符上一概 还能让五雷符的威力 更上一层楼 话虽这样说 张九阳却美滋滋地收起五雷符 休息片刻后 继续提起狼嚎 今晚 先定个小目标 画他个十张 一日 青层 张九阳打着哈欠从房中走出 还是被小阿里给硬生生拽起来的 昨晚画五雷符到深夜 法力和精神消耗不小 张九阳便睡得格外香甜 罕见的没有早起练功 但成果也是斐然 小目标达成 整整十张五雷符 满满的安全感 九哥 快点出发了 咱们要赚钱 再这样下去 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 阿里提到赚钱 眼中满是斗志 张九阳只能赶紧换上一身天青色的道袍 长发用木簪随意竖着 手提斩鬼剑 看起来有几分慵懒和洒脱 走吧 我张曼仙 也要在青州城开张了 定个小目标 先赚个黄金千两 他显得非常自信 金石不同往日 以前他初出茅庐 都能赚来百两黄金 现在的他 可以说是 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即将踏入第三境的修士 拥有雷法 天火 石鬼等神通 公有斩鬼剑 手有灵关绝 麾下还有阿里 和上百名凶悍的娼兵 这种实力 放到黄泉中 或许还不够看 但放眼九州 已是天下之大 哪里都能去的 算是个人物了 这样的实力 给人看势赚钱 还不是手到擎来 阿里一时对他充满了信心 喊道 黄金 黄金 两个时辰后 青州城南的桥边 张九阳看着自己空无一人的摊位 再看看旁边排成长龙的那个老先生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对方白须飘飘 举手投足间先锋盗鼓 似乎每一条皱纹都是智慧 反观张九阳 面上无虚 油头粉脸 哪项的道士 反倒像是玩世不恭的公子哥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摆摊 是因为阿里算到这里的风水不错 有聚才转运之项 适合做生意 嗯 确实挺适合的 张九阳看着旁边老先生那火爆的生意 不禁摇头笑笑 九哥 要不要我去吓一下他 阿里很是不念 张九阳摇摇头 道 不必 别人来得比咱们早 而且所说也未必都是假的 并非误人子弟 那老先生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真本事 还是有几分法力的 只是十分稀薄 连第一进都不到 其实这样的人才是修士的大多数 顺行成人 逆行成仙 修行本就是一条逆天形的道路 无比艰难 月灵曾说过 大千人口虽多 但有修行资质的 却是万里挑一 而在这些万里挑一中 又有相当一部分人 因为天赋原因 此生 只能卡在第一进 正如那位老先生 好手穷精 白发苍苍 竟然还差半步踩到第一进 修行之难 已至于私 又等了一下午 张九阳的摊位前 倒是来了几个人 但不是来算卦的 而是来说没的 张九阳虽然看起来落魄 但这身皮囊着实上乘 气度不凡 其中有一个最过分 竟然是青楼的老宝 看张九阳皮相不错 问他是否有意 换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被张九阳拔剑下走了 太阳渐渐落山 张九阳摇摇头 准备收摊 果然酒香也怕巷子深 没有包装和宣传 就算有真材实学也没用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倒有不知出自何门何派 原来是那个算命的老先生 他看张九阳一身道袍 故而前来相问 张九阳环礼道 在下无门无派 区区一个也倒是罢了 老先生听后 不仅没有轻蔑 反而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接着他开始 有一茶没一茶地 和张九阳攀谈 拐弯抹角地打听 张九阳的出身 籍惯和精力 张九阳起初有些不解 但当看到对方那 慈祥和期许的目光 心中突然一跳 难道他是有意要收我当徒弟 这可不是张九阳胡思乱想 而是根据刚刚的交流 老先生也是个 没有道极的野道士 曾经捡到了一本宝册 上面有着一段 炼器口诀和六窑挂竹 他独自摸索了几十年 才终于有所成就 张九阳的修为远高于他 故而他完全看不出虚实 只是觉得 这个年轻人目有清光 面有清气 根骨不凡 对于已经半截身子 快入土的他来说 能收一个这样的弟子 将自己钻研几十年的东西传承下去 便是最大的心愿了 经过交谈 老先生对张九阳很是满意 但收徒大事 自然不能如此草率 还要多多观察考验 不过倒是可以小露一手 来吸引一下对方的主意 想到此 老先生抚须微笑 道 道有可知六窑挂数 没等张九阳回答 他就解释道 所谓窑 可以理解为窑 代表世间万物的变化 而六窑 是挂成后的六个窑位 初窑 二寿为帝 三窑 四窑为人 五窑 上窑为天 他看到张九阳 露出一丝感兴趣的样子 顿时精神大振 六寿挂数变化繁琐 就连他的亲儿子都不感兴趣 这个年轻人 真是天生的好根骨 他蹲下身来 拿出八卦盘和铜钱 笑道 六窑挂数 可算世间万物 而且起挂的方法简单 只需铜钱即可 若是高手 甚至可用路边灼草 生意 名字 或方位起挂 凡有成数 皆有可为 来 道友你握着这三枚铜钱 想着策运之事 于八卦盘上摇晃六次 老夫且为你算上一卦 顿了顿 他怕张九阳误会 还补充道 不收钱 看到张九阳有些犹豫 他又继续道 这六窑挂数 有种种神妙 前段时间 鬼王大闹青州 老夫 虽然无法阻止 却能算出凶卦 故而提前几日 离开了青州城 避开了一截 道友 不妨试一试 张九阳有些哭笑不得 你要是算出 那位大闹青州的鬼王 就站在你面前 不知道会是如何反应 不过他也来了兴趣 这位老先生 虽然修为不高 但这卦主看起来 确实有几分本事 难怪能吸引来 这么多客人 他默念财运 然后双手摇晃铜钱 开始起挂 铜钱在八卦盘上滚落 最后落在了某个方位 张九阳完全看不幸 老先生却是面色一变 道 这 这不太对啊 怎么了 此挂石窑发动 石窑害水自便发动 观鬼尘土回头克 自便衰败 石窑衰败受伤 且本身不急 尤其回头克制的 还是鬼窑 这代表 大凶之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凶卦 别说财运了 根据卦象显示 张九阳甚至有性命之威 但老先生怎么看 对方都不像是短命之相 张九阳却是暗自称奇 老先生的这一挂倒是准确 他潜入黄泉 与世间最凶恶最可怕的斜碎打交道 好似行走在刀尖和钢丝上 稍有不慎 便是粉身碎骨 万劫不复 如果不是凶卦 才不正常 至少 对方是有真本事的 张九阳也不再想隐瞒 打算亮明修为 和对方交谈 他不会拜师 却愿意和对方坐而论倒 但就在这时 阿黎的声音 突然在张九阳耳边响起 九哥 才晕到了 张九阳一正 而后便看到一队士兵跑来 为首的士兵喊道 杜神算 快跟我们走 我家将军有请 老先生阅历丰富 倒是不慌不忙 知道那位将军 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便点头道 老夫可否带上 这位小兄弟一起 随便 只要你到了就行 老先生拍拍张九阳的肩膀 小声道 这些是规德 中郎将的手下 那位中郎将官居四品 为人豪爽 出手越挫 等会儿你跟着说些好话 应该有不少赏赐 除此之外 他还想再展示一下手段 好让这个年轻人彻底折服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如此 就多谢了 归德中郎将的府上 张九阳跟着老先生一起进去 发现这里的守卫相当严密 门口都是披肩直锐的士兵 而且身上都有一丝 若有若无的杀气 这些都是杀过人的 手里 至少有过几条人命 除此之外 他还看到几个屠夫 守在府门前 手中提着那把刮肉 踢骨的杀猪刀 满脸横肉 这就很奇怪了 身为四品中狼将的府邸 有士兵守门不足为奇 但为何会请居夫 还特意拿了杀猪刀 民间传说中 居夫身上煞气较重 杀猪刀宰杀生灵 常年被血气浸染 也具有了凶性 普通的鬼物难以净身 云河县的王审之所以会浅洁 是因为云娘太过厉害 成了气候 若只是普通的厉鬼 还真未必能上得了他的身 没走几步 张九阳竟然看到了许多黑狗 而且体型都不小 当看到生人进来时 这些黑狗立刻发出凶恶的叫声 一时间犬肺不断 阿黎默默瞪起了眼睛 手中多了两把粉色的小菜刀 黑狗们立刻便不叫了 神情恐惧 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一脸乖顺 惹不起 完全惹不起 张九阳微微一笑 黑狗确实能辟邪 但也要看是谁 现在的阿黎 早已超过了当年的云娘 可不是什么黑狗 居夫就能震得住的 领路的人十分诧异 对老先生道 杜神算果然是高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些黑犬如此敬畏 老先生的神情略有几分尴尬 但瞥了一眼张九阳 想着不能在未来徒弟面前失了面子 只好点点头 故作高深 小兄弟 看来这件事不简单 屠夫和黑狗都用上了 却还请我来 估计事情不小 等一下你先别说话 看看情况再说 他好心提醒道 张九阳点点头 没多久 他们终于见到了那位龟德中狼将 对方看起来有四十对岁 眉目硬朗 气宇轩昂 就是神情看着有些憔悴 似乎已经很久 没睡好了 除了老先生 被邀请而来的 还有金身寺的新任住持 以及一个手持浮沉的中年道人 度神算 久仰 原来是崔道长 久仰 阿弥陀佛 不知这位小道长是 是老夫的一个朋友 跟着来见见世面 听到这话 那一僧一道 也就不再关注张九阳 张九阳默默打量着二人 僧人是第一进的修为 那崔道长的修为最高 已经沟通了圣神玄名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第二境 故而神情最为自傲 诸位 等会儿不管看到什么 千万都不要外传 事后本将必有重金向险 钟郎将说完 便领着他们来到了内室 只见床榻之上 躺着一个年轻男子 面色惨白 几乎成了皮包骨头 最诡异的是 他在昏睡之中 竟然喃喃自语 而且时而男生 时而女生 皆是迷迷之音 似是在梦中颠缆捣缝 随着声音不断响起 男人的身子不断颤抖 最后又归于平静 然而没有休息多久 那声音又再次响起 蟑螂 奴家又响了于是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复 这 这难道是邵将军 僧人瞪大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听到这话 那位崔道长和杜神算 也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都是常居青州之人 对这位钟郎将非常了解 钟郎将有位麒麟子 常常受人称赞羡慕 体为邵将军 邵将军天生神力 武艺惊人 是太平三年的武状元 后多次率兵剿灭山匪 无有不胜 堪称是青州一颗 冉冉升起的江星 据说他身高八尺 雄姿阴发 睽違矫健 双臂能拽动奔行的猎马 使人中龙凤 然而现在的邵将军 却骨瘦如柴 惊圆尽丧 面色惨白 躺在床上气弱油丝 似乎连翻个身都无比吃力 钟郎将眼中闪过一丝悲痛 道 前些日子 犬子出城打猎 回来后就变得神情恍惚 开始日渐消瘦 起初我还以为是得了病 便请大夫来看 可没想到他越发严重 到现在 甚至已经 钟郎将的声音微微颤抖 我请了青天间的人前来 才知道 是有邪碎作乱 在梦中与乌尔苟且 借机恋化开的晶圆 将他荡成了修行的顶炉 钟郎将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恨意 既然有青天间插手 将军又为何要请我们 老先生问道 其余两人也是点点头 露出不解之色 青天间威名赫赫 哪怕是最下面的司臣 也比他们 这些人更厉害 钟郎将叹道 那位司臣说 此邪碎厉害 以他的能力无法解决 便先回去上报 请林台狼前来 走之前 让我请兵族和居夫守门 又寻来许多黑犬看护 试着能不能挡住邪碎 好争取些时间 可是完全没有效果 你们看 犬子怕是要冲不过今晚了 听到这话 崔道长和僧人同时摇头 将军太看得起我们了 连青天间的司臣都解决不了 我们又能如何 钟郎将眼中一按 他其实也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病急乱投医 总不能看着儿子死在床榻上 却束手无策吧 他最后悔的 是没有早一点发现 鬼王大闹青州后 这里来了许多奇人异事 但随着鬼王销声匿迹 那些人又纷纷离去了 不然 也不至于找不到高人相助 老先生紧皱眉头 一直没有说话 这让钟郎将看到了一丝希望 连忙道 杜神算 你可有化解之法 老先生摇头道 老夫修为低威 亦是无能为力 但我刚刚给少将军算了一挂 发现虽然凶险 却似乎命不该绝 有贵人相助之相 责任 贵人在哪 钟郎将顿时激动道 那个 张九阳突然出生 却被钟郎将立刻打断了 你别说话 让杜神算先说 张九阳 老先生沉吟片刻 道 钟郎将 老夫想来想去 唯一能想到的那位贵人 或许就是他了 是谁 你快说啊 几个月前 老夫曾被周府的管家 请去看事 据说是周老爷子撞了邪 但说来惭愧 我还没登门 就在门口 被邪碎给吓走了 想起那段经历 老先生仍是心有余悸 他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未看过 如此可怕的邪碎 连门口的石狮子 都被邪碎附身了 后来我听说 有人把周老爷给看好了 而且还住进了那间凶宅中 只是身居简出 才名声不鲜 他感叹道 能除去如此可怕的邪碎 那人的道行 真是深不可测 只是我前段时间登门拜访 发现其家中并无人 似是出远门了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回来 那僧人也附和道 不错 我们金身寺的前任住持 那人大师 在失踪前也提到过那个人 说是为剑仙 神情颇为忌憚 崔道长惊奇道 能人大师的修为 远在我之上 连他都如此推崇 可见那位剑仙确实厉害 听到三人都如此推崇 中郎将宛如看到了救星 立刻便要命人前去请那位 大隐于世的剑仙 就在这时 张九阳咳嗽一声 问道 你们说的那个兄宅 可是在青州城东黎街 从南往北属的第六户府邸 老先生愣了一下 而后点头道 不错 小兄弟难道嫁也去拜访过 那位剑仙前辈 张九阳摇了摇头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有些哭笑不得 那里 是我的家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你们要找的人 应该就是我了 听到这话 屋子里的人全都愣住了 特别是杜神算 他指着张九阳震惊道 你 你 中郎将则露出一丝怀疑之色 这么年轻的人 会是传说中的剑仙 但下一刻 他就没有了任何怀疑 只见张九阳 轻轻敲了一下手中的斩鬼剑 因为昨夜没有睡好 声音还有几分慵懒 别睡了 起来干活 起 剑仪如天外游龙 赤芒好似匹炼飞出 在屋子中飞行一圈 风锐的剑气 让四周的房梁上 出现细密的剑痕 刹那间众人只觉得头皮一凉 如芒在背 别调皮 张九阳摇头笑笑 斩鬼剑太久没有出窍 确实被憋坏了 此刻有撒泼打滚的趋势 不过随着他剑指一并 赤芒一闪 定在了邵将军的枕边 赢 斩鬼剑微微争鸣 剑身上的七星图案绽放光芒 似是感知到了某种邪气 紧接着 昏迷不醒的邵将军 突然睁开了双眼 却透露着女人的娇媚 看起来极为怪异 臭道是 别以为你有几分本事 就可以多管闲事 张郎亲口许下婚约 张家也收了我的聘礼 他现在是我的 神情争鸣 声音尖锐 邪气几乎要从七窍中溢出 静震的斩鬼剑争鸣不已 好凶的邪碎 张九阳眼中闪过一丝一丝 而后转身望向钟郎将 此事似乎有着隐情 钟郎将立刻大声反驳道 什么婚约 我儿从未和人许下过什么婚约 我更是没有说过什么婚礼 邪碎痴笑道 十日前 你在府门前捡走的那箱金银珠宝 可曾忘了 钟郎将的面色瞬间一变 道 那是你 他眼中万分悔恨 十日前 他休目回家时 在府门旁的草地里 捡到了一箱金银珠宝 贪念驱使下 便站为己有 却不想害了儿子 当真是追悔莫及 钟郎将 那箱金银珠宝 你可还在 张九阳突然问道 在的 在的 钟郎将连忙将那箱财宝拿出来 再也不敢有半分贪念 张九阳将财宝扔到床边 哦 假说 你给了聘礼 但钟郎将并不知情 这样吧 现在我将聘礼退还给你 你就此离开 如何 这个邪碎很不简单 不是普通的鬼上身 刚刚阿里告诉他 邵将军体内的脏东西 竟然还不是本体 只是一个分身 至于这邪碎的真身在哪里 阿里也说不出 而且 此刻邪碎 藏在邵将军的体内 张九阳也担心他玉石俱焚 故而先礼后兵 哈哈 那邪碎发出一阵猖狂的笑声 道 臭道士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退我的聘礼 我看你有几分姿色 不如也嫁给我 做我的顶炉吧 哈哈 张九阳听到这话 脸上突然笑了出来 你是真找死呀 他的声音虽然温和 却好似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一股戾气 在心中佩酿 然而 邪碎却完全不惧怕 嘲讽道 臭道士 你能奈我何 有本事就打烂这句肉身 张九阳不再说话 只是摇摇头 然后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符传 五雷符 这是 雷 雷符 崔道长有些眼力 看到五雷符上的雷传 顿时被吓了一跳 望着张九阳的目光 充满了敬畏 不仅会飞剑之术 还会雷法 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历 难道是太平观的真传仙师 张九阳双指捏伏 随着法力运转 浮窜中的五雷之气被激活 刹那间 屋子里的阴气为之一荡 一股阳刚 浩大的气息浮现 死了 张九阳手中的浮转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雷光 耀眼夺目 此刻的他 简直就像是传说中直学雷霆的神明 俊美的面容 在雷光的映衬下 变得更加冷峻和威严 随着他轻轻一吹 雷浮化作无数道灰烬 如雪花般飘落在少将军的身上 更有不少被吸入了口鼻之中 进入肺腑之内 下一刻 那斜碎猛地发出惨叫声 少将军的整个身子 都笼罩在电光之中 浑身不断扭曲 就连瞳孔中也有电光闪烁 就好像少将军的身体里 再打雷一板 几期之后 挣扎就渐渐消失了 少将军身上的雷光 也迅速散去 消失不见 邪气静散 那脏东西 似乎已经灰飞烟灭了 奇异的是 少将军本人 竟然没有任何的受伤 只有身上比较发烫 皮肤赤红 是阳气沸腾之相 睫毛微颤 少将军竟然缓缓睁开了眼 父亲 他想起身 却根本无法动弹 有气无力 孩儿 孩儿是不是要死了 钟郎将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他紧紧握着儿子的手 哽咽道 说什么胡话 威父绝不会让你死的 有这位仙师在 你不会有事的 说着 他竟然扑通一声 给张九阳跪下了 以头撞地 多谢仙师救了我性命 大恩大德 我张周莫尺难忘 催道长一则称奇 敬佩道 真是让平道大开眼界 雷法之威 名不虚传 他眼中满是羡慕 修道之人 谁不想往那号称 树中至尊的雷法 修雷法者 甚至号称同皆无敌 那名王月灵 之所以名震天下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主修雷火双法 曾在第四境时 就斩杀了一位武进大妖 但遗憾的是 雷法本身就异常珍贵 被各大派视为绝学 其次 雷法极难入门 对资质的要求其高 他们这些人 这辈子是与雷法无缘了 一时间 崔道长和金身寺的住持 全都对着张九阳 躬身行礼 他们虽然年纪大上许多 但修道意图打者为先 别说行礼 就算要他们跪下拜师 那也是心甘情愿 张九阳还礼 杜神算眼神复杂 勾搂着身子也想行礼 却被张九阳给扶起了 今日多谢道友教我六腰挂竹 如若不弃 待会儿 咱们一起喝茶论道 如何 其他两人文言眼中满是美艳 论道 就说明 对方把你当同道 而非晚辈看待 能和一位精通飞剑 和雷法神通的高人论道 已经是莫大的机缘 也许对方随便的几句指点 都能让你毛色顿开 受益无穷 众善因 皆善果 只能说 老杜的为人 才让他有了今日的机缘 好好 杜神算非常激动 不仅是因为机缘 更因为对方尊重的态度 他资质思顿 然钻研一声 昼夜不待 做梦都想赶上那些天才 让他们喊上一声道友 不过 现在还有一件事要解决 张九阳转过身 望向床上的邵将军 叹道 钟郎将 频道驱散的 只是一道邪碎的分身 邵将军为何会招惹上这个邪碎 还请如实告知 听到张九阳的话 钟郎将心中一急 只是一道分身 我儿快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邵将军喘息片刻 也不再隐瞒 将一切告知 原来在不久前 他率人出城打猎 结果遇到暴雨无法回来 就在南平山上的宿女庙内 借宿一晚 说也奇怪 他们来时也曾路过那里 却并未发现有什么庙 暴雨时却突然出现了 手下觉得诡异 劝他不要进庙 但当时下着暴雨 再加上他出生牛 独不怕虎 自负勇武 不惧鬼神 便大胆进了庙中 庙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只有一尊宿女的雕像 他没有听说过这尊神奇 但那雕像太过美艳 彭许如生 一遮一笑 多有种惊人的美态 他当时便随口感叹了一句 说若是能娶一个 这么绝色的妻子 岂不快哉 结果当晚 他就梦到一个 美丽的女子款款来 自称宿娘 解衣吞群 说愿与将军结为连礼 二人梦中交构 好不快活 回家后 他天天晚上都梦到此女 夜夜欢好 荒废武艺 磨灭斗志 身子也越发虚弱 当他察觉到不对时 已经沉溺其中 无力回天 一幅天生的好根骨 现在却行销鼓励 宛如骷髅 宿娘说 她不会放过我的 今晚就会把我接回去承亲 爹 仙师 求你们救救我 面对邵将军的请求 张九阳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而是先妄想其他人 平道对青州并不是很熟 不知道诸位道友 可否知道那位素女的底细 天下邪碎和气之多 且各有神通 虽然张九阳有自信 但若是自视本领就横冲直撞 那总有一天会跌跟头 常在河边走 若想不失邪 就要时刻把谨慎二字放在心上 失去谨慎的勇猛 不过是一种鲁藏 崔道长和今生寺的和尚 皆摇头 杜神算屡了屡须 道 我倒是有所听说 他虽然修为最低 但阅历却最丰富 几十年的算卦生涯 让他见多了稀奇古怪的事情 其实刚刚在那邪碎说出聘礼二字时 老夫就觉得有些熟悉 后来邵将军一说宿女庙 我才恍然记起 以前曾遇到过一起相似的事情 原来在几年前 曾有一人找他算命 说自己偶然间误入了宿女庙 之后每晚都梦到和一个女人欢好 身子越来越虚弱 而且那女人也说是给他送了聘礼 但没有邵将军这么多 只是文银五十两 原来不同的人价格还不一样 九哥 你能值多少钱啊 阿丽听到这时 望着他两眼放光 简直像是在看一座金山 张九阳脸上一黑 我当时给那人算命 是大凶之卦 有性命之忧 便劝他去雍州找白云寺 那是我大前最著名的佛寺 而且不像太平关的门槛那么高 愿意帮普通人看事 那人倒也惜命 说回去就准备盘缠 后来我才知道 他当晚就死了 他的家人说 那晚听到 外面有敲锣打鼓台花叫的声音 最后停在了他们的家门口 当时他们还疑惑 因为自家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怎么会有花叫在晚上上门 直到他们的儿子说 那花叫是来接他的 他马上就要死了 希望父母以后多保重身体 说吧 竟立刻倒地而死 没了气息 杜神算说着叹了一口气 道 可怜好好的一个汉子 曾经也是虎背熊腰 恐无有力 死时却行销鼓励 面貌恐怖 邵将军眼中闪过一丝巨色 这汉子的经历 和他几乎一模一样 难道今晚他也难逃一死吗 想到此他便心中惶恐 不过当看到那手提长剑 气定神闲的轻袍道人时 又不禁微微松了一口气 先师如此平静 想必一定有把握吧 好一个邪门的宿女庙 专挑阳气充足 晶圆旺盛的男子下手 说是聘礼 其实是买命钱 张九阳冷笑一声 继续道 先师入梦财捕 等到把肉身压榨干净了 又把人的魂魄取回去 真是敲骨吸水 渣都不剩 他心中生起杀鸡 这个邪碎 真是玷污了宿女二子 在前世华夏中 宿女又称白水宿女 她还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叫田螺姑娘 然而这个世界的宿女 却将男人当作修行的顶炉 直至榨干最后一丝价值 连灵魂都不放过 她默默分析着宿女的能力 入梦 魅术 财补 分身 斗法的能力似乎不强 最要警惕的是魅术 张九阳可没有忘了 她现在还在百日关中 只剩下最后八日 就能彻底攻城 虽然有 重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镇住了玉火 但上次月神的魅术 就差点让她破功 万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她就真是追悔莫及 而且现在的她 晶圆磅礴如海 阳气如炉 在这种修行才不知道的斜碎眼里 简直就是行走的宝药 极品果炉 张九阳犹豫了一下 决定再等一等 等她百日攻城 再无后顾之忧了 就去那南平山间一闯 伐山破庙 不过要先帮邵将军 渡过今晚的难关 想了想 张九阳又取出一张五雷符 道 张将军 你将此符装进黄色小袋里 同时装进七粒圆米 灯草三根 用黄线祭之带在少将军的颈上 既可护身 也能快速帮他恢复元气 亲眼目睹过 先前浮窜曲斜的场景 钟郎将哪能不知道此符的珍贵 连忙双手接下 躬身阴郁 少将军 你今晚就安心睡个好觉 什么都不用管 频道就辛苦些 熬个夜吧 张九阳心中叹气 钱不好赚呀 大晚上的还要加班 生活不易 多谢先师 钟郎将功身一败 而后命人拿来了一个托盘 掀开上面的红布 下面竟然是一块块金钉 在阳光下流转着淡淡光泽 一块是二十两 这里一眼扫过去 足足有十块 就是两百两黄金 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足以让普通人挥霍一辈子 这些铜锈之物 想来并不入先师法眼 但在下也只有这些东西拿得出手了 还请先师收下 等我儿度过今晚后 在下还有三百两黄金相赠 正好凑个整数 加在一起 有五百两黄金 这手笔 哥们 不少贪啊 按照大钱的俸禄 四品钟郎将 就算是攒一辈子 也绝对没有这么多钱 张九阳都不用看 都能感觉到 阿黎那恶狼般的目光 他也不矫情 来这里人看事 就是为了赚钱 没有钱 他连画幅的材料都买不起 五百两看似很多 等以后修为上来了 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修行 本就是一件十分耗材的事 他拂袖一挥 重达二十斤的黄金 便被阿黎吞入了腹中 在其他人眼中 就好像是某种秀里乾坤的法术 藏须迷于戒子 这让三人更加惊叹 觉得张九阳 愈发深不可测 钟郎将很懂人情事故 给其他三人 也都送上了文银 特别是杜神算 多送了几十两 崔道长和僧人不愿离去 想一读晚上张九阳的手段 他也不在意 而是拉着杜神算席地而坐 一边继续请教六窑挂术 一边也不藏私 说出自己在修行上的心得和见解 给对方指点迷惊 虽然只是指点 但张九阳修行的 可是号称道门第一功法的 御顶玄弓 再加上有另一个世界的底蕴 往往三言两语 就能让杜神算茅塞顿开 他的瓶颈竟有松动之想 七十间 这位古兮之年的老人 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种对道的虔诚和向往 让张九阳为之动容 即便修成第一镜 也只是晚死几年 但朝奸道 惜死可以 能在死之前看一看朝思暮想的风景 何尝不是一件人生幸事 到了夜幕降临时 杜神算在张九阳的帮助下 已经成功调和了体内的阴阳二气 迈入了第一镜吊龙虎的境界 他老泪纵横 竟想对张九阳执弟子之理 却被张九阳拒绝了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我这点微末倒横 怎能做别人的师父 道友 不要让我为难 听到这话 杜神算才作罢 他从怀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道 道友大恩 老夫无以为报 这是我研究六胶挂术几十年的心得 希望道友不要嫌弃 张九阳很珍重地接过 这本厚厚的册子 翻开一看 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却又整理得紧紧有条 纸张有些发黄 却被保存得很好 他仿佛看到了油灯下 一个青年废寝旺时 苦思冥想 从青丝到滑发 张九阳有些感触 这不仅是本挂术心得 还是一个修道者的一生 他想说些什么 却突然目光一凝 神情变得肃默起来 来了 杜神算有些疑惑 正要询问 便听见远处 响起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 汪汪汪 一时间 院内的黑狗 全都发出了不安的叫声 爪子不断在地上跑着 似是在恐惧 门口的士兵 一发出不安的喊声 将军 外面有个花轿 正在朝咱们府上过来 抬轿的 是一群 妖怪 中狼将身披铠甲 手持一把关公大刀 守在自己儿子的房门前 目光决然 他望向张九阳 张九阳对他挥挥手 是一稍安勿躁 而后脚尖轻轻一点 身子如乘风而行 飘然如雨 来到了正门的屋檐上 月下轻袍 一人一剑 几缕发丝在夜风中飘荡 显得有些潇洒不羁 作为阎罗时 他要杀气腾腾 不可一世 但作为张九阳时 他希望能成为吕祖那样的剑仙 两者画风差别越大 也就越不可能被人联系到一起 他终于看到了 士兵口中的花轿 以及台花轿的怪物 那花轿倒和平常差不多 但台花轿的 以及那些敲锣打鼓的 却是一些看上去十分美貌的婢女 最主要的是 那些婢女搅不着地 是飘着前进的 在张九阳出现的那一瞬间 即便面对士兵列阵 都毫不退缩的花轿 突然停了下来 退 或者死 张九阳眸光微宁 在法力的加持下 声音如红中大铝 传遍了每个人的耳朵 但那花轿只是迟一片刻 便继续前行 没有任何废话 斩鬼剑出窍 暗夜之中 赤芒如电光石火 瞬间洞穿了 两个婢女的脖梗 两颗美人头颅 便滴溜一下滚在地上 下一刻 美人的无头身子 竟然变成了蛇身 在地上如洞 美女蛇 张九阳心中一动 船间这种邪碎 有着一颗美人的脸 却长着蛇身 会在草丛中呼唤男人的名字 将其骗来后 再将其杀害 他脚尖一点 从屋檐上飘然落下 身姿轻盈灵动 与此同时 斩鬼剑绕着他旋转一圈后 自动跪脚 扑通 花轿落在了地上 那些婢女 见识到了斩鬼剑的锋芒 纷纷向后逃去 张九阳没有去管 因为阿里已经去封路了 一个都别想跑 月夜下 他静静注视着那口花轿 心中有种淡淡的危机感 夜风吹动莲幕 里面隐隐可以看到一道身影 穿着凤冠霞配 一动不动 看起来十分诡异 难道那素女亲自来接了 张九阳在捏剑绝 百日关即将攻城 他现在的法力 比以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曾经用几下飞剑 就要历劫昏迷的时候 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在的他 当真有了几分剑先的潇洒与从容 呛 赤芒如垫 朝着花轿中的那道身影射去 正中脖梗 盖着红布的头颅掉落滚出 在月光下露出了真面目 张九阳眸光一宁 不对 是草人 那新娘是用草人编成的 但草人怎么会流血 一种腥臭味袭来 张九阳觉得自己的法力 都有些运行不畅 斩鬼剑上 沾染了许多暗红色的血液 上面的七星图案 变得越发暗淡 剑身好似喝醉一般 变得亮亮强强 那种如臂直屎的感觉 被生生中断了 是妇人的天魁血 张九阳脑海中电光一闪 瞬间明白了 那素女的谋划 对方知道飞剑之术的厉害 故而设下陷阱 引诱她出剑 斩像教中的新娘 而那新娘是用草人编成的 里面藏着可以误会到 门法器的天魁血 没了飞剑的剑袖 就好像拔了爪牙的老虎 素女该现身了 张九阳瞬间警惕起来 对方好不容易误了她的飞剑 必然有后手 So 后手接踵而至 但出乎张九阳意料的是 素女并未现身 出手的是那个花轿 一条舌头从花轿中飞出 长达树杖 将张九阳给卷了进去 下一刻 那花轿发出了恐怖的笑声 竟变成了一颗巨大的头颅 目如同龄 獠牙参词 五官猙獰丑陋 花轿 是怪物 糟了 张仙师被那头颅给吞下去了 这是什么东西 好强的煞气 是花轿煞 传闻在梁州一带 有些新娘在上花轿后会神秘消失 久而久之 便流传出花轿痴人的传说 称之为花轿煞 杜神算面色惨白 道 我也是听一位梁州的客商谈起的 他说 后来有位神秘的老道士出手 将花轿煞给赶走了 从此便销声匿迹 原来是被那宿女给收服了 此时此刻 他们发现 自己还是小瞧了宿女 竟然能降服花轿煞 这种可怕的邪碎 连那深不可测的张道长都灾了 他们又能如何反抗 不外乎一死 今日便和邪碎拼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张道有欲我有恩 我这把老骨头 留在这里又何妨 他们虽然是小人物 但在危难关头 却都舍生取义 不失风骨 能成为修士的 曾经也都是世人中的佼佼者 谁没有三分傲骨 但就在他们准备殊死一搏时 那恐怖的头颅 突然大叫了起来 他的面部迅速变得滚烫 眼口耳鼻中似是要喷出火来 冒出一道道黑烟 好似刚刚吞下去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烧红的烙铁 炙热的岩浆 破 忍耐不住的他 将张九阳重新吐了出来 月光下 那戏轻暴先沉不染 脚步履沉 轻轻点在一根树枝上 随着夜风微微飘荡 眼眸清寒 赤色渐渐散去 他撤去了护身的灵关绝 望着那快要被煮熟的头颅 手掐雷印 嘴角露出一缕淡淡的笑容 大头儿子 下回记得 可别再乱吃东西了 头颅发出一声惊悚的尖叫 仿佛感知到了某种巨大的危险 长发根根竖起 宛如刺猬一般 他再没有任何战意 眼中只剩下恐惧 头颅转身向夜空中飞去 看似巨大 速度却不慢 能遇风而行 张九阳却不慌不忙 平静的声音中 仿佛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力量 令人心神为之一舍 五雷五雷 急会黄宁 阴晕变化 吼电讯停 肩忽极致 速发扬声 急急如律令 照五雷咒 张九阳被那花轿煞吞下去后 除了施展灵观诀 将其考到了七分熟外 还留下了两张五雷符 随着他掐绝念咒 天空中突然浮现出一片雷云 响起阵阵闷雷之声 轰隆 在照五雷咒念完的那一刹那 两道雷霆自苍穹而落 照亮夜空 轰在了那飞天的巨大头颅上 天雷诛邪 至刚至阳的雷法 对这种邪碎 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那霸道且充满毁灭性的气息 回荡在天地之间久久不散 曾在梁州一带 令人弹枝色变的花轿煞 就这样在天雷下灰飞烟灭 只留下了一地焦黑的烂肉 呛 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了 杜神算的模样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即便资质不好 囚道之心却坚定如铁 几十年如一日 不敢有丝毫放松 与之相比 他又有什么资格挥霍光阴呢 练功 张九阳盘息而作 运转日乌月兔徒的心法 炼金化息增长法力 如小刘汇聚成江河 接下来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破镜 那两颗三宝如一丹 他可是珍藏许久了 至于那门学星雷 张九阳虽然有心修炼 但暂时还没有条件 修炼学星雷 需要先浮炼雷气 而这雷气 只有在春雷发起之前可以炼出 但现在是夏日 夏雷太过暴力 缺少那一丝生机调和 故不能修炼 也就是说 他想修炼这学星雷的秘法 估计要等到来年开春 等一场春雨 一次春雷 不过目前五雷浮的威力 已经够用 暂且不及 吃饭 修行 画幅 张九阳的一天很快过去 身心放松之下 他再次沉沉睡去 只是这一次 他的梦却不平静 一道美艳动人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梦中 势足而来 身穿薄纱长裙 雪白而丰满的身躯 若隐若现 神情已喜一称 妾身素娘 愿与道长结为夫妻 只求一夕恩泽 竟享雨水之欢 素驴 张九阳心中一惊 即便是在梦中 也似是有股粮意袭来 他没有想到 在大战之后的第二晚 这个素女竟然敢以神通 进入他的梦中 企图诱惑他双修 说是双修 其实就是单方面的财补 想想邵将军的样子 便知道了 张九阳想要醒过来 然而这个梦境却格外逼真 并且有种奇异的魔力 好似磁场一般 在影响着他的精神 仿佛有个声音 在他耳边不断呢喃 诱惑着他沉沦 妹说 雪白的赤足踩在地上 沾了些尘土 却似乎更具诱惑 长发如铺 一群从凝枝般的肌肤上滑落 张九阳只觉心神一荡 体内开始变得燥热 仿佛有座火山 在渐渐苏醒 那是他在百日关中 强行镇压的浴火 道长好生了得 这样充沛的阳气 奴家平生仅见呢 素女的声音中 透着一丝火热 望着张九阳的眼神十分贪婪 仿佛在看着一件绝世珍宝 那少将军号称麒麟子 但和道长一比 真如米粒比浩月 奴马玉麒麟 顿了顿 他一称一修道 如果是道长的话 奴 什么都可以的 换作旁人 此刻 恐怕已经精神恍惚 难以自持 但张九阳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又是修道之人 尚保有一丝清明 他迅速盘膝坐下 封闭六时 墨运 重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方才震住那股燥热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即便封闭了六时 宿女的声音 竟然还能在他心中响起 一时间 他心思涣散 无法静心 连行器似乎都出了岔子 宿女的手碰到了他的脸上 触感冰凉 却有种奇异的火热 绝不能破功 眼看百日苦修 即将功亏一篑 张九阳心中发狠 妈的 那就比比谁的声音大 他突然大声念诵起 重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终关于清心静念的心法 声若红中 天地 所以涵养万物 万物所以迎天地间 其天地之高明广大 未尝为万物所必 修行之人 凡因万事 亦当体之 羹甲毛有者 为昼夜 甲毛者 事干之气 八节中立春 春分 口中为今夜 羹有者 是肺之气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竟渐渐收敛心神 真至万我之境 那些以你杂念 顿如泥牛入海 消失不见 张九阳的神情 越发庄严肃目 到最后 甚至笼罩着一层淡淡金光 声音更是震如雷霆 而那素女 则是仿佛受到了某种限制 身子 竟无法再触摸张九阳 她眼中十分不甘 拼命使出各种手段 或是娇声魅语 或是不着寸吕翩翩起舞 或是做小女儿 壮讲俏皮情话 或是哀怨可怜 哭泣求饶 但张九阳却口诵悬言 如坐金鸾垫 纹丝不动 甚至因为素女魅术所逼 她被激发出了全部的潜力 毫无保留地投入到 崇阳真人金光玉所觉的修行上 以往不明白的地方 此刻统统迎刃而解 重压之下 她竟陷入了顿舞 此时此刻 张九阳就好像是 菩提树下参悟的佛祖 而素女则是试图诱惑佛祖的魔王 一场心灵的交锋 凶险如暗流涌动 但不管魔王如何蛊惑人心 使出了浑身解数 佛祖都安忍不动 如大地 如高山 如渊海 如穷天 最终 素女只能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彻底歇斯底里 张九阳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一定会成为我的顶巫 声音越来越小 素女精被她强行驱逐出了梦境 在这场凶险万分的心灵交锋中 张九阳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她猛地睁开双眼 窗外竟已日上三杆 一 她丝毫没有大睡一场的酣畅 反而觉得精神十分疲惫 九哥 你今天好能睡啊 阿黎无聊地在房梁上晃着小腿 疑惑道 她感觉九哥有些不对 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阿黎 有没有什么邪碎 进入咱们家 阿黎摇头道 怎么会有 我天天晚上练刀 还派了几个昌兵巡视呢 别说邪碎了 就算是一只耗子 想进咱家的门 也只有一个办法 她咽了口唾沫 拍拍小肚子道 变成食物 张九阳心中一阵 连阿黎和昌兵都没有丝毫察觉 好诡异的入梦神通 简直令人防不胜防 不过她也是因祸得福 借着素女的压迫 竟然在崇阳真人金关玉所觉上 勇猛精进 陷入了顿武 妖女 多谢你助我修行 她隐隐看到了一个玄妙的境界 名叫祥白虎 那是一种将闭关锁精之术 修炼到极致的奇妙境界 一旦炼成 将有种种好处 其中之一 就是堪比金刚龙像的根骨 只可惜 她修行此法时日尚短 即便有顿武加持 也只是堪堪 见到了那个境界 但相信终有一日 她能修成此神通 九哥 今天咱们发财了呢 张九阳一愣 道 昨天不是才赚了五百两黄金 今天发什么财 阿里两眼放光 兴奋道 就在门外 我刚刚捡到了一个大箱子 打开一看 九哥你猜里面有多少钱 她掰着纸托鼠 好多好多黄金 还有好多珠宝 还有两株红珊瑚 一大包金叶子 张九阳的神色 变得越发凝重 联想起昨晚梦中的遭遇 她岂能不知道 自己遇到了什么 那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是宿女送的聘礼 或者说 是她的买命钱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阿里 小姑娘一听 顿时怒了 九哥 钱照收 人照杀 咱们不退 宰了她这钱 还是咱们的 张九阳见言哈哈大笑 先别急着去拼命 宿女在这个时候 将主意打到我身上 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她应该活不长了 阿里有些不解 张九阳摸了摸她的脑袋 望向远处的天空 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算算时间 她应该要来了 她的脑海中 浮现出那道飒爽英姿 昔日道别的场景 依旧历历在目 活若回来 等我忙完此事 就醍醐好久 贺军凯旋 虽然张九阳听说 她因青州鬼王案一事 被罚了禁足 但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 月灵一定会来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自信 时隔不久 月灵再一次回到了青州 但和离开时沉重的心情不同 这一次 她却格外轻松 守得云开见月明 她做到了 并未食言 那她也不能食言 提着半坛美酒 赶了八百多里路 甚至于 她都没有穿着假皱 一把刀 一个人 一匹马 心叶而来 当马蹄踏过青州边界时 她竟有种回到 故土奋州的轻松感 进了青州城 她并未立刻去见张九阳 而是去买了几只烧鸡 当下韭菜 又买了一套文房四宝 想了想 还给阿里买了几件 粉色的小裙子 但当她提着 一大堆东西登门时 却看到小阿里乳燕 头怀般扑在她身上 紧紧抱着她不撒手 眼泪汪汪的 张九阳欺负你了 阿里摇摇头 道 冥王姐姐 有人想做阿里的嫂嫂 准备强行 把九哥给娶回家 月灵微微一顿 把张九阳 娶回家 呜 那女人可凶了 她还说 要把九哥当什么炉子 给裁补得 光光静静 阿里和她大战了三百回合 打了七天七夜 都不分胜负 从南天门砍到了兜帅公 那叫一个天昏地暗 说重点 在阿里心中 永远只有冥王姐姐 你一个嫂子 怎么能让别人霸占九哥呢 我爆出了冥王姐姐的名字 但那女人却说 你只能给九哥做小 嗯 张九阳满脸黑线地 捂着阿里的嘴巴 她是给阿里说过 如果见到了月灵 可以去告告状 适当添油加醋一下 毕竟她堂堂七尺男 碍于面子 有些难开口 可没想到 这小姑娘一开口 就把她吓个半死 你九哥我有几颗脑袋 够龙却刀砍的 月灵目光凝重地望着张九阳 正色道 是惹伤什么麻烦了吧 和黄泉有关 摇头道不是黄泉 而是一个名叫宿女的邪碎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没钱惹的祸 听到这话 月灵见眉一条 没钱 她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张九阳 道 你没钱就和我说啊 我外祖母是扬州沈家的家主 钱多得根本就花不完 张九阳心中猛的一阵 九州最富不过扬州 而扬州最富不过沈家 那位沈老太君 可是位传奇人物 虽是女子 却纵横商场 无往不利 不仅是扬州第一富商 产业还遍及九州 说一句富可敌国 那绝对不夸张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沈老太君丈夫早逝 膝下只有一个亲生女儿 却从未抛头露面过 不知嫁到了哪里 据说是和一个江湖侠客私奔了 故而沈老太君一怒之下 与其决裂 甚至将女儿的名字 都从族谱中抹去了 但现在张九阳却知道了 所谓的决裂 不过是在演戏给人看 因为月灵提起她外祖母时 态度显得很清静 自然 沈老太君的女儿 其实嫁给了手握 二十万份州铁军的定国宫 好家伙 军队与财阀联手 哪个皇帝能睡得着 怪不得要上演一出 母女决裂的戏吗 张九阳 你以后缺钱了就和我说 青州虽穷 但外祖母还是稍稍置办了一些产业 青州城里的醉月酒楼 松鹤客栈 沈氏金铺 连云当铺 还有林氏布行 都是我外祖母的产业 嫁看上哪个 我送你便是 一想起自己的好友出生入死 结果只是为了区区五百两黄金 他就有点心酸 他明明是英雄 杀奸细 悲骂名 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 潜入了世间最可怕最黑暗的地方 只为了还天下 一个太平 这样的人 却因为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 就不得不摆摊算命 受人轻视 奔波劳碌 月灵绝对无法接受 张九阳听着那些产业 哪一个不是青州想当当的名字 这就是所谓的 稍稍置办了一些 他倒吸一口凉气 杨州沈家到底是多有钱 算了 你也别选了 我都送你好了 月灵大手一挥 直接帮他做出了决定 等我回去了 就让亲戚把那些地器 全都给你送来 这一刻 张九阳终于深刻理解了一句话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而富婆会送我一把好剑 她一喷感叹道 你知道你现在浑身都在放着光吗 放着光 月灵有些不解 却听到阿黎脆声声道 我知道 是金子的金光 阿黎已经完全被月灵给征服了 嫂子的天平 彻底倒向了金光闪闪的月灵 对不起龙女姐姐 不是你不好 而是冥王姐姐她 给的实在太多了 好了 说回那个宿女 你到底遇上了什么麻烦 月灵坐下 同时打开了手中的美酒 气味香醇诱人 千证那抢来的 遇刺美酒 咱们便喝边聊 她大马惊刀的坐下 十分豪迈不计 张九阳洒然一笑 坐下和她一起吃肉喝酒 并将宿女的事 完完整整讲了一遍 咕咚 咕咚 月灵依旧是海量 女中豪杰 一晚晚美酒入度 几乎没有任何休息 或许是百年佳酿的原因 她俊美绝伦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醉意 心眸灿烂 鼻尖挺翘 白玉般的脸上 仿佛有朝霞蕴染开来 你是我的外国 你的事 自然有我担着 想动我的人 也不看看自己 是什么东西 一个搔手弄自的烟魔剑火 她声音中的杀气越来越重 一双明眸冷若寒冰 等着 我去去就来 她起身提刀 却被张九阳拽住手腕 你喝酒了 还是等明天吧 无妨 杀一小贼儿 那咱们一起去 月灵摇了摇头 将文房四宝扔给她 豪气甘云道 不必 辽斋先生只管动笔 兴许你还未写完第一页 我以提头而归 张九阳哈哈大笑 道 好 那咱们就比比 是你的刀块 还是我的笔块 月灵微微一笑 殷气的眉眼间 有种难以言喻的自信 那你可要快点了 输的人自罚三晚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两人积穴为势 月灵朗声一笑 骑上雪龙居 如风驰电掣 向着南平山而去 张九阳开始写故事 她并不担心月灵的安危 通过梦境交锋 宿女虽然有些本事 但和月灵相比 还差得远 如果连一个宿女 都对付不了 那她就不是月灵了 时间一点点流逝 就在她灵感涌现之时 石海中的黄泉令 却突然震动了 月神的声音响起 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阎罗 你还在青州吗 可否帮我救一个人 听到月神的话 张九阳握着毛笔的手一顿 眼中露出一道一色 话说她想让我救的人 该不会是 救谁 当听到张九阳的声音响起时 月神似乎微微松了一口气 阎罗没有 立刻拒绝 就证明她现在还在青州 去南平山救宿女 一个我的手下 张九阳心中一跳 还真是 难怪那宿女的魅数这么高 而且擅长财补之术 动不动就要把男人当成顶炉 她竟然是月神的手下 而且看样子 还不是那种普通的手下 而是颇为倚重的心腹 否则月神也不会请她出手 感觉到阎罗的沉默 月神叹气道 若是你不方便出手 那只能说是她的命薄了 她的声音软软糯糯 月有三分失落 却并不突兀 反而像是心上人的称怨 好似美人垂泪 娇声浅称 张九阳只觉心中一跳 竟下意识生出了怜惜之情 动了侧隐之心 但经过那夜宿女的梦中斗法 她在重阳真人金关玉所觉上 勇猛精进 以得其中三昧 定力之高 远胜往昔 历时就反应过来 她暗自心惊 这月神的魅数 真是浑然天成 仅是一个声音 就能引动人心底的各种情感 与之相比 宿女即便不着寸缕 似乎也黯然失色 收起你那拙劣的魅数 否则一切免谈 她的声音冰冷而不屑 月神微微顿住 似是没想到 自己的魅数 连一点效果都没有 在这个阎罗身上 她无往不利的魅数 似乎总是受挫 有点意思 我可以出手救她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张九阳并没有拒绝 而是灵机一动 想最大化地利用这次机会 看看能不能继位自己谋的好处 又能趁机挖出月神的身份 宿女只是个棋子 月神才是条大鱼 先前说过的 可以帮助鬼物提升实力的宝物 下次黄泉燕我带给你 还不够 月神冷笑一声 道 阎罗 你未免太贪心了一些 张九阳淡淡道 看来那个宿女 对你而言并不是很重要 月神沉默了片刻 最终缓缓开口 驾还想要什么 张九阳微微一笑 她赌对了 月神对那个宿女非常重视 当然 她并不打算狮子大开口 一来会给月神留下不好的印象 以后无法将她拉进自己的小圈子 二来 她也清楚 对这些邪碎而言 当她要的太多 超过了宿女本身的价值后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我要化皮竹死 张九阳的声音响起 戾气凝聚 杀气如领冬寒风 仿佛上穷必落下黄泉 也要将此人挫骨扬灰 月神上次虽然没有在场 但似乎知道两人的纠葛 她并不奇怪 越是厉害的邪碎 往往脾气就越大 杀气就越胜 阎罗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这种人若是不计仇 反而摆出一副和解的架势 她才会觉得奇怪 一个宿女 还不足以让我出手 而且 我的情况特殊 很难找到出手的机会 她果断决绝 已打算将宿女当作弃子 只是可惜了 她花了这么多心血 才培养出来的 我并不是让你出手 也不想让你出手 张九阳冷冷一笑 声音中有种彻骨的含义 我最喜欢的是 亲手宰杀猎物 一刀一刀地割下她的肉 听着她死前的哀嚎和求饶 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月神轻笑一声 似是松了一口气 道 所以你想知道什么 画皮主的老果 月神娇声一笑 你这凶悍霸道的样子 可真是让妾身喜欢啊 顿了顿 她没有丝毫犹豫 道 画皮主的老巢 在扬州 具体在哪我也不清楚 但我知道 她一直不离开扬州城 似是在守着某样东西 什么东西 哼 这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只有和妾身亲密无间的人 才能知道 她着重强调了无间二字 言语中的魅意 令人骨头都酥了 怎么样 我已经提前告诉了你想知道的消息 就当是定睛了 这份诚意 可否让你出手 张九阳冷笑一声 道 下次黄泉燕 记得带好东西 月神闻言心中一喜 这就代表 对方同意去救人了 速去南平山 要杀素女的 是青天间的冥王月灵 死女凶悍绝伦 我怕素女撑不了太久 顿了顿 她轻笑道 小心点 要是你死在龙雀刀下 那妾身 可是会心疼的 张九阳渐言心中再次一跳 尽管已经时刻提醒自己 对方会魅术 但却还是在前一幕话中 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那种浑然天成的魅术加持下 即便只是一个声音 交流得多了 也会忍不住生出好感 张九阳不再说话 默默退出了皇权令 并挠补出一个 榜大妖元娇声作态的 如花形象 顿时有些反胃 阿脸 带人跟我出去一趟 好呀九哥 咱们去哪玩 张九阳已经换上了那身悬袍 缓缓戴上那张猙獰 如厉鬼般的悬铁面具 月光下的身影 顿时显得阴森而诡异 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却换成了腹语 威严深沉 宛如雷震 去演一出好戏 南平山深处 轰隆 树到天雷坯下 将素女庙给轰得稀巴烂 到处都是焦黑的残骸 孤咱 一颗雕像的头颅滚落 隐约可见 那散发着魅意的精致面容 而后背一只黑色造靴 踏成粉碎 月灵手提龙雀刀 青丝飞舞 眸光辟逆 杀气如虹 眉心瞳孔状的 树痕绽放金光 打亮着四周 踏 踏 踏 她走得很慢 却仿佛推金山倒玉柱 有着大厦江青般的压迫感 每一步都暗藏杀鸡 一只小老鼠 在废墟中穿过 月灵猛地扭头 手捏雷印 轰隆 雷霆落下 将小老鼠辟为交叹 诡异的是 那老鼠在灰飞烟灭前 竟然发出女人的声音 月灵 我到底哪里惹到你了 何必要赶尽杀绝 愿毒的声音中 更多的是恐惧 冥王月灵 不是被皇帝禁足在青天间了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青州 而且是直奔她而来 又是分身 你这分身的本事 倒是有些看头 可惜 不过是晚点死罢了 月灵再次转身 双眸中杀鸡烈烈 脚下大地裂开 身形宛如炮弹 瞬间跨过百丈 如闪电般来到一棵树前 枪 龙雀刀钉在树上 将树干洞穿 下一刻 那棵树竟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伤口渗出鲜血 月灵转动刀柄 龙雀刀上浮现出一道道火焰般的符纹 时热的惊艳瞬间炸开 将这棵树烧成了灰烬 第六个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几个分身 月灵微微一笑 缓缓抽出缭绕惊艳的龙雀刀 神色平静 地下某处 宿女正瑟瑟发抖 她此刻的样子极为狼狈 身上和头发上满是尘土 神情极为恐惧 整个人都在颤抖 太可怕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冥王月灵吗 以前她听说过月灵的大名 但总觉得是夸大其词 毕竟身为女子 除了主人外 她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女人差 然而今晚噩梦般的遭遇 却给了她一巴血 月灵不知为何突然杀来 而且一副赶时间的样子 甚至都没说句话 直接提刀闯入了她 精心布置的阵法 没有什么破阵之道 就是硬肩 一刀下去 阵机灰飞烟灭 而后一刀一个 砍死了那些她精心培养的手下 那场面 简直和杀猪没什么区别 甚至她都不敢和那双锐利的眼眸对视 仿佛下一刻 那把恐怖的龙雀刀 就会砍下她的头颅 她引以为傲的魅术 却无法撼动对方的一丝心神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无力了 就好像一条缠缠小溪 遇到了万丈高山 她自负也是杀极的邪碎 还杀过第四境的修士 再加上诡异的入梦之法 放眼九州 怎么也算是一方人物了 但面对月灵 她真的恐惧了 若不是有主人传授的分身之术 恐怕她现在已经死了 但即便如此 也只是多支撑一会儿 此刻她根本都不敢动 生怕引起了月灵的注意 身为邪碎 她还是第一次如此胆战心惊 害怕一个活人 现在她唯一的希望 就是主人 刚刚她以秘法联系了主人 主人说会帮她想办法 让她先撑一会儿 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了 脚步声在头顶响起 月灵 来到了她真身藏匿的地方 就在她的头上 宿女捂住嘴巴 拼命收敛着所有气息 心中不断祈祷 月灵似乎停顿了片刻 而后脚步声渐渐远去 宿女终于微微放下心来 然而下一刻 大地裂开 月光照下 月灵用龙雀刀轻轻挑起她的下巴 望着那双惊恐的眼睛 微微一笑 小老鼠 找到你了 宿女施展顿数想逃 却被龙雀刀 直接穿透胸腔 钉在大地上 她发出一声惨叫 鲜血不断流出 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招惹你了 月灵一脚踏在她的身上 那双英气的眼眸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她 如墨的长发在夜风中飘荡 红色战袍 烈烈而舞 眸光霸道 因为你害我要自罚三晚 这么久了 她才找出对方的真身 张九阳怕是早就 血满一夜了 喝酒倒是无妨 打赌输了 总是有点不开心 宿女瞳孔一致 就 就因为这个 他人都要崩溃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怎么好端端的 就杀来了一个女疯子 她有病吧 下辈子 别动不该动的人 月灵拔出龙雀刀 双手持柄 朝着她的脖梗砍去 准备彻底结果了这个邪碎 呛 龙雀刀停在了宿女的脖子前 刀刃都割破了肌肤 流出烟红的血液 却突然顿住了 几根薄如蝉翼的丝线 缠绕在龙雀刀上 和她绝力 月灵眼中 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只见月夜下 出现了一只身长树杖 被生双翼 手持两把血色砍刀的 猙獰怪物 飞舞在空中 怪物的肩膀上 站着一位身穿悬袍 带着鬼面的身影 静静助力 那双翅铜 似是比天上的明月 还要引人注目 缠绕在龙雀刀上的丝线 就握在她的手上 竟然能和传说中 有着金刚龙像之力的 月灵绝力 而且看上去那般云淡风轻 下一刻 翠平山上鬼影绰绰 近山遍野的昌兵 手持刀刃 目光凶悍 发出射人心魄的吼声 将月灵团团包围 肃女精神一震 这是那位 青州鬼王 听主人说 她已经成功加入黄泉 成为了第九天干 以阎罗的本事 就算是月灵 应该也未必能赢 而实际上 月灵听到的却是 轻点 再轻点 我快拽不住了 完了 肌肉拉伤了 你在搞什么鬼 月灵手上的力道迅速减轻 以法力传音道 素女还不能死 先陪我演一出戏 张九阳以最简洁的话 将之前发生的是说了一遍 月灵听后若有所思 已经知道 她想做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放长线钓大鱼 只是演戏 我不太会啊 没关系 我教你 首先第一步 表现出对我的仇恨 毕竟青州鬼王案 害你受到了皇帝的责罚 可是对你 我恨不起来啊 你就想着 我把钟馗写死了 而且写到一半就不写了 以后给你写的书 都只写到一半 在最精彩的地方太监 闭嘴 嫁已有取死之道 月灵眼中怒气上涌 盯着那道毅力 在怪物肩膀上的身影 杀气腾腾道 青州鬼王 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她长刀一阵 惊艳横空 就在宿女以为 她会一刀将自己给劈死时 却看到月灵看都不看她一眼 提刀杀向了那位 高深莫测的阎罗 活下来了 宿女拖着受伤的身躯 艰难地爬到一颗大石头下 吞服丹药后开始疗伤 同时也奋出一丝心神 关注着战况 默默为阎罗捏了一把汗 那女人实在太凶了 真不知道她能否招架得住 枪 刀若惊鸿 月灵纵身一跃 身子冲天起 竟腾空百丈 居高临下 月下一刀如银河斩落 这一刀刚猛至极 金色的火焰宛如一轮寻天大日 更有天雷降落 披在刀身上闪烁着绚烂的雷光 雷与火 刹那间照亮了夜空 宿女看得胆战心惊 这一刀她绝对挡不住 原来月灵在和她战斗时 远没有出全力 但接下来的一幕 让她难以置信 枪 只见缭绕雷火 霸道无匹的龙雀刀 竟然被阎罗用两根手指轻轻夹住 纹丝不动 雷火自动避开了她的手指 宿女瞳孔剧烈一阵 这 这怎么可能 能轻松夹住月灵的刀 就算是主人也做不到吧 这个阎罗 到底有多强 月灵气喘吁吁 这倒不是装的 而是真的 毕竟在最后一刻收刀 既要显得声势浩荡 又要不能伤到对方分毫 这可比全力劈下去 要累多了 也就是她武艺登峰造极 还有一身金刚龙象的根骨 才能做到 张九阳表面云淡风轻 甚至还将一只手背在身后 但其实后背 已经出了一层冷汗 这威猛绝伦的一刀 将她吓得不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月灵真要把她劈成两半呢 她背在身后的那只手 都做好施展灵冠决的准备了 好在她还记得自己只是在演戏 演得如何 要不要再来挤刀 月灵冲她眨眨眼 看到张九阳眼中的后怕 眼中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叫你拿写书的事来威胁我 辽斋先生 以后若是赶中途不写 我就一刀送你进宫 她似笑非笑道 因为是背对宿女 法力传音 倒也不必太过在意面部表情 张九阳倒吸一口冷气 用赋语高声道 冥王月灵 这软绵绵的一刀 你是没有吃饭吗 月灵神色一僵 眼神渐渐冷了下来 张九阳连忙法力传音 演戏 演戏 别太入戏 月灵冷哼一声 竟然松开了龙雀刀 而后一把拽住张九阳的衣服 两人如炮弹般向着地面冲去 演戏太麻烦了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金色火焰沸腾 气浪滔滔 这一刻的月灵 好似背负了一座火焰山 带着张九阳从天而降 如会心撞地 轰隆 大地震战 乱石横飞 整座翠平山似乎都微微一震 素女看得眼皮直跳 这女人实在是太吓人了 这么暴力 也能叫做女人 不知道阎罗顶不顶得住 地下 碎石之中 张九阳本来都做好受伤的准备 然而 她却并未撞到冰冷坚硬的地面 反而触感柔软 还不快从我身上下来 不知是不是错觉 月灵的声音中 竟有一份罕见的称怒 张九阳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趴在她的身上 能清晰感受到红色战袍下 那修长曼妙的铜体 有着何等惊人的弹性 原来在两人 快要撞到地面的那一刻 月灵转过身 让自己充当了人肉铐垫 才让张九阳毫发未伤 张九阳的心跳有些加快 黑暗中 她甚至能感受到 彼此的呼吸所吹动的威风 她连忙起身 有些手足无措 还好有面具遮挡 否则脸上一定活辣辣的 活了这么多年 她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如此亲近 而且她突然发现 卸甲之后的月灵 身段健美修长 窈窍鼻挺 似乎胸还不小 只是用不条紧紧勒了起来 张九阳咳嗽一声 转移视线 心中有些羞愧 月灵毕竟是巾帼豪杰 不拘一格 她很快恢复了过来 拍拍身上的尘土 道 别停手 要闹出点动静 说把她一拳 砸在旁边的石壁上 飞 轰隆 恐怖的怪力下 石壁蜿蜒出一道道珠网 地面不断震战 好似地龙翻身 这一拳 也砸去了张九阳的心愿一马 嗯 她果然还是更喜欢温温柔柔 轻声细语的女人 张九阳也扔出了几张五雷符 手掐雷印 口中念诵赵五雷咒 五雷五雷 集会黄宁 阴晕变化 吼电训停 闻乎极致 速发扬声 急急如律令 轰隆 雷霆 雷霆破空 披在五雷符张贴的地方 声势好荡 月灵眼中露出一色 差一道 你什么时候学的雷法 同样修行雷法的她 最为清楚其中的难度 修炼雷法 不止困难 还十分危险 若无名师看护 稍有不慎 就会伤到自身 刚学 只是服转罢了 张九阳笑了笑 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月灵也默契地不再追问 两人一边闹出各种动静 一边传音交流 这本册子你学着 里面记录着黄泉中人的信息 还有他们的性格特征 双面佛说 需要大量同男同女的天灵盖 我怀疑她有什么阴谋 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去查查看 山君最喜欢吃心脏 以后 如果要设陷阱 可以用心脏当诱饵 还有她准备邀请我参加 下一次的通天宴 到时候里应外合 或许也是个机会 最值得关注的是月神 直觉告诉我 她是一条大鱼 身份必然不一般 张九阳侃侃而谈 将自己在黄泉的经历 和一些推测全部说出 月灵望着她 眼眸中闪过一丝异彩 才参加了两次黄泉聚会 竟然就学悟了这么多有用的线索 而且还不动声色地 拉拢起了自己的小圈子 这份本事 真是让她为之惊叹 不过关于天尊 我还打探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月灵默然片刻 道 张九阳 我替妹妹 也替所有牺牲在黄泉岸中的 青天间同袍 感谢你 她心中其实很愧疚 语言是苍白无力的 按理来说 张九阳传出的这些消息 足以让她在青天间 获得大量的善功 甚至能封绝 但因为潜伏的特殊性 她根本不敢将这件事 告诉第二个人 这就意味着 张九阳做这些事 是不为人知的 除非有朝一日 云开雾散 天清月明 她才能获得那份 应得的荣誉和奖励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说 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到 张九阳洒然一笑 白手道 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 我还是第一次 喝到那么好的酒 月灵一愣 而后阴气的眉眼 变得愈发柔和 露出一丝笑意 不过说起来 确实有件事 需要你帮我 什么事 尽管说 你知道阴摩罗果和地流浆 是什么东西吗 有什么样的用途 上次黄泉宴后 张九阳获得了这两样宝物 却不知道该怎么用 故而一直放在家中 特别是那地流浆 散发出的一丝香味 就能引动重温蛇兽 让阿黎和庆祭 都垂涎欲滴 还是张九阳 用五雷符盖在上面 才将气味彻底封住 她也想赶紧用上 这两件宝物 提升实力 听到这话 月灵眸光一动 道 阴摩罗果我没有听说过 等回去后帮你查查 但地流浆我知道 在古籍中有所记载 更深夜月华 其中有地流浆 其行如无数橄榄 万道白丝 累累贯串 垂下人间 草木受其精气 极能成妖 简单来说 就是月华精气 藏于六十年一度的 七月十五的月光中 极为真责 月华精气 张九阳眸光一闪 昊月滋养万物 草木受月华而成精 鸟受目月华而成妖 就连修饰 也将月华称为药 采炼月华的过程 又被称为采药 故而妖物败月 修饰则不能以手指月 须以礼尽之 月华屈英 不像日经那般炙热刚烈 更容易被吸收 而不伤害自身 是天地之造化 唯一的缺点 就是效率慢了些 但月华精气却不一样 乃是六十年一次的月中其真 对人 妖 鬼 金 都有极大的弊义 听到张九阳说 有一杯地流浆 月灵笑道 你的运气还真是好 此物在第四境时有大用 我建议你暂且留下 另外可以分出三分之一 给阿里和庆祭 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强一些 顿了顿 他道 你的百日观 很快就将大功告成 到时有着三宝如意丹 破镜应该不难 但第四境就不同了 此境换作炼大药 极为凶险 难度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有地流浆相助 你将来突破第四境的希望 便会更大几分 张九阳心中一动 百日筑基 十月怀胎 九年面壁 甲子登仙 登仙九境中 前三境都趋于百日筑基 是在打基础 而到了第四境 就会有一个惊人的蜕变 一粒金丹吞入腹 炼大药 炼的就是传说中的金丹 到那时 修士不仅有一身磅礴的法力 还将涉及到神通大道 有种种不可思议的伪力 比如诸葛云湖远隔千里 与天轨斗法 比如月灵的雷法和经验 比如画皮主的画皮神通 都是在第四境后才修成的 那是修士的本命神通 就像中魁的石鬼 灵官爷的玉书天火一般 当然 有着观想图的张九阳 是个不折不扣的义类 接下来要怎久做 张九阳文言微微一笑 道 月神再能藏 也挡不住老马石图 就让素女带我们去看看 月神的真面目吧 对了 你会隐身之术吗 小道儿 月灵掐绝念咒 而后身子逐渐变得透明 消失不见 张九阳惊讶到 还真不见了 她好奇地伸手一挥 而后神色一僵 学星再次传来那熟悉的触感 柔软棉谈 张 九 阳 咔嚓 肌肉拉伤后 骨头也断了 素女一边疗伤 一边分心关注着战况 只见阎罗和冥王 从天上打到地下 整个南平山都在阵战 大地不断崩裂 乱石如雨 百鸟惊飞 更有天雷和烈焰不断涌现 那充满了毁灭和暴力的气息 让隔着很远的素女 都为之心惊胆战 这两人都太强了 冥王也就罢了 他早就听说过对方的大名 但这阎罗却是异军突起 最近才有的名声 果然 能加入皇权 和主人并列的邪碎 都是天下最厉害的存在 虽然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但明显阎罗技高一筹 因为他统帅的那些厉鬼大军 还有那手持血色双刀 被生双翼的怪物都没有动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一声轰鸣 一道身影从地下飞出 发丝散乱 衣上静雪 看起来似是有些狼狈 而另一道身影 则是闲庭信步 副手而立 气度看起来更胜一筹 胜负一分 素女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阎罗赢了 那有些狼狈的 竟然是刚刚威猛 不可一世的冥王月灵 此刻她以龙雀刀称帝 冷冽的眸光中 有着深深的忌惮 鬼王 今天是我输了 但你不要得意 素女 我杀定了 月灵望向张九阳背后的素女 眼中杀鸡凛然 冷然道 鬼王护得你一时 护不了一世 咱们走着瞧 说把她收刀入鞘 转身离去 虽然看起来受了伤 但身形依旧敏捷矫健 几个纵月便消失不见 素女急了 撑着重伤的身体 来到阎罗身边 道 你怎么能让她跑了 这是杀她的好机会 明 张九阳猛地掐住她的喉咙 大手好似铁箍 深深嵌入 那柔软纤细的脖梗中 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 月夜下 张九阳单臂将她举起 满是戾气的赤铜 望向那衣衫破碎 春光乍蟹的美人 冰冷到没有一丝温度 素女的身子开始剧烈挣扎 然而重伤的她 哪里能撼动张九阳 只能是徒劳无功 月灵是个怪胎 据说岂有一龙一象之力 事所罕见 张九阳自然比不过 但若是和其他人比 她其实也算是神力了 钟离八段井 崇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还有多次使鬼带来的肉身强化 让她早已脱离了肉体繁胎 能按住奔行的骏马 拽住下山的猛虎 若是披甲上阵 自负不下于骨枝猛将 因此 尽管素女修为不俗 但近身家重伤状态下 在张九阳手中 真就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她的脸上迅速变得青子 翻起了白眼 口水流出 那张美艳的面容彻底扭曲 就在她觉得自己即将被掐死时 张九阳终于松手了 试通 素女瘫软在地上 大口喘息 身上满是尘土 甚至地上还多了一滩液体 张九阳一脚踩在她被龙雀刀贯穿的伤口上 脚尖轻轻扭动 看着鲜血喷涌 听着她的挣扎和惨叫 赤童依旧是冰冷而淡漠 你在命令本座 素女崩溃 梨花带雨 软雨求饶 阎罗大人 阎罗大人饶命 是我错了 是我该死 张九阳冷冷一笑 道 收起你那可笑的魅属 就算是你家主人 在我面前也不敢献丑 素女心中一阵 连主人的魅属都影响不到她 她真的是男人吗 张九阳松开脚 淡淡道 要不是我和家家主人还有个交易 你现在已经死了 行了 滚吧 另外提醒你 本座只会救你一次 便算是完成了和你家主人的交易 如果月灵还要杀你 就不关本座的事了 素女身躯一颤 想起那把可怕的龙雀刀 顿时惶恐道 那 那我该怎么办 裹起来 可是月灵修出了传说中的法眼 她的藏身 分身之术 竟然都瞒不过那只可怕的眼睛 趁着月灵被我打伤 赶紧逃命去吧 张九阳说完这句话 便准备离去 多谢阎罗大人 素女望着那玄暴鬼面 宛如魔神将士般的伪暗身影 不知为何 不仅没有怨恨她刚刚的暴力手段 反而心中荡漾 双腿微微加紧 就连伤口被她踩过的疼痛 似乎也成了一种奇异的快感 往日李氏男人为顶炉 财补后便当垃圾一般扔掉的她 此刻却满身狼狈 恭恭敬敬地跪在一个男人背后 卑微地磕头 月光下 那身影是如此高大 霸道 不可一世 张九阳感受到了 她目光中那丝隐晦的灾热 不禁微微有些纳闷 这女人不该是恨她吗 对了 等以后你见到了月神 帮我给她带一句话 听到张九阳的话 素女竟然又磕头道 请您吩咐 奴婢一定给您带到 张九阳站在那被生双翼的怪物肩膀上 缓缓转过身来 一字一句 告诉她 以后不要让她的人再来轻舟 否则 本座见一个 杀一个 哄 话音刚落 手持血色双刀的怪物 震动双翅 掀起一阵狂风 带着张九阳在月下离去 那些娼兵则是自动消失 素女一直恭恭敬敬敬地跪着 直到再也看不见 那道伟岸的身影 才缓缓起身 身子亮呛 脸上有一丝潮红 和罗 她反复念诵着这个名字 目光显得有些迷离 但想到月灵随时会来取她的性命 心中莫名一寒 当即施展顿术 向着远方而去 她必须快点去找主人 只有获得主人的庇护 她才能彻底安全 然而重伤的她 却没有意识到 就在她身后 有着一道模糊的身影 悄然跟了上去 月灵的身影一闪 又迅速变得透明 消失不见 她冷冷地望着前方 那道满脸魅意的身影 冷哼一声 果然是烟硬见惑 真是不知羞耻 她虽是黄花闺女 未经人事 但这些年南征北战 东奔西跑 也见过不少事 刚刚素女脸上的潮红 她哪能看不出 是因为什么 特别是对方 还不断念着阎罗的名字 不知羞耻 早晚有一天 我要亲自砍了你 青州城 张福 张九阳回到房间中 一个人端起酒杯 品尝着玉次的百年美酒 酒水确实香醇 但一个人喝 却总是少些滋味 她摇头轻叹 月灵新夜而来 却不得不新夜而去 也不知道下次再相聚 又是什么时候 九哥 你总是看自己的手干嘛 是手脏了 要洗手吗 阿黎去为你打水 小阿黎四世 看出了张九阳心中 那份淡淡的失落 也不做饭了 穿着小围裙坐在旁边 关切道 张九阳咳嗽一声 道 不必了 真没想到 月灵看着高高瘦瘦的 竟然那么有料 想起那柔软的触感 张九阳心中一荡 连忙摇了摇头 墨运玄弓 驱除杂念 可别没栽在魅树上 反而栽在了月灵身上 那就糗大了 但和魅树不同的是 以往他运转功法后 很快就能压下那股 被魅树挑起来的燥热 但现在并没有燥热感 只是总有些心不在焉 忍不住妄向那只手 九哥 我来为你表演的杂耍吧 阿黎星冲冲道 他喊来庆祭 两人似乎还偷偷排练过 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只见他拿出粉色菜刀 问道 准备好了吗 三弟 二姐 我准备好了 庆祭拍拍胸脯 乃声乃气道 紧接着 张九阳便看到 阿黎用菜刀为板 将庆祭狠狠一拍 So 庆祭好似一颗炮弹 向着远处飞去 眼看就要撞到墙壁了 阿黎的身影却飘忽一闪 来到了庆祭身前 再次一拍 庆祭又被拍飞了回去 九哥 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羽毛球 我发现一个人都能玩呢 阿黎静是将庆祭当作羽毛球 将双刀当作球拍 匪着鬼魅般的速度 表演如何一人打球 呜呼 庆祭发出快乐的笑声 似乎也沉静其中 张九阳脸上的笑容一僵 九哥 你不喜欢吗 阿黎停了下来 道 你要是不喜欢 阿黎还能给你表演个醋举 说着 他摘下自己的脑袋 当足球一样踢了起来 一边踢还一边数数 一 二 三 四 张九阳赶紧叫停 再这样下去 他怀疑自己的心脏都受不了 好了 你们两个快过来 有好东西 他取出那杯地流浆 按照月灵的说法 道出了三分之一 然后又将那三分之一 分成两半 你们两个一人一半 喝了他 阿黎早就在不断咽唾沫了 身为鬼物 他一直都在晚上吞吐月华 对这传说中六十年一度的月华精气 自然没什么抵抗力 庆祭则是妖 对月华精气亦是垂涎三尺 没有张九阳的允许 他们就算再渴望 也不会打这杯地流浆的主意 但现在有了张九阳的许可 自然也不会忍着 咕咚 咕咚 阿黎将杯中的地流浆 一口气全部喝完 整个人都在陶醉 魂体散发着淡淡白光 那是庞大的月华精气 庆祭因为身形只有四寸 整个人畅游在地流浆中 亦是陶醉到了极点 没过多久 那些地流浆就见底了 哥 阿黎打了一个宝哥 道 九哥 我好困 他像树懒般紧紧环抱着张九阳的一条胳膊 沉沉睡去 发出微弱的憨声 死 张九阳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他抱着的 正是之前被月灵给扭断的胳膊 虽然后面又接上了 却还是隐隐作痛 本想喊醒他 但看着小姑娘熟睡的脸庞 还有那种对亲人般的依恋 张九阳微微一笑 终究没有忍心 庆纪也躺在碗中睡了过去 小小的身躯 散发着皎洁的白光 张九阳知道 他们正在发生着某种蜕变 等醒来时 一定会变得更强 伙伴们都在变强 他也要抓紧了 距离百日工程 还有最后五日 这五天 他不打算出门了 只专心准备一件事 破镜 夜色渐深 月灵施展隐身术 悄悄跟着宿女 结果这一走 就是三个时辰 在天色亮起之时 宿女躲到了某个山洞中 开始养伤和休息 月灵就守在外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 特地隔着数百丈 他抱着龙雀刀 屈膝坐在树上 开始看张九阳给他的册子 每一个字都看得格外认真 当确保自己全部记下后 穴中火焰一闪 将这本书烧成了灰烬 他不能让张九阳 有一丝暴露的风险 这册子留着 始终是个破绽 月神 他低声嘻喃 眸光雪寒 按照册子中所说 这位月神 其名面上的身份 可能非常尊贵 他不能常常参加黄泉宴 这是因为 参加黄泉宴 要消失一段时间 这个月神的周围 很有可能有着很多下人 且不是他的屈下 否则也无需避讳 第二 月神常常能得到 许多奇珍异宝 在黄泉宴中 很受欢迎 结合这两点 再加上宿女逃跑的方向 月灵心中 已经浮现出了一个 大胆的猜测 只是他现在 还不能完全确定 没多久 他听到山洞中 竟想起了 某种迷迷之音 月灵心中一惊 还以为宿女是勾引了某个侨夫 在采阳补音 但很快就发现 山洞中只有宿女一个人 阎罗 何罗 宿女不断喊着阎罗的名字 声音越发急促 月灵甚至看到 她用手摩擦着自己的伤口 脸上既痛苦又欢愉 十分复杂 不知过了多久 暴风雨过去 一切复归平静 月灵一阵恶寒 恨不能一刀 将这个不要脸的邪碎给砍了 不过为了掉出那幕后的大鱼 还是强行忍了下来 张九阳 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女人 她摸了摸腰间的龙雀刀 冷笑一声 这份艳福 我就帮你挡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 月灵继续悄悄跟随 不过让她比较休脑的是 这个宿女实在是太过放荡 都受了伤 每天还要做好几次那种事 真不知道 那种事有什么舒服的 更让她不舒服的是 每次宿女都会大声喊着阎罗的名字 自己的好友 竟然被这种甜不知耻的妖女惦记 虽然只是一个名字 她也觉得难受 枪 龙雀刀感受到了主人心中的杀鸡和怒气 想要在窍中争鸣 却被月灵一巴穴拍了回去 变得老老实实 刀铃也不明白 为什么主人最近的脾气如此暴躁 三日后 宿女终于到了目的地 看着对方有恃无恐地进入了京城 月灵眸光一宁 心中寒意上涌 她孤对了 宿女要去的地方 竟然真的是京城 而且看起来 京城的护国大镇 似乎并未有半点感应 让一个邪碎如入无人之境 月灵继续跟着 直到看见宿女变成宫女模样 手持腰排大摇大摆地进了皇宫 才停下了脚步 她低垂眼眸 目光变幻莫测 果然是 皇宫 那月神 又该是宫中的哪一位妃子 甚至是 皇后 一时间 以月灵的心性 都有些不太敢再深想下去 她突然想到 陛下做太子时 还颇有贤名 但登基之后 却迅速变得荒淫无道 沉溺享乐 起初她也觉得 是陛下登上大宝后不再掩盖本来面目 但现在看来 这其中必然有月神的原因 而且 她也终于明白了 京城的护国大镇 为何对宿女没有半点感应 那梅令牌乃皇室之物 盖有传国玉玺的宝印 宿女持之 自然有龙器掩护 不会被阵法感知 此事牵涉太大 她第一时间就想告诉坚政 然后一起揪出那个月神 刮骨疗毒 但很快 她就冷静了下来 月神潜伏在宫中应该很久了 所谋极大 看来并非是要害陛下性命 否则早就得手了 所以这件事暂时急不得 她自然是信得过坚政 但如此一来 就要说出张九阳潜伏皇权之事 否则国家大事 坚政绝不会轻信 别看世人都叫她病猫 但月灵却知道 坚政到底有多聪明 没有人可以用谎言瞒过她 除非她无意探究 另外就是 青天坚虽然权力极大 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说到底 名义上还是要听命于陛下 要杀月神 就很有可能会和陛下爆发出极大的矛盾 她可是知道 陛下心中对青天坚 其实是有些不满的 否则也不会整日去太平观 甚至有意立那位太平观主为国师 月灵私存良久 竟有些茫然 皇权果然像坚政说的那样 就是个可怕的深渊 越是茶 就越是触目心惊 她本以为看到了波云渐日的希望 却不想 又见到了一片头顶的乌云 六百年的大前王朝 就像一座看起来还算完整的房子 其实骨子里却长满了虫椅 梁木已被绍食一空 迷茫之际 月灵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 不是坚政诸葛云虎 也不是在奋州直学二十万铁军的父亲 而是一张清俊出尘的脸 似乎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都是洒然一笑 而后于死中求活 创造出一个个奇迹 月灵自嘲一笑 一向自诩金国的自己 竟然也会依赖别人了 皇宫 某座寝宫中 但金色的袖杖下 透过淡淡的竹影 隐约可见 凤床上有着一道若隐若现的娇美身影 似是有着无穷魅力 宿女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 道 主人 屈下无能 只练出了三枚红丸 她毕恭毕敬地 将三枚赤色丹药凤上 红丸自动飞到围帐中 一道雍朗妩媚 酥酥麻麻的声音响起 令人魂魄为之一荡 却又有种难以言喻的威严 为何会招惹到月灵 宿女心中一领 知道若是这个问题回答不好 自己的下场一定会很凄惨 毕竟主人三令五身 叫他们暗中行事 不准招惹到青天间 宿女不敢隐瞒 将一切如实告知 从财补那位少将军讲起 一直到张九阳阻拦 月刚杀上门来 以及阎罗现身 主人 奴婢也只是想多练出几颗红丸 好孝敬您 她低着头 心中惶恐 等候着主人的发落 袖杖下 缓缓伸出一只白皙鲜美的莲足 白嫩如玉的肌肤下 透着几缕淡淡的青色脉络 细长如冰残般的脚趾上 涂抹着红玉般的凤仙花枝 华美的金丝槐链上 点缀着淡红色的琉璃宝石 将肌肤映衬得更加雪白 她用脚趾 轻轻抬起宿女的下巴 我早说过 低调形势 四品中狼将的公子 你也敢猜不 我看你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自己吧 宿女颤颤巍巍道 主人明鉴 就算给我拾个胆子 我 我也不敢呀 实在是那少将军一身麒麟骨 阳气充沛 仅他一人 就足以练出两颗红丸 若是错过 实在可惜 袖杖中的女人淡淡一笑 缓缓收起脚 身影再次引在了围杖中 你招惹青天间有过 等会儿自去受罚 宿女身子一颠 道 是 奴婢知道了 但你练出红丸有功 盘膝做好 本宫传下第五层 宿女文言大喜 激动叩首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紧接着 一根青葱玉纸 伸出袖杖 隐隐一点 便有玉光飞出 落入了宿女的眉心 片刻后 宿女再次睁开眼 正要感激 却听到主人的声音 再度响起 张九阳是月灵的外围 你不该去入梦 招惹那个张九阳 不过这个张九阳 能不受你入梦之法所获 倒是有些本领 难怪月灵对她如此关照 主人 那张九阳相貌清俊 会不会是月灵的柄头 呵呵 那你就太小瞧月灵了 主人 月灵虽然厉害 但和阎罗相比 还是差得远 您没事没看到 他狼狈逃走的样子 阎罗 袖杖中的声音 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看来黄泉之中 确实来了一头过江龙 只希望 他不要影响我的计划 主人 您说阎罗 为什么不趁机杀了月灵呢 呵呵 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 月灵若是死了 青天坚和奋州军都会发疯 从这里便能看出 阎罗此人 看似形势凶狠莽撞 其实粗衷有戏 懂进退 是的聪明人 宿女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 外面响起太监的声音 陛下道 袖杖中 响起一道轻轻的叹息 宿女 今天便有你去服侍那老东西 以前的规矩不要忘了 是 主人 青天坚 白虎阁 月灵迅速回到白虎阁 给张九阳写了一封信 但没等墨迹干下来 他又将信撕毁烧掉 有一件事 他还没有帮张九阳做到 很快 他就命人拿来了 许多记载世间奇真的书籍 开始翻阅起来 他要帮张九阳 找到关于阴魔罗果的记载 这种事 本来交给天机阁的人 是最合适的 但是关钱福 他一丝风险都不敢冒 整整找了一天一夜 他终于看到了 关于阴魔罗果的记载 当看完此物的作用后 月灵不禁目光一亮 张九阳真是好机缘呀 阴魔罗果 乃地府身处的恶鬼所化 死鬼名曰杀身恶鬼 又被称为魔罗生鬼 佛经中提到 魔罗生鬼最喜欢吃高僧魂魄 往往会在高僧原济之时现身 但有时高僧佛法身后 会割肉未阴 以身似魔 主动将魂魄献上 以精湛之佛法感化恶鬼 使其生出善念 从而无法回到阴间 九日之后化为一果 名曰阴魔罗 包皮取心 常人扶之如石砒霜 修饰扶之可增长元神 修出法眼 并有机会获得佛门神通 实为举世罕见之奇真 青天兼宝库赞无 可受一万善功 府邸中 张九阳看着月灵的信 读着上面关于阴魔罗果的内容 眼中不禁有些欣喜 价值一万善功的世间奇真 能助人修出法眼 甚至还有机会 获得一种佛门神通 此物对他来说正是时候 他马上就要突破到第三境 到时候就能尝试开法眼 但按照月灵所说 开法眼的难度非常高 大多数修士在第三境时 动开的都是心眼 所以也有奇异之处 但比起法眼还是逊色不少 想要动开法眼 除了修行最顶尖的功法外 还要修士的元神 天生就异于常人的强大 换言之 需要天赋 张九阳对此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但有了这枚阴魔罗果 便信心十足 他继续往下看信 看到了月灵的担忧和迷茫 想了想 也挥笔写了一封信 让月灵的亲戚带回去 至于阿里和他的亲戚 依旧还在呼呼大睡 张九阳继续修炼 日升月落 朝去暮来 天的侵蚀上一动不动 好似雕塑一般 就连呼吸都绵绵长长 若有若无 甚至有飞鸟落在了他的头上 毫无察觉 时光飞逝 随着明月升空 清灰普照 百日观 终于到了最后一刻 轰隆 张九阳再次来到了 那片黑色的大海中 见到了伟岸如山的圣神玄名 玄归在水中欢乐地游动 拖着张九阳遨游四海 海浪不再汹涌 而是变得异常平静 阳光和煦 微风徐徐 他终于彻底降服了圣神 洞开了人体的晶圆密藏 百川入海 一样昆蓬 他缓缓睁开双眼 黑暗中 目光似乎比天上的昊月还要明亮 让星辰都为之失色 雄魂的法力在他体内激荡 如滚滚长江 浩浩荡荡 他只觉四肢百孩处处是戏 忍不住发成一声长啸 这声音如龙银大泽 虎啸深谷 气冲斗牛 直上心汗 太平七年 虚悦 甲子日 亥时 百日关 大功告成 明石禄曾记载 大如亡羊名业 伴于军营炼器 突然纵声长啸 一军皆惊 张九阳曾经以为 那是古人杜撰 但现在他百日攻城 吸走周天 笑声如龙银大泽 碧海潮生 那是何等的快意 仿佛天下之大 再无束缚 当然 张九阳知道 那是法力骤然飙升后的错觉 不过他修行 御顶玄宫 又练有 崇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生生称完了百日 根基之雄厚 足以傲视同阶 第二镜 彻底圆满 若是换作其他人 此时应该修养身心 徐徐冲击第三镜 但张九阳却不打算就此止步 他今晚不仅要百日攻城 还要一股作气 突破到第三镜 勇猛精进 势如破竹 他再次闭上双眼 墨运玉顶玄宫的第三幅图 顺逆三观图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此所调顺去生人生物 金则形化金 金化器 气化神 神化虚 此所谓逆来成佛成仙 炼气化神者 成此火力赤胜 驾动河车 自太玄关逆流至天雪谷 气与神河 然后下降黄房 所谓乾坤娇烟霸 一点落黄亭 所谓三观 便是出观 中观和上观 出观炼金化器 中观炼气化神 上观炼神还虚 其实通俗点说 就是人的精气神三宝 第三镜名为小周天 其要绝在于 以子武周天火淬炼三宝 使其结成顶上三花 成为一株为佛为先的大药 第四镜名为炼大药 便是将这株顶上三花 炼化为金丹 换言之 第三镜是养大药 第四镜是炼大药 第三镜养出的大药越上成 突破第四镜的希望就越大 张九阳以心为火 试图将精气神三宝 炼成三花 但尽管他根基雄厚 却还是多次失败 只是渐渐摸出了一些门道 明白了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 片刻后 他取出了一枚三色宝丹 糖豆般大小 散发着一种奇异的清香 三宝如意丹 以太岁 云母 灵芝等珍贵药物炼成的灵丹 专门助人突破第三镜 可以大大减少水魔功夫 月灵托人炼出了四颗 一颗被肩正要走 一颗给了老高 剩下的两颗都给了张九阳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吞下了一颗 丹药并非入口即化 而是顺着喉咙进入胃中 坚硬得好似石头一般 哇 张九阳的胃部 竟发出一阵闷雷般的嗡鸣 肠胃似乎都在拼命搅动 最终那坚硬的丹药 咔嚓一声生出裂痕 药力流泻而出 其实大部分修行所用的灵丹 为了锁住药力 丹药本身都非常坚固 普通人就算吃了 也无法消化 只有修饰 才有足够强大的内脏 来消化药力 刹那间 得到药力相助的张九阳 精神未知一阵 三种磅礴的药力 在他体内交织 滋养着人参三宝 他则是调和阴阳二气 努力维持住其中的平衡 时间缓缓流逝 月落日升 他在池塘边又做了一夜 此刻若是有人在这里 就会看到池塘中的鲁鱼 都有到了张九阳坐着的地方 久久不散 还有各种飞鸟 在张九阳头顶盘旋 地面上更是有虫蚁环绕 阿力终于醒了过来 他闻到了某种香味 口水横流 睁开眼才发现 那香味竟然是从九阳身上传来的 咦 九阳头上长花了 他咯咯直笑 原来张九阳此刻的头顶上 竟有一朵三色小花 看起来还有几分虚幻 但正在逐渐凝食 那花朵散发着无穷香气 仿佛蕴藏着天地之造化 日月之精气 引得飞鸟由于环绕 似是想吃了那三色宝花 大药出城 幸好张九阳的面前 放着一柄剑 斩鬼剑不知何时自动出鞘 赤红如玉的剑身 定在张九阳身前的青石上 散发出无形的剑气 让重蚊绕行 飞鸟不落 仿佛天地万物 皆是张九阳的成道之劫 阿黎瞬间就怒了 白裙子七十变得血红 在地上留下一个个小巧的血脚印 好似一朵朵又没 想伤害九哥的 都给我死 他的怨气变得更加强悍 不仅彻底变成了凶极的红衣厉鬼 似乎还觉醒了某种可怕的能力 随着他发怒 天上的飞鸟 竟然如下饺子一般落下 水里的鲁鱼 纷纷翻起了白杜 就连地上的虫纹也大片死去 庭院中被死气笼罩 似乎就连头顶的昭阳 都无法再照耀进来 刹那间 所有被张九阳顶上三花诱惑而来的生灵 皆金黄逃散 不敢再有丝毫窥视 然而 有一道身影却是例外 它无形无相 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生灵 名为天魔 生活于月光或日光中 因此又被称为月魔或日魔 修士采日经月华为药时 便有可能会遇到天魔 当修士大药出城时 更有可能引来天魔窥视 伺机采药 所以老高才感叹 修行之路如履薄冰 每一层都有着无数陷阱和劫难 而且 随着修为的提升 危险也就越大 顺形成人 逆形成仙 可不是说说而已 张九阳百日攻城 根基何等雄厚 结出的顶上三花 亦是大药中的上城 故而引来了天魔窥视 那天魔嚣张至极 直奔张九阳而去 然而没等他伸出爪子 元神竟然开始溃散 无数死气如汪洋一般 侵入他的灵魂 像是某种可怕的诅咒 天魔经济不已地望向阿黎 转身欲逃 但没走几步 元神就彻底消散 化为乌有 阿黎的身躯微微一晃 敲着自己的脑袋 郁闷道 怎么有点晕晕的 秦记也醒了过来 只是躲在石头下面 瑟瑟发抖地看着阿黎 怯声声道 二姐 你刚刚好吓人 阿黎瞪了他一眼 道 没出息的 这就害怕了 他看了看那些飞鸟和鱿鱼的尸体 道 不能浪费 你去收集起来 把毛放血 我要给九哥做一顿大餐 秦记看着那些发青发黑 似是众躲死的动物尸体 忍不住问道 二姐 你确定 主人吃了会没事 阿黎挠了脑脑袋 有些不确定道 看起来好像不能吃 秦记终于松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 二姐终究还是有理智的 然而下一刻 阿黎的目光向他望来 要不 先让你尝一下 秦记 一鬼一妖 就这样守在张九阳身边 直到太阳下山 在最后一抹黄昏消失前 张九阳终于动了 他头顶的三色宝花 已经不负虚幻之相 而是异常逼真凝实 甚至还在夜风中微微飘荡 三花巨丁 下一刻 三色宝花引入了他的泥湾宫处 也就是子府原神之所在 因为要力滋养 让他眉心开始发痒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活了过来 那是自上古之时封闭至今 已经退化为米的第三只眼 张九阳知道 接下来就是开法眼的关键阶段 能不能动开法眼 很快就要揭晓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拿出了那颗阴摩罗果 此物形如松果 包去外衣后 竟有一颗微微跳动的果心 橙淡金色 没有任何香味 却让人魂魄未知一等 张九阳立刻吞下这枚果心 和需要等待消化的三宝如一丹不同 这颗阴摩罗果 可谓是立竿见效 入口即化 一种阴凉感 立刻冲向他的眉心 滋养魂魄 壮大元神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让张九阳晋升出 飘飘欲仙之感 不过没多久 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张九阳只觉得 眉心越来越痒 好似有无数根羽毛轻轻挠过 有什么东西 正从眉心处拼命地钻出来 他忍不住发出一道叫声 伸手欲挠 但指尖到了眉心处 又停了下来 因为明明未睁开双眼 他却看到了自己的指尖 而且格外清晰 甚至连指尖上的毛孔 都一目了然 动若观火 不仅如此 他还看到了阿黎 沁记 以及周围数十丈的光景 山石草木 皆映入眼中 除此之外 还有阿黎身上的怨气 死气和阴气 以及沁记身上的妖气 和水泽之气 心念一动 阿黎和沁记 就像是慢放一般 能看清他们说话时 最细微的动作 九哥 你头上好像长了一只眼睛 就和明王姐姐一样呢 张九阳终于知道了 法眼的神奇 方圆数十丈内的 一切动静和变化 都逃不过他的这只法眼 他看到了池塘中 自己的倒影 果然和阿黎说的一样 他的眉心多了一道 瞳孔状的树痕 正在绽放着淡淡金光 不过法眼虽妙 却十分耗费精神 仅是这一会儿的功夫 张九阳就觉得有些疲惫 收起法眼 瞳孔状的树痕 顿时消失不见 退出了那种 动若关火的奇异状态 但常人看去 张九阳的身上 似乎多了一种凛然之事 举手投足间 有种无形的威严 令人难以忽视 那是动开法眼后 带来的无形气场 即便壁上 亦是显得与众不同 张九阳一则感叹 这还只是法眼 若是更高层次的天眼 又该是何等的神通 不过他心中微微有些遗憾 吞服阴摩罗国者 有机会获得一种佛门神通 但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没有触法 但很快他就看开了 洒然一笑 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他有观想图在身 难道以后还会缺神通 别的不说 他可是记得 观想图中有一幅 济公祥龙图 还有观音大事 无量功德图 一念及此 他终于彻底放下 心灵清静 再无杂念 而也就是这时 他的心中 竟然想起了一声佛号 温润慈悲 似有无穷禅意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虽六根不净 然心性过人 能放下贪念 亦是与佛有缘 张九阳只觉得眼前一花 竟然出现在万刃高山之上 周围云海翻涌 红日破晓 一位白衣老僧 端坐在封顶 手持一串红豆编程的佛珠 长眉扇目 气质温润平和 看到对方的第一眼 张九阳就心中一震 因为这老僧的脸上 竟隐隐透着金箔般的颜色 月灵曾说过 道门修金丹 佛门修设立 设立越多 则道横越高 相传佛祖元祭后 有设立八万四千颗 为佛门之罪 当设立子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佛门高僧即便不运功 皮肤也会隐隐呈现出一种淡金色 到了这种境界 距离正德传说中的罗汉果位 便只剩 一步之遥 而此世的阿罗汉之境 对应的便是道门第八境 出阳神 这就意味着 眼前这位老僧 其活着时的修为是 和诸葛七星一样的第七境 并且只差一步 就能突破到第八境 正得阿罗汉精深 张九阳顿时肃然起境 其实 无论是佛门还是道门 能修到如此高深境界的 都是高人 都对这个世界 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大家虽道不相同 然放眼古今 都是路静慢 而其修远西的求道者 在许多地方上 有一曲同工之处 当然 有时候因为理念之争 也会发生矛盾 但至少在降妖除魔上 还是大致相同的 阿弥陀佛 施主好根基 百日观一生长孝 便将老那唤醒了 张九阳文言 心中一动 因摩罗果是高僧元祭时 舍身四魔 感化地狱恶鬼的产物 其中果然蕴藏着 高僧的一缕残魂 否则怎么可能平白 获得一门神通的传承 只是听这话 这位高僧似乎苏醒多时 但一直在默默观察 施主不必担忧 老那不是附身夺赦的邪碎 而是白云寺的僧人 留下这一缕残魂 也不过是一丝执念罢了 张九阳目光一动 白云寺 这可是雍州第一名寺 传承数千年的禅宗祖庭 至今也是大前佛门的执扭而者 就好像道门的玉鼎宫一般 是各自派系的圣地 只不过玉鼎宫遭逢劫难覆灭 白云寺流传至今 这老僧说出自己是白云寺僧人的身份 明显是为了让张九阳放轻松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敢问高僧大明 老僧文言摇了摇头 叹道 往事如烟 皆随风而去 名字 老那早已忘记了 唯一放不下的 是我苦心故意近百年 才创出的那门绝学 实在不忍其失传 如果我猜得不错 高僧一开始并没有看上我吧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老僧眼中露出一丝异色 坦然道 不错 施主虽根基深厚 但却是实打实的道门底子 而且若老那猜得不错 当时道门第一玄宫 御顶九仙徒 施主应该是御顶宫的敌传弟子吧 张九阳谋中泛起波澜 敏锐地察觉到 他将御顶玄宫 称为御顶九仙徒 虽然都是一样的功法 但御顶玄宫 是大前之后才有的称呼 在大前之前 都被换作御顶九仙徒 后来 据说是有位御顶宫的学教 得到祖师托梦 说九仙徒的名字太过招摇 一招惹劫难 让其改成御顶玄宫 可惜 虽然名字改了 但御顶宫 还是没有避免那场劫难 据说是有大妖撞山 整个道宫皆灰飞烟灭 实不相瞒 我并非是御顶宫的弟子 御顶宫也已经覆灭了 只是机缘巧合修了御顶玄宫 当然 我确实是道门弟子 你不传我佛门神通 也是应该的 张九阳毫不避讳 坦坦荡荡 这老僧再厉害 那门神通再强 比之降龙罗汉下凡的寄宫如何 比之四大菩萨中的观音如何 若是为了神通 便坑蒙拐骗 信口胡舟 他不屑为之 还是那句话 修士当成为力量的主人 而不是被力量影响自身的心性 最后走火入魔 还不自知 听到这话 老僧似是有所触动 没想到 连御顶宫都覆灭了 不知我白云寺现在如何 目前仍是大前佛门的第一名寺 老僧默然良久 而后摇头探道 大前 看来大井终究是覆灭了 传承数千年的御顶宫 和数百年的大井王朝都能覆灭 老纳的这门神通 便是失传了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倾笑一声 道 施主未曾欺瞒于我 真是光风弄月 也只有这样的心性 才能让老纳放心托付 张九阳一正 道 你还是要传给我 老僧点点头 笑道 老纳相信 以你的心性 必不会自持神通为祸作恶 如此 便就够了 比神通失传更重要的是 所传非人 若是被心性不端者 获得神通 祸乱苍生 那他宁愿自己的绝学 永远失传 施主 你且看好了 老纳这门神通 共分三层 第一层名曰铜罗汉 可刀枪不入 花音落下 老僧身上的皮肤 隐隐泛起铜光 虚空中有刀光剑影展来 落在他身上 却只能发出金石之声 剑其火花 而不能伤肉身分毫 真就好像一尊铜柱的罗汉 第二层 名曰铁罗汉 可水火不清 他身上的铜光加深 变成了玄铁般的色泽 显得更加坚固 静静盘坐在烈火寒冰之中 平静地念诵佛号 没有一丝痛苦 至于第三层 名曰 我知道 是金罗汉 张九阳凶又成竹道 老僧却摇头笑道 第三层 名曰 不灭金身 张九阳 怎么这第三层 和前两层的画风 差别这么大 老僧大笑一声 身上骤然绽放出无量金光 好似黄金胶筑而成 如庙中 降魔踏鬼的金身罗汉 就连那破晓的红日 也被他身上的金光 给压了下去 仿佛他才是那轮 照耀三界十方的黄黄大人 老僧一声长笑 竟如万里长风吹云浪 将那茫茫云海 吹彻出一条澄澈的通天大道 万丈高山 似乎都难以承载 这句七尺金身 竟有些摇摇欲坠 刚猛的一塌糊涂 玄弓三转 金身不灭 天雷劈之而不损 地火烧之而不化 神兵斩之而不伤 金刚不坏 与天地不朽 张九阳闻言差一道 那岂不是能长生了吗 老僧闻言眼中一暗 璀璨的金光也渐渐消散 他常常一叹 道 老那所创出的不灭金身 只有一个窍门可破 你可知是什么 张九阳摇了摇头 是岁月 老僧感叹道 神通再大 却大不过命数 老那自负不惧千刀万剑 唯独敌不过光阴似水 日月如梭 岁月无情斩天骄 他当年也是佛门不是出的奇才 才能创出如此神通 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英雄了得 然而随着光阴流逝 须眉变白 他才恍然大悟 不灭的只是金身 而不是他自己 最终破碎金刚 徒留一具不朽不灭的肉身 原神归于原尽 若非引来摩罗生鬼的垂涎 还真未必有机会留下传承 老那当年太过执着 想要与天一搏 不收弟子 不留后路 一意孤行要避死关 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施主 以后若是有机会 望你能则一心信上家的白云四弟子 将此神通传授于他 也算是圆了老那最后的心愿 张九阳点头道 自当如此 大善 老僧瞬间来到了张九阳的身前 一直点在了他的眉心 他皮肤上金箔般的颜色迅速退去 被引渡到了张九阳的身上 最后化为一颗学心痣 仿佛是被用毛笔 站着今夜轻轻一点 张九阳脑海中 则是浮现出了各种信息 有人体周身学窍和经络的图案 有刑期搬运的法门药诀 甚至还有配套的药语和药膳秘方 他默默松开了背在身后的灵观觉 看来对方确实无意夺赦 防人之心不可无 张九阳一路走来 经历了那么多凶险 早就不会轻信于人 阿弥陀佛 相聚誓言 老那给嫁留了一件礼物 学心的那点精致 蕴藏着我最后的法力 足以让你开启一次不灭精神 八镜之下 无人能 伤 至于第八镜 老那没遇见过 要打过才知道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却蕴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自信 第八镜不是打不过 而是没遇到过 否则今生一开 鹿死水手由未可知 这是唯有身经百战 笑傲一个时代的绝顶强者 才有的底气和自信 张九阳攻身行礼 真知道 多谢神僧 在下必定不负所托 老僧此刻已经无比苍老 原本光滑的皮肤变得满是褶皱 每一道皱纹 都是岁月的刻刀 他勾搂着腰 颤颤微微的盘膝坐在悬崖边 望着那轮亘古永存的大日 双穴合时 声音微微颤抖 敢问佛祖 他的声音有些不平静 雪白的胡须在风中飘舞 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焕发出了不一样的光彩 何以长生 声若红中 回荡于群山之上 好似蝼蚁对天宫的呐喊 悲壮而激烈 他与岁月斗了一辈子 最终还是失败了 别说第九镜的成佛 即便是第八镜阿罗汉 他也差了一步 毕生未能突破 长生二字 无关佛或道 是每个修士必生的追求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还是忍不住向佛祖 发起了质问 何以长生 静静显露 不见前方 不只是他 数千年来 除了古籍记载的佛祖 佛门中便再无一人 能修至第九镜 任你天纵奇才 不实之姿 最终也都是黄土一堆 家中枯骨 传说中的第九镜 简直就像是一个美妙的谎言 张九阳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直到老僧的身影彻底消散 周围的天地迅速崩塌 如同摔碎的镜片 再次睁开眼 月上中枭 与世长明 张九阳望着学心的那点精致 轻轻一叹 惊人不见古十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今天他又见识到了一位坚定的求道者 虽然对方也倒在了 那条长生之路上 但那种与天相争 虽死不悔的精神 让他颇受触动 九哥 你怎么不说话了 阿黎在他面前挥了挥手穴 张九阳敲了敲他的脑袋 收起那些思绪和感慨 笑道 今晚大丰收 咱们得庆祝一下 百日功成 动开法眼 第三进破 精神神通 这番收获不可谓不丰厚 是张九阳穿越以来的最大突破 怎能不庆祝一番 好嘞 我去做饭 九哥你想吃什么 别做了 去最越酒楼 点一桌龙鱼宴 再来几堂好酒 阿黎有些疑惑道 九哥 那龙鱼宴听说 只有烤上举人的老爷 才有资格吃呢 有钱都不给做的 啪 张九阳将最越酒楼的地气 拍在他面前 笑道 别人自然不能点 但本东家说的话 他们敢不听 月灵说到做到 和那封信一起送来的 还有青州各大商行的地气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的张九阳 甚至有资格去竞争青州首富之位 钱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九哥 这么晚了 你要是喝酒的话 明天咱们还能按时出摊吗 小姑娘完全没意识到 自家九哥 现在到底多有钱 还惦记着百摊算命的那点收入 张九阳哈哈大笑 道 没出息 阿黎做了个鬼脸 而后和庆姐一起出门了 远远的还能听到两人的对话 二姐 我想吃螃蟹 要特别大的那种 你不是说 同为水生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 庆姐咽了口唾沫 我决定先和他们绝交 等吃饱了再一起玩 张九阳 两久 他洒然一笑 再次望了望头顶的明月 与其为长生劳心伤神 辗转反侧 不如顺其自然 珍惜愿意陪着你同甘共苦的身边人 这样即便不能长生 也会不留遗憾了 就像那串红豆编程的佛珠 一定藏着某个关于遗憾的故事 那位高僧到最后都没能放下 嗯 不留遗憾 话说百日关结束了 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喜见乐见的事情 弥补一下前世今生的一切 常言道 百日关后日百日 自己肯定没那般放纵 但去放松一下身心 欣赏一下艺术 总是可以的吧 夜色渐深 月灵却仍然没有睡 而是在等着一封回信 自从发现 月神很有可能是皇宫中的某个妃子后 他就寝食难安 如耿在喉 除了张九阳 这么大的事 他竟无人能去商量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庆祭的一声大喊 信终于到了 他连忙切开信封上的火漆 摊开信纸 事已知晓 勿忧 张九阳的字迹 映入他的眼中 行云流水 潇洒不羁 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养 不管是化皮主还是月神 都是大钱的顽疾 须知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急切不得 另外说句可能被杀头的话 就算皇帝真死 划去 驾崩了 那又能怎么样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只要明星还在 百姓还在 大钱就在 你们青天间 不就是一直在为普通人的生命 而流血牺牲吗 在我看来 这恰恰是你们最强大的地方 一时历经六百年 而不腐朽的秘诀 看到这些话 月灵只觉心中一阵 心如潮水翻涌 多年接受的忠君思想 让他觉得有些大逆不道 可却又无法反驳 内心深处的某根弦 似乎被深深触动了 他回想起 自己来到青天间的第一个案子 是追杀一头喜欢吃小孩的蛇妖 看着那些被他解救的孩子 以及前来相认的父母 注视着一家人重逢的幸福和喜悦 那种成就感 是家关禁绝 都无法比拟的 六百年前 初代兼政诸葛七星 给青天间留下了一座石碑 就立在青天间的正中央 每一个通过考核即将上任的司臣 都会在那座石碑下宣示 碑下埋着诸葛七星的衣冠 碑上只刻着四个字 为名除害 你这司 可真是胆大包天 连这种话都敢说 月灵虽是埋怨 但嘴角却有种淡淡的笑意 烛火下的那双眉眸中 有异彩闪过 不知不觉间 他这段时间的彷徨和迷茫 全都消失不见了 张九阳只是多多几句 却仿佛波云见日一般 他继续向下看去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不在庙堂之高 而在江湖之远 一句话 先杀邪碎 保百姓平安 这比什么都重要 U185 AHP正负和月神相比 华皮主才是我们第一个要除去的目标 我已打探到 他的老果就在扬州 下一步棋 或许可以落在那里 月朝点点头 对于张九阳的计划非常赞同 华皮主的势力无孔不入 而且他本人亦是残忍是杀 手下不止养着一个包皮匠 老果还在最富有的扬州 这样的毒瘤 必须尽快除掉 最主要的是 张九阳在黄泉中 已经和华皮主结了死仇 对其出手名正言顺 并不会受到怀疑 反而还能提高他的威望 只有比那些邪碎 更凶狠更强大 才能镇住他们 得到他们真心的认可和尊重 华皮主 无疑是块很好的垫脚石 很快 他就看到了新的末尾 知道你喜欢看故事 等以后咱们把黄泉灭了 我就把咱们的经历写成书 说不定还能大卖 即便失败了也没关系 在我的家乡 有句话我非常喜欢 金与军共享 顿了顿 他看到了张九阳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 但我们的事业万古流芳 月灵心中一阵 想起了青天剑陵园中的那些衣冠家 六百年封刀双剑 许多祭碑上刻着的名字都模糊了 也找不到相关的卷宗记载 但每次他前去祭拜 都有种难以言喻的出动 独安信 他心潮澎湃 突然很想去见一见张九阳 不过他现在被重新禁足在了白虎阁 短时间内怕是别想出去了 但经过张九阳的激励 他现在斗志十足 信心百倍 去把这段时间 所有同男同女失踪的案子都调过来 若有尸体少了天灵盖的 立刻把卷宗给我 随着他一声令下 白虎阁被调动了起来 大量卷宗被搜集到一起 甚至连睡下的老高都被喊了起来 一起翻阅卷宗 月头 我才刚刚睡着 再说 这找卷宗的事 一向不是天机阁的人负责吗 老高睡眼心松道 月灵显腻他一眼 眸光中的威严 让他立刻精神一震 坐直了身子 多学学张九阳 我等青天间之人 怎么能如此谢总 找不到线索 今晚不准睡觉 是 他望向青州的方向 暗自感慨 现在的张九阳 恐怕也在担惊竭虑 思考着如何对付画皮主吧 他也不能拖后腿 这边彻夜搜查 看能不能给张九阳 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青州城 叫方思 公子 快来吃颗葡萄 奴家给您包好了公子 奴家给您捶捶腿公子 奴家的小曲唱得怎么样 要不要再为您捂上一曲 公子 房间中 张九阳一口气点了十几个姑娘 阴阴艳艳 柳绿花红 脂粉气充斥在空气中 今晚他点了龙鱼宴 成功将阿丽和庆祭灌醉 然后一个人偷偷溜了出来 借着九亿 到了这家青州城最著名的教方司 和寻常青楼不同的是 教方司区于官办青楼 国营企业 里面的许多女子都曾是大家闺秀 从小培养琴棋书画 气质自然不俗 想一想 在这里 你有可能遇到昔日上级的千金 再想想 上级曾经对你高高在上的态度 而且 教方司的歌曲舞蹈也是一绝 一些厉害的铭记 甚至还能去京城为皇帝演奏 当然 开销也远比普通的青楼要大 是个不折不扣的销金窟 就比如那盏龙凤灯竹 竹火燃进前要花十两银子 才能续上新竹 否则姑娘们就会谢客 一根灯竹也就能点一刻时 长夜静慢 光是这点灯的费用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除此之外 歌舞 酒水都要钱 而且远比外面要择 就连入门都要一两银子的费用 要是看中哪位姑娘 准备一夜欢好 还要加钱 所以 春宵一刻 是真的值千金 张九阳献身于花丛中 感受着四周的温声细雨 殷勤伺候 终于浑身舒坦了 当然 他也只是图个新鲜 百日关前 他还挺期待的 但百日关大功告成后 随着浴火渐消 他反而没有那般迫切了 更要命的是 或许是和月灵待久了 又见识过了龙女的倾城之姿 他的眼界提升了太多 这些女子虽然不错 但和那两位比起来 立刻便相形见处 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 随着她的修为 突破到第三境 动开法眼 目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只是随意一景 就能清晰地 看到那浓烟的脂粉下 遮不住的瑕疵和污秽 不像月灵 哪怕凑到最近 都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瑕疵 皮肤白皙无瑕 金银透亮 五官更是俊美至极 怎么又想到月灵了 张九阳赶紧摇摇头 现在可是享受的时候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拿月灵给的钱 来逛教方司 怎么心里总有点毛毛的 他要是知道了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公子 还要继续点竹吗 教方司的女子们 对张九阳格外热情 毕竟伺候这样英俊潇洒的公子哥 可比服侍那些糟老头子 要舒心多了 就是这俊俏公子 似乎那方面有点问题 任他们如何挑逗 竟然都不为所动 看似沉醉其中 其实却有种淡淡的疏离感 不点了 时候不早了 我家娘子该等急了 张九阳随便编了个理由 准备告辞 有些事情 没体会过前 总是想象得很美好 但真的体会了 发现也就那回事 他们那点魅力 别说和月灵 龙女比了 就算是和素女相比 也差得太远 索然无畏 公子 嫁那娘子 难道还能比我们姐妹加起来 还要漂亮吗 姑娘们有些不愤 声音优越 眼神楚楚可怜 张九阳摆摆手 笑道 我家娘子有点凶的 当心她提到上青楼 到时候 我可就小命难保了 她转身就要离去 却突然听到 楼下传来一阵骚乱声 这位姑娘 你不能上去 找人 没交入门前 你找谁也不能上去 来人呀 给我抓住她 小心别伤到了 这么漂亮的美人 哎呦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呀 紧接着 张九阳就听见一阵 稀里哗啦的声音 以及叫方思那些 护院的惨叫声 鹿 踏 踏 那道修长窑窍的身影 缓缓上楼 脚步轻盈 若非张九阳修为大劲 耳力上涨 恐怕还未必能听清 高手 最终那道身影 停在了张九阳的房门前 透过烛火 可以隐约看到 一席闷那美好的身影 张九阳脑中一声雷鸣 难道真是 月灵来找她了 卧槽 完了完了 她没来由的一阵心虚 不过随即又想到 自己为什么要心虚 月灵只是她的上线 又不是她真正的娘子 我一个单身汉出来风流一下 又不犯法 她凭什么管我 只是 尽管心里这样想 她却仍有些发虚 公 公子 这就是你娘子吗 好 好可怕 姑娘们抱成一团 瑟瑟发抖 张九阳咳嗽一声 刚想说话 便听到门外有声音响起 空灵成澈 清冷动人 张九阳 我找你呢 这声音 张九阳猛地打开门 看到了那些雪白无暇的连裙 腰际云带 点缀环配 长发及腰 如流光颈断 是以琉璃发簪 尽管戴着面纱 遮住了那清澄清国的容貌 然而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就好像碧波深处的明月 佼佼无暇 不染尘埃 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气质 除了曾经惊鸿一线的龙女外 还能是谁 那群姑娘们 这位超凡脱俗的女子 她真的没有说谎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 别说她们加起来 就算是把扬州城最著名的十二花魁搬过来 在她面前也要黯然失色吧 有这样的娘子 难怪她对我们的挑逗无动于衷 张九阳 我不喜欢这里的味道呢 张福 张九阳给醉过去的阿黎 噎了噎被子 隐隐还能听到她的嘟嚷声 呜呼 龙女姐姐快点飞 再飞高点 阿黎要摘星星 张九阳连忙捂住她的嘴巴 对着身后的龙女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舍妹顽劣 童言无忌 还请龙女不要见惯 这小姑娘 竟然喝醉了 梦到自己在骑龙 龙女那双琉璃色的瞳孔中 波澜不惊 静静注视着张九阳 梁九 轻一一声 几天不见 你变得更厉害了 她甚至在张九阳身上 隐隐感知到了一种危险的感觉 这是身为龙族的敏锐嗅觉 上一次见张九阳 虽然这个男人身上 有许多奇异之处 但却并没有这种危险的感觉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侥幸突破到了第三境 在她这个年纪 便突破到第三境小周天 还动开了法眼 即便放在太平观 或者白云寺中 也能撑得上一句青年俊杰了 龙女点点头 道 已经比得上七岁的幼龙了 张九阳 好家伙 就非要把天了死吗 更气人的是 龙女在说这些话时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嘲讽意味 眸光纯彻 声音平静 就是单纯地 在陈述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果然是一点都不懂人情事故呀 张九阳摇头笑笑 啊 上次咱们约定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龙王庙上过乡了 这段时间 应该没人再打扰你休息了吧 龙女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直接坦白来意 张九阳 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呢 张九阳闻言并未意外 像龙女这般 不识人间烟火的存在 突然来找她 必定是有什么事 她好奇的是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难住神通广大的龙女 须知她 虽然只是第五境 但龙族之躯 足以战胜寻常的第六境 走音人儿也曾说过 龙女和画皮主交过手 不分胜负 画皮主绝对是第六境的存在 而且 画皮之道 就好像武侠小说中的小巫相公一样 能够模仿各种法术神通 但即便如此 画皮主依旧没能拿下龙女 是什么事情 龙女没有立刻说出 玉手轻拢 捏成一方法印 只兼绽放着洁白无瑕的光滑 将四周笼罩 面纱下 她红唇微起 以法力传音 张九阳听后 眼中露出一丝一色 原来是这种事 难怪 此事也不算难办 只是你为何偏偏来找我帮忙 难道你没有其他朋友吗 龙女听到这话 眸光微微一动 道 我没有朋友呢 顿了顿 她又道 我不喜欢妖 更不喜欢人 所以你 即便给我很多香火 我也不想下雨 张九阳心中一动 那位老龙王 无疑是龙女的父亲 当年和青州百姓 亲如一家 结下了深厚情谊 按理来说 龙女不该对人族之名排斥 这其中必然有什么隐情 那家为何会来找我 因为你不是人呢 龙女静静望着她 说出的话 却惊世骇俗 差点让张九阳跌倒 我不是人 那是什么 她微微靠前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近距离凝视着张九阳的眼睛 在月光的映照下 好似品银剔透的宝石 张九阳心中一跳 隔得这么近 她甚至能看到 那雪白的面纱下 挺翘的鼻梁 红玉般的薄唇 还有那清冷的面部轮廓 鼻尖传来屡屡一箱 仿佛江南水箱的荷叶与莲花 在春风中苏醒绽放 这皮肤真是水内啊 仿佛一掐就能出水来 只能说 不愧是传说中 掌管江河湖海的白龙所画 我看不出来呢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纯彻的眼眸中 露出一丝困惑 张九阳这个人 好像笼罩着无数迷雾 她能给出只有传说中的仙佛 才具有的金色香火 身上有厉鬼 火焰和雷霆的气息 还让她隐隐觉得危险 但同时 她又确确实实是一个 第三境的小修士 而且是刚刚突破 离第四境还远着呢 而且 她身上似乎还带着 某种遮掩天机的护道之宝 让她的算术也无法应验 只能隐约感知到 张九阳是最好的选择 大吉 张九阳咳嗽一声 道 我是什么 暂且不讨论 你的事情我答应了 不过作为回报 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好的呢 你就不问问是什么事 不想问 真的什么事你都答应 龙女点点头 道 什么事都可以呢 张九阳看着她成车的眼眸 便知道是自己亵渎了 这位不识人间烟火的白衣仙子 又哪里会知道 人心的险恶与肮脏 幸好她遇见的是自己 我要你助我修行 张九阳正色道 修行 如何助你 我有一门密法名曰学心雷 须等春雷发起时才能修炼 但现在是九月 下一次春雷要等到明年开春了 担得太久 不知道龙女可否换来春雷 助我修成学心雷 张九阳并没有趁机要求 她出手对付画皮主 因为双方请她帮的忙 并不算太难 朋友之间应该有分寸 龙女没有多少迟疑 汉手道 我需要准备一下 等事情结束了 你来于梦泽水底的龙宫找我 好 那就一言为定 龙女对她点点头 而后身影一变 化为白龙飞出窗外 对了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总不能一直喊你龙女吧 张九阳对着窗外大声喊道 明月之下 白龙在云中飞舞 如玉的鳞片流转着淡淡光泽 远远望去 仿佛水品雕刻而成 高贵而神秘 那双琉璃色的龙眸 自苍穹望下 注视着地面上 那个马纹一般的男人 一道清冷的声音 传入张九阳的耳中 熬裂 我在家中排行第三 你也可以叫我三姑娘 白龙自月下而去 这幅画面 无论见过多少次 张九阳都总是喷则称奇 没有想到 有一天 他真的会和一头龙成为朋友 熬裂 三姑娘 张九阳想起龙王庙里的老龙王 心中敏锐地联想到了许多 龙族中尚未成年的熬裂 便已经如此厉害 那操纵一周风雨 数十年的老龙王 又该是何等修为 恐怕能和传说中的诸葛七星 掰一掰手腕了 这样的顶尖大能 为什么会突然陨落 三姑娘 这就说明 熬裂上面应该还有两个兄长或姐姐 可在老龙王陨落之后 各地似乎都鲜少有关于龙的记载 即便有 也只是只言片语 含糊不清 龙女熬裂的背后 看来还藏着不少秘密 她微微一笑 不管如何 若是能得到龙女相助 以后做事情 就又多了一张底牌 盘西 打坐 继续修炼 等忙完龙女的事 修成学心雷秘法 就可以考虑去扬州探探路了 关于画皮主 她已经渐渐有了一个想法 不过还有些关键信息没有完善 下次黄泉燕 要想办法多打探些重要的消息 在此之前 修行依然刻不容缓 毕竟唯有自身的强大 才是一切的底气 墨韵 顺逆三观图 张九阳整个人沐浴在月华之中 仿佛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灰光 上中下三大丹田 同时牵引月华 佛门称之为引光 道门又叫采药 第三境是个水魔功夫 要以月华为甘霖 滋养那株泥丸宫中的大药 使其茁壮成长 带到大药成熟 便以肉身为乳果 精气神为药 心肾为水火 五脏为五行 将那株大药 炼成一颗金丹 金丹成 则立地入第四境 张九阳知道这个过程急不得 他放平心态 不急不躁 一点点修炼 很快 子时过去 张九阳睁开双眼 眸光熠熠生辉 才要是有时间限制的 只有在子时和五时才能练功 行息周天后 以子五周天火候去无存精 还能烧死月华中 潜藏的月魔 而五时练功 采的是日精 烧死的是日魔 其他时间修炼 不仅是被公办 还容易走火入魔 这些都是 顺逆三观图中留下的传承 将修行中的陷阱和危机 尽可能地标注出来 给出了最好的应对之法 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是无数前辈的心血和付出 不知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凶险 张九阳常常吐出一口气 他刚刚破镜 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太大突破 想要快速提高战力 倒是可以侧重于 纳门不灭今生 名字很霸气 就是修炼过程有点憋屈 得先挨打 一日 清晨 阿黎 朝我身上砍 不是 用刀背啊 看到阿黎举起那双粉色的菜刀 就要砍来 张九阳顿时汗流加倍 他现在连一层铜锣汗都没有入门呢 你直接就用刀刃 是想大意灭亲吗 阿黎换成刀背 试着挥舞了几下 或许是还有一丝残留的罪意 不知怎么又换成了刀刃在前 张九阳 算了 你还是换成棍棒吧 张九阳实在是担心 别大风大浪都尖过来了 最后却翻在了阿黎这条小鹰沟上 阿黎点了点头 将手伸进武昌兵马坛中 和昌兵要来了一根狼牙棒 最后还是张九阳给他找了个木棍 记住 经典 先排打背部肌肉 张九阳脱下上衣 露出一身惊悍的肌肉 扎着马步道 好了 打吧 阿黎认真瞄准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哎呀 只听一声脆响 木棒精准地砸在张九阳头上 断成两截 阳光下 张九阳缓缓转过身来 抹了一把流到眼角的鲜血 笑容充满了寒意 小丫头 你是不是最近对我有什么不满 来 出去了 九哥陪你练练 庭院中 顿时响起了一阵鸡飞狗跳声 午时 张九阳又修行了一个时辰 然后继续修炼不灭精神 阿黎用木棍在他身上不断敲打 留下一道道红印 一开始他还觉得好玩 后来开始心疼起来 九哥 你不痛吗 不痛 继续 张九阳手捏罗汉印 默默忍耐 按照精神法门行锡搬运 鼓动筋膜 努力抵御着棍棒的敲击 这不灭精神 听着高大上 修炼起来 却好似街头卖艺的硬气功 需要经受千锤百炼 忍受无数痛苦 果然是和尚才能练的法门 真能忍压 当然 这样的敲击必然会留有暗伤 接下来就轮到庆祭出场了 他的身躯虽然只有四寸大小 却搬运着比自己还要高的柴火 给张九阳烧着沐浴所用的药汤 黄旗三两 悬参四两 云母四两 天门东五两 虎谷二两 药玉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老僧传授的不灭精神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药玉秘方 缺一不可 庆祭有控水之能 在他的操纵下 水流不断搅动 药力迅速化开 张九阳赤着上身跳入木桶中 运功行黑 吸收着其中的药力 一步步打凹筋骨 渐渐的 他感觉自己的皮膜 在运功之下 似乎开始变得坚硬起来 那种在热水中的滚烫感 也减轻了许多 对于自己的静静 张九阳并不奇怪 他再怎么说 也是第三静的修饰 体魄更适于常人 铜锣汉之静本就浅显 若是静静慢了 那才奇怪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练功 练功 还是练功 日升月落 月落日升 周而复始 无有终止 终于 在第七天的一个早晨 阿黎再次失手 一棒砸在了张九阳的头顶 当 木棍断成两截 但和上次不同的是 张九阳的头上 却毫发无伤 他手捏罗汉印 皮肤下隐隐泛着 古铜般的光泽 微微一笑 道 换刀 顿了顿 他补充道 别用粉色的 阿黎文言 拿出了一把仓兵的砍刀 试探性地 砍在了张九阳的大腿上 我顶 当 刀刃宛如砍在古铜上 竟有火花闪过 不灭金身第一层 铜锣汉 修成 三日后 青州 龟峡口 黄磨滩 一辆马车缓缓驶来 若是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驾车的马夫 目光有些呆滞 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正是阿黎折出的指人 马车内 阿黎晃着小脚丫 百无聊赖道 九哥 为什么咱们 钓个鱼要跑这么远呀 明明青州城里就有湖 但是不知道 九哥为什么非要跋山涉水 来到这里钓鱼 而且鱼竿也是特制的 用百断金刚锤炼而成 就连鱼饵也不是蚯蚓之物 而是许多上好的牛羊肉 这些可花了不少钱 让身为张府大管家的他 心疼不已 你懂什么 这黄魔滩盛产一种极其名贵的鱼类 名叫黄唇鱼 又被称为黄金整 浑身是宝 最贵重的是鱼镖 要用价值极高 可以黄金等铜 张九阳微微一笑 并没有告诉他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龙女所托之事 听到这话 阿里眼睛都亮了起来 黄金 黄金 三弟别睡了 等会儿起来抓鱼 下一刻 拇指般大小的沁记 在他头发上爬出 此刻的他模样 竟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还有四寸的身躯 现在只有两寸左右 依旧穿黄袍带皇冠 但背后却多了两只黑色的小翅膀 手中多了一把水形之力 凝聚而成的小叉子 喝下地流浆后 沁记已经成长到了 足以吞服那枚水泽宝珠的程度 张九阳自然不会吝啬 便将那枚他心心念念地保住给了他 吞下之后 沁记的血脉发生了某种变化 成了一只迷你版的巡海小叶叉 看起来倒是更萌了 不仅强化了御水之能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水泽生灵 其实叶叉并不弱 风神演义中 李更便是东海的巡海叶叉 生得面如蓝电 发似朱纱 巨口獠牙 手持巨斧 能轻易驯服海中的各类猛兽 之所以显得弱 是因为他的对手是哪吒 乾坤圈下 东海之中又有几颗脑袋 能不被砸成粉碎 因此 沁记血脉提升为巡海叶叉后 张九阳是惊喜的 就是不知为何 他的身子反而变得更小了 难道要靠卖蒙取上 二姐 你说 咱们会不会遇到妖怪 要是真动起手来 我 我有点紧张 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打架 沁记这种生灵 性子温润平和 任劳任怨 只会送信和逃命 斗法之类的事 向来和他们无关 但他现在有了夜叉血脉 倒是可以参与斗法了 阿里拍拍胸脯道 简单 二姐教你 打架时要利用咱们自身的优势 比如我 可以咒死敌人 晋升凶疾后 他的心神通名为咒怨 具有冥冥中的诅咒能力 可以让人倒霉 运势大将 也可以让人横死街头 暴尸荒野 相当于预测占卜的进阶版了 这也让张九阳暗自感叹 还好阿里有自己引导着 不然以他的能力 很快就会掀起一阵恐怖的浪潮 成为诡异的怪谈 二姐 我个子这么小 该怎么战斗 亲记有些自卑 阿里眼珠低溜一转 目光一亮 似是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 小爷有小的好处 你到时候看看 有没有洞可以钻 价就钻进去 脚踏的天翻地覆 张九阳本来还想制止 但转念一想 西游记中 猴哥多次钻进妖怪的肚子里 效果颇为显著 就算不进肚子 进入耳朵里 也能有奇效 倒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和已经与自己 配合默契的阿里不同 亲记早晚要学会 如何融入他们的战斗节奏 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路 不要掉队 马车缓缓停下 车夫的声音响起 老爷 咱们到了 张九阳走下马车 阿里搬着两大桶牛羊肉下来 而后掐绝念咒 只见马夫和马车 同时变成了纸片 他将纸片收起 留着下次再用 好在四下寂静无人 否则一定引起一阵惊吓 哗啦 潮水声响起 湿润的河风从黄魔滩上刮来 有种淡淡的水腥味 放眼望去 一大片险滩映入眼中 水若黄汤 沸沸扬扬 隐约可见许多暗礁 当真是水流湍急 礁石横步 水势汹涌 声若雷霆 如果有人选择在这里钓鱼 那一定是脑子抽了 张九阳微微皱眉 有点不太对劲 出发前 他曾特意打听过黄魔滩的消息 这片险滩 原本确实水流湍急 舟船难渡 死过不少人 因此 这里又被称为龟霞口 是希望那些逝者的魂灵 能找到回家的路 早日安息 几十年前 有位赶考的书生 乘船从这里过 到了龟霞口时 江水高涨 水势滔天 奔涌呼啸 书生本以为自己要命丧于此 却梦到一个艺人 头发赤红如火 瞳孔 呈现出碧青色 对书生说他叫黄魔神 会保佑其安全通过 之后 这片险滩便变得风平浪静 无波无澜 再后来 那书生高中做了大官 为着黄魔神写下赞表 附近的百姓也多有祭拜 这片险滩便改名为黄魔滩 黄魔神并不要人计 只要每隔数月 献上些猪肉或羊肉 便可保此处风平浪静 让游子安然归家 同时 黄魔滩的黄唇鱼各大肥美 吸引了无数喜爱钓鱼之人 不过在这里有个规矩 不准劫王捕捞 只许垂钓 否则黄魔神便会发怒 掀起风浪警告 久而久之 黄魔滩竟成了 明洞青州的钓鱼宝地 但现在张九阳 看着眼前的惊涛骇浪 以及空无一人的河岸 不禁纳闷 这就是所谓的钓鱼宝地 看来这黄魔滩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 主人 我感应到了 水下有一种十分危险的气息 亲戚捏了捏自己的小叉子 神情有些紧张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危险就对了 毕竟他这次要钓的东西 可不一般 望了望四周 发现水势太过汹涌 不时冲上岸来 以至于找个落脚之处都难 但很快 张九阳就目光一亮 他提着鱼竿 脚尖轻点 身姿脚尖 很快攀登上一块陡崖般的地方 盘膝坐下 开始垂掉 按照龙女所说 他应该就在黄魔滩 阿黎待了一会儿觉得无聊 便换出红烧 清征和油炸三大将军 进山遍野地去捉游魂利鬼了 他晋升为凶级后 能养的昌兵数量 亦是得到了不小提升 最近正在忙着扩充手下 张九阳闭上眼睛 一边钓鱼 一边默默修炼 行指坐卧 皆是练功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张九阳突然听到 下方隐隐传来攀登的声音 并未睁眼 眉心处金光一闪 法眼动开 周围的一切 已经尽收眼底 只见崖岸下 竟有人在巷上攀登 背后还背着鱼竿等 钓鱼用具 手脚麻利 很快就爬到了张九阳所在的位置 小兄弟 拉我一把 是张九阳伸出手 张九阳微微一笑 伸手将其拉了上来 静静打量着来人 只见来人竟是个老者 穿着一袭淡黄色的衣裳 白发苍苍 但面色倒还算红润 爬这么高 也只是微微气喘 可见年轻时体魄不俗 老先生怎么称呼 叫我老黄就好 老黄自顾自地坐下来 手法熟练地打窝抛干 小兄弟 这地方风水不错 但最近黄磨滩不太平 我看你如此年轻 还是早点回去才好 张九阳摇摇头 道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没有钓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是不能回去的 顿了顿 他又问道 敢问老丈 这黄磨滩之前 不是风平浪静吗 现在为什么突然不太平了 老黄文言叹了一声 道 因为那位黄磨神老了 这片险滩中间 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黄磨神有心无力 再也不能庇护 一方平安了 说吧他手中鱼竿一动 竟钓上来了一只 肥美硕大的黄唇鱼 足有三四十斤重 老者必利过人 轻松将鱼儿提出 那黄唇鱼也显得十分温顺 丝毫没有反抗之意 老丈好手气 张九阳赞道 老者却将这条鱼 送给了张九阳 小兄弟并不懂钓鱼 却不惜来此险地垂钓 应该是缺钱了吧 此鱼便送给你 赶紧回家去吧 这么大的一条黄唇鱼 足以卖出个好价钱 能让普通百姓 数年内衣食无忧了 张九阳却是摇了摇头 老者不再说话 继续钓鱼 他的手法非常高明 鱼儿一条条上来 接连不断 最后装满了整个水桶 张九阳却是一条都没有吊上 小兄弟 老夫牙口不好 一把年纪了 也没有后人 用不到钱 今日有缘 这些便都送给你了 快回家去吧 张九阳再次摇了摇头 老者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 声音冷了下来 小兄弟 做人可不能太贪心 张九阳点点头 笑道 究竟是我贪心 还是你太贪心 老者眉头一皱 疑惑道 小兄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收起你这副虚伪的面孔吧 张九阳轻叹一声 望着桶中那些密密麻麻的黄唇鱼 道 他们甘愿为你而死 任人垂钓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联系和愧疚吗 老者皱眉道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张九阳洒然一笑 淡淡道 你究竟是在钓鱼 还是在钓我 顿了顿 他口中念出了三个字 黄魔神 在张九阳说出黄魔神这三个字的瞬间 老者的面色微微一变 他还想说什么 张九阳的眉心 却突然浮现出一道瞳孔状的树痕 绽放出道道金光 照耀在老者身上 法眼 老者惊叫一声 身上的黄衣瞬间变成了鱼鳞 整个人变成了一条长约树杖 重达数百斤的黄唇鱼 所谓的老黄 便是黄魔神 张九阳收起法眼金光 他才重新变回人形 眼中仍有后怕之色 恭恭敬敬敬地行礼道 原来是修出法眼的仙尸 小妖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仙尸勿怪 张九阳摇了摇头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修士 所以才现身相见 之后故意引导我发现你的身份 对你产生同情与好感 好出手帮你铲除那位不速之客 是也不是 无论是攀爬时敏捷的动作 还是吊上黄唇鱼的速度 以及自称老黄 穿黄衣 说黄魔神老了 都是在有意引导 老者面色惨白 汗层层道 仙尸神目如炬 哼 你可真是会演戏啊 就像几十年前遇见那位书生一样 只可惜你打错了主意 张九阳不再理会他 而是继续静静垂调 黄魔神听起来威风 其实不过是一个黄鱼精 而且看样子也已经寿缘将近 命不久矣 张九阳早就和月灵通过信 了解到许多关于这位黄魔神的消息 青天间当年对于龟侠口的多起触礁沉船案 存有疑惑 觉得或许并非是天灾 而是有邪碎在掀起风浪 通过识人来增进道衡 当时青天间的人都准备彻查了 结果好巧不巧 那年的状元郎在电视上 对先帝讲了 黄魔神抵护器安然渡河的故事 先帝经口一开 就针锋其为黄魔神了 再加上那里突然风平浪静 百姓也对黄魔神称赞有加 军心和明一家在一起 成了黄魔神的免死金牌 直到先帝驾崩 青天间想再查就案 然而黄魔神非常聪明 他将自己的鱼子鱼孙养的彪肥体壮 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垂钓 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喜爱钓鱼的权贵子弟 黄魔神便让自己的鱼子鱼孙们 被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调走 在入梦交谈 从而建立起了一种隐秘的关系 没钱没事 不好意思 钓鱼架都钓不上 就这样 他建立起了一层无形的保护网 青天间的权力是大 但也不能全然无视朝政 许多大臣打着先帝的旗号 暗中阻挠查办黄魔神一案 再加上黄魔神后来行事越发低调 故而青天间也只能一拖再拖 先师 我是有些小心思 但并无大过呀 反倒是那文入黄魔滩的东西 掀起风浪 还吃人 吃人 是 您有所不知 前段时间 好几个在这里钓鱼的人都被水浪卷了进去 被捞到时 尸体就剩下几根白骨了 被啃得干干净净 他激动到 老夫无能 但到底成龙百姓供奉多年 为了铲除此疗 才出此下策 希望能博先师同情 出手降魔 还百姓一个太平 他说的义正言辞 慷慨激昂 生情并茂 但张九阳却不为所动 而是深深看了他一眼 道 到底真相如何 且容我将他吊上来 一问便知 时间一点点流逝 眼看黄昏已至 鱼沟却纹丝不动 张九阳微微皱眉 黄魔神突然道 先师 那斯吃了这里的黄鱼 已经看不上普通的牛羊肉了 你以此为二 是吊不上来的 哦 你有何办法 不如就用这桶里的黄鱼来作耳吧 张九阳看了他一下 突然笑道 黄鱼 你不就是最大的黄鱼吗 黄废神闻言一正 而后眼中露出一丝绝燃 竟从身上挖下了一大团血肉 吭腔道 若是能用老夫的肉除去此腰 还这里一个太平 那老夫又何惜此身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佩服 佩服 他伸手接过那团蠕动的血肉 挂在特制的鱼沟上 继续垂掉 夜色一点点降临 水面上开始越发不平静 月光下 浪花翻涌 湍流若奔 还伴随着数不尽的暗流 恍惚间 还以为是在大海上垂掉 不知过了多久 水底下突然响起一道奇异的声音 似牛飞牛 深沉 厚重 透着一种无形的凶悍和霸气 哗啦 江水插那间 更汹涌了几分 水下形成了一道道漩涡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怪物在悄悄唤气 鲜尸 他来了 黄魔神的呼吸开始变得有几分急促 似是在紧张 张九阳睁开眉心法眼 但因为隔得太远 再加上水面的阻挡 只能隐约看到 有一个体型庞大遍布灵甲的怪物 正直奔他的鱼沟而来 很显然 黄魔神的血肉生效了 轰隆 天空中竟响起了闷雷声 四周狂风大作 有星气迷进开来 滴答 须鱼之间 竟然就有鱼水落了下来 张九阳握着鱼竿的手 依旧纹丝不动 终于 那怪物咬了上去 虽然吞下了黄魔神的血肉 却也被特制的鱼沟 刺破了皮肉 好 一瞬间 恐怖的吼声自水底响起 四周风起云涌 张九阳猛地发力 手臂肌肉球节 能倒拽猎马的神力 却依旧抵不过那水下的怪物 身子在一点点向前挪动 眼看下面就是悬空的峭壁 即将被拉入水中 老黄 一起帮忙拉 黄魔神目光一动 上前道 好 我帮你 下一刻 他眼中闪过一丝凶狠 猛地在张九阳背后一推 大声喊道 我帮你去见他 张九阳向着水中落去 在空中转身 望向黄魔神 目光静出其的平静 缓缓露出了一个笑容 那笑容竟让黄魔神心中 生出一种莫名的寒意 扑通 直到张九阳的身影 坠入水中 黄魔神心中的寒意 才慢慢散去 他捂着自己的伤口 随手拿过一条黄鱼咬断鱼头 大口 喝着腥臭的鱼血 小子 修出法眼了不起吗 乳秀未干 爷爷吃过的 也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你一个第三境 水中遇到他必死无疑 但能修出法眼 肯定是大派嫡传弟子 你死了 自然会有你的师父师伯 为你报仇 从一开始 他就没将希望放在张九阳身上 而是以张九阳为耳 想调来更厉害的修士 当然 最好是你们拼个两败俱伤 想起那霸占了自己水域的怪物 黄魔神的眼中 除了怨恨外 还露出一丝贪婪 如果能吃下那个怪物 那自己不仅能延长方术 还将法力大增 水中 张九阳并未有丝毫慌张 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单纯绝力 是无法赢过那怪物的 早晚要下水一趟 钓鱼 只是为了先把他给引出来 免得打草惊蛇了 顺便试一试黄魔神的真面目 手中的鱼竿 拖着他飞速游去 这是他第二次入水了 上次云娘案在水中差点溺亡 现在他却是不慌不忙 运转着学字走音侧中的避水咒 还有闲心看一看水中的环境 前方有条长长的尾巴 脚的水底天翻地覆 不知跑了多久 对方似乎终于不耐烦了 停了下来 张九阳微微一笑 并没打算战斗 因为龙女早已告诉了他对方的身份 好 两只星红的毛子 缓缓转了过来 好似水底的两盏灯笼 黑色的鳞片 如刀片般锋利 头上身有双脚 体长近十丈 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威严 这赫然是一头龙 一头又龙 尽管早已事先知晓 但当张九阳在水底 近距离与龙接触时 依然有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振战 仿佛遇到了食物链上的天敌 但他很快调整过来 以法力传音 喂 我是你姐姐奥利的朋友 她让我来照顾你一段时间 龙女请她做的事 便是照顾一下离家出走的妹妹 而她自己因为某些事 暂时不能分心 她算到妹妹游到了黄魔滩 便让张九阳去那里将其找出 照顾一段时间后 再带回云梦泽 听到熬里两个字 又龙那双心红的眼睛中 微微露出一丝波动 张开的血盆大口 也为之一顿 行了 跟我走吧 上面还有一个老东西要收拾呢 等会儿给你加餐 张九阳松开鱼竿 转身游去 然而她没看到的是 在她身后 那头又龙的眼睛 却变得越发嗜血和暴力 短暂的犹豫后 她猛地张开大嘴 将张九阳吞了进去 白龙马 提朝西 驮着唐三藏 跟着人涂地 月光下 阿里哼着九哥教她的小曲 带着三大将军满载而归 庆祭坐在她的肩膀上 高兴地挥舞着叉子 昌兵大军再次充实了不守 已经有近两百位了 咦 九哥呢 她眉头一皱 手中双刀浮现 神情变得冷冽起来 仿佛突然换了一个人 黄魔神心中大震 假装看不见她 我问你 九哥呢 她的白裙子渐渐被鲜血覆盖 就连头发都开始变长 浓郁的怨气和煞气席卷而来 让四周刮起阴风 黄魔神知道 不能再装下去了 只能指着水面道 你是说刚刚的那个年轻人吧 她 她被水下的怪物给吃了 不关我的事 我劝过她的 可她不听 阿里的眼睛漆 内间变得血红 冰冷到极致 恐怖而血腥的气势 让坐在她肩膀上的小亲戚 都为之颤抖 呛 她二话不说 一刀砍向黄魔神 刁钻毒辣 想将其腰斩 黄魔神大惊 连忙后退 却还是被擦着肚皮 坚硬的鱼鳞 完全挡不住 那把可怕的粉色菜刀 阴气不断向她体内钻去 还带有某种诅咒之力 伤口无法愈合 如中毒般发黑 好凶的鬼物 她死了 你不是刚好能够脱离掌控吗 你不敢谢我 为何要杀我 阿里一言不发 只是再次举起了手中的菜刀 鲜血将她最喜欢的粉色 都给覆盖了 怪物 你也是个怪物 黄魔神自知不敌 急忙变出真身 扑通一声钻入了水中 昌兵听令 莫 随我杀进水中救出九哥 如果九哥死了 我要这条水域的所有生灵 全部为我九哥陪葬 话音落下 阿里一马当先杀入水中 怨气凝撑的鲜血 向四周扩散 杀 昌兵们感受到了 都昌神王的愤怒和杀意 一个个都瞳孔血红 吼声震天 毫不畏惧地 持刀兵杀入水中 滚滚阴气 都快把黄魔滩给掀翻了 惊涛拍案 势如雷霆 就连沁记也红了眼睛 举着叉子大声喊杀 是要为主人报仇 幼龙吞下了张九阳 试图用牙齿咬碎 然而下一刻 他那双星红的眼睛中 闪过痛苦之色 我顶 他的嘴中 隐约响起张九阳的声音 那个人不仅没有死 而且竟然像石头一样坚硬 不 是比石头更硬 因为他饥饿时 也会吃石头 虽然难吃 但不难嚼动 即便痛苦 他也舍不得吐出 而是继续用力咀嚼 我顶 我再顶 给我顶 他的嘴巴 竟然被声声撬开 张九阳浑身 流转着古铜色的光泽 远远看上起 就好像是一尊铜柱的雕塑 坚不可摧 他用手一点点 撑开了幼龙的嘴巴 那锯齿般的獠牙 咬在他身上 却发出金石之声 摩擦出一道道火花 铜罗汉 刀枪不弱 这个刀枪 可不只是普通的兵器 而是包括那种 削铁如泥的神兵 比如 没有变成斩鬼剑前的太阅剑 即便是斩鬼剑 张九阳也做过实验 砍在自己身上能破防 但是伤口很浅 龙的牙齿自然锋利 但幼龙就差了些 因此 咬在张九阳身上 几乎毫发无伤 不仅如此 他的牙齿都松动了 鲜血流出 终于 在僵持片刻后 他忍不住将张九阳吐出 和张九阳一起被吐出去的 还有他的两颗门牙 碰 张九阳如炮弹般 撞在水底淤泥中 好 暴怒的幼龙 以最坚硬的龙脚朝他撞去 似是要将这个掠牙的食物 给捣成粉碎后 再吃进去 呸 张九阳吐出一口嘴里的淤泥 眼中露出一道凶光 以法力传音道 今天我就替你姐姐 好好管教管教你 法眼 开 灵关绝 开 当阿黎带着昌兵大军杀来时 水中却突然阳气沸腾 竟有赤金色的火焰烧起 遇水不灭 遇输天火 晋升为第三境后 张九阳对天火的操纵能力大大增强 再加上灵关绝的增幅 即便是这些凶悍的昌兵 一时也如遇天敌 不敢上前 阿黎身上的血衣迅速变白 露出一抹笑容 拍拍胸口道 我就说九哥哪有那么容易死 二姐 可是你刚刚好像真的信了 阿黎盯着庆祭 举了举手中的菜刀 我信了吗 没有 绝对没有 二姐聪明绝顶 怎么可能被骗 阿黎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注视着前方的战斗 九哥现在好厉害啊 竟然打得那头龙 毫无还手之力呢 只见亡灵关的虚影 在水底浮现 晶晶怒目 神威灵灵 手中金边 将那头黑色幼龙缠绕 赤金色的火焰 将龙灵都烧得焦黑 好 幼龙连连怒吼 却都无法挣脱灵关炎的金边 被老老实实拽了过来 张九阳松开灵关诀 眉心动开天眼 射出道道金光 照耀在幼龙身上 刹那间 对方的动作 在张九阳眼中变得缓慢 露出了许多破绽 他咧嘴一笑 目光凶悍 有点疼 忍一下就过去了 他如炮弹般 踩在了幼龙的头上 一手抓住龙脚 然后举起了 泛着古铜光泽的拳头 大 一圈圈无形的气浪 在水下扩散 将水草 正得不断舞动 龙族何其高傲 哪里愿意承受 被人踩在头上的耻辱 哪怕只是头幼龙 也被完全激发出了凶性 尽管吃痛 但那双星红的眼眸 似乎更加疯狂了 竟带着张九阳 潮水下的石壁撞去 宁愿撞山而死 也要同归于尽 这么凶 张九阳不再留守 鼓荡周身法力 全力催动铜锣汉秘法 拳头上的骨铜光泽 越发璀璨 几乎凝成了石质 哄 这一拳刚猛无比 携带着百日关后 积累的磅礴法力 当真有开山猎石之威 让暴墓中的幼龙猛的一阵 星红的毛子似是有点 晕 阿黎 带人去抓住那个黄魔神 别让他跑了 张九阳甚至还有闲心 给阿黎传音 好嘞 九哥 阿黎已经完全放下心来 带兵去追杀 那头黄鱼精 将河底翻了个底朝天 最终在几丈深的淤泥里 把黄魔神给挖了出来 昌兵那地毯式的搜索 任你钻地三尺都避不开 昌兵大军压着黄魔神来到岸上 老者浑身湿滴露的 腹部的伤口还在流血 模样极为狼狈 大胆 我乃先帝清风的黄魔神 而等阴兵修得放肆 他外立内人 希望能借大前皇帝的名头 下退这些阴兵厉鬼 此时此刻 黄魔神的心中 已经开始后悔了 他没想到 那个年轻道人 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仅修出了法眼 能和真龙搏杀 还养着这么一群 忠心耿耿的恶鬼 算计来算计去 最后却算计到了铁板上 也只能希望 他们会忌惮一下 大前皇帝的名头了 先帝 阿里侧着脑袋 疑惑道 就是死了的黄帝吗 黄魔神一正 还有 你这么弱 怎么好意思叫黄魔神 来我手下当娼兵 都嫌你老 黄魔神嘴巴微颤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事到临头 他才恍然发现 不管你心思在深沉 算计再多 没有实力 最后也是一场空 他虽然开了灵智 成了妖 但这些年 反而像那些人族的权贵一样 沉溺享乐 经常去参加王公贵族的酒宴 纵情于声色全马 以至于几十年来修为 不禁反退 等到如今寿元将近 才幡然醒悟 默然两久 他颓然叹道 毁之晚矣 罢了 要杀要寡 便随你们吧 阿里眼珠一转 似是想到了什么 对亲戚说道 去拿他练练手 找个洞钻进去捅一捅 亲戚点了点头 神情有些紧张 上下打量着黄魔神 不知为何 黄魔神心中 突然浮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找个洞 哪里有洞 又要捅什么 二姐 那里好像有点臭的 没事 架用棉花塞着鼻子就好了 快点去吧 别让二姐瞧不起你 跟姐出来混 手上没见过血怎么行 好 二姐 那我去了 嗯嗯 二姐 你为什么躲那么远 我怕血见我身上 二姐 你能给我打个气吗 加油 奋发图强 时间一点点过去 水底的龙音声 已经消失不见 水浪也恢复了平静 随着呼拉一声水响 张九阳从水中缓缓走出 一山破破烂烂 露出一身惊悍的肌肉 好似刀削腐匹 在月光的照耀下 仿佛一具完美的雕塑 充满了阳刚之气 他本就换血洗水过 体魄异于常人 再加上铜锣汉之镜的加持 自然是超凡脱俗 张九阳的手中 拽着一根黑色的龙尾 那头幼龙 竟然被他生生砸晕了 拖上岸来 若是仔细去看 还能发现 幼龙的头上 鼓起了许多肉包 张九阳晃了晃 有些发酸的手腕 忍不住感慨 不愧是龙 头是真硬呀 同时他也对自己的进步 非常满意 第三镜后 法力的短板得到提升 甚至能同时使用灵关绝 和欲输天火 再加上不灭金身 对肉身之力的加持 现在的他 几乎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能打能抗 若是在炼成学心雷 还能远程施法 虽然只是一头幼龙 但也胜过了大部分 第三镜的修士 张九阳能比较轻松地 将其战胜 足以说明他现在的实力 不说能不能越境杀敌 至少同阶之中 他想输都难 当然 也要提防那种诅咒类 和精神类的秘法 双面佛那种邪碎 就比较克制他 提龙上岸 张九阳眉头微皱 只见黄魔神早已现出了原形 下半身鲜血淋漓 躺在地上有气无力 那双死于眼 泛起苍白而麻木的目光 刚刚你们做了什么 怎么我在下面 都听到了他的惨叫 他在水下和幼龙交战 正激烈时 突然听到岸上 传来一声响彻天地的惨叫 当真是闻者惊心 听者动魄 其中的悲愤 羞怒 震惊 凄惨 惊恐 绝望 情绪太饱满了 让张九阳的拳头都停顿了片刻 主人 我做到了 庆记从于嘴里钻了出来 挥舞着黄色的小叉子 眼中十分兴奋 等等 为什么是黄色的小叉子 张九阳闻到空气中的臭味 似是明白了什么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头皮发麻 看着鼻子里塞着棉花 满脸兴奋 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的庆记 他摸了摸额头 不是 你钻这个洞呀 怎么我养出来的 一个个都见走偏锋 阳关大道你不走 非要走阳长小道 他上前一步 刚要说什么 却突然感到 手中的重量一轻 那十丈长的幼龙不见了 他手中的龙尾 变成了一只肉嘟嘟的小腿 一个看起来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 被他倒挂着提起 黑衣黑发 脸上也是肉嘟嘟的 圆润如蛋 头上有着几个鼓起的大包 憨声响起 明明是被打晕了 他却睡得很香 而且似乎是梦到了什么好吃的 口水一滴滴落下 张九阳将他放到地上 暂时交给阿黎照顾 他低头望着黄魔神 淡淡道 你对这头幼龙都做了什么 把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一遍 在刚刚的交手中 他发现幼龙的状态很不对劲 仿佛受到了某种惊吓 变得六亲不认 异常疯狂 完全无法交流 否则在他说出熬里两个字时 幼龙就应该会乖乖跟他走才对 黄魔神瘫软在地上 无动于衷 似是在等死 庆记 再穿插一次 吴胡 等等 黄魔神终于有反应了 望着张九阳的眼神 仿佛在看着魔鬼 我都说 别 别再来了 紧接着 他将一切都交代了出来 原来他寿元将近 为了能活下去 便请求那些交好的王公泽族 给自己求来严寿的灵药 但严寿之药何其珍贵 无人愿意帮忙 就在这时 他遇到了意外之喜 一条纹路黄魔滩的幼龙 如果能吃下龙肉 沐浴龙血 他必然能修为突破 再获新生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已经年迈的他 完全不是幼龙的对手 被打得屁滚妙流 好在幼龙天真无邪 并没有对他下死手 观察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了幼龙的弱点 他似乎灵智未开 显得稀稀懂懂 只是靠本能在行动 除了睡就喜欢吃 甚至连石头都吃 抓住这一点 黄魔神找那些权贵 要来了大量的毒药 然后让自己的鱼子鱼孙吞下 再送给幼龙吃 本以为能将其毒死 却不想幼龙体质惊人 并没有死 反而开始变得疯狂 见谁就要 再然后 他眼见毒计不成 便生出了一个 更加恶毒的计划 他让原本平静的黄魔滩 再次掀起风浪 故意将几个人卷下岸 自己偷偷吃掉 却栽赃嫁祸给幼龙 希望能引起青天坚 或其他修士的注意 然后和这头幼龙 拼个你死我活 他在作收鱼翁之力 因此 当张九阳刚刚一到 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迫不及待地现身相见 想营造出一个善良 正义 又年迈无奈的形象 先入为主 却不想 对方竟然有着 极为罕见的法眼 而且 实力出乎他意料的强悍 以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聪明反被聪明误 求你 刀抬贵手 放了我 我有价值 我和许多大官都有交情 只要你 给我点龙血喝喝 我愿意当你的手下 为你效力 张九阳摇摇头 淡淡道 你最大的价值 就是这身鱼肉 阿丽 宰了它 我要吃烤鱼 顿了顿 他着重强调道 洗干净点 黄磨瘫 黄火旁 数百斤重的黄鱼精被放血 刮铃 掏去内脏 在水中洗了又洗 清洗掉所有的污汇 阿丽手法娴熟地将鱼骨剔出 鱼肉切割成树块 分别用几根削尖的木棍串起 放在火焰上烘烤 至于那些鱼骨 也没有浪费 混着鱼头 和黄鱼精最有价值的鱼镖 一起煮成高汤 一鱼两吃 张九阳看着他 从肚子里取出盐巴 蜂蜜 黄油等物 一边翻烤鱼肉 一边均匀地撒上去 不一会儿功夫 那浓郁的肉香 便弥漫开来 刚刚大战了一番的张九阳 顿时就饿了 庆济在张九阳的要求下 洗了四五遍藻 皮都快搓红了 包括那把宝贝叉子 也洗了又洗 他煎着鱼肉的香味 垂涎欲滴 这黄鱼精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到底也有几十年的道行 鱼肉富含灵气 能强身健体 对他这种水泽生灵而言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以后也不要什么洞都钻 做妖呢 也要有点底线 张九阳语重心肠地劝道 知道了主人 以后我只钻那个洞 不钻其他的 庆济很为自己能参与战斗 而感到兴奋 手中小叉子连连挥舞 似是在怀念着自己 第一次的英勇战斗 主人 从这次的战斗来看 叉子的威力还是太小了 嗯 有了 他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一只叉子 道 变 在水泽精气的操纵下 那把黑色的小叉子 变成了一根 狼牙棒 他试着挥舞几下 满意地点点头 张九阳 九哥 可以吃了 小厨娘阿黎 将刚刚烤好的鱼肉 递给张九阳 庆济想要上去蹭一口 却被阿黎一瞪 先让九哥吃 张九阳哈哈大笑 将鱼肉分成三块 放在两人面前 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咱们一起吃 无狐 庆济开吃 三秒后捂着肚子 打了个宝格 竟是饱了 毕竟两寸的身躯 本就吃不了多少 阿黎则是用嘴一吸 便能将食物中的精气 吞入腹中 既能品尝美味 还能不留下残渣 那鱼肉虽然看起来完好 但失去精气后 已经没有了任何味道 张九阳大块朵鱼 连鱼刺也不用管 全部咽下去 毕竟以他现在的肉身 根本无惧这些小刺 大块吃肉 渴了就喝一口鱼汤 经过烹煮 骨肉几乎都快化开了 汤汁橙乳白色 只撒上一些盐巴 便十分美味 没多久 上百斤的鱼肉 竟然被他一个人吃了小半 他的肚子 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好似一个绞肉鸡在转动 强大的内脏将食物迅速分解 化为能量 滋养着四肢百骸 在不灭精神的修行中 药膳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吃饭本身就是一种练功 古代修行有成的真人 可以日誕一牛 然后数十日不时 比如张三丰 据史料记载 张真人一顿 能吃十个彪形大汉的饭量 而后十日不时 神意非常 张九阳虽然还未到这个境界 却隐隐有了一丝雏形 一只小小的身影 像虫子一般爬了过来 而后猛地咬下一大块鱼肉 眼睛瞬间亮闪闪的 仿佛从未吃到过 如此美味的东西 阿吴 他又咬了一大口 幸福的简直要流出眼泪 太好吃了 实在是太好吃了 几乎都没有咀嚼 鱼肉便进了他的肚中 就在他准备吃第三口的时候 一只手将他提了起来 他在空中张牙舞爪地 挥动着自己的小短手 对着张九阳 露出一个凶狠的表情 如护实的野兽般 死牙咧嘴 然而 那张缺了两颗门牙的脸 却怎么都凶狠不起来 反而很想让人掐一掐 那肉肚肚的腮帮子 咦 是在换牙漆吗 哦 好像是咬我十个掉的 能说话吗 看来不能 那会写字吗 把你的名字写一下 我总不能叫你小龙女吧 我是你姐姐奥莉的朋友 奥莉 你姐姐 这你总该知道吧 听到姐姐的名字 张牙舞爪的小女孩 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目光依然停留在鱼肉上 不断比溜着口水 张九阳将他放在地上 下一刻 他就要扑向鱼肉 碰 张九阳狠狠敲了他一下 疼得他献牙咧嘴 想咬张九阳 但看着对方举起的拳头 眼中顿时露出一丝畏惧 他还记得自己 是被这个人用拳头给砸晕的 能听懂我说话吗 听得懂就点头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张九阳终于松了一口气 能听懂就好 这就说明还能交流 奖励你一块肉 张九阳拿一块鱼肉给他 so 几乎是残影闪过 鱼肉便被他吃了进去 由于肉不少 他的腮帮子鼓鼓囊囊的 像一只贪吃的小仓鼠 张九阳试探性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进食中的小幼龙倒是安安静静 也不抗拒他的抚摸 接下来我问价值需点头或摇头 回答得好 还有鱼肉给你吃 知道了吗 听到还有鱼肉吃 小幼龙连忙点头 我是你姐姐的朋友 他让我照顾你一个月 这一个月你就跟着我 听我的话 知道吗 或许是吃下美食的原因 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再加上张九阳的武力威慑 终于冷静了下来 姐 姐 他竟然开口说话了 声音十分清脆 就是有些含糊不清 张九阳目光一动 还以为他会说话 但问了几次后才发现 他只会说姐姐 其他什么都不会 不过这小幼龙看他的眼神 倒是亲切了许多 你叫什么名字 会写字吗 他认真想了想 然后用一根手指 在地上歪歪扭扭地 写出了两个字 哦 呀 张九阳意识到了一些不对 他能听懂人的话 也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却只会说姐姐 而且表现出的灵质太低了 和其他动物千辛万苦 才能开启灵质不同 龙这种古老而强大的生灵 天生就有极高的智慧 即便是刚出生的幼龙 应该也不至于如此稀动 敖牙两个字 似乎是他被教了千万遍 才勉强学会的 即便如此 敖子因为笔画太多 还写得七零八落 差点没认出来 就在他思寸时 敖牙却是着急了 口中发出野兽般急促的叫声 张九阳意识到 是自己没有给鱼肉 连忙喂给他一块 然后摸着他的脑袋 道 以后跟着我 有吃不完的肉 但你要听话 知道吗 敖牙用那双漆黑的眼睛 凝视着张九阳 梁九点了点头 姐姐 好好 知道你想姐姐 等一个月后 我就带你去见她 龙女四世要闭关修炼 所以要张九阳等一个月 再带妹妹回云梦泽 想到此 她轻轻一叹 这还没澄清呢 身边就有两个小朋友了 她和小姑娘倒是有缘 怎么就不能多一些大姑娘 也不知道这小姑娘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敖里竟然也能放心 让她在外面待这么久 小小年纪 就体会了一把人间险恶 想到此 张九阳摸着她的脑袋道 你放心 跟在我身边 不会有人在欺负你了 那个欺负你的鱼妖 已经被烤熟了 当然 你也不许欺负别人 更不能随意 展露真身 不然我还敲你 知道吗 她缩了缩脑袋 点点头 行了 阿丽 收拾一下 咱们回去吧 从刚刚到现在 阿丽的目光 都一直望着敖牙 眼珠子不断转动 不知 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张九阳瞪了她一下 示意不要欺负敖牙 鱼肉吃完 她起身想去换一身衣服 结果发现 敖牙也跟了过来 只是她仍然像虫子 一般在地上爬着 仿佛手和脚都没有骨头一样 得 不仅不会说话 还不会走路 阿丽见状目光一动 拽着张九阳的衣袖撒娇道 九哥 要不咱们换一种方式回去吧 什么方式 走水路 你折船了 没有 但是 阿丽望着在地上 蠕动的敖牙 眼睛亮平平的 我有比船还要微风还要快速的办法 一刻时候 张九阳 庆纪和阿丽站在黑龙的背上 顺着江水向青州城的方向而去 迅疾如风 两岸的风景快速后退 阿丽兴奋极了 她站在龙头上 一手拽住龙脚 一手指引着方向 好似一艘大船的学舵者 乘风破浪 当然 作为回报 她要不识投喂上一些肉块 这才让敖牙心甘情愿 长风吹动她的衣裙和头发 这风驰电掣般的速度 让她咯咯直笑 九哥 我好威风啊 塔丽 终于骑上龙了 只可惜 这头龙还太小 不会飞 只能在水里游 来时马车走了两天 但骑着龙 却只需一夜 不到 在天还未完全亮起时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青州城外的松林河中 真龙的气息 不知经走了多少水中生灵 小小的松林河 七十间似乎多了一种灵气 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水则之中若有龙居 很快就会成为一块风水宝地 潜水里养不出真龙 但真龙却可以养水 No 敖牙发出龙鹰之声 是一种源自本能的示威 紧接着 飞鸟入林 百兽金黄 再也不敢来此饮水 街色色发抖 张九阳纵身上岸 阿里也飘了上来 同时对敖牙招手 四妹 咱们回家了 好家伙 已经认了姐妹 敖牙飞身上岸 重新变成黑衣黑发的小姑娘 肉嘟嘟的脸蛋 在地上摩擦着 腰部一甩爬来爬去 就像是在用脸扫地一样 张九阳连忙将她提起来 看着她脏兮兮的脸蛋 和那双乌黑透亮的大眼睛 忍不住笑道 你说你 都是龙 怎么就和你姐姐差那么多 话说你姐姐小时候 不会也是这样吧 想起那位白衣青城 风华绝代的龙女 张九阳就很难想象 她小时候爬行的样子 太会形象了 似是意识到 张九阳在说姐姐的坏话 熬牙顿时愤怒了 现牙咧嘴 一脸凶狠 直到阿里往她嘴里塞了一颗糖 从未吃过糖的熬牙 直接就酥马了 那种甘甜像电流一般 刺激着她的胃苗 幸福地让她忍不住露出了一个 缺少门牙的笑容 回到青州城后 张九阳趁着熬牙睡着 抱着她去看了大夫 一来她吃了那么多剧毒 不知道是否有样 二来她总觉得 熬牙的灵质太过低下 有些不对劲 青州最好的大夫 给熬牙把了半天卖 胡子都揪掉了几根 一脸匪一所思的样子 这位小兄弟 你女儿容金胡猛 脉搏强劲得不可思议 哪里有一丝中毒的迹象 她说这话时都不可思议 一个看起来三四岁的小姑娘 怎么会有如此强劲有力的脉搏 简直和打雷一样 那她的脑袋呢 可有治愈的希望 这孩子到现在都不会说话 荣老夫扎个针 啪 银针断了 熬牙的皮肤完好无损 张九阳和大夫面面相去 令千金 有些许皮厚呀 可能是你的银针秀了 不必扎了 就直接说你的推测吧 大夫长叹一声 表情宁重道 令千金看上去 应是吃鱼之症 而且是先天行程 这辈子怕是难以通知了 吃丝便是后世的智障儿童 也叫喜哈 他们的智力 很难达到正常水平 有的甚至一辈子 都停留在孩童时期 一头龙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这时 大夫望着张九阳 摇头道 如果老夫没猜错 尊夫人在怀胎时 怕是受到过什么刺激 以至于令千金先天有损 别说治好了 他能生下来 都是个奇迹 怀胎时 受到了某种刺激 张九阳望着熟睡时 显得乖巧可爱的敖牙 肉嘟嘟的脸蛋 透着几分红润 似乎在梦中遇见了美食 还在微微搅动 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 能让一头龙 得了难以根治的吃鱼之症 以龙女的神通 都无可奈何 他再次想到了老龙王之死 当年的事情 似乎又多了一层疑云 就在这时 敖牙眼皮一颤 缓缓醒了过来 漆黑的大眼睛 透着一股迷茫 好似在想我是谁 我在哪 姐 姐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就要像虫子一样爬下去 张九阳连忙将他抱起来 好在他还记得 这个将他砸晕的可怕男人 没有挣扎 乖乖地将下巴 搁在张九阳的肩膀上 乌黑的大眼睛盯着大夫 仿佛在想 这个能不能吃 大夫却是动了恻隐之心 觉得这个女娃娃太可爱了 叹道 小兄弟 以后别对她有太高的要求 其实人活在世上 什么都不懂 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开开心心过一辈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难道 阿乌 敖牙张嘴 将飞到他跟前的大鹅子 给吃了下去 嘎嘣脆 嗨嗨 有些事情 还是不能做的 为了改正敖牙什么都吃的毛病 张九阳给他买了很多好吃的 什么烧鸡 制羊肉 蜜饯 樱桃碧螺 到家时 他一手吃糖葫芦 一手吃糖仁 嘴里还塞着一大堆蜜饯 整个人已经陶醉了 阿丽 这段时间你多带他玩玩 对了 先教他走路 刚刚大夫说的话 阿丽在阴偶中也都听到了 此刻他望着敖牙的眼神 多了一丝心疼 整个人温柔了许多 走吧 姐姐陪你玩 阿丽抱起他 声音柔和 九哥要修炼 姐姐教你走路 学会了给你做好吃的 明明自己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却已经开始照顾起了弟弟妹妹 虽然现在的他 成了令许多人谈之色变得厉鬼 怨气之重 超过了普通的胸脊斜碎 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却从未改变 阿丽还是那个穿着破旧的围裙 远远看到他 就会在馒头铺前 开心挥手的小姑娘 张九阳望着他们在树下的身影 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 时间飞逝 光阴如梭 转眼间 又是时日匆匆而过 这十天 堪称是张九阳过的最平静 最安心的十天 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家中修炼 或练气 或断体 或画符 或练剑 觉得累了 便出去走一走 看看戏 听听曲 吃点路边小摊的扫子面 家中三小 已经彻底玩到了一起 弟弟妹妹都是水泽生灵 阿丽便难得大放了一回 花大钱找人拓宽了池塘 使其变成一个小湖 二妖异鬼 便常常在湖中嬉闹玩耍 搅得水花汹涌 有时还会去青州城外的松林河中玩闹 以至于青州城中 渐渐流传出了松河水怪的传说 有人说是蛟龙 有人说是大蛇 张九阳很喜欢这种生活 不吵 也不孤独 既有人间烟火 又不乏世外之意 但当脑海中那枚黄泉令 再次荡漾起乌光之时 他便知道 这种安静的生活 恐怕要告一段落了 看起来 下一次黄泉之剧 已经不远了 张九阳目光微动 花皮主不死 他在黄泉之中 就始终有块挡路的丸石 那是一条藏于暗中的毒蛇 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咬他一口 其实 现在其他天干 都在等着看一出龙虎斗的好戏 他和花皮主的胜负 对日后的谋划至关重要 要是他输了 黄泉之中 便就永远抬不起头了 想了想 他将意识沉入黄泉令 再次试着和太阴沟通 老七和他关系不错 但身在大前之外 知道的东西也有限 能帮到他的地方不多 那位画风格格不入的黄泉仙子 或许能成为下一个突破口 在吗 等待许久 太阴都没有任何回应 张九阳摇摇头 看来没指望了 就在他准备退出黄泉令时 一道声音却悠悠响起 冤家 这么久了都不找妾身说话 还要妾身主动找你 管人好生无情啊 那熟悉的慵懒和妩媚 仿佛有红唇在耳边轻轻吹气 令人骨头都酥了 月神主动和他联系 想起这位可是皇宫里的妃子 甚至有可能是皇后 张九阳眼中就露出一丝怪异 皇帝这帽子可真够虑的 收起你那套令人恶心的魅属 否则一切免谈 月神娇声浅笑 那种浑然天成的魅惑让张九阳气血一荡 这个女人似乎真有勾魂夺魄的魅力 只是一个声音就能撼动她的道心 郎君莫要生气 妾身这次找嫁 可是出于好心呢 什么好心 有一个关于画皮主的消息 不知道郎君想不想要 张九阳心中一动 但声音依旧淡漠 你想要什么 哼 这个消息是送的 毕竟谁叫我的阎罗大人 那般令人痴迷留恋呢 我家那位小宿女 现在可是天天喊着你的名字 登上极乐呢 张九阳微皱眉头 这群邪碎都是无力不起走 会这么好心无偿送她消息 不必藏着掖着 说出你的要求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阎罗大人呢 我要你 换我一声姐姐 如何 张九阳瞬间有种被调戏的感觉 不说就滚 别生气嘛 切身说就是了 她竟像是个被丈夫训斥的小媳妇一般 唯唯曲曲道 画皮主离开扬州了 而且带了不少人 张九阳猛地一震 从她离开的方向来看 可能是奋州 可能是雍州 当然 也可能是郎君所在的青州 张九阳瞳孔一鸣 瞬间嗅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 月神曾说过 画皮主的牢果在扬州 而且似乎在守着什么东西 从不轻易离开 这次不仅离开了 还带了不少人 必然是大动作 能让第六境的画皮主 如此大动干戈的人不多 与她结下死仇的阎罗 绝对算一个 难道画皮主是 得到了她的某些情报 准备先下手为强 想起那只因这儿险恶的眼睛 张九阳心中一灵 如果真是冲她来的 那事情就严重了 像画皮主这种人 不出手 所以 出手就意味着 她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给猎物设下了陷阱 哼哼 我倒希望她来青州 张九阳声音平静 道 这样 也省得 我去找她了 月神娇笑道 不愧是让妾身念念不忘的男人 好生霸气 妾身现在心跳得好快 好想让你摸一摸 亲自感受一下呢 真是个妖女 张九阳深吸一口气 突然道 月神 画皮主的墨下 有你的人吧 她身在京城皇宫 却能得知画皮主的举动 如果说没有戏作潜伏 张九阳是绝对不幸的 郎君好生聪慧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叫姐姐 可不行 得是 好姐姐 张九阳冷哼一声 直接退出了皇权令 她心中对这个月神 更加忌惮了几分 连画皮主的势力 都能被她 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去 此女心机之深沉 手段之莫测 令人生畏 她虽然身在皇宫 但其背后 绝对另有一股庞大的势力 在为其效命 宿女不过是一枚小棋子 这些黄泉斜碎 果然一个比一个不简单 不过目前看起来 月神和画皮主之间 并没有深交 反而有些看不对眼 她似乎更希望是我赢 但她绝不会亲自下场 口中虽然叫得亲热 却是想借刀杀人 甚至于 还想坐收渔翁之力 张九阳眉头紧皱 得知画皮主有所行动 她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如梗在喉 对手似乎已经领先了一步 难道是 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九哥 我们回来了 阿黎蹦蹦跳跳 敖牙则是在后面 手脚并用地爬着 哪有一丝龙的风采 简直就像是一只小狗 但张九阳却知道 阿黎已经尽力了 敖牙实在是学不会双脚走路 能像野兽一样 四肢行走 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她微微一笑 眉宇间的凝重和忧愁 全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和自信 虽然走在深渊边 但她不愿把这份沉重 带给自己的家人 九哥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阿黎望了一眼敖牙 敖牙深吸一口气 努力张大嘴巴 道 姐 姐 就在张九阳疑惑不解时 姐 夫 她猛的一阵 如浅雷劈 阿黎笑嘻嘻地立在原地 道 九哥 怎么样 敖牙会说新的话了 张九阳汗言 会说新的话是好事 但还是不能乱叫 她可不想被龙女一巴雪拍死 阿黎做了个鬼脸 去厨房忙活了 敖牙爬到她身边 蹭着她的小腿 道 姐 福 姐 近时越教越顺畅 也不知道阿黎教了多少遍 张九阳想纠正她都不听 她苦笑一声 而后摸了摸敖牙的脑袋 为了些吃的 才总算堵住那一声声催命般的姐夫 吃完肉 她一个人趴在门口 望着东边的方向 神情似是有些失落 想姐姐了 张九阳坐到她身边 胶牙连忙点点头 看到她眼中 那对姐姐毫不掩饰的依恋 张九阳突然有些好奇 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敖利说 妹妹是离家出走 但根据这些天的接触 她发现 敖牙虽然有些顽皮 但提起姐姐 那是格外的温顺和依恋 怎么会离家出走 听到张九阳的话 敖牙的眼睛突然红了 仿佛一只受尽委屈的右兽 姐姐 姐 她努力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显得十分着急 用手不断敲自己的头 下手很重 砰砰直响 张九阳连忙按住她 道 没事 说不出来就不说 她望着张九阳 似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自起张九阳的手 握成拳头 往自己的头上砸去 你这是做神 张九阳的声音戛然而止 似有一道电光 在她脑海中闪过 难道是 她眸光一鸣 沉声问道 敖牙 你是说 是姐姐赶你走的 你不走 她就打你 敖牙眼睛通红 翁满了泪珠 她用力点点头 然后钻进张九阳的怀中 发出乌液之声 龙王妙 张九阳手持三根香 躬身一拜 准备插进神像前方的香炉中 平道张九阳 有要事相伤 请龙女现身相见 云梦泽离青州城有几百里 几乎在青州边界了 她暂时来不及赶过去 想要确定龙女安危 最快的办法 就是上香共情 然而诡异的是 她的香刚刚插上 竟然就自己熄灭了 张九阳再次点燃 又再次熄灭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神之拒绝了她的香火 这一点基本不可能 因为前两次 龙女都无法反抗 不得不从云梦泽中 飞来降雨 或对付英兵 以至于她不得不拿出 一颗水泽宝珠来和自己交换 这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 即现在的龙女 根本无法完成她所请求的事情 甚至往更糟糕的地方想 龙女已经不在了 想到此 张九阳看了一眼 在庙中爬来爬去 在四处找张罗和蜘蛛吃的熬牙 漠然不语 龙女出事了 所以 那么宅的她 才会亲自来青州 不惜闯上青楼 请她照顾一下自己的妹妹 好的呢 什么事都可以答应呢 张九阳想起她当时干脆地回答 心中总算明白了 她以为她 只是随便找个人照顾一下顽皮的妹妹 却不曾想 那是脱姑 我没有朋友呢 想起她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平静 张九阳心中突然有些动容 一个人到底要经历过什么 才会在脱姑之时 如此平静 如此不动声色 她应该是预感到了什么 所以才把患有吃丝之症的妹妹 强行赶了出去 担心妹妹无法安身立命 她只能在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人中 勉强选出一个值得信任的 什么样的事情能威胁到龙女的生命 除了修行本身的天洁 张九阳能想到的 便是化皮主 月神说 化皮主突然离开了扬州 还带了不少人 显然是有大规模的行动 青州亦是其前往的方向之一 之前张九阳以为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现在她觉得 对方是冲着龙女来的 原因很简单 龙女曾经和化皮主交过手 保下了二眼 以化皮主牙字必报的性格 不可能不记恨 更何况一头修行有成的白龙 这本事就是一大诱惑 化皮主怎能不对那身龙皮垂涎欲滴 一念即此 张九阳当机立断 立刻赶往云梦泽 龙女绝不能死 她如果死了 化皮主的实力会进一步变强 而自己就会少一个天然的强力盟友 更主要的是 张九阳望着老龙王的神像 看着秀慈祥的笑容 想起了青州曾经数十年的太平风雨 不管老龙王为何陨落 这样一个活人无数造福万民的神知 她一定要保下其后人 有功于天下者 不可绝其后 敖牙已经得了知不好的吃鱼之证 敖利不应该再出事 她话来阿黎和庆祭 先是将一封信交给庆祭 命她即刻送给京城的月灵 信中简单交代了敖利和化皮主的事 并请她塑调人手增援云梦泽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亲自来一趟 张九阳则是和敖牙 阿黎立即动身前往云梦泽 他们走水路从松林河出发进入红江 而后直奔三百里外的云梦泽而去 敖牙听说要回家 立刻便卯足了进拼命游 虽是幼龙 但速度依旧是风驰电掣 在这张九阳和阿黎乘风破浪 有时候为了避人耳目 甚至还要潜下水中 就这样 在日落时分 张九阳便来到了云梦泽附近 云梦泽 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传说这里曾有神女居住 绵延数百里 是青州水脉的源头 只是后来渐渐干涸 到现在只剩下了数十里 即便如此 云梦泽依然号称是人问仙境 每当有雨水落下 水面上便会荡起一层仙气般的水雾 朦朦胧胧 若隐若现 则中鱼类丰富 两岸植被茂盛 一方水土 不知养活了多少生灵 就连附近的几个村子 也都是靠云梦泽活着 但当张九阳看到云梦泽时 却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两岸一片焦黑 四周群山崩腿 断目横飞 就连那清澈浩渺的云梦泽 也泥沙俱下 浑浊不堪 呈现出一种乌黑之色 数不清的鱼类尸体 漂浮在水面上 风一吹 那股浓浓的恶臭味 令人作呕 云梦泽 已经成了一片死泽 不仅如此 这水里似乎被人下了毒 水质有种乌黑之色 闻着令人有些头晕 敖牙发出一声声稚嫩的龙吟 在呼唤自己的姐姐 然而 不管他如何情真意切 都迟迟没有见 那道白衣身影现身 九哥 这水里被人施法下过咒 同样拥有诅咒能力的阿黎 盯着水面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了不对劲 道 好厉害的咒术 这还是已经随着时间淡化了许多 即便如此 现在的水普通人 喝了也要大病一场 并非下毒 而是诅咒 咒杀整片水域的生灵 可是有点奇怪 九哥 这咒术 虽然比我要强很多 但也不可能 伤到龙女姐家 阿黎不解道 张九阳默然片刻 开口道 他并没有妄图靠咒术来杀龙女 下咒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污染这方水域 好让龙女无法借助水泽之力 这是府邸抽薪的狠招 龙游水中 便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 画皮主要先将其逼出来 使其无法借助水泽的力量 张九阳望着四周的焦土 还有那天崩地裂般的战斗痕迹 知道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 画皮主已经动手了 就在这时 只听扑通一声 熬牙换不来姐姐 便冒着重周的风险 果断跳入了水中 张九阳没有犹豫 立刻跟着跳了下去 阿黎一时伴随左右 两人握着龙脚 感受着冰冷的湖水 其中藏着一股诡异的力量 似是异病之气 想要往张九阳的毛孔里钻 是残存的咒术之力 但张九阳身上配有五雷符 正大光明的雷霆之力 隔绝了那些咒术的入侵 颈尖的冥王吊坠 意识变得温热 他暗暗心惊 这还是淡化了许多 要是在咒术威力最强盛的时期 普通人真是粘着就死 就算是第三劲的修士 没有护身法宝 也别想下水 墨运避水咒 他和阿黎随着敖牙 深入云梦泽 不断下潜 沿途的景象令人揪心 到处都是漂浮的尸体 终于 在下潜了数十丈后 敖牙发出一声龙吟 猛地朝一块石壁撞去 阿黎试图阻止 却听到张九阳的声音响起 相信他 他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下一刻 敖牙撞在那平平无奇的石壁上 但并没有预想中的撞击感 反而像是穿越了一个气泡 当张九阳再次睁开眼时 不禁为眼前的美景而感到震惊 只见水底竟出现了一座琉璃般的水晶宫 四周生有宝树 枝条垂下万千丝韬 如夜明珠般流转灰光 整座宫殿华美而典雅 亭台楼阁 雕梁画洞 精美绝伦 浑然不似人间之物 唯一可惜的是 受咒术影响 许多奇珍异草 已经纷纷枯萎 一些龙女点化的虾兵蟹将 也都成了尸体 敖牙带着他们游入水晶宫 穿过一层层无形的阵法 最后到了龙宫的最深处 也是他们姐妹的寝居 然而里面空无一人 张九阳看着四周仍然完好的布局 心中一动 这说明 画皮主并没有进入过这里 否则不可能还如此井井有条 突然 敖牙四世感受到了什么 神情漠然振奋起来 他发出一声龙吟 带着张九阳和阿里游向某处 张九阳精神一震 难道龙女还活着 就藏身在龙宫中 很快 敖牙带着他来到了龙宫宝库 里面有许多奇珍异宝 三尺长的红玉珊瑚 翡翠雕成的假衫 黄金大顶 由72颗东海珍珠编成的项链 每一样拿出去 都是价值连城的人间奇珍 张九阳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传说中 龙宫都是金碧辉煌 藏着无数一宝 对于爱才的人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但他的目光 却是被一道身影给吸引了 他穿着一袭白衣 静静坐在由树藤边城的秋千上 脚下云履仙尘不染 长发倾斜如铺 仿佛已经等了很久 又仿佛只是刚刚坐下 角如明月 静若兰花 一世而独立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没有戴着面纱 那张倾国倾城 不属于人间的容貌 也展现在了张九阳的面前 秒顾设之山有神人烟 肌肤若冰雪 绰约如厨子 不参无骨 西风引鹿 他的脑海中 一时间能想到的 唯有庄子 到摇游中的文字 或可写出龙女的美貌 霉焚秋水 木若流离 冰雪为骨 明月作魂 七时间 宝库中的金玉奇珍 都为之失色 熬牙十分兴奋地朝龙女游去 想要扑进姐姐的怀抱 然而却直接穿过了龙女的身体 撞在了墙上 张九阳的心沉了下去 张九阳 你还早了呢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即便只是一道原神化身 竟也能和人交谈 谁叫你骗我 说是赵看妹妹 其实是脱姑 难怪你说什么都答应 原来是打算一死了之 不准备兑现 张九阳上前一步 质问道 老李 你如果真当我是朋友 就告诉我 现在你的真身在哪里 我还能救你 他学心的那颗金质 蕴含着那位高僧的最后法力 能开一次不灭金身 八镜之下 金刚不换 即便面对画皮主 他也有信心救出敖莉 最怕的是 木已成舟 敖莉已经生死 那他就回天乏术了 不过他的原神化身还在 真身应该还没有死 谢谢佳呢 敖莉一挥衣袖 一样东西 落在了张九阳手中 那是一颗水晶状的宝石 里面竟然藏着几道 淡青色的雷霆 触感温热 我把春雷装进了这脸 顿了顿 他解释道 张九阳 我没有骗你呢 张九阳还想说什么 他的身影却渐渐变淡 仿佛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使命 消耗完了所有力量 最后望了一眼妹妹 小鸭 你要听她的话呢 然而最后那个那字 却只是发了个声 终究没能全部说出来 敖莉的身影彻底消散不见 张九阳心中一沉 这说明敖莉的真身 已经非常危险了 所以 化身的力量才如此弱 他特意留一个化身 就是想说明自己没有欺骗 好叫他不要生气 不要怨恨于敖莎身上 选在龙宫宝库 而不是请居 则是为了告诉张九阳 照顾敖莎 这些都可以送给他 然而张九阳对这些奇珍异宝看也不看 气弱必斩 上岸 我们去救你姐姐 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无论如何 他都要尽力一事 敖莎用力点点头 带着两人迅速游到岸上 阿黎 放出所有昌兵 漫山遍野地去找 敖莎 你对你姐姐的味道最熟悉 现在好好闻一闻 看能不能找到他 张九阳则是盘膝闭目 意识沉入皇权令 沟通月神 冤家 等一下 妾身正在忙呢 等不了 现在 立刻告诉我 画皮主在哪 说了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说 张九阳的声音冰冷 充满了戾气和杀意 我连你一块仔 听到张九阳的话 感受到其中浓浓的威胁之意 月神明显震了一下 他能感受到 阎罗似乎是动了真格 很明显 画皮主让他动了真火 到底是什么事 会让这位不可一世的阎罗 如此迫不及待地 要对画皮主下手 没有思考多久 他轻笑一声 道 狼君好生霸道 没办法 谁叫妾身 就喜欢被你这样对待的驱水村 他说出了一个地名 却又补充道 画皮主在不在 那我不知道 但这是我的人最后传来的消息 张九阳心中一动 他果然在画皮主身边 安插了细作 他叫小蝶 手腕上有一个蝴蝶胎记 你若是见到他 便说蝶子北方来 他会说偏偏无所依 你再答错了 应该是偏偏无所归 这是暗号 当然 如果他死了 月神的声音微微一顿 而后道 帮我把他埋了吧 说这句话时 他的声音不再慵懒而妩媚 而是有种莫名的复杂情绪 画皮主心诗动众出扬州 小蝶意识跟随的人之一 但画皮主是个老狐狸 心思深沉到可怕 即便是亲近的人 也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驱水村 便是小蝶最后传来的消息 之后便再无音信 多谢 张九阳退出皇权令 迅速睁开双眼 对着还在四处搜寻线索的 阿里河熬牙道 走 我们去驱水村 云梦泽附近有好几个村庄 皆一副大则而生 靠水吃水 环绕分布 驱水村 便是其中之一 太阳还未完全下山 张九阳远远看到 村子中一片死寂 不仅没有吹烟升起 而且还有大片地方 变成了焦黑色 就好像整个村子 都被天雷劈过一样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土地也是十分潮湿 仿佛这里 曾被大水漫灌 张九阳心中 浮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里提醒道 九哥 好重的死气 应该死了不少人 张九阳握紧手中的掌轨剑 提纵法力 周身轻盈 脚尖在树梢和防梁上 轻轻一点 如飞燕般 在驱水村中穿行 他微微皱眉 阿里闻到了死气 可是这里怎么一具尸体 都见不到 路旁他还看到了一座庙 上面写着玉女庙 庙中供奉的 竟然是白衣龙女敖利 戴着面纱 踏浪而行 手持一根玉箫 气质空灵 身姿曼妙 但张九阳注意到 敖利的神像上 生出了道道裂痕 神庙的屋檐上 都被天雷给劈出了一个大洞 四周多处焦黑 以敖利的性子 肯定是不会理会这些香火 但驱水村的百姓 靠着云梦泽吃饭 或许有人偶然间遇到过他 口口相传之下 便杜撰出了一位湖中玉女 破碎的神像 似是在预示着什么 让张九阳心中的不祥预感 更加强烈 他睁开眉心法眼 金光绽放 看到了远处 有股黑气直冲云霄 张九阳连忙顺着黑气过去 一手持剑 一手持武雷服 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阿里手持双刀 一群渐渐被鲜血染红 敖牙一时露出了一个凶狠的表情 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嘀吼声 但当张九阳拐了几个弯 亲眼看到黑气的源头时 却不禁愣在了那里 倒吸一口冷气 尸体 小山般的尸体被堆在了一处 看相貌 似乎都是这里的村民 更恐怖的是 尸堆前 有鲜血凝成的四个大字 黄泉言罗 张九阳眸光一鸣 好一个栽赃家伙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声音 头 糟了 驱水村果然也遭殃了 几道声音赶来 速度极快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不许动 你是谁 他们看到了助力在尸堆前的张九阳 神情一阵 或是手持符传 或持法剑 同镜等物 遥遥锁定着张九阳 最先赶来的是三个人 揭穿着青天间特制的官袍 两男一女 看起来很年轻 从官袍的制式来看 应该是司辰 头 这里有个可疑之人 他旁边还养着一只 凶级的女鬼 不对 还有一只妖 其中一个面容清秀的男人 突然大声喊道 他的双眼 有着一种淡紫色的光芒 似乎是某种铜竹 竟然看出了阿里 和熬牙的真身 但也因此 让他变得格外紧张 那可是凶级 对司辰来说 凶级已经超出了 他们的能力范围 能豢养如此鬼物的人 又该是何等可怕 还有那个在地上爬行的小女孩 速度当真是快如闪电 刷的一下就窜上了房梁 对他们牙咧嘴 口中竟发出一种 低沉如野兽般的声音 虽然张九阳看起来比较正常 面上也无邪气 但身边有一鬼一妖相随 怎么看怎么诡异 另外一男一女文言 咽了口唾沫 皆握紧手中的法器 他们的面容看起来十分稚嫩 似乎才当上司辰没多久 眼中还有几分忐忑 和老高那种老司辰的差别很明显 张九阳的目光 在他们脸上扫过 而后望向他们的身后 缓缓露出了一丝笑容 没想到他相遇故知 李兄 好久不见 一道身影缓缓走来 手提一杆混铁大枪 身如兽虎 气质冷峻 脸上的那道伤疤 更添了三分彪悍 四目相对 李燕那张肃穆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小九 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你 两人曾并肩作战 从英兵大军中杀出重围 虽然相识不久 却有了过命的交情 阿黎挥舞着菜刀 开心道 李大叔 好久不见 李燕望向他 点头笑道 小阿黎 好久不见 那三个司臣则是一脸诧异 头不紧笑了 而且还是对一个女鬼露出了笑容 这怎么可能 谁不知道 青天间虎娇李燕 极恶如仇 她的家人都是死于斜碎之手 此仇不共戴天 李燕挥挥手 道 放轻松 这位是自己人 你们应该也听说过她的大名 张九阳 下一刻 那三个司臣眼中闪过一丝亚然 她就是张九阳 明王月灵唯一的外围 等等 不是说张九阳修为不高吗 怎么此人看上去法力精深 双目神光战战 道横之高远 胜于他们三人 张九阳举起腰牌证明了身份 道 李兄 她叫敖牙 是那位龙女的妹妹 我本来是打算送她回家 却不想路过驱水村 看到了这一幕 李燕走上前 注视着地上用鲜血凝成的那四个大字 表情变得十分凝重 我们收到衙门的上报 说于孟泽附近的村子 惨遭屠杀 便带人赶过来 已经去过了小池 西华和西岭三村 和这里的情况基本一样 张九阳心中一震 再加上驱水村 云梦泽附近的四个村子 竟然全都惨遭屠杀 无疑幸免 阎罗 就是那位青州鬼王 据说他是新加入黄泉的邪碎 但形势之猖狂 手段之残忍 当真是令人发指 咱们一定要杀了阎罗 为这些无辜的村民们报仇 阎罗真是畜生呀 三位司臣看着尸堆 眼睛都发红了 特别是看到尸堆中 有个男人抱着自己的妻子 而妻子则抱着几个四五岁的孩子 本是幸福的一家人 却被人用长毛刺穿 挖去了心脏 几个孩子的头盖骨 还不翼而飞了 人间惨状 张九阳默然不语 毫无疑问 这是画皮主干的 他将这一切都嫁祸给自己 无非是想挑起青天间的怒火 好借刀杀人 同时也能转移视线 掩盖自己行动的真实目的 可谓一石二鸟 头 这一次 咱们一定不能再让阎罗跑了 一定要将阎罗挫骨扬灰 李燕注视着尸堆 手中长枪紧握 眼中杀意沸腾 一字一句道 以我的名义传书给青天间 黄泉阎罗出现在云梦泽附近 请诸位林台狼和尖猴速速抓住时机 务必要将此聊就地正法 说吧他看着沉默的张九阳 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探道 小九 阎罗就是那位曾屠杀青州城的鬼王 这邪碎太过危险 嫁还是先回去吧 虽然他看出了张九阳修为大镜 已经是第三镜的修饰 但对阎罗而言 第三镜又算得了什么 他终究不是青天间的人 不至于拿命去拼 张九阳常常一叹 心中十分复杂 自己人拼了命要除掉他 面对这一盆脏水 他又能说什么呢 难道去为一个黄泉斜碎辩护 画皮主这一招真狠 从此以后 青天间恐怕会对他恨之入骨 将不惜一切代价 对他展开追杀 就连月灵都无法阻止 不过在决定潜伏黄泉时 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李兄 如果抓住了阎罗 帮我也多通几下 李燕拍拍他的肩膀 道 放心 张九阳点点头 就准备离去 和青天间的人在一起 难免束手束脚 行事不够方便 另外就是他现在的心情格外沉重 线索再次中断了 他现在每耽误一分 就下龙女的希望便少一分 他不想让自己的焦急和担忧 被李燕看出 但那几个司臣却摇了摇头 心中很为他们崇拜的明王月灵 感到不值 原来月监侯拼命袒护的 竟然是一个如此贪生怕死的人 没走几步 张九阳却停下了脚步 因为敖牙没有跟着他 而是突然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来到了一座坍塌的房子前 开始拼命向下挖 张九阳眸光一亮 道 快 一起挖 李燕也亲自动手 众人合力之下 挖掘的速度迅速上升 很快 他们皆精神一震 因为下方传来了用石头敲击的声音 有幸存者 不久 他们挖出了一个衣衫褴的女人 她的肚子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 肠子留了一地 竟然还有着一口气 张九阳注意到 她的手腕处有一个蝴蝶状的胎记 目光一闪 她不是村民 是修士 快 救她 李燕给她服下疗伤的丹药 又撒上止血的药 但她伤得实在是太重了 眼眼一息 气弱油丝 随时都会死去 阎罗在哪 杀你们的人去了哪 你知道吗 李燕问道 女人脸上十分脏乱 抬眸看了她一眼 当看到是青天间的人时 瞳孔中闪过一丝厌恶 不再说话 李兄 她好像对青天间很厌恶 要不让我来问吧 你带着手下先离开 暂时别露面 张九阳给李燕传音 同时使了一个眼色 李燕微微一愣 看着死活不愿开口的女人 再看看张九阳 点头道 交给你了 她相信张九阳 众人离开后 女人冷笑一声 道 别白费力气了 我知道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别自北方来 张九阳突然道 听到这句话 女人神色一阵 嘴唇颤抖地说出了下一句暗号 偏偏无所依 她的声音十分虚弱 然而眼睛却十分明亮 满怀期待地看着张九阳 错了 应该是偏偏无所归 当听到张九阳完整地说出暗语时 她眼中涌出热泪 激动道 你终于来了 大人果然还记得我 已经濒临死亡的她 在提到大人二字时 眼中焕发出了异样的神采 仿佛看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 龙女在哪里 还有画皮主的行动 到底是什么 张九阳斩钉截铁地 打断了她的唏嘘 她不再有任何隐瞒 道 画皮主 是想屠龙 其目的 应该是为了她在扬州守着的东西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还没有查出 她让我们在龙女的庙前 杀了这些百姓 逼她出来 然后画皮主趁机下咒 让龙女无法回到云梦泽 我等在蜂拥而上 消耗其法力 让龙女不得不逃向一百里外的红将 但那里 就是画皮主为她准备的 张九阳终于明白了画皮主的布局 她和龙女交过手 知道应拼只能两败俱伤 特别是在游水的地方 真龙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故而 她布了一个连环毒计 第一步是引蛇出洞 她笃定 龙女虽然与世无争 但性格中有善良的一面 否则也不会默许附近的村民傍水而生 取水 小池 西岭 西华这几个村子 靠着捕鱼日子过得都还不错 所以她派人在龙女的神像前 大肆屠杀这些无辜的村民 村民们在恐惧之下 必然会祈祷求救 龙女选择了出手 这也是驱水村中 为何会有天雷轰击的痕迹 那是龙女招来的雷霆 土壤这么潮湿 也是龙女掀起的大浪 画皮主则是趁机给云梦泽下咒 让龙女无法再回到水中 通过吸收水泽精气来补充法力 之后 画皮主的手下甘做炮灰牺牲 目的就是继续消耗龙女的法力 无数人被雷霆披成了灰烬 小蝶虽然尽力求生 但还是被埋入了废墟之中 身受重伤 法力消耗极大的龙女 面对画皮主的威胁 自然要想办法寻一处水泽 她突围而去 唯一的选择便是一百多里外的红江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恰恰中了画皮主的毒计 画皮主早已在红江布置好了天罗帝王 就等她来钻 请君入望 至于留下血字 嫁祸给阎罗 不过是她的随手而为 暂且出一口自挖眼睛的恶气 红江里有什么陷阱 张九阳立刻追问道 想救人 就不能无脑蛮干 她的不灭精神 虽然号称八镜之下 金刚不坏 但大概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之后 那位高界的力量耗尽 她就要被打回原形 不知道陷阱是什么就冲过去 有很大 可能不是救人 而是送命 小蝶的状态更差了 面色惨白 说话也是有气无力 好像 好像她找了 帮手 躲在 红江 她的口中 不断涌出鲜血 堵都堵不住 张九阳知道 她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看她的样子 也不过十八九岁 却能如此坚韧 而且能在画皮主手下潜伏 还打探到如此多的重要情报 可见其智慧 虽到不同 却也让人敬佩 你还有什么意愿吗 告诉大人 我想她 小蝶下辈子 还想跟她 小蝶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 瞳孔涣散 彻底没有了一丝气息 张九阳默然 同时心中 对那位月神更加好奇 到底是怎样的人 会让她如此忠心耿耿 她起身 默默私存 红江 她必须要去 但面对画皮主 和一个未知的帮手 她没有十足的把握 青天坚是个不错的助力 但问题是 那些灵台狼和尖猴 天各一方 等他们赶到红江 黄花菜都凉了 而且 接下来她准备 以阎罗的身份行事 青天坚的人 要是看到她 恐怕连画皮主都顾不上了 第一个就要杀她 如何有效地借助青天坚的力量 又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同时 还能直接影响到画皮主 帮助自己救下龙女 该如何破局 张九阳的脑子 开始飞速转动 却总是觉得自己差了点什么 目前好像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红江 然后开金身 堵自己在一炷香之内 能够打败画皮主 救走龙女 太冒险了 上次对付灵瞎子 是请中魁将士 但这次王林关的观想图远 没有到刺下灵关报告的程度 此路不通 没办法 看来只能拼了 张九阳准备向着外面守候的 李燕等人走去 但目光却无意间落在了 那堆湿山上 看到了那用鲜血凝聚的几个大字 黄泉阎罗 她脑海中 似是有电光闪过 一条从未想过的路 豁然洞开 或许可行 她整个人变得沉静下来 刚刚的心浮气躁 瞬间消失不见 再次思量一遍 确定可行 就这么办 她立刻朝着李燕走去 对方站得很远 阿黎还特地用鬼符 封住了这里的声音 免得有人听到 张九阳和小蝶的对话 怎么样 问出了什么 她是不是阎罗的人 是 张九阳点了点头 道 这些惨案 也确实是阎罗做的 几个司臣义愤填膺 道 我就知道 阎罗果然罪该万死 李燕连忙问道 她有没有说阎罗的行踪 说了 在哪 张九阳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道 扬州 而且她还说 上次的青州鬼王案 之所以缩辨整个青州 都没有找到阎罗 就是因为她逃到了扬州 躲了起来 几个司臣没想到 张九阳的收获如此之大 神情振奋 头 那咱们赶紧上书吧 这次一定要把阎罗连根拔起 李燕却是微微皱眉 深深望为眼张九阳 道 小九 你确定 张九阳点点头 道 你们在上书的时候 以我的名义 给月灵带句话 什么话 告诉她 张九阳找到了阎罗的老巢 就在扬州 希望她能多吊及人手 火速赶往扬州 月夜 一个青面獠牙 手持血色双刀的怪物 在空中快速飞过 双翅一阵便卷起狂风 速度极快 张九阳和熬牙踩在其肩膀上 直奔红江而去 她已经换上了那身悬袍 从怀中取出一张恶鬼面具 缓缓戴在脸上 这张面具 是用特殊的玄铁打造 阿黎还一走鹰枝树 在上面绘了符文 使其自带鹰气煞气 除了遮挡气息外 还有震慑之能 使人一见便心中胆寒 今晚 即将有一场恶战 阿黎 再快点 她催促道 九哥 再快就要散架了 再有一刻时就到红江了 龙女姐姐那么厉害 一定能坚持到咱们赶到的 熬牙发出不安的叫声 有一种莫名的急躁 姐妹血脉相连 她虽然吃鱼 却也能感受到 亲人的岌岌可危 张九阳灵光一闪 她闭上眼睛 意识沉入黄泉令 主动沟通起了一个人 画皮主 一只眼 听说你不打声招呼 就来到了我的地盘 怎么 是另一只眼也不想要了 她开口便是一只眼 如此轻蔑而嘲讽的称呼 料定画皮主绝对接受不了 果不其然 没等她继续说话 画皮主那沙哑尖锐的声音 突然响起 夹杂着一种刻苦铭心的仇恨 严罗 你不要太气张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的两只眼睛全部挖出来 再把家的皮做成面具 夺走你的一切 哼哼 眼睛少了一只 嘴巴还是那么丑 既然如此 下一次就不挖你的眼睛了 先把舌头 严罗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洗干净脖子等我吧 呵呵 我倒是有话想和你说 你想说什么 张九阳冷笑一声 淡淡道 你在扬州守着的那东西 本座挺感兴趣 把那东西献给我 咱们的账就一笔勾销 画皮主沉默片刻 似乎被这种嚣张和无耻的言论给震惊了 梁九 他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 扬州 是我的地盘 你敢来 我一定杀你 既然如此 你不该来青州 张九阳的声音中力气凝聚 杀一只圣 好似冲天的火焰 更不该抢我的猎物 画皮主 不知道你自己的皮被人包下来时 会是什么感觉 本座很好奇呢 又过了片刻 画皮主的声音才响起 严罗 你一定会死 一定会 红江旁 身披黑袍 头戴面具的画皮主气的大声怒骂 面具下那只英智的眼睛中 满是血色 严罗那个家伙 竟然直接退出了皇权令 放了狠话便走 让他话都没有说完 哄 江水不断翻滚 足足掀起树杖高 波涛如怒 狂风大作 雷雨轰鸣 水面下 阴影有两道巨大的身影闪过 每一次扭动 都掀起惊涛骇浪 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 一道道血色在红江中蔓延开来 好似江水中有什么恐怖的怪物 正在搏杀 画皮主 你个老东西 怎么突然走神了 快点操纵阵法 这白龙已经快立境了 你刚刚这一愣神 他又吸收了些水泽精气 水中的某个怪物向他抱怨 这白龙太不好对付了 你要是再不尽心 就自己下水 看看他的爪牙 能不耐把你撕成碎片 画皮主冷哼一声 却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道 放心 不会了 非常珍贵 他再次结印 这一次却不是咒术 而是一种道门神通 天地万神 听吴号令 草木为马 虫蚁做兵 只见他手指一点 草木纷纷展落 化为战马 而那些虫蚁则化为妖兵 骑着战马向张九阳杀来 然而 那道笼罩在金光和天火下的身影 实在是太过霸道 张九阳根本就没有丝毫地躲避 身影如闪电般 继续朝着画皮主杀来 所有的刀兵斩在他身上 都轰然破碎 被金色血浪一冲 妖兵和战马 纷纷献出原形 化皮主瞳孔一宁 在张九阳扭断他的脖子前 成功施展了顿术 他的身影消失 竟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月光顿术 可以暂时将身躯藏身于月光中 就好像那些月魔一般 张九阳瞬间便意识到 化皮主还有着月魔的面具 月魔本是无形无相 却也能被他扒皮做成面具 可见那化皮神通 已经不着余像 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从刚刚的咒术再到斩草为马 典蚁为兵 以及现在的月光顿术 化皮主的手段不仅多样 而且跨度极大 邪消 道门 天魔 张九阳眼中的金光依旧璀 却开始感到一丝棘手 不能再这么打下去 否则一炷香的时间 很快就要过去 他必须要换个思路 张九阳眼中凶光一闪 他深吸一口气 如长津吸水 将四面八方的月光 全部吸纳入口鼻 一到月光逃逸而出 变成化皮主 他再次结印 又是一种新的咒语 仿佛有无穷神通 万般手段 张九阳却不再理会 而是果断转身 杀向红江水底 既然你喜欢躲 那就宰了那个躲不了的 到时候再和龙女联手 碰 水花四溅 他的身躯坠入水中 好似万斤巨石 朝着那道还在缠斗的身影 轰然砸去 张九阳终于看清了 水中怪物的样子 那竟然也是一头龙 一头非常怪异的龙 长约百鱼杖 身上铺满红色的鳞片 模样和真龙非常像 但气质却十分血异 没有龙族那种 与生俱来的高贵和神秘 之所以说其怪异 是因为那头龙的身上 竟然长着许多杂草和青苔 以及某种红色的毛发 看起来十分肮脏和污秽 这投名为宗三的龙 实力异常强悍 在白龙重伤的情况下 敖牙和阿里 以及昌兵联手 都节节败退 敖牙更是不知道 第几次被对方抽飞 黑色的龙鳞上 都出现了裂痕 渗出了丝丝鲜血 但他毫不畏惧 也不较痛 就那么一次次勇敢地冲上去 即便受伤 也要咬掉对方的毛发 阿里的双刀 砍在龙鳞上剑起火花 只能留下一道道白印 包括仓兵们的冰刃和撕咬 也无法破防 只能拖慢着头龙的动作 阿里一边砍杀 一边拼命施展咒术 眼睛不断流下鲜血 那头龙好几次都眼神恍惚 自己撞在了石壁上 他大怒 头顶的龙脚绽放出赤芒 朝着阿里射去 幸好白龙甩尾 及时将阿里卷走 才躲过了这道赤芒 那些被赤芒罩到的石壁 竟然直接融化 好似岩浆一般 又在水中迅速冷却 白龙已经非常虚弱了 他身上的血几乎都要流干了 白壁一般的龙躯上 伤痕累累 敖牙 快走 快带着敖牙走 他的声音有些急切 赤龙确实哈哈大笑 道 谁也别想走 这时一道声音在他头顶响起 不错 谁也别想走 紧接着 一道身影如流星坠地 从天而降 砸在他的龙头上 直接将百鱼杖的龙躯 踩到了水底淤泥中 白龙一震 琉璃般的龙眸 望着那道笼罩在金光 和烈火中的修长身影 张九阳脚踏龙头 举起了金色的拳头 赤铜中杀鸡凛然 我的坐骑 也是你能欺负的 哼 大地阵战 巨浪四箭 画皮主 你是死了吗 水底淤泥之下 隐隐响起一头龙的悲鸣 红江之中 怒浪滔天 隐约可见 一道金色的身影 以及一头百鱼杖的赤龙 在怒吼咆哮 在不灭金身的加持下 张九阳的肉身 足有凄净之力 这头赤龙虽然强悍 但在那双金色的拳头下 依然是节节败退 拳拳到肉 水底发出闷雷般的轰鸣 激荡的气浪冲撞在石壁上 将两岸的堤坝都震得摇摇欲坠 赤龙的身躯太过庞大 根本无法像画皮主那样引盾躲闪 只能和张九阳硬碰硬 但这正是不灭金身 最喜欢的战斗方式 好 赤龙坚硬的头颅上 有着一道道恐怖的拳印 红色的鳞片 亦是被全力撕碎 露出血肉 诡异的是 他流出的鲜血 却不是红色的 而是棕色 张九阳身上倒没有什么伤 那位高僧没有说谎 八镜之下 金刚不坏 不管是赤龙的撕咬和撞击 还是他以龙脚射出的赤芒 都无法损坏他的精身 但随着战斗的白热化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金光 在逐渐减弱 高僧留下的法力 正在迅速被消耗 而且他还要分心画皮主的偷袭 说曹操曹操道 哗啦 水流涌动 凝聚成画皮主的样子 竟是道门最正宗的水盾之术 随着他双手结印 一道道水流涌动 好似水龙翻腾 在张九阳脚下形成漩涡 将他卷起 赤龙抓住这来之不易的间隙 以身躯为绳索 将张九阳缠绕 而后龙脚上 绽放出璀璨赤芒 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耀眼 显然是打算拼命了 画皮主则是目光一闪 他身影一动 竟是来到了重伤伐力的白龙那里 手掌如刀 在其七寸处一划 白龙悲鸣 一颗晶莹剔透的白色龙珠 从腹腔处飞出 被画皮主握在手中 好 这一次悲鸣的是赤龙 张九阳撕裂龙肉 沐浴龙血 硬撼着那能容金化铁的赤芒 一拳砸在他的龙脚上 白龙的悲鸣 让张九阳心中杀意沸腾 这一拳霸道绝伦 拳头上缭绕着欲输天火 精神之力被激发到极致 拳头上的金光可比大人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他把天上的太阳握在了手心 当作兵器砸向赤龙 轰隆 一根龙脚直接被砸断 赤龙那庞大的身子如炮弹横飞 无数鳞片炸开 无法抵御那可怕的权力 他眼中终于露出了巨色 看到那道如惶惶大日 金刚不坏的恐怖身影 知道自己再打下去 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好 他转身欲逃 同时得到龙珠的花皮竹 也手捏硬绝 准备顿走 在见识到了闫罗那恐怖的力量后 他心中已经认定 对方是为佛门的大修饰 而且同时和地府关系匪浅 这样的人 还不知藏着多少底牌 他准备先回去提升力量 然后再伺机报仇 虽然只拿到龙珠 不包龙皮有点可惜 但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然而张九阳却不答应 他眼中的力气越来越盛 在彻底的放任下 欲输天火以力气为养料 烧得越发旺盛 竟将整个红浆都给煮得沸腾 甚至于红浆之上 都有赤金色的火焰在燃烧 形成了水上惊艳的奇观 换成平时 哪怕他突破到了第三境 这么恐怖的天火 自身也一定会受重伤 然而现在有着不灭金身的保护 他却能肆无忌惮 哄 他抓住了赤龙的尾巴 天火之下 竟将对方的龙鳞烧的融化 呈现出焦黑之色 赤龙吃痛 但还没等他叫出声 身影便犹如长鞭一般 被张九阳挥动 砸向了准备顿走的画皮主 定 画皮主惊计之下 竟使出了盗门的定身术 刹那间 连翻滚的水流都凝固不动 周围的时空好似静止了 连砸来的赤龙都停在了原地 只有两颗瞳孔微微转动 画皮主施展定身术的手印 在不断颤抖 好似承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 手掌上轻筋爆起 糟了 定不住 刷的一下 他的手印被强行分开 赤龙再次砸来 而比赤龙更快的 是一道笼罩在金光下的身影 轰隆 张九阳按住他的脖子 两人的身影如陨石坠地 深深砸进了石壁之中 洞穿树石杖 天火将石头烧成赤色 烧得焦黑 张九阳那双金色的瞳孔 已经被戾气冲斥 杀意席卷了他的心神 这一刻的他 仿佛被林官爷附身 要将天地间的一切斜碎 都烧成灰烬 抓住你了 他举起了金色的拳头 正要砸下 却瞳孔一鸣 只见画皮主的身体 正在渐渐消失 变得透明 仿佛从一个世界 到了另一个世界 石海中 黄泉令绽放乌光 要接引张九阳参加黄泉宴 当然 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 刚刚画皮主 便是借机逃离 张九阳咧嘴一笑 眸中戾气纵横 几乎凝成了实质 有着一种令人未知胆寒的疯狂和杀机 想跑 没门 瞥了一眼 已经被吓破了胆 仓皇逃走的赤龙 张九阳的身影 也渐渐消失不见 追杀 上穷必落下黄泉 阴阳交界处 阎福山 正式成为天干 成为黄泉令的主人后 每次聚会便是直接降临在阎福山 不需要再从黄泉中走一遍 主位天干刚刚坐好 还未来得及说话 就看见两道身影如火球砸落 坠入山巅 刹那间 整座阎福山都为之遗产 只见一道身影被压在下面 即便有着遮蔽面容和气息的云烟 依然能感受到其狼狈 竟然是画皮主 而另一道身影 则缭绕着金光与天火 神威惶惶 不可一世 那恐怖的戾气 让见多识广的诸位天干 也不禁为之动容 是阎罗 阎罗在压着画皮主打 他们从人间一直打到了黄泉 我累个去 老七暴躁哥都惊呆了 这么 凶残的吗 双面佛凝视着那无法 被云烟遮蔽的璀璨金光 感受着那 惶惶如大日坠地的金身之力 瞳孔骤然未知一宁 望着阎罗的眼神 惊疑不定 自张九阳加入后 第一次在黄泉宴上出现的月神 则是静静望着那道霸起绝伦 不可一世的身影 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 宿女对这个阎罗推崇被制 她还以为是夸大其词 但现在看来 宿女似乎说的还有些保守了 那可是画皮主 她和画皮主 暗中较量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她如此凄惨 本来她 确实有坐山观虎斗 然后鱼翁得利的想法 但现在看来 阎罗确实是虎 画皮主似乎成了猫 一时间 这些自命不凡的天干 眼中揭露出一色 不知在想什么 死 张九阳一声怒吓 一手按住画皮主的脖子 一手握拳朝着她砸去 画皮主再次结印 不知要施展什么法术 张九阳反应极快 顷刻间变权为掌 流转着金光的手指 化为世间无间不摧的神兵 掰开了画皮主的其中一根手指 生生打断了她的结印 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那根手指 竟然被她生生掰了下来 先续见了一地 看你还怎么结印 画皮主也是硬气 竟然一声不吭 那只毒眼爆射出怨毒的目光 血色逐渐扩散 似乎施展了某种幻术 但已经被戾气掌控 心中满是杀意的张九阳 即便中了幻术 靠着身体的本能 竟然还在进攻 她举起那根断指 指甲修长尖锐 里面除了血迹 还有许多黑乎乎的污垢 刷 张九阳以断指为冰刃 刺向画皮主的那只毒眼 画皮主连忙侧手 虽然避开了紧剩的那只眼睛 却被张九阳捅在了被挖去的左眼眶中 鲜血飞剑 这一刻 就连最好多的老七暴躁哥 都倒吸一口冷气 他拍安而起 忍不住喝道 九哥 打得好 过瘾 数双眼睛盯向他 他也丝毫不出 骂骂咧咧道 看什么看 没看过我九哥发威吗 明明进黄泉更早 他现在却一副惊叹折服的样子 甚至甘愿称阎罗为九哥 对于他来说 阎罗实在是太对脾气了 而且 比他更强大 更霸气 更凶狠 这样的人 叫一声九哥不丢面 看到华皮主的惨状 他现在是真心蛰伏了 与此同时 张九阳也冲破了幻属 他面无表情 继续挥动金色的拳头 想要当着所有天干的面 将华皮主砸死在岩浮山 上 华皮主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猛地张开嘴巴 面具下 从他的口中 竟然冲出了一只黑色的小骷髅 朝着张九阳咬来 那骷髅似乎是他的底牌 致阴致慧 致怨致毒 刚一现身 便引起了汹涌的阴风 连玉书天火都没能将其烧化 就在两人即将殊死相搏之际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一只手按住了张九阳的拳头 另一只手 则按住了那只黑色的骷髅 哄 强大的力量 在其体内流转 足以将一座高山绞成粉碎 然而他却微额不动 尽力如鸳 玉书天火试图烧到他的衣服上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隔绝了 黄泉燕 不是战场 你二人若非要绝出生死 出去了再打 天尊的声音响起 宛如雷震 回荡于九幽之中 刹那间 诸位天干皆面色一素 自从当年的国公府一世后 天尊已经很久 没有出过手了 没想到这次 却不得不现身挡下阎罗 明眼人都能看出 阎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拼到最后 能活下来的人 必然是他 而且 天尊虽然是同时挡下了他们两人的攻击 但情况却略有不同 天尊虽然按住了阎罗的拳头 但那拳头上的金光 依旧璀璨 而另外那只骷髅 却黯然失色 瑟瑟发抖 高下立分 张九阳身上的玉书天火 缓缓消散 那双翅童 渐渐恢复了清明 他整个人都在冒着白眼 心中暗暗后怕 如果不是有着不灭精神 这一次 他恐怕要被自己的火焰 给生生烧死了 好 本作给天尊一个面子 不过前提是让他把龙珠交出来 他起身 声音平静 身上的金光终于消散 不灭精神的时间到了 刚刚那一拳 便是精神最后的力量 张九阳是想打死画皮主的 但既然天尊阻拦 他正好戒颇下驴 此刻画皮主十分狼狈 眼眶中插着自己的断纸 浑身都是鲜血 多处焦黑 他收起黑色骷髅 生生拔出断纸 死死盯着张九阳 似是恨不能拾其血肉 天尊望向他 道 给阎罗 画皮主几乎快把牙齿咬碎了 但他也知道 如果刚刚没有天尊的阻拦 他很有可能被阎罗活活打死 阎罗这家伙退了一步 如果自己敢不给天尊面子 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因此 虽然心中滴血 他仍然拿出了那颗千辛万苦 才得到的龙珠 甩向张九阳 阎罗 这笔账 我会再找你算的 呵呵 随时欢迎 张九阳收起龙女的龙珠 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 淡淡道 下一次 可就没人会救你了 天尊不理会 两人言语中的火药味 身影一闪 重新坐回甲字王座之上 黄泉燕 开始吧 黄泉燕再次开启 岩浮山上陷入了平静 张九阳深深望了一眼 甲字王座上的天尊 心中对此人越发忌惮 天尊到底是谁 又是什么境界 从刚刚对方挡下自己 那一拳来看 至少也是第七境 说不定还是传说中的第八境 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诸葛七星也才第七境 已经是大前六百年来的第一强者 天尊如果比他还强 那何必再躲在阴影里 青天间拿什么和黄泉斗 张九阳总觉得 天尊成立黄泉的目的 恐怕并不是搞破坏那么简单 应该有所深意 或许当年的国公府一案中 有着更多关于天尊的线索 诸葛云虎作为唯一和天尊教授 还活下来的人 必然知道些什么 只是月灵说过 诸葛云虎对此事避而不谈 只是一直在默默养伤 九哥 你可真爷们 老七给张九阳传音 暗暗比了一个大拇指 很显然 阎罗凶猛的表现 彻底征服了这位第七天干 妖族强者为尊 他心甘情愿叫一声九哥 九哥 或者到时候 我的女人 你看上哪个 随便玩 张九阳默默记住了大辽二字 看来老七是北辽的妖 毕竟他自好 什么什么妖王 而且 也只有妖形事才如此粗狂 连自己的女人都能送 只不过想起对方那独特的审美 张九阳心中一阵恶寒 好 你也很对我皮钱 到时候 咱们兄弟二人 不醉不归 张九阳并未拒绝 至少场面话要给足 老七是 第一个被他拉拢过来的人 日后在黄泉中 还要他冲锋陷阵 而且他在北辽中的身份地位 应该也不一般 以后 估计能用得到 哼哼 那就太好了 老七发出粗狂的笑声 非常期待和阎罗在现实中碰面 阿弥陀佛 不知阎罗刚当的精神法门 可能交换 双面佛十分坦诚道 老那愿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官子在大罗密咒用你交换 顿了顿 他似是担心 阎罗不知道自己法门的珍贵 还特意介绍了一番 老那的官子在大罗密咒乃是西域纳烂陀寺的绝学 炼之大成 迎诵此咒 可沟通灵山佛国 听菩萨讲经 罗汉论道 令众生超度 皈依我佛 实为天下最为上乘的原神之法 听到这话 其余天干都露出惊讶之色 双面佛虽然对谁都一副慈悲为怀的样子 但大家其实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笑面虎 从不会被人占了便宜 可现在竟然愿意用自己的看家本领 去换阎罗的精神法门 张九阳心中一动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如果说白云寺是中原禅宗祖庭 大前第一佛门 那么那烂陀寺就是西域十六国的圣地 密宗祖庭 官字在大罗密咒作为那烂陀寺的绝学 其威力可想而知 而且 如果能获得双面佛的精神秘法 以后对付起他来 就事半功倍了 但 不换 张九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双面佛出身佛门 他很有可能是 看出了自己精神的来历 若是将不灭精神传给他 让其精神和肉身都真至绝顶 恐怕以后就更难对付了 通过这次和画皮主 还有那头妖龙的斗法 张九阳对不灭精神的威力 有了新的认识 肉身之力举世无双 颇有降龙罗汉精神的风采 缺点是 变化太少 缺少与之匹配的神通 空有欺净肉身之力 杀法上却略显单薄 当年那位高界 一定还有着其他的佛门神通 用来配合对敌 故而才能战无不胜 张九阳在开金身后 道门手段虽然也能用 但却总是有些不够圆润 出手时气筋凝滞 有着一丝破绽 但总的来说 精神还是很强的 至少八镜之下 无法破他的防 无论是画皮主的诸多法术 亦或是龙族那强悍的肉身 都没有让他掉一根头发 当然 张九阳也可以传他假的精神之法 就像郭镜片欧阳峰一样 说不定还能让其恋的走火入魔 可他不敢赌 谁知道双面佛有没有其他手段 比如拿普通人做实验 先让他们修炼 再一点点推演出真正的精神法门 这群黄泉的邪碎 形式可没有丝毫的底线 阿弥陀佛 听到阎罗拒绝 双面佛念了句佛号 声音有些惋惜 却也不再强求 哈哈 阎罗老爹 之前太过急促 本王都没来得及为你准备点薄脸 这坛酒是我亲手所酿 你可不要嫌弃 山君屈指一点 飞出了一坛美酒 可说是酒 张九阳却闻到了一种淡淡的血腥味 令人有种恶心的感觉 他打开坛子 瞳孔一凝 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寒意 酒水中泡着一具一二的尸体 不 甚至还不能称为婴儿 只是刚刚才成行 像是才四五个月大小 就被人挖了出来 真该死呀 张九阳心中杀鸡沸腾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多谢 总有一天 要把你那颗肮脏的虎心 挖出来泡酒 怪不得灵瞎子说 黄泉中 他是最善良的一个 月神娇声一笑 顿时吸引了许多双眼睛的注意 即便有着云烟遮挡 那种浑然天成的魅惑 亦是令人心魂荡漾 和黄泉令中的指纹齐声不同 此刻亲眼相见 更能直观地感受到 其惊人的魅力 云烟好似光影下的屏风 隐约映出一道无限美好的身影 凹凸有致的曼妙身躯 如磁石般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 真大啊 双面佛念起佛号 山君则是霸道的上下扫尸 目光透着毫不掩饰的火热 似是下一刻 就要将那道身影压在身下蹂躏 老七一时咽了口唾沫 暗骂了一声 真叹娘的扫 玄肃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似乎对月神并无好感 而第六天干的位子 则是空缺着 那位仙子般的太阴 这一次却是缺席了 阎罗 多谢你帮我救下了宿女 这是说好的报酬 他屈指一点 送来了十根香 和普通的香不同 这些香散发着一股一香 却并不刺鼻 而是纯和甜粮 香而远轻 雅而不扬 此物名为降真香 取其真师秘法而至 不仅能助人修行 鬼物闻之 亦能安魂定破 增长道横 张九阳心中一动 降真香号称道门第一香 传说烧之能引鹤匠 功力极艳 顾名降真 醉一般腾胀 闲免引木床 暗投行弃绝 如理降真香 香道亦有沟通鬼神之能 是道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博大精深 就比如这降真香 各地的配方不同 效果也不同 一般来说 降真香是能辟邪的 但月神给的这些降真香 除了能助人修行外 竟然还能让鬼物道行精进 这就有些稀奇了 张九阳敏锐地意识到 这或许会是一个 找到月神身份的重要线索 如此奇异的降真香 月灵应该能查到些什么 阎罗 小蝶怎么样了 月神突然传音道 他死了 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说 下辈子还想跟着你 月神微微沉默了片刻 我已经将他埋了 尸体就在驱水村 你有空了 可以去看看他 或者把他带回去 张九阳试图布下一个陷阱 引月神或月神的人离京 月神轻笑一声 道 人各有命 死后不过是一副皮囊 何必留恋 阎罗 别忘了你欠我的人情 果然是个狐猎 完全不上当 顿了顿 他的声音突然一荡 叫声道 阎罗 你可还是纯阳之身 张九阳心中一礼 没有说话 哥哥 看来是呢 月神舔了舔红唇 声音中的魅意 几乎要化成了水 如此旺盛的阳气 妾身真是迫不及待 想尝一尝你的滋味阎罗 你愿不愿意当一次 妾身的顶炉 保管你愈先愈死 魂灯极乐 张九阳的体内 突然窜起一股邪火 燥热感涌上心头 不得不说 这月神的魅术 是真的可怕 即便他 已经非常警惕了 却还是不知不觉中了招 以前是只能听到声音 现在隔着一层云烟 看到那充满诱惑力的身影 冲击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好在他的 崇阳真人金关玉所绝 日益精进 才没有出丑 滚 狼君好生霸道 其实妾身也舍不得 就这么用了狼君的人情 那张九阳不再理会 这一次的黄泉燕格外热闹 就如老七所说 月神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 她拿出了许多奇珍 每一样都是罕见的宝物 让气氛逐渐变得火热 张九阳没有在做交易 山君想换他的那颗龙珠 但被他直接拒绝了 他能感觉到 山君有些生气 但面对刚刚差点 当众杀了化皮主的阎罗 还是忍住没有发作 霸道 心眼小 这是张九阳 又给山君加上的标签 化皮主拿出了许多心脏 和山君换了虎皮 之后又用孩童的头盖骨 和双面佛 做了某种交易 那只独眼 满是恨意地 瞥了一眼张九阳 眼看这一次的黄泉燕 即将接近尾声 双面佛却突然道 最近不知为何 青天间的人 比以前敏锐了许多 他们似乎察觉到 我在收集同男同女的天灵盖 一直追查不放 特别是那个冥王月灵 确实有些手段 颇为难缠 化皮主文言冷笑一声 道 我早说了 这个阎罗就是青天间的戏作 一定是他透露出的消息 张九阳还没说话 就看见老七拍案而起 老太监 你再敢污蔑 我九哥试试 操 打不过就泼脏水 你真他娘的无耻啊 听到老七的破口大骂 化皮主神情一致 这个老七一向暴躁 谁都看不上眼 但自从阎罗加入黄泉后 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总是为阎罗说话 真是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 化皮主 我也觉得你太过了 阎罗饶你不死 你就是这样暴打 更让化皮主意外的是 向来中立的月神 不知为何 竟然也出声为阎罗说话 他突然有种无力感 阎罗还未说话 十天干中 竟然就有两个为妻发生 这还是那个太医没有来 他才加入黄泉多久 化皮主心中升起寒意 目光变得格外凝重 此人不仅斗法厉害 拉拢人心的手段更是了得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就隐隐形成了一种派系 张九阳微微一笑 这就是他足够强势的好处 如果说之前上山 只是让他成功在黄泉立足 那现在当着其余天干的面 暴打化皮主 就是在立威 老七对他钦佩 月神也觉得他更有价值 是个可靠的盟友 若是再加上太阴 他在黄泉中就隐隐形成了 四位天干的小圈子 虽然松散 却已初见雏形 而且斜碎之中 强者为尊 只要他足够强势 就能逐渐成为这个小圈子的核心 甚至将圈子不断扩大 至于化皮主 则是河山君 双面佛走得更近 他们三人的交易 也更加频繁 悬速太冷了 几乎不说话 非常没有存在感 至于天尊 则是超然物外 化皮主 还有一个消息 你应该很感兴趣 就当是此次交易的附赠品 双面佛微微一笑 主动转移了话题 也帮化皮主找了个台阶下 毕竟现在的阎罗 早已不再是那个刚刚加入的新人 而是任何天干都无法忽视的重要一员 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死咬着人家是细作不放 真被人家当众打死了 天尊都无话可说 什么消息 化皮主冷静下来 也明白这个道理 故而不再理会老气的骂骂咧咧 转而和双面佛交谈 青天间似乎要有大动作 许多司臣 灵台狼 甚至还有奸猴 都在火速赶往扬州 据说是双面佛瞥了一眼阎罗 笑道 据说是为了铲除阎罗 放屁 什么铲除阎罗 扬州明明是我的地盘 青州才是阎罗的 这摆明了 就是说我来的 化皮主顿时紧张起来 扬州可是他的地盘 最主要的 是他现在还不在扬州 若是那件东西 被青天间的人发现了 一时间 他开始坐立不安 患得患失起来 哼哼 切身听说 青天间的人搜遍青州 都找不到阎罗大人 去扬州搜一搜 倒也不奇怪顿了顿 月神调侃道 某些人可别吃鸡不成十八米啊 那可就丢脸丢大了 化皮主攥紧了拳头 断指处不断渗出鲜血 他却魂不在意 此刻他的心思 已经完全不在黄泉宴上了 恨不得立刻赶回扬州 看护自己的老巢 心中觉得有些晦气 怎么什么事情 一碰到这个阎罗 就立刻不顺了 他先前还觉得自己 让人屠杀村庄后 故意留下血字 栽赃给阎罗很高明 现在真是恨不得 给自己一把血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才挑起了青天间的怒火 让青天间不惜耗费 大量人力 也要去搜刮扬州 铲除阎罗 可扬州明明是我的地盘啊 怎么稀里糊涂的 就成了 我帮阎罗背黑锅 既如此 黄泉宴结束 随着天寸的话音落下 众人的身影渐渐消散 阎福山再次变得平静 可没过多久 两道身影 再次出现在阎福山上 一道是天尊 还有一道 竟是那位 最没有存在感的 第五天干旋素 主人 旋素再次开口 声音中的冰冷消失不见 有一种罕见的温柔 再这样下去 画皮主和阎罗 就只能活一个了 想要凑齐十天干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要不要我去不必 天尊的声音响起 十分平静 面具下的那双眼睛 带有沧桑之意 深邃如鸳 能活下来的 才叫天干 主人觉得谁会赢 天尊没有任何犹豫 斩钉截铁道 阎罗 旋素有些诧异 道 主人 虽然这个阎罗很强 但画皮主可是那位的转世 生死关头 阎罗不可能赢吧 天尊淡淡一笑 道 既如此 便好好看戏吧 旋素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良久 道 主人 这阎罗要真有这么强 那我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他的底细 毕竟此人太过神秘 好像是凭空蹦出来的一样 顿了顿 他沉声道 他该不会是来自那里吧 天尊的手指在王座上轻轻敲击 道 不要坏了规矩 阎罗 我会亲自观察 是 张九阳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人间 并非是红江水底 而是距离红江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 实战外 画皮主的身影也缓缓浮现 张九阳心中一宁 现在的他可没有了不灭今生 只剩下第三劲的修为 绝非画皮主的对手 通过皇权令返回人间 会有随机的误差 没想到 两人刚好分到了一起 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 张九阳知道 接下来 如果他露出任何一丝破绽 都会被恨他入骨的画皮主 给剥皮抽筋 错骨扬灰 抬起脚步 张九阳刚想说话 就看到画皮主面色骤变 身躯瞬间顿入 地下消失不见 好似惊弓之鸟 阎罗 咱们的账以后再给你算 竟是 逃了 张九阳嘴角一抽 他还没开始表演呢 结果画皮主比自己还紧张 直接以顿数逃走了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摸了摸怀中的龙珠 感受到其中浩瀚的能量 知道这件事 总算告一段落了 但他并不准备 就这么算了 让青天间 以铲除阎罗的名义 去扬州只是缓兵之计 画皮主既然栽赃陷害他 那他就利用这份污名 反手将其一军 唯未救赵 在黄泉宴上 画皮主就已经是坐立不安了 只是对方毕竟经营扬州多年 青天间此番行动 恐怕只能扫除一些小鱼小虾 并不能给其带来致命一击 望着手中的龙珠 张九阳目光微闪 龙女虽然淡薄 但如此大仇不可能不报 接下来 他或许要去扬州走一趟了 看看能不能一举覆灭画皮主的老巢 彻底了断这份恩怨 来而不枉非离也 张九阳已经下定决心 必须要尽快除掉这条 躲在暗中的毒蛇 只是该如何布局 却要好好谋划一下 红江水底 阿里已经收起了昌兵 这次昌兵大军 先是血战画皮主的手下 后又杀入水中支援白龙 死伤惨重 虽然他们有着不死的特性 即便死了 也能在武昌兵马坛中复活 但是这段过程却需要时间 而且 复活后 也要重新开始训练 龙女姐姐 你再坚持一下 九哥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望着那条奄奄一息的白龙 阿里的声音有些哽咽 特别是看到自己新收的玩伴敖牙 此刻化身黑龙 不断用头供着姐姐 并用舌头舔视着姐姐身上的伤口 不时发出悲鸣 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离去 却无能为力的悲痛 让阿里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白龙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越发暗淡 静静注视着自己吃鱼的妹妹 似是想说些什么 却完全无力开口 她受的伤太重了 最致命的是 失去了修行多年的龙珠 龙珠便是龙的内丹 是其一身法力之精华所在 有龙珠在 她即便受了重伤 也能调动吸收红浆的水泽精气 渐渐恢复自己的伤势 当年的老龙王 之所以受了重伤 还能坠落数日而不亡 也是因为有龙珠在 等到雷声一响 风雨俱下 就能吸收水行之力 重新飞天 失去了龙珠的熬力 比当年的老龙王还要凄惨 她虽在水中 却只能慢慢等死 如玉的白灵 也变得暗淡无光 她甚至无法动弹一下 庞大的身躯 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 想要化形 更是无能为力 她知道 自己即将死了 这一劫 终究是渡不过去 死亡 对她来说 或许是一种解脱 唯一放不下的 是自己的妹妹 想到此 她拼尽最后一丝法力 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跟着张九阳 要听话呢 她就算打你 也不准跑 其实她也不能笃定 张九阳是不是一个好人 但她没有选择 如果上天真要绝龙族一脉 那也无可奈何 嗷牙嗷嗷大哭 不断蹭着姐姐的身子 希望她 能像以前一样 起来陪自己玩耍 患有吃鱼的她 还想不明白 为什么姐姐 躺在这里一动不动 敖里的意识越发模糊 眼皮越发沉重 但就在她即将 被黑暗笼罩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 却突然响起 自己的妹妹 还是自己照顾吧 我可不开托儿所 她的精神微微一震 恍惚间 看到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走到她身边 摘下了那玄铁面具 露出一张轻易俊朗的面容 笑容阳光 她蹲下身 将那颗流转着 皎洁光辉的龙珠 送到她的嘴边 声音温润平静 张嘴 吃药了 不知过了多久 水花涌动 一道身影从水底飞出 而波涛汹涌的红浆 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只是两岸破碎 树木断折 宛如一片难以愈合的伤疤 张九阳一袭悬袍 长身玉立 怀中则是抱着昏迷的龙女 她吞下龙珠后 重新化为人形 只是如雪的白衣上 有着一道道伤口 被鲜血染红 此刻的龙女 已不负圣洁之态 鲜蓉惨淡 发丝潮湿又凌乱 袖鞋和罗瓦四世 被水流冲走 两只雪山莲花般的狱卒上 不时有水珠 顺着那精英的肌肤滑落 仙巧淡雅 柔弱无骨 张九阳也很诧异 白龙那么庞大的身躯 化为人形后 竟然如此轻盈柔软 简直浑弱无物 望着那张天仙下凡般的脸 此刻就像是一位睡美人 在梦中微醋额眉 好似西子捧心 楚楚可怜 若是平时张九阳一定会心惊摇曳 毕竟他也是一个正常男人 但此刻他的眼神十分清明 并且动作非常小心 生怕触动了他的伤口 必须要赶紧换个地方 这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动静 说不准就会吸引到什么人 普通人还好 若是修饰 难免是个隐患 半个时辰后 某个隐秘的山洞内 张九阳烤着火 阿黎在外面放哨 龙女依旧昏睡着 身上披着张九阳的外衣 遮住了那炸蟹的春光 刚开始他还没察觉到 后来是进了山洞 把龙女放下后 才恍然发现 他身上的许多伤口 竟然已经恢复了 湿透的白衣 紧紧贴在那修长曼妙的铜体上 若隐若现 刹那间 山洞中艳光四舍 那雪白的肌肤 简直比天上的明月都要皎洁 再配合 那如仙子般清冷圣洁的容颜气质 以及散落在地上 宛若锦绣般的乌黑长发 活脱脱一个被点了学的小龙女 好在张九阳定力过人 强行控制自己 解下外衣 遮住了那曼妙的铜体 敖牙握着姐姐的手 已经睡着了 爹爹娘亲 龙女一直在梦中泥南 空灵的声音中有着一丝依恋 不知过了多久 她突然喊了一声 张九阳 张九阳精神一震 这是梦到自己了 她凝神去听 看看还有没有下半句 过了许久才终于听清 张九阳 我不想当你的座妻呢 京都 监政院 青天监七大监猴 全部汇聚一堂 神色凝重 诸葛云虎倒是依旧放松 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布衣 平静道 四个村子 八百六十四人 全部惨遭屠杀 确定是阎罗做的吗 神徒监猴一拍桌子 骂道 肯定是他做的 和青州的手法一模一样 这个畜生 真是把人当猪狗一样宰杀 桑尽天良 月灵则是淡淡道 我看未必 青州那次 阎罗杀的都是些达官贵族 似是不屑于杀普通百姓 这种人 又怎么会特地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屠杀几个村子 神徒监猴怒道 月灵 你怎么还为这个畜生说话 邪碎杀人 还需要理由吗 也许就是心里不开心 想随便发泄一下 我只是在为真相说话 坚证 我还是觉得 此事应该有蹊跷 神徒监猴怒视着月灵 胡须飘扬 目若同灵 他的好友聂广贤 曾是青州太守 惨死在阎罗手上 故而心中 早已对那个邪碎恨之入骨 月灵也静静看着他 眸光平静 却丝毫不落下风 身旁的龙雀刀 在窍中微微争鸣 想动手 我随时奉陪 这一刻 他表现得异常强势 虽是心境的监猴 但第五境的实力 让他足以和诸位监猴 平起平坐 冀州月家 更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大山 要实力有实力 要势力有势力 神徒监猴也没想到 月灵会如此强势 一步不退 不禁为之一致 其他监猴 则是赶紧出来打圆场 缓和气氛 诸葛云虎淡淡一笑 突然道 龙虎 你最近可谓是神机妙算 即便足不出户 竟然也能从 好如烟海的卷宗中 找到与黄泉有关的蛛丝马迹 我有些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 那些被挖去头盖骨的孩子 与黄泉有关 听到这话 其他监猴 也十分好奇地望向月灵 最近月灵名声大震 他力排众议 强行要求彻查一些案件 结果还真顺藤摸瓜 剿灭了许多邪速窝点 根据审讯出的消息 这些邪碎 竟然是那个双面佛的手下 双面佛 在青天间内部的通缉榜上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 就是天尊 这个邪碎老奸巨华 心机和本领都深不可测 他们这么多年来 总是慢歧一步 仿佛被牵着鼻子走 唯有这次 他们抢先一步 抓住了双面佛的手下 还就出了大量被关押的孩子 月灵也因此在青天间内风头大盛 陛下龙颜大悦 特地解除了她的禁足 并颁指嘉奖 面对这个问题 月灵心中轻轻一叹 她多想堂而皇之地告诉众人 这都是张九阳的功劳 是她忍辱负重 深入虎穴才探出的消息 但她知道 自己不能 青天间内一定有皇权的细作 但究竟是谁 她却无法肯定 也许就在这个房间中 直觉 她淡然道 监政 我想请求主办严罗案 有人要栽赃嫁祸张九阳 诸葛云虎笑了笑 道 好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既然如此 阎罗一案 便继续由你主办 但她顿了顿 又妄想深途雄 深途监猴 你委屈一下 就做一个副主办 我相信 集青龙 白虎两格之力 必然能查个水落石出 缉拿真凶 深途监猴抱拳道 遵命 她眼中露出一丝振粉 总算能和阎罗过招了 她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月灵微微皱眉 深途雄对阎罗敌意太过 又不归属于自己麾下 恐怕到时候 会是一个麻烦 散会后 深途雄和月灵并肩行 她走起路来 龙行虎步 大刀阔斧 魁梧的身躯 简直就像是一头直立行走的黑熊 月监猴 咱们是不是要先去扬州查一查 兵分两路吧 月灵瞥了她一眼 淡淡道 我去扬州 你则是去云梦泽附近的村庄 再带人查一查 毕竟那里是作案现场 或许还有别的线索 深途雄眼珠一转 笑道 月监猴 要不咱们换一下 我去扬州 你去云梦泽吧 看到月灵脸上的冷意 她解释道 我可不是贪工 而是我是个粗人 这种寻找蛛丝马迹的事 我做不来 还是让我去找阎罗的老巢吧 月灵冷哼一声 道 随便 哈哈 那就多谢月监猴了 深途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立刻转身离去 风风火火 月灵则是露出一丝冷笑 粗人 如果不是她故意说要去扬州 深途雄又怎么可能会主动请鹰 要和她换一下 这个家伙 看似脾气火爆 其实粗中有戏 心眼不少 她并没有完全相信 李燕传来的情报 故而才来试探 片刻后 她穿上盔甲 点起人马 赶往青州方向 张九阳 你一定不能出事 再等等 我马上赶到 山洞中 火焰渐渐熄灭 张九阳不知何时 靠着墙壁睡着了 虽然这一战 她并没有受伤 表现得异常强势 但实际上 对心神的消耗却是极大 大战结束 绷紧的神经骤然放松 困意也袭上心头 不过没多久 听到某种动静的她 猛然睁开眼睛 原来是熬牙在梦中磨牙 她不知道梦到了什么 抱着一块大石头 啃得嘎嘣脆 张九阳松了一口气 嗯 龙女睡着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 而她的身上 却披着自己的外衣 不知是不是错觉 那外衣上 还有着一股淡淡的忧香 宁而不散 龙女走了 她连忙起身 走出山洞查看 不远处 阿黎蹦蹦跳跳地回来 一手提着野鸡 一手提着蘑菇 九哥 我给你做小鸡顿蘑菇 阿黎 你看到龙女了吗 看到了 就在那边啊 阿黎指了个方向 眉飞色舞蹈 龙女姐姐在那里洗澡呢 她可真厉害 那么重的伤 这会儿就白白嫩嫩了 顿了顿 她黑黑一笑 建议道 九哥 现在正是你当牛郎的好时机 我帮你把龙女姐姐的衣服偷走 咱们一起 将她变成我的嫂子吧 兮兮 还能省下一大笔彩礼钱呢 张九阳猛地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道 你九哥 我是那种人吗 阿黎点了点头 张九阳怒了 缓缓拔出斩鬼剑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说话 阿黎倒吸一口冷气 小脑袋飞转 回想着自己学过的成语 连忙道 九哥你你一观禽兽 一身正字 是个局 局 张九阳脸都黑了 面部肌肉微微抽搐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以后不准再用任何成语 子不叫 父之过 叫不言 诗之舵 她决定要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童年 随着一声声惨叫响起 连睡着的熬牙都给吵醒了 她倒是也不生气 看着这一幕 还以为是在玩游戏 露出一个去了门牙的笑容 小手拍的极欢 远处的一座小湖上 有淡淡的云烟环绕 张九阳自然不是想偷窥龙女洗澡 而是特意等了一会儿 又听到 远处有玉霄声响起 才前来相见 只见湖中青石上 坐着一位仪式独立 绝代风华的白衣仙子 她身上的衣裳已经恢复如初 白衣圣雪 会有飘逸的云纹 脊腰长发如瀑布垂落 还有些微微的湿润 在月光下流转着紧断般的光泽 月下龙女 白衣赤足 她足踏轻波 纤细修长的手指 横握着一根闭色玉霄 肌肤白如冰雪 销声清澈幽远 宛如天籁 张九阳总算知道 为什么驱水村中 供奉的敖礼神像 会是吹着玉霄的样子 此情此景 任谁见了 都要难以忘怀 一曲终了 她只觉得自己心中 仿佛有清泉流入 在江南烟雨中走了一遭 受水气滋养 心神上的疲惫一扫而空 张九阳飘然而至 落在轻石上 龙女似乎早就知道 她来了 雪白的脚丫在水中轻轻晃动 漠然不语 但任由张九阳坐在她身边 却没有拒绝 张九阳 谢谢你呢 她的声音十分空灵 只是和以往相比 似乎少了几分清了 张九阳想起她在梦中的抑郁 微微一笑 道 这么大的忙 总不能一句谢谢就完了 她抬起头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静静注视着张九阳 我可以送你半颗龙珠 顿了顿 她似是怕张九阳觉得少 又补充道 还有云梦泽龙宫中的宝物 你都可以拿走呢 张九阳见她如此 郑重其事的样子 不禁调侃道 可我不需要这些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想 哎呀 好像缺一个座起 张九阳瞥见她低垂的眼眸 握着玉霄的手指 下意识攥紧了几分 还有那双雪白如莲花般的双足 也在水中不安地晃动着 她心中不禁发笑 往日里高高在上的龙女 这一刻 竟然有几分可爱 许久 龙女似乎轻叹了一声 那双琉璃色的美眸中 露出一丝沮丧 张九阳感觉自己的玩笑 似乎开得有些过分了 正准备说话 却听到她的声音悠悠响起 张九阳 我想杀了你 可是下不了手呢 张九阳心中一惊 头皮发凉 好家伙 刚刚自己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幸好龙女心性纯良 才没有出手 果然 有些玩笑是不能乱开的 这位龙女的性子 不可以常理揣夺 普通人哪里会起杀心 起杀心后 还会老老实实说出来 哈哈 开玩笑的 你可别当真 张九阳顿了顿 道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朋友有难 帮助是应该的 再说 上次你不是从阴兵手中 也就吓了我吗 龙女凝视着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真挚 朋友 她念着这两个字 琉璃色的瞳孔中 闪过一丝溢色 不过有一件事 确实需要你帮我 关于我另一个身份 还请你帮我保密 张九阳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她这次为了救龙女 不得不暴露了阎罗的身份 要是泄露出去 她恐怕就将不得安宁 阎罗可以藏身于黑暗中 但张九阳不行 她还需要靠这个身份 生活在阳光下 甚至于暴露了身份后 还有可能连累到月灵 她的形势太过气张 已经超出了青天间 能够接受的底线 比如帅万鬼攻打青州城 虽然她杀的人都是坏的 但确实触怒了 大前的权贵阶级 别人不会觉得 她是卧底忍辱负重 只会觉得她堕入魔道 好呢 龙女点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张九阳微微一笑 并没有感到意外 她相信 以龙女的性子 不管她是张九阳也好 阎罗也罢 都不重要 郑雨邪 从来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对了 我带敖牙去看过大夫 大夫说她有吃鱼之症 是从娘胎里落下的病根 很难治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顿了顿 张九阳又道 若是不方便说 也无妨 龙女感受到她对妹妹的关心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更加柔和了几分 低声道 张九阳 我能相信你吗 当然 张九阳的声音不大 却异常坚定 但凡有一线希望 我都想试试 能不能治好她 你为什么对小牙这么好 她十分认真地望着张九阳 四目相对 不放过一丝细节 因为我也有个妹妹 张九阳的脸上 浮现出一缕柔和的笑意 目光好似穿过远处的陵幕 看到了那个正在娴熟的拔毛放血 给她做小鸡顿蘑菇的小姑娘 还有就是老龙王 我始终觉得 积善之人 其后人不该是这种遭遇 龙女望着那张俊逸出尘的脸 月光下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灰光 显得更加温润 其实我和小牙的娘亲 并不是龙 而是人 龙女将双脚从水中抬起 屈膝踩于青石上 脚背的肌肤宛如白臂 与青石的对比十分鲜明 她雪白的群居垂落 遮住了那双绝美的莲足 我想着一段非常遥远 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张九阳微微一阵 龙女的母亲竟然是人 我爹爹名叫敖景 生于六百多年前 张九阳 你还记得画皮主部下的那个困龙大阵吗 其实当年诸葛七星杀掉的那头聂龙 就是我的祖父 张九阳心中一阵 或许是因为有过生死之交的缘故 龙女终于不再隐瞒 将那段尘封多年的往事讲了出来 原来当年大井龙器不甘江山易主 化为一头聂龙兴风作浪 害人无数诸葛七星不暇 困龙阵在乌江引大前龙卖化龙 助其吞噬了那头聂龙 只是聂龙虽死 却留下了后嗣 诸葛七星神机妙算 自然没有落过这一环 他找到了那头聂龙的后代 却并未斩草除根 只言大井四百年基业 虽有过 却亦有功于天下 诸葛七星给聂龙的后代 取名为敖景 遂放生 敖景性子温和 和其父几乎是两个极端 他躲在山野之间 吸收日月精华 天地灵气 默默修炼 在这期间 他从未识人 若是被人发现了 就换个地方继续前修 随着时光流逝 沧海桑田 当他终于有所成就 准备出山找诸葛七星报仇时 却经文对方早已生死 而且 大前已步入圣世 天下太平 对百姓而言 大井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往事如烟 皆随风消散 这件事给敖景的打击非常大 在他印象中 那些身影是何等的经验 即便他修炼有成 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才敢出山 然而岁月无情 尘归尘 土归土 在诸葛七星的墓前 占了许久 敖景终于放下了一切仇恨 也放下了来自上一个时代的九恩怨 他继续潜入山野大则中修行 从此心中 只剩下一个目标 就是成仙 龙族的生命虽然漫长 但并非永生 强如诸葛七星都死了 他若是无法突破到第九境 早晚也会是水底淤泥中的一具尸骨 那之后 他的修行日益精进 甚至步入了 连诸葛七星都未曾踏入的第八境 活了足足五百年 敖景雄心万丈 准备突破第九境 化为传说中的应龙 飞入仙庭 勇响长生 然而 雷杰教会了 他如何作龙 他被劈个半死 坠落在青州的一座山头上 而且下一次降雨 要等到十几日后 在这期间 他都要忍受太阳暴晒 无法吸取到一丝力量 以他当时的情况 这几乎是必死无疑 敖景都已经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却不想 在第三天时 他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少女 少女有些害怕 但善良的他 还是克服恐惧走上前 低声询问他 是不是生病了 并将自己采的草药嚼碎 敷在他的伤口上 那点草药虽不值一提 却让敖景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敖景向他要水 瘦弱的少女便跑到远处的深潭打水 不过那点水 只是杯水车薪 少女又跑回山下的镇子 喊来了许多百姓 在他的感召下 当地的百姓纷纷前来 他们为敖景搭建遮阳的凉棚 不断奔走 为他打水 为了证明敖景不会伤人 少女始终坐在他的嘴边 陪他说话 勇敢地抚摸他的龙铃 就这样 他挺过了那最艰难的十几日 等来了一场风雨 当年的那个少女 便是我的娘亲 龙女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仿佛又回想起了 娘亲在夏日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哼唱歌谣的场景 张九阳心中感怀 怪不得老龙王会为青州百姓奉献多年 并娶了一位人类女子 原来当中竟然还有这段隐情 当年那头聂龙 害死了无数人 他的儿子却能造福一方 活人无数 命运至无常 当真令人唏嘘 等等 这样说来 诸葛七星当年之所以会放走敖景 难道是因为他算到了这段几百年后的往事 这个猜测 让张九阳道西一口冷气 倘若如此 那诸葛七星也太可怕了 但如果不是这样 以诸葛七星对大前鞠躬尽瘁的性子 又怎会留下祸患 让一头和大前有着灭国之恨 杀父之仇地龙活了下来 要知道 诸葛七星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当年因兵血洗了雍州的一座城池 他就敢直接杀进地府 霸道又强势 一瞬间 张九阳觉得这个世界更加深沉可怕了几分 以诸葛七星之修为 竟然也死得不明不白 他晚年到底遇到了什么 为什么青天间会将他的死列为最高绝命 和我娘成亲后 我爹便不再想着渡劫之事 他一边心云不雨 报答青州百姓 一边和我娘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 先后生下了两个兄长和我 一家人过得倒也幸福 直到娘亲又怀了小牙 他琉璃色的瞳孔中 浮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抱着双膝的手臂 下意识加紧了一些 很显然 接下来的回忆是非常痛苦的 张九阳微微皱眉 到底是什么样事情 能让一位八镜的龙王遭劫 甚至连家人都无法保全 难道老龙王又渡劫了 那时娘亲已经怀胎七八个月 青州遭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山火 数日不灭 烧死了许多百姓 爹爹虽然察觉到了不对 但架不住百姓在庙里的苦苦哀求 还是去不语了 说起这段经历 他的声音竟然有一丝微微的颤抖 吊虎离山 张九阳目光一闪 吐出了这四个字 七八个月的身孕 突如其来的山火 这一切都太巧了 背后必然有只无形的手 在操盘布局 爹爹走后 家中便来了一个穿着黑袍 戴着面具的人 破掉了爹爹留下的阵法 要抓娘亲 娘亲当时是一位第五境的修士 但依旧不是她的对手 好在关键时刻 我的两位兄长觉醒了血脉 化身真龙 向着她咬去 缠住了片刻 娘亲带着我逃走 我最后望见的龙女 紧紧攥着拳头 指甲几乎都刺进了肉里 却浑然不知 是一位兄长 被她撕成两半 龙血剑的到处都是 张九阳轻叹一声 默默靠近她 将外衣脱下给她披上 这一刻 强大的龙女 露出了心底最脆弱和柔软的一面 娘亲带着我逃走后 亲手剖开了自己的肚子 以密法将熬牙生了出来 这也导致熬牙先天有损 神志不全 患上了难以根除的吃鱼之症 娘亲说 那人的目标是她 便让我带着熬牙逃走 不要回头 自己则是走向另一个方向 去引走敌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娘亲 再后来 我爹爹的神像就破碎了 我能感受到 她已经陨落了想看最新最快请搜 Ref等于Hugage Target 等于下滑线BNKHugage A 我带着妹妹 逃到了云梦泽 这里本来有着一条鲤鱼精 被我除掉了 对了 陈二就是在那时帮了我 龙女将自己的身世 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这么多年来 张九阳是她第一个倾诉的人 这些话闷在心里 已经太久了 此刻全部说出来 倒是轻松了不少 张九阳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顿了顿 她又补充道 但你 不要给别人说呢 目前为止 她只信任张九阳 放心 咱们也算是互相都有了对方的秘密 张九阳叹了一声 总算明白了 龙女为什么对人族的态度这么复杂 难怪她不愿意为人族行云不语 她从小和人生活在一起 还有一半的人族血脉 本来是对人颇为亲近的 却不想父亲为了保护人族 害得她家破人亡 如果老龙王没有去理会那场山火 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那个穿着黑袍的蒙面人 很显然并没有正面能赢老龙王的把握 所以才用了调虎离山之策 目的就是为了抓住老龙王的亲人 以作妖邪 那晚龙王陨落 其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人能轻易战胜 一头第八径的真龙 除非他掌握了真龙的逆灵 只是那个黑袍人 到底是谁呢 神秘 强大 残忍 不择手段 张九阳心中突然灵光一闪 想起了一道深意 阎福山上 甲字王座 石天干之首 天尊 如果说当今世上 谁有能力 有胆识去谋划一头第八径的真龙 那天尊绝对算一个 会是他吗 张九阳没有告诉龙女这个猜测 因为天尊实在是太强大了 当务之急 是先铲除画皮主 壮大自己在黄泉的话语泉 你放心 真相 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可我不在乎真相呢 龙女抬起眼眸 神情已经恢复了平静 淡淡道 知道了真相 我的父母 兄长 也不会再活过来了 小牙的赤鱼 也不会好了 他隐隐起身 修长恶诺的身姿 屹立在月光下 长风吹起他如云的发丝和衣带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晶莹剔透 宛如湛蓝色的宝石 张九阳 我不在乎真相 我只想报仇呢 所以 再没有报仇前 我不能当你的作企呢 张九阳露出一丝苦笑 摇头道 都说了 不要你当作企 想报仇 就要努力修行 等你突破到第九境 就能手刃仇人了 龙女却摇了摇头 鸣声道 关于第九境 小时候 爹爹说过一件事 什么事 他说第九境 并不存在呢 张九阳猛的一惊 第九境 不存在 爹爹还说 长生 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骗局 两日后 云梦泽 张九阳和龙女 重新回到了这里 画皮主流下的咒术 已经消散得差不多 在龙女的施法下 水质又变得清澈如雪 但可惜的是 曾经生机勃勃的云梦泽 如今中是归于寂静 龙女吸收水质之经 伤势已经基本痊愈 这也可见 龙足肉身的强悍 他足踏轻波 沐浴月滑 一袭白衣圣雪 一条长长的白色丝带 优雅地竖在乌黑的绣发上 在夜风中微微飘荡 如白玉雕成的手指轻拢 捏动悬映 天地间顿时风雷大作 张九阳 你准备好了吗 空灵的声音响起 透着一丝丝观星 张九阳说要修炼雷法 让他等会儿引雷劈他 龙女虽然不解 但见他十分坚定的样子 便也只能照做 放心 待会儿听我安排 不过 你还是要收着点力 大概用平时一成的威力 张九阳看似胸有成竹 但其实心里也有点忐忑 这算是他第一次正式修炼雷法 和五雷服不同 学兴雷的修炼难度更高 危险更大 是实打实的雷法神通 五雷正法中的上乘手段 一旦修成 张九阳的战力 必将有一个不小的提升 但掌心雷的修行十分危险 而且异常繁琐 这也导致他在后世渐渐失传 张九阳取出那颗封印着春雷的宝石 用力捏碎 轰隆 两道雷霆冲天上 顿入云中 要时间 周围的天地四世发生了某种变化 雷霆之气冲斥其间 却又有着三分生机流转 春雷一发 万物复苏 生机盎然 张九阳知道 浮炼雷气的时机已到 他盘膝闭目 存祥北斗在上 在春雷发生之际 骤然睁开双目 送扶雷气咒 咒臂 他向雷响方向 吸气纳于丹田 此之为纳雷气入原宫 两手握雷菊 臂气 将雷气在丹田中 似水转八十一次 缩为驴 使气上头顶昆仑 立尼丸弓附入丹田 此时存祥 真气上玉金山上丹田 运下雷池 赶起火龙降雨神士 再掐绝 运起 存祥风博雨师从肺极出 目为电光 轰隆 在张九阳的体内 竟然想起了 清晰可闻的雷鸣 周身孔翘中 都有无形的雷气阴晕 特别是眼睛中 竟然有电光流转 极为神异 现在的他 仿佛成为一座磁场 在吸引着天上的雷霆 潮起屁下 好在有龙女强行射住风雷 才避免他沦为交叹 到此为止 张九阳才算是完成了 掌心雷秘法中的第一步 浮炼雷气 雷气出城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他先静默调息 直至耳不闻呼吸之声 唯一口气顺逆 默念天母心咒 各一遍 发轮字音低气 念咒一秤金 九遍 左手握雷局 当胸一拍 发团音 右手捏剑绝 虚述一个轮字 紧接着念运雷咒 三十六遍 向正宫取精气冲动 赴念咒后 提气于掌心 存响雷霆章 使者见字 伏发声 整套流程分繁隐秘 即咒语 符印 手印和存响于一身 修行起来十分麻烦 但若是修成 施展起来 却是异常简单 无需掐绝念咒 学心一发 便是天雷破障 无坚不摧 渐渐地 张九阳体内的雷气 全部汇聚于学心 若是有人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在他的学心上 似乎在荡漾着雷光 感觉差不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 望向龙女 点了点头 四目相对 自从那晚两人彻夜长谈后 关系便清静了许多 还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默契 无需言语 龙女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下一刻 龙银生动 他化身白龙 飞入云中操纵雷霆 晶莹的龙脚上 荡漾起璀璨雷光 轰隆 雷霆向着张九阳劈下 目标是他的掌心 原本张九阳扶炼雷气后 便算是打下了 修炼掌心雷的基础 日后只需要水魔功夫 一点点积聚雷气 化为掌心雷硬便可 危险性降低许多 但缺点是 时间太慢 想要拿来对敌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张九阳便灵机一动 让龙女助他速成 轰隆 雷霆降下 哪怕龙女 已经刻意收敛了 大部分的威力 也依旧是声势浩荡 威猛霸道 远处旁观的阿黎 不禁捏紧了衣角 眼中十分关切 敖牙则是不断拍手 似是觉得好玩 被阿黎狠狠敲了下脑袋 郁闷地拿起一块石头 开始磨牙 面对着从天而降的雷霆 张九阳却是将掌心微抬 雷气牵引之下 雷霆精准地落在他的掌心 却并未炸开 而是神奇地钻进了他的手穴 他感觉浑身毛孔如刺猬般竖起 一种苏马感袭来 但好在还能接受 再来 说话时 他嘴中似乎都有股黑烟冒出 这还是有浮炼雷气的底子 否则现在 他早已被劈成了飞灰 即便如此 看上去还是有几分狼狈 轰隆 一道道雷霆落下 不断涌入他的掌心 好似泥牛入海 他的掌心处 雷光越发璀璨 远远望去 就好像托举着一方雷泽 声势骇人 就是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开始浇黑 口鼻之中不断喷出黑烟 还差一点 张九阳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但他知道 修成学心雷就在眼前 只差最后一点了 一定要坚持住 想起画皮主面具下 那只阴厉的眼睛 他顿时心中发痕 咬破舌尖 让精神保持清醒 无论如何 都要修成学心雷 他要亲手宰了画皮主 如果连这点痛苦都承受不了 那他还修什么道 想什么魔 轰隆 又是竖刀雷霆落下 虽然被雷气牵引至双手 却也震得他蹊跷流血 更恐怖的是 就连他流出的血液 都是滚烫的 蕴含着丝丝雷光 汹涌的雷霆顿时停下了 云层中探出一只龙手 白龙静静注视着下方的男人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中 有着一丝担忧 张九阳似乎已经到了极限 再来 张九阳却是一声怒吓 眸光烈烈 仿佛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璀璨 他没想到 速成学心雷竟然如此危险 这次确实有点冒险了 但此刻 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若是终止 那么掌心汇聚的雷霆之力 便会轰然炸开 他很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双手 这是张九阳所不能接受的 越是危险 他骨子里便越是有一股痕劲 龙女感觉到了他心中的执着 默然片刻 再次引雷 轰隆 雷光在降 张九阳的手臂不断颤抖 肌肤渗出一道道血珠 又被溢散的雷光蒸发成雾 他学心的雷霆之力 凝聚到极致 远远看去 仿佛在托举着两轮雷光汇聚而成的大日 将夜晚的云梦则照得亮如白昼 到极限了吗 张九阳试图催动学心雷秘法 结成雷印 但麻木的躯体 已经难有寸动 就连五脏都受到了波及 体内温度飙升 再这样下去 他就算不死于雷霆 也要被煮熟了 还是太急于求成了 张九阳暗自反省 雷法一到 凶险万分 半点都马虎不得 他这次应该再浮练雷气后 就立刻停止 水魔功夫总好过九死一生 没办法 只能汽车宝帅了 张九阳一咬牙 只能选择在尚未修成掌心雷前 就将这些雷霆之力释放出去 虽然这样 很可能会让他的双手扎成血泥 但就在这时 他的耳畔突然响起了龙女 那空灵的声音 把嘴张开呢 他一愣 而后边看到白龙土珠 是那颗晶莹剔透 流转着无暇白光的龙珠 龙珠飞到他的嘴边 张九阳努力操控着肌肉 终于张开了嘴巴 下一刻 龙珠钻进了他的口中 进入了腹部 刹那间 他仿佛听到了无尽波涛声 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汪洋 不 那不是汪洋 而是汪洋般的法力 难以想象的浩瀚法力 在他体内流转 滋润着快要被蒸熟的五脏 修补着崩断的经脉 最主要的是 张九阳突然发现 那些暴力凶猛的雷霆 竟然变得温顺而乖巧 龙 天生就操纵风雨雷霆的神通 他心念一动 催动学心雷秘法 进行最后一步的修行 双掌脱举的雷则不断凝炼 最后涌入他的学心消失不见 若是有人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在张九阳的掌心处 多了两道若隐若现的雷纹 学心雷 修成 死法 繁琐复杂 按照传承记载 就算是资质绝佳的人 至少也要十年光景才能大成 若是资质普通的修饰 甚至要一甲子 而张九阳则是一夜功成 他脸上的焦黑之色渐渐消失 刺猬般的头发也变得光滑柔顺 经脉骨骼变得更加坚韧 整个人似乎多了几分阳刚之气 威武不凡 雷法 乃天地之造化 修成雷法 得雷气滋养 人就会阳气充沛 目如电芒 百病不生 诸邪难清 若是雷法今生的高人 一怒之下 甚至能影响外景天象 使天地间风雷大作 我心疾天心 我怒疾天怒 当然 能将雷法修制这种境界的 从古至今都是寥寥无几 凤毛麟角 张九阳雷法出城 修行之路仍是任重而道远 他睁开双眼 感受着体内那庞大的法力 当真是如痴如醉 此刻的他 完全有信心 将任何第五境的修饰 斩于马下 甚至面 对第六境也丝毫不出 这就是龙珠的威力 无价之宝 难怪画皮主 不惜心师动众 也要屠龙 云中白龙垂眸 静静凝望着那道身影 失去龙珠后 现在的张九阳 已经比他要强大 若是他沉迷在力量之中 选择霸占龙珠 那他也无可奈何 面对力量的诱惑 不是谁都能无动于衷 张九阳之前愿意把龙珠还给他 是还没有体会过力量的滋味 此刻他还会再把龙珠还给他吗 敖利不知道 张九阳感受着体内 那堪比第六境的力量 确实有些陶醉 要说没有一丝异动是假的 毕竟这份诱惑太大了 但他很快就睁开双目 掌心在丹田一排 雪白的龙珠从嘴中吐出 在白龙的牵引下 重新回到了主人的体内 敖利 多谢了 比力量更重要的 是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否则即便再强 也不过是孤家寡人一个 更何况 以张九阳的心性 是绝对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 敖利在云中点点头 正要说话 却突然听到了雷鸣 轰隆 六道骇人的雷霆朝他批来 汹涌澎湃 霸道无匹 照亮了黑夜 也照亮了一双阴气逼人的眼眸 聂龙 羞得伤他 雷霆批在白龙的身上 刚猛霸道 侧起耀眼的火花 即便是白龙 在云中飞舞的身子也微微一顿 那双琉璃色的瞳孔 有些错愕 他从未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被雷劈 对方雷法的造诣极高 寻常雷霆根本落不到他的身上 但这六道雷却是例外 好 龙银生动 白龙水晶般的龙脚上 牵引雷光 朝着那道飞天起的身影射去 雷光照亮了 他银霜般的盔甲 以及那喜火焰般的红色战袍 月灵手持龙雀斩马刀 披风烈烈 含眸中杀鸡凛然 身子在月下坠落 刀身上惊艳纵横 力劈而下 这一刀 当真是雷霆万钧 势不可挡 纵然是飞天之真龙 也要将其斩于刀下 很显然 他以为白龙在引雷伤害张九阳 故而动了真火 准备屠龙 龙女自然不甘示弱 他看似与世无争 其实骨子里 也深藏着身为龙族的骄傲 不屑于解释 龙脚射出一道道雷光 准备给这个蛮横粗暴的女人 一点教训 枪 龙雀刀发出嘹亮的争鸣 如除凤鸣与九霄 可怕的刀光 竟然斩断了那一道道雷霆 杀至白龙身边 龙女眸光一宁 也察觉出了这个女人的不好惹 第五镜 养圣胎 而且是第五镜中的佼佼者 甚至已经触摸到了 第六镜的门槛 所修功法的品阶意识极高 当 白龙化为人形 而后一手接刀 竟发出尖锐的金石之声 火花四射 看似是仙仙玉手 其实是真龙利爪所化 坚固无比 甚至能硬汉龙雀刀这样的神兵 月灵一声怒吓 剑眉倒数 阴气的眼眸越发明亮 似有惊艳 熊熊燃烧 他竟打算和一头真龙绝力 灭龙 给我下去 火焰冲天而起 在他身后 化作一尊可怕的巨人 三面八臂 手持刀枪剑戟 背负烈焰 足踏大字在天 金刚怒目 神威灵 灵 响三是金刚冥王 这段时间 他从未在修行上松懈过 已经将金刚冥王雷火降魔真金 修炼到更深的境界 半只脚踏入了第六境 雷与火 铸就了一把锋芒毕露 可斩鬼神的宝刀 哄 仓促之下 龙女竟然被月灵压得从高空坠落 气势上落在了下风 但她到底是能比拟第六境的真龙 楚遍不惊 弹口微起 轻轻一吹 却好似长风万里 飞沙走石 龙卷风将月灵逼退 她在捏妙印 云梦泽上顿时掀起滔天大浪 足有数十丈高 朝着月灵打去 莱儿不枉飞离也 她也动了真火 想要给这个女人一点教训 月灵脚踏水浪 拖刀而行 不禁反退 惊艳在水上烧起 锋利的刀器 好似将水目切开了一道口子 斩 一刀破浪 酣畅淋漓 充满了力量之美 她的身形都不带停顿 金刚龙象的根骨 杀来 虽只有一人一刀 气势却犹如铁马冰河 万气冲锋 水花打射她的长发和战袍 却将刀光映衬得更加璀璨 龙女没想到 对方这么难缠 磅礴的法力催动 天地间顿时狂风大作 雷声震天 准备引下无数雷霆 将其劈成飞灰 别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张九阳高呼 大声喊道 都是自己人 谁和她是自己人 两女竟然一口同声 眸光碰撞在一起 似是见起了无形的火花 好家伙 都上头了 熬牙齿牙咧嘴 想帮姐姐 但被阿里给拽住了 咱们快溜 这两个谁都惹不起哦 被哪个擦着一下 那可都是会送命的 九哥呀九哥 你要试死了 阿里会罩着你的 眼见两人即将打出真火 张九阳心中一击 妈的 老子两个都不帮 一起打 掌中雷纹闪烁 体内雷气沸腾 掌心雷 轰隆 只见她双手分别射出一道雷光 朝着两女射去 声势不凡 传承至三五火车 雷弓亡灵关的掌心雷密法 第一次在这个世界 展露锋芒 威力十分不俗 寻常第三进的修士 都接不下这一学 就算是第四进的修士 错不及防之下 可能也要受伤 但可惜的是 张九阳的目标 是一头龙 以及一个能和真龙绝力的人 月灵长刀一阵 将这几学心雷斩碎 望着刀身上 明而不散的雷光 眸中露出一丝惊讶 好纯粹的雷法 虽然在威力上还有欠缺 但那不过是 张九阳自身的修为有限 如果她也是第五进 那自己绝不可能 如此轻松地 接下这一道雷霆 她也是雷法一道的行家 不难看出 这学心雷的潜力 其中隐藏的底蕴 不下于她自己修行的雷法 要知道 她的雷法 可是当时最上乘的法门之一 龙女则是青灰云秀 将那道雷霆扶去 琉璃色的瞳孔 转而望向张九阳 有一丝不解 月灵也停下了手中的刀 望向张九阳 压力突然袭来 张九阳连忙笑道 都是自己人 月灵 刚刚敖离并没有想伤害我 而是在帮我修炼雷法 她甚至用龙珠救了我一次 听到这话 月灵眼中露出一丝哑然 她打量着 在月下长身玉力 宛如孤舍仙子般的龙女 道 听闻云梦泽中有位神女居住 不问世事 莫是一切 甚至对陛下的册封 也不屑一顾 原来是头白龙 只是 也无怪她多疑 和妖魔鬼怪打交道久了 难免会多些心眼 不会轻信别人 白龙虽是祥瑞 但亦是妖 龙女也不生气 淡淡道 关你什么事呢 用最平静的语气 说着最不屑的话 月灵冷笑一声 道 张九阳是我的外围 你若是敢打她的注意 自然就关我的事 眼见两人说着说着 似乎又有了火药味 张九阳连忙上前挡在他们面前 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等下说给你听 先把刀收起来 月灵冷哼一声 但确实给张九阳面子 将龙雀刀收入了窍中 张九阳 我不喜欢她呢 龙女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恶 而后化身白龙 顿入了水底龙宫之中 张九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月灵问道 我接到李燕的消息 便知道 你是被栽赃陷害的 屠杀几个村子的人 应该就是画皮主吧 张九阳点点头 暗自感叹 有个聪明的队友 就是省事 我就知道 是那个该死的画皮主 还好你聪明 借助无名反将其义军 这次生徒雄 怕是会将杨州搅得不得安宁 他知道 杨州是画皮主的藏身之处 张九阳传递那样的消息 明显就是为了借助 青天剑的力量 报复画皮主 其实除了报复画皮主之外 还是为了唯唯救赵 救下龙女 张九阳摇头笑笑 然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部讲出 月灵听完 不禁为他吸了口冷气 张九阳看似云淡风轻 在整件事情中 占据了主动和上风 甚至还压着两个 第六镜的斜碎打 在黄泉中树立起了威望 但他明白 但凡这其中的任何一环 出了问题 等待张九阳的 都将是万劫不复 如果那不灭今生 没有老和尚说的那么厉害 如果天尊没有拦下两人 如果黄泉宴结束后 画皮主再随手试探了一下智慧 胆时 运气 缺一不可 还是太冒险了 为了就一头相识不久的龙 值得吗 他的眼神有些狐疑 道 你该不会 是看上人家的姿色了吧 虽然只是草草接触了一下 但骄傲如月灵 也不得不承认 龙女是个不折不扣的角色美人 气质更是清冷圣洁 角角如月 男人应该都喜欢那样的女人吧 张九阳瞪了他一眼 道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一个好色之徒吗 他淡淡道 写出像肉铺团 那种输的人 能不好色吗 张九阳 阿黎见两女的战斗 已经落下帷幕 眼珠一转 踢着两把粉色的小菜刀 冲了出来 九哥别怕 阿黎保护你 张九阳气得夺下他的小菜刀 啪啪在他的屁股上拍了几下 没好气道 装 你再给我装 刚刚跑得比谁都快 还拉着熬牙一起跑 一个个的 都不让人省心 阿黎气哼哼地 抱着月灵诉苦 凌王姐姐 我检举 九哥拿着你给的钱 去教坊撕点了十几个漂亮姑娘 还特意 把我和亲戚灌醉 哼哼 真是笨 鬼怎么会喝醉了 阿黎又不是醉鬼 月灵的魔光一凝 拿着我的钱 去教坊撕点了十几个姑娘 她突然想起 那段时间 自己买手在 浩如烟海的卷宗中 寻找蛛丝马迹 就是想看看 能不能给张九阳 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当时她还责怪老高懈怠 让她向张九阳学习 咦 看天象好像要下雨了 我突然想起 家里还有衣服没有收 月灵 改日再聊哈 张九阳准备开溜 九哥 家里洗的衣服 我都收好了 阿黎再次补刀 月灵走上前 穿戴着盔甲的手臂 搂住张九阳的脖子 脸上露出一丝 看不出喜怒的笑意 张九阳 好久不见 我要检查一下 你的剑法练得怎么样了 感受着颈尖的冰冷和坚硬 张九阳知道这个女人 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来自冥王的怒火 改日 改日 就今日 四 清点 半个时辰后 鼻青脸肿的张九阳 躺在草地上 浑身酸痛 那柄龙雀刀 敲起来是真疼呀 到后面 月灵美其名曰 要教她近身薄杀之术 不知将她摔倒了多少次 真叫一个天旋地转 日月无光 万恶的盔甲 她倒在地上 想起上一次和月灵 在宿女面前的演戏 那时 她没有穿盔甲 两人一起坠入大地 近身触碰下 颇为已拟 但现在只有冰冷和坚硬 她躺在地上 无力地喘着气 月灵则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坐在湖边 将散乱的长发重新系起 用红绳绑成一个清爽利落的马尾 红色战袍 勾勒出窈窍的身躯 尤其是那双笔直修长的腿 矫健而富有美感 张九阳 你的身子骨比以前好了许多 但还是虚 这屠龙十八手 是我新创的近身薄杀之计 你以后记得好好修炼 神剔屠龙十八手 张九阳都无力吐槽这个名字了 好大的胆子 就不怕 我去皇帝那告你 还屠龙 你也就欺负一下我了 哟 大名鼎鼎的阎罗 还会去皇帝那告状 四目相对 两人相视一笑 唯 水下的那位 久闻龙宫有穷江玉叶 不知道能不能送上来两坛 他拍拍水面 大马金刀地坐着 声音豪迈不拘一格 仿佛之前的拔刀相像 都已烟消云散 哗啦 两尊白玉酒坛飞出水面 只有八掌大小 谢了 他朗声一笑 而后递给张九阳一谈 下一步呢 你打算怎么做 他突然问道 张九阳闻着手中酒水的香味 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 缓缓吐出两个字 杀人 杀谁 画皮主 好 我陪你 酒坛相碰 月下供影 豪气甘云 云梦泽边 两道身影并肩而坐 开怀畅饮 张九阳 你这次虽然反将画皮主一军 但阎罗的恶名更胜 不止我们青天间 恐怕各大派的人都会将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月灵眉头微醋 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阎罗的风头太盛了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按理来说 前夫就应该尽量低调 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大张旗鼓 弃张至极 虽然打开了一片天 却也会受其害 张九阳闻言目光一动 问道 你所说的各大派 都有哪些 为什么我在青州住了这么久 很少看见有其他修士 曾经他率忘鬼攻打青州城时 本来还以为会碰到一些修士抵抗 结果没想到 偌大的一个青州城 只有小鱼小虾几只 还都是野修 不是名门大派 而且往往都是青天间的人 在和邪宿战斗 那些正派弟子都去哪了 月灵帮他解开了这个疑惑 九州之地 灵气各有不同 青州比较平级 故而没有什么大派立足 当时之中 若说大派 京都的太平观 雍州的白云寺 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大派 除此之外 还有扬州的万福楼 徐州的飞仙洞 冀州的古江巨庙 京州的赶石山 都是比较有实力的门派 门中 皆有五进或六进的大修士坐镇 对了 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影视宗门 比如东海仙岛上的剑阁 据说世代单传 每一世 只会有一位真传在人间行走 各地的剑仙传闻 基本上都是来自剑阁 听到这话 张九阳想起他第一次 和灵瞎子正面交手时 曾用过飞剑 灵瞎子当时说他的剑太慢了 若是能有东海剑阁的飞剑之术 方才会畏惧几分 既然有这么多大派 那为何很少见其弟子降妖除魔 张九阳不禁问道 按照常理 不该是正邪不两立吗 听到这个问题 月灵的目光冷了下来 他淡淡道 各家自扫门浅血 不管他人瓦上霜 这些名门大派 都有上千年的传承 大井灭亡了 他们也仍然存在 既然如此 又何必为大钱卖命 在他们的那一亩三分地 倒是不介意出手降魔 毕竟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可在其他地方 他们就无动于衷了 难道就没有弟子云游天下 降妖除魔 倒是有 但很少 月灵抬头望向他 道 即便是有实力的大派 培养一个真传弟子 也要花费大量资源和心血 而且道不清传 故而负责打理所事的外门弟子居多 有真本事的内门弟子极少 张九阳不禁想起了 寄功所在的灵影寺 寺中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唯有寄功是罗汉下凡 拥有神通 这个世界的宗门 就和灵影寺差不多 大部分弟子都是普通人 只有寥寥几人才是 有神通本领的 他倒也不意外 修行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源 对根古的要求意识极高 要是一个宗门里 人人都能修行 那才意外 而且六百年前 玉顶宫掌教外出 导致宗门被妖魔撞山而覆灭 如今各大派的掌教 都轻易不敢离山 生怕自己的宗门 也遭遇了同样的灾祸 月灵探道 指望他们能听令行事 太难 张九阳默然 大前虽然名义上统治九州 但面对这些传承千年 掌握超凡力量的宗门 终究会有些底气不足 还是我青天间 缺少一位强有力的绝代人物 当年诸葛国师在的时候 青天令一下 谁敢不从 各大派更是要乖乖把青传弟子 送到青天间中 服役十年 诸葛国师曾说 大前不养闲人 任何宗门 不论道佛 都要上贡交税 服役祥摩 威者全部遣散还俗 众地去 可惜 这些年 我青天间的力量越发薄弱 当年诸葛国师留下的法令 也已名存实亡 张九阳点点头 在一个仙侠世界 想要贯彻法令 建立鼎盛的大一统王朝 就必须要有 诸葛七星这样绝对强势的人物 能镇压一个时代 怪不得很多人会说 前缘之后无圣事 也怪不得青天间的人 会对一位六百年前的人 念念不忘 那是青天间最风光的时候 四世察觉到了月灵的失落 他拍拍他的肩膀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你的资质不下于诸葛七星 将来等你当上了奸政 相信必能一扫颓势 重振青天间之雄风 到时候 随便给我个关当当 也让我过过关痛 月灵也笑了出来 道 好 我到时候让你做青天间避马温 专门给我养马 张九阳洒然一笑 刚想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 远处有马蹄声响起 法眼动开 看到有许多青天间的人正在赶来 其中还有熟人老高 是我的人追来了 我进入青州后 因为担心你的安危 就先一步来了云梦泽 月灵起身 向他伸出手 张九阳愣了一下 而后伸手握住了那只修长雪白的手 很难想象 就是这样一只御手 却斩杀了无数恶鬼要挟 月灵将他拉起身后 便松开了手 道 张九阳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们去扬州 和画皮主做个了断 而且在我身边 我也能保护你 实不相瞒 这次虽然还是我主办阎罗案 但副主办是青龙阁的肩猴生徒雄 此人是聂广贤的好友 对你可谓是恨之入骨 已经先行一步去扬州了 张九阳却是摇了摇头 我不能和你一起走 为什么 你的身份太高调了 死去扬州 所有人的目光 甚至包括画皮主 都会在暗中注视着你 在你的身边 我很难不被他注意到 月灵立刻便明白了他的意图 道 你是想让我在明处 吸引画皮主的注意 你好在暗处行事 不错 你我一明一暗 才是最好的安排 月灵挥手示意 赶到的手下们 先在一旁等候 然后问道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张九阳也不和他客气 道 查一样东西 画皮主在扬州守着的那样东西 聪明 从画皮主的表现来看 那样东西对他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能知道是什么 就可以将其作耳 布局为杀 杀画皮主难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有青天间的两位尖猴 数位灵台狼 再加上龙女 在战力上丝毫不惧画皮主 真正难的是把画皮主找出来 此人在扬州经营多年 从未被人发现过老巢 甚至连潜伏的小蝶都不知道 可见其谨慎 张九阳估计 青天间就算搜遍扬州 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但如果能找到那样东西 就可以设计引画皮主出来 就好像钓鱼 必须要先有鱼儿一样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该怎么查 张九阳分析道 首先那样东西 肯定是无法携带的 而且和龙珠有一定关系 可能是一株快要成熟的宝药 或是一条河 一座山 一直被封印的怪物 另外 暗中查一查 青天间的那间到底是谁 双管齐下 或许会有收获 月灵点点头 深深望了她一眼 转身就要离去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张九阳叫住了她 从怀中取出一样东西 是一根断裂的龙脚 哦 那头妖龙和画皮主认识 或许也可以查查她的身份 月灵接过龙脚 插一道 好重的妖气 她乃天生祥瑞 如白龙 身上不仅没有妖气 反而如琉璃般纯净 仙气飘飘 与之相比 这根龙脚就显得异常邪恶 我知道 另外扬州有一位练器大师 和我外祖母交好 若是见到她 我会帮你问一问 能不能将这龙脚 给你练成一件法宝 张九阳心中一暖 笑道 多谢 她手上的法宝 确实少了一些 目前只有一把掌鬼剑 虽然锋利 但过于偏刻 杀鬼厉害 其他方面就差了一些 与人斗法 法宝也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有时甚至能决定胜负 你我之间 何必沿陷 她摆摆手 转身离去 走了几步后 又回头叮嘱道 张九阳 保重 保重 望着那一棋当先 逐渐远去的身影 张九阳心中有几分感慨 她和月灵的关系非常特别 两人每次见面 似乎都是来去匆匆 谈的也都是公事 但不知为何 她却能感受到 两人之间的情意 越发深厚 有人摆手如心 有人青盖如故 这个鹦鹉豪迈的奇女子 不知不觉间 竟成为了 她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朋友 有一个能为你心夜奔赴数百里 可以放心托付所有重要之事的朋友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张九阳 她对你很好呢 龙女不知何时出现在张九阳的身边 道 你们有些奇怪 明明是许久没见的朋友 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分开 好朋友 不应该实时在一起吗 张九阳摇头笑笑 道 因为我们正在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而奋斗 同袍也好 同志也罢 不管在哪个世界 都有人在为了普通人的生命而努力 所以越灵从来不曾停歇 也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她至今都无法忘记 那个被泡在酒水中 刚刚成型的胎儿 也无法忘记 画皮主将数百块血淋淋的头盖骨 交易给双面佛的场景 人不能像猪狗一样地活着 张九阳 我快突破到第六镜了 龙女的话 让她十分惊喜 敖里第五镜就能和画皮主不相上下 若是突破到第六镜 岂不是她一人就能赢过画皮主 只是云梦泽中的水泽精气太少 无法攻我突破 我准备先去扬州附近 找一处大些的水脉来破镜 到时候 你若需要我帮忙 还用老方法就好 张九阳愣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她的老方法 指的是上香 至于扬州有没有龙王庙 没关系 没有的话 她自己造个神像就好 所以 小牙还需要 你再帮我照顾一下 放心 你尽管破镜 小牙交给我就好 张九阳答应得很爽快 龙女点点头 而后化身白龙 飞入云中消失不见 这就 走了 张九阳露出一丝苦笑 好吧 又是一个行动力超强的骑女子 要时间 她似乎又成了孤家寡人 阿里 过来有好东西 张九阳拿出了一根祥真香 此香不仅能助人修炼 还能增强鬼物的道行 虽然刚突破第三劲不久 但她还是要努力修行 勇猛精进 毕竟身在悬崖上 不变墙 就随时可能万劫不复 先定个小目标 三月之内 冲上第四劲 月下一只香 鸟鸟似云烟 随着酱真香被点燃 一种奇异的香味向四周弥漫 淡雅之中 隐隐透着一股油脂的味道 更诡异的是 随着酱真香的燃烧 张九阳竟然隐隐听到了 妖兽哭泣的声音 宛如水底金鱼 阿里整个人都陶醉了 飘飘然 仿佛从未吃到过 如此美味的东西 张九阳亦是眼中金光一闪 随着香物进入口鼻之中 他体内的法力 顿时沸腾了起来 那些香物化为丹田上的阴云 随着一声雷鸣 降下无数甘铃 滋润着周身法力 每一次呼吸都在进步 和大开大合的丹药相比 这将真香的效果 温和持久 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副作用 即便只是个普通人 也能从中受益匪浅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张九阳第一次感受到了香道的神奇 阿里身上的阴气越来越盛 他自从踏入胸脊后 便静静缓慢地修为 再次突飞猛进起来 红裙子鲜艳如血 很快 张九阳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发现 自己和阿里 无法完全吸收掉 一根降真香的药力 尽管他们已经拼命去吸纳 但仍有不少香物散于旷野 此香珍贵至极 可不能浪费 一念及此 张九阳喊来了熬牙 并让阿里放出了一批仓兵 除了红烧 清蒸 油炸三大将军外 还有十来名作战 最为勇猛的精锐仓兵 群鬼石香 很快 这些仓兵的身上 开始发生了某种蜕变 他们的铠甲变得更加坚固 武器变得更加锋利 身上的阴气也越发浓郁 就是模样开始千奇百怪 有的长出獠牙 有的生出赤法 有的长出了第三条手臂 有的甚至长出了翅膀 当真是群魔乱舞 要是被人看到了 保管吓个半死 最惊人的是三位仓兵大将军 红烧大将军的眼儿口鼻中 喷出幽蓝色的火焰 虽然白发苍苍 却好似霸王将士 手持一把关公大刀 大将军原本是个病死的书生 如今依旧是病痒痒的样子 但浑身上下长满了毒瘤 所到之处草木枯萎 寸草不生 周身笼罩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瘴气 好似传说中的异鬼 游炸大将军是个 使着流星锤的鬼音 此刻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叫声 声音尖锐无比 让云梦泽的湖面上 溅起一道道水浪 四周的草木也被连根拔起 倒有些像 功夫 李包租婆的施吼功 张九阳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没想到 这将真香的效果如此吼 竟然让这些昌兵 再度变强了一个档次 昌兵的潜力不小 若是有足够的将真香 岂不是能让他们都觉醒一种能力 甚至于打破昌兵本身的瓶颈 成为传说中的天兵 张九阳对将真香的效果非常满意 唯一可惜的就是 一根香很快就燃尽了 他感觉四肢百骸 隐隐有种骨骋感 这是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香物 法力精进后冲涩精脉的表现 睁开双眼 张九阳的目光格外清亮 隐隐如玉 百骸流光 很显然 修行又有了不小的精进 他拟完宫处的三花月发皎洁 仿佛一朵正在汲取阳光雨露 含苞带放的花孤朵 等到彻底成熟 便是采药炼金丹之计 也是他突破到第四境的时候 不过目前他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修行的功法不够用了 顺逆三观图 还能让他继续完成第三境的修行 但想要突破到第四境 就必须要有下一步的功法 玉顶玄公和他非常契合 而且也是当时最顶尖的功法之一 张九阳暂时没有更换的想法 当然 等下一次观想图降下传承 他也会尝试和灵官爷要一下修行功法 总之 先努力修炼 并尽力寻找玉顶玄公的后续传承 以备不时之需 张九阳定下计划 便对着阿里道 我们先回去一趟 带上庆祭 再一起去扬州 庆祭送完信后 便按照他的吩咐回到了青州城中的家里等候 既然要去扬州会一会画皮主 张九阳自然要将所有战力都带上 庆祭如今是巡海夜叉 再加上身形的小巧 也算是个奇招 当然 不一定非要钻那种洞 而洞也是洞 腾起来一样要命 对了九哥 我现在好像能修炼那门走音秘书了 阿里心冲冲道 张九阳文言一正 想起了二爷曾说过 在阿里在没有成为凶级之前 绝不能去修行一门秘书 那门秘书就叫走音 是浑游地府之术 乃是走音人最为核心的传承 先回去再说吧 张九阳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阿里不像其他的走音人 没有音疾 浑游地府若是遇到音兵 很可能会有危险 毕竟那个地方藏着太多的秘密 哦 他有些闷闷不乐 张九阳其实能猜到小姑娘的心思 他的父亲就是被音兵强行带去了地府 若是能走音 说不定还能打探到父亲的下落 摸摸阿里的小脑袋 张九阳语重心长道 地府的水太深 等将来我们实力足够了 再光明正大地把江苏接回来 现在 你千万不能冲动 不然不仅救不了他 还有可能害了自己 九哥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我知道你说的肯定都对 我听你的 阿里伸出小手 握住张九阳的一根手指 啊 等接到亲戒 咱们就去扬州 九哥 我听说扬州很大很繁华呢 还有什么花魁 张九阳猛地敲了他一下 道 好的不学 专技坏的 顿了顿 他又小声问道 你听说的 都有哪些花魁 长得漂亮吗 贵不贵 阿里 下花线 次日 清晨 张九阳带着熬牙和阿里 重新回到了青州城的家中 庆祭正孤独地在池塘上练习棒法 小小的身子挥舞着大大的狼牙棒 水流在他的操纵下 如水龙般翻滚 然后撒向院中的花花草草 那些都是二姐中的菜 他可要悉心照料 要让主人一回来 就能吃上最新鲜的菜 当看到张九阳回来时 他露出了一个激动的笑容 脚踏水龙来到了张九阳身边 欢呼雀跃 特别是在听到张九阳是特意回来 带他一起去扬州时 小庆祭甚至眼睛都湿润了 主人 我还以为你是觉得我太弱小了 不愿意 让我跟着呢 张九阳一正 这才明白 为什么庆祭会如此努力地去练习棒法 他是觉得自己太弱小了 担心被嫌弃 难怪他上次会愿意钻那种地方 这个小家伙 其实心里一直都憋着骨劲 拼命想帮到他 庆祭信中 一生只忠于那个给了他名字的人 即便那人死了 也只会再和主人出狱的地方 一直等到死去 以前张九阳听月灵这么说时 还没有多少感触 现在看着他这么努力和开心的样子 倒是颇为唏嘘 好了 收拾下东西 准备出发 这里到扬州有不少路程 张九阳不愿耽误时间 准备立刻动身 但庆祭却说道 主人 这两天 有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常常在咱们家门口徘徊 被我吓走了几次 还是不放弃 话音刚落 他鼻子一动 似是又闻到了那人的味道 主人 他好像又来了 张九阳心中一动 是有人来找自己 还是家里被贼惦记上了 他推开门 果然看到 外面有个年轻男子 在不断徘徊 穿的是一身丧服 似乎家中刚有亲人过世 当看到张九阳时 那人目光一亮 连忙上前询问 敢问您 就是张府的主人 张九阳 不错 我就是 你是 张九阳确认 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 男子听到他说 自己就是张九阳 似乎松了一口气 连忙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底来 这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 是给您的 家父 张九阳接过信 问道 令尊氏 家父杜伟年 一生以算卦为业 擅长六谣卦数 人称杜神算 张九阳心中一动 是那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杜神算去世了 奇怪 他当时点拨了对方 助期成就了第一镜 至少也能多活几年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 令尊的身体 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过世了 张九阳没有打开信 而是先问了杜神算的死因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但那个潜心求道 热情善良的老人 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本六谣卦数的心得 他也常常翻阅 颇受启发 男子轻轻一叹 道 自从少将军的事情后 家父便像是着了魔一样 更加刻苦地修行 还多次前来向您请教 只是您常常不在家 才未曾得见 我看家父的精神 倒是比以前更好 便就随他了 不曾想 有天夜里 家父突然放声大笑 说自己悟了 明白了六谣卦数的真谛 从那之后 家父就像是能喂补先知一样 每一挂都异常灵验 就比如降雨 他说 次日喂食不云 身时发雷 有时下雨 虚时雨足 供得水二尺三寸零三十四点 结果第二天 丝毫不差 张九阳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一道意思 杜神算的六谣卦数是有些东西 但绝不至于厉害到这个地步 他到底悟到了什么 又为何会突然生死 男子继续讲道 后来有一天 家父说他八字符宝 命里本无缘勿透卦数之真谛 是因为遇到了贵人 帮他改了命 而那位贵人 就是您 两天前 家父突然把我叫到身边 说他阳寿已尽 地府中缺少一个算术记账的阴历 鬼差即将接他下去 便喊我回来交代后事 张九阳心中一阵 杜神算在六谣卦数上的造诣 竟然惊动了地府 不过家父说 他还没有报答您的恩情 故而最后 为您算了一卦 写下了这封信 主父 无论如何 都要送给您 张九阳总算明白了前因后果 一瞬间 手中的信封 似乎有千钧之重 他明明只是随手而为 一点绵薄之恩 可对方却牢记心间 即便在死前 都念念不忘 缓缓拆开信封 张九阳看到了那一行行字迹 诡异的是 纸上还有着斑驳血迹 好像写信的人士 一边可学 一边提笔 第一行只有八个大字 世瑶 为今 不可难行 张九阳心中一阵 难行 扬州不就在青州的南方吗 如果没有这封信 他现在恐怕已经收拾行囊 在动身难行的路上了 而且 死一去 是要和画皮主绝生死 做了断的 难道说 最后死的人会是他 世瑶为今 不可难行 张九阳望着这八个字 一边感叹 杜神算的厉害 另一方面 倒也没有感到惧怕 杜神算的六瑶挂数 再精进 也绝对算不到 他身上的观想图 承载着华夏诸神的观想图 就是张九阳最大的底气 死去扬州 他还有个计划准备施行 传播王林冠的信仰 这个世界太过闭塞 流动性极差 虽然那本 《林冠祥魔路》 已经在青州流传 但一州之地终究有限 扬州之父 远胜于青州 人口更是青州的数倍 若是能将 林冠祥魔路 在扬州流传开来 那么他获得香火信仰的速度 必然翻倍 说不准 还能提前获得林冠报告 画皮主再厉害 又能挡住王林冠几边 即便华夏神佛降临到这个世界后 实力会受到某种限制 但也依然是最为绝顶的存在 上次的钟魁天师 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以 张九阳并没有因为这到死前 绝卦就退缩 他经历过的事情 哪见不凶险 继续往下看信 誓遥为今 不可难行 如若恩公非要难行 须紧记张九阳皱起眉头 到 后面的内容呢 字迹到这里 便戛然而止 显得十分仓促 一封信 便只有这两行字 第二行还没有写完 年轻男子 似是想到了当时的场景 眼中露出一丝惊惊 当时家父提笔写信 从第一个字时就开始吐血 当写到这里时 家父手中的笔突然就断了 他也倒在桌子上 看上去就像睡着一样 但已经没有了气息 谈起那一幕 他又是悲伤 又是害怕 听到这话 张九阳心中有些内疚 算挂一道 讲究天机不可泄露 过而说话时 云里雾里 半遮半路 还有每算一挂 必须要收取报酬 哪怕只是一文钱 一口水 可以少 但必须要有 这些都能减少泄露天机的惩罚 杜神算却对他直言相告 并且后面那位说完的话 一定非常重要 蕴含着重大天机 以他的修为 根本承受不住说出的代价 故而直接暴毙 当然 杜神算并非没有后手 他已经提前算到 自己阳寿将近 即将去地府担任 算术计策的阴历 才想舍去性命 来报答他的恩情 可惜 最关键的信息 还是没有说出来 张九阳轻叹一声 倒不是可惜那没说完的话 而是可惜一位 敦厚长者的失去 人生天地间 生老病死 似乎真的无法逃避 即便成了阴历 可地府到底是什么样子 谁又知道呢 阿迪说过 即便是鬼 也无法长生 不仅肉体会老去 灵魂也一样 只是灵魂的衰老 比肉体要慢一些罢了 除非修成传说中的鬼仙 否则哪怕是鬼 时间长了 也会消散于天地之间 张九阳朝着 杜神算下葬的方向 遥遥一拜 算是一份迟来的告别 男子走后 张九阳正准备按照原计划 继续出发去扬州 却听到阿里的声音响起 九哥 你想弄明白 那后面的话是什么吗 张九阳看他一副 信誓旦旦的样子 不禁问道 你能预测出来 阿里摇摇头 道 九哥 可以找那位杜爷爷去问一下 问一下 人都死了 你 张九阳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眸光一动 杜神算的魂魄 被阴兵接走 现在应该在地府任职 而阿里的那门走音秘术 却可以浑忧地府 还是有点危险 他有些犹豫 毕竟地府太过于神秘 谁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样 九哥 阿里不是小孩子了 阿里不会冲动的 如果能找到杜爷爷最好 找不到我就立刻回来 怎么样 他的眼里露出一丝期待和恳求 张九阳轻叹一声 知道小姑娘心里对地府 已经惦记很久了 他只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才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说 换做是他 相依为命的父亲 被抓到了地府 又怎么会不日夜惦记 常常担忧 哪怕只是 得到一点和地府有关的消息 对他来说 或许也是一种安慰 张九阳蹲下身 伸出小拇指 拉钩 一定要回来 不然 你九哥可就要饿死在这里了 阿里开心极了 和张九阳拉钩 然后扑进他怀中 拱来拱去 撒娇道 我就知道 九哥最好了 张九阳摇头笑笑 半个时辰后 张九阳买来了 修行走音秘术所需的物品 一口棺材 孔雀血 糯米 香烛还有给死人用的负面纸 不知道的 还以为张九阳是要办丧事了 阿里先给自己叠了个纸人 而后附身在其中 这样他就算是暂时有了个肉身 相当于在阳间有了一个锚点 不至于魂魄在地府中 迷路无法归来 若是其他的过阴人 则不用这么麻烦 这是二爷专门为他想出的办法 紧接着 阿里将三根香点燃 插进装着糯米的炉子中 口中念念有词 试走阴人一脉的圣经 转轮经 当初二爷便是让李燕用鲜血 在龙王庙中写下这些经文 成功挡住了阴兵的脚步 念诵此经 可以打通阴阳两界的通道 也能为接下来的走阴聚运祈福 阿里脱掉鞋袜 躺进八尺长的棺材中 手截转轮硬 他深吸一口气 似是有些紧张 其实 走阴不是非要躺进棺材 在床上也可以 只是必须要是八尺长的床 自古工匠便有行规 床不离七 关不离八 床七尺为宜 棺材是死者安息之所 冥冥之中有沟通阴阳之力 用来走阴最适合不过 但因为走阴人也要在阳间生活 所以往往会定做一张八尺长的床 象征着棺材 九哥 可以开始了 张九阳点点头 将孔雀血涂抹在阿里的手心和脚心 走阴又叫过阴 摸虾 问米 不同的走阴人有着不同的秘法 二爷的走阴法门 其诀窍便是这孔雀血 孔雀血乃是通灵之物 姓属阴 包公暗中 包拯便是喝了孔雀血才能浑游地府 关好门窗 并将阿里的鞋子 在棺材前一阵一反地摆放好 这里也有讲究 如果全部正着放 走阴人就会突然醒过来 如果全部反着放 走阴人就会永远醒不过来 最后将负面纸盖在阿里脸上 刚开始 纸张还随着阿里的呼吸而微微颤动 但渐渐地 那颤动便越发微弱 直至最后 没有了一丝波动 周围的烛火开始跳动起来 飘忽不定 走阴 开始了 静视之内 烛火飘忽 明暗不定 张九阳瞬间便察觉不到阿里的气息了 仿佛小姑娘真的已经死去 魂魄消散 走阴过程中 走阴人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手脚冰凉 气息和脉搏全无 哪怕是在高明的大夫来了 也会让家人准备后事 故而必须锁紧门窗 否则外人进入 将他当作死人处理 甚至一把火烧了 那就倒毒了 在二爷的那本走阴册子中的 就记录过这样的倒毒弹 房间中的阴气越来越重 四周隐隐有阴风刮来 将门窗吹得速速作响 气氛一瞬间变得有些诡异 张九阳则是紧紧盯着那三根正在燃烧的香 如果在香燃进之前 阿里还没有回来 他就要立刻将阿里的鞋子全部摆正 将其唤醒 否则阿里就将永远迷失在地府之中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间 那三根香已经烧了大半 而阿里还没有什么动静 张九阳开始有一丝着急 他在地府中究竟遇到了什么 会不会被阴冰和鬼叉发现了 一直以来 两人都是并肩作战 这一次放任阿里孤身入地府 张九阳在人间纵有万般神通 也无计可施 慢慢地 三根香烧到了底部 就在张九阳准备终止此次走音时 那负面只突然动了 阿里猛地睁开双眼 大口喘息 坐起了身子 九哥 我 我 他面色煞白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别着急 慢慢说 到底是凶急的厉鬼 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 倒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追上了九哥 我看到杜爷爷了 张九阳心中一动 倒 他在地府可还好 阿里文言立刻摇头道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杜爷爷可惨了 我看到杜爷爷被阴冰压着 再算着什么 他的手指不断溃烂 身上好像被火烧着 眼珠子掉了 又被阴冰强行塞回去 对了 舌头还不断被拔掉 拔了又长 长了又拔 张九阳文言心中一阵 杜神算竟然如此凄惨 这哪是座阴厉 简直像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地府的阴冰到底在逼他算什么 我当即砍了那两个阴冰 本来想带杜爷爷一起逃走的 但发现杜爷爷根本逃不了 他的脚都生根了 好像 好像磕树一样被种在那里 对了 那里还有好多个像杜爷爷一样的人 都生了根 阿里显得有些沮丧 张九阳心中一阵 很多个和杜神算一样遭遇的人 而且像植物一样 被种在了地府的名土上 那种场景 想想都诡异 令人心中一阵发寒 那封未写完的信 你有问吗 阿里点点头 我问了他 那没写完的话是什么 杜爷爷当时好像有些疯癫 口中都是鲜血 说得含含糊糊糊的 我没听太轻 他敲敲脑袋 仔细回想到 好像是什么扇子 嬷嬷的 扇子 嬷嬷 张九阳一头雾水 他实在想不明白 难道是要让自己带上扇子 还有嬷嬷在南下 这也太扯了 肯定有别的解释 或者就是阿里回错了意 毕竟这个小家伙 连成语都用不好 紧接着 就有阴兵发现我了 哼哼 我是谁 九哥做下第一高手 齐天小胜江又离 岂会怕他们 说时时那时快 我踢着两口宝刀 一路杀过去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今日 就叫那地府泄流 哎呦 张九阳狠狠敲了他一下 因为是指人之躯 他头上竟然凹下去了一个洞 说正经 别扯皮 阿里做了个鬼脸 继续道 我不是怕他们 只是牢记九哥的叮嘱 见他们来了 我就跑 他们就追 但他们骑着马 我跑不过他们 张九阳心中一紧 虽然知道阿里已经脱困 但还是忍不住 为他捏了一把汗 难怪这三根香都快烧完了 阿里才姗姗醒来 这次地府之行 竟然如此惊心动魄 关键时刻 我想起了师父给我讲过的一个事 他说 大部分阴兵其实都没有多少智慧 只是靠着某种本能在行动 因此情急之下 若是学攻击打鸣 就会让他们误以为天要亮了 暂时明经收兵 只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阴江 只适合阴兵 如果有阴江在 阴兵就只会听令行事 而阴江有一定的智慧 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张九阳恍然 难怪二爷之前没有用过这一招 因为当时 他们在罗天县遭遇的阴兵中 可有着不少身穿金甲的阴江 我当时灵机一动 就学攻击打鸣了 还好师父比我练的时候没有偷懒 学得可笑了 那些阴兵就停了下来 不再追我了 阿黎非常得意 笑道 后面我就回来了 哦对了 我还看到一大片漂亮的花朵 顺手踩了一朵 他将手举起 张九阳这才看到 他此前空空荡荡的手中 竟然多了一朵小花 看起来异常鲜艳 有一种奇异的香味 诡异的是 被折断的根莖处 流出的竟然是烟红的血液 不知是不是错觉 看到这朵花 张九阳的精神竟然有些恍惚 许多回忆在脑海中纷纷涌现 仿佛人死前的走马观花 这是 九哥 这是不是就是 师父所说的彼岸花 阿黎有些兴奋 两眼放光道 据说他很值钱 很值钱呢 张九阳摇头失笑 值钱 如果真是彼岸花 那就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宝贝 独属于阴间地府的奇物 二爷在走阴册中 提起过这种花 生长在黄泉最深处的两岸 乃至阴之物 十分珍贵 制成药物 甚至能生死人肉白骨 若是直接吞服 飞走阴人 亦能灵魂出撬入地府 但能不能回来 就得看命 等等这种香味 张九阳凑上前仔细闻了闻 道 阿黎 你也闻闻 这股味道 是不是和酱真香有些像 阿黎连忙闻了闻 又接过张九阳递来的酱真香闻了闻 仔细感受了一下 咦 好像是有些像 酱真香比它多了一种油脂的味道 但最核心的味道就是彼岸花 望着手中的彼岸花 张九阳眼中不禁露出一丝火热 难道说 酱真香的主要便是彼岸花 阿黎 你说看到了一大片彼岸花 有多少 阿黎努力张开双臂 眼睛亮晶晶的 似乎也察觉到了九哥的意图 有那么多 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像星星一样多的彼岸花 张九阳倒吸一口冷气 同时内心有些火热 如果能搞到酱真香的配方 那他岂不是就有源源不断的酱真香 不仅能让昌兵大军迅速变强 培养出一支可怕的鬼神军团 还能让自己的修为勇猛精进 快速破镜 最主要的是 相当药力温和 不像丹药一样 吃多了 还有单独 他猛地意识到 帝府似乎是一块未开发的宝地 仅仅是一片彼岸花 就对他有如此巨大的帮助 当然 帝府同时也是危险的 阿黎这次 要不是有二爷的经验传授 恐怕就回不来了 阿黎 地府究竟是什么样子 张九阳有些好奇 他去过阴阳交界处的岩福山 看过黄泉 但都只是在最外围 并未深入过真正的地府 阿黎想了想 我先是 顺着一条黄色的河飘呀飘 对了 河里 还有长着红毛像猴子一样的怪物呢 然后我看到一座桥 就飘了上去 再然后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只剩下黑白二色 四周都是明雾 什么都看不清 直到我念着杜爷爷的名字 算到了他的方位 阿黎将自己经历的一切全盘托出 说吧 还有些意犹未尽 九哥 等下次我要多摘一些彼岸花回来 没想到这些花这么值钱 真是失算 张九阳笑笑 摸摸他的脑袋 道 走阴之术 每隔七天才能用一次 不用着急 咱们先收拾东西 去扬州 虽然没有从杜神算口中问出下文 只得到了一个扇子 摸摸的疯癫之语 但张九阳还是打算去扬州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不是鲁莽 而是对观想图的自信 他已经打定主意 等到了扬州后 先想办法传播王林关的香火信仰 不管是小说还是戏曲 甚至是让阿黎的手下 假借王林关的名义四处显灵 总之 他要猛刷一波观想图 扬州几十万百姓 对他而言 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九哥 我收拾好了 阿黎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 小肚子圆圆的 显然也没少装东西 院子中 敖牙正在和沁记玩耍 他一口将沁记吞下 而后沁记灵巧地从他的耳朵里钻出 咯咯直笑 好似小孩子玩滑滑梯一般 不亦乐乎 真 钻动小能手 走了 随着张九阳的一声呼唤 沁记双翅一阵 拿着狼牙棒飞了过来 就像只黄色的小飞虫 落在了张九阳的头发中 敖牙已经将池中的鲁鱼 吃了个一干二净 巴唧几下嘴巴 一个纵身飞出池塘 威武的黑龙 变成了一个四只爬行的小女孩 对着张九阳露出一个缺了门牙的笑容 众人锁上门 暂时告别了这个温馨的家 也告别了居住许久的青州城 指马拉车 指人赶路 当马车驶出青州城时 张九阳掀起莲幕 深深望了一眼 这座热闹 祥和的古城 此去山高水长 生死难料 但他相信 总有一天 他还会回来的 青天间 监政院 诸葛云虎一席素色不一 躺在太师椅上 明明是夏天 却在腿上盖了一层宝毯 捧着一本书在静静品读 书的最外面 有着几个明显的大字 如何做一个好监政 他一边看 一边嘖嘖称奇 还有这种姿势 这辽斋先生懂得可真多 竟是再读 肉搏团 只是为了防止被属下发现 在外面套了一个自制的书封 房门被敲响 天机阁的许监侯走了进来 送来一份情报 监政 张九阳出发了 看方向 应该是扬州 许监侯有些不解道 您为什么要如此密切关注一个 才入第三境的小子 虽然他确实有些天资 十九岁的第三境 还修出 那罕见的法眼 是个人才 但我青天监中 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出色的 难道仅仅只是 因为他是龙虎的外围 身为天机阁的监侯 在他看来 动用大量 资源区密切关注一个 出出茅庐的后辈 实在是有些浪费 如果不是监政的要求 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监政慢慢合上手中的书 淡淡一笑 哦 评价一个人 不仅要看修为 境界 秉性 更要看别人眼中的他 龙虎从未如此袒护过一个人 甚至不惜影响到了公事 许监侯点点头 道 这一点也是我想说的 龙虎最近似乎有些意气用事 就比如 您让他主办阎罗案 结果他立刻就带人去了青州 找那个张九阳去了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建议到 这女人一旦动了心 判断力难免就会受到影响 有时候 甚至会耽误大局 龙虎虽然出类拔萃 但终究也难逃秦关呀 他平时和月灵交吼 关系不错 也是定国公的好友 但他更是青天间的监侯 因此虽然犹豫 但他还是说了出来 觉得现在的月灵 不适合主办阎罗案 诸葛云虎文言摇头笑笑 道 龙虎若真是动了心 有了嫁人的想法 那才是好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爹对这件事有多着急 还有那位神老太君 早就迫不及待 想抱重外孙了 许监侯面上一集 刚要说话 却被诸葛云虎挥手制止了 龙虎绝不是感情用事的人 他的声音格外沉静 温润的眼眸中 似乎有种莫名的力量 坚定 自信 风采灼然 那张平平无奇的面容 因为有着双眼睛的点缀 一下子就变得出众起来 更何况 除了龙虎 你知道李燕怎么评价张九阳吗 许监侯一正 李燕可是灵台郎中出了名的冷傲 除了月灵 他对谁都爱搭不理 有时候哪怕见了他 都连个招呼也不打 这样一个骄傲的人 甚至都不把某些监侯放在眼中 李燕说 张九阳是一个值得托付生死的人 虽然现在修为不高 但总有一日 龙飞九霄 名震天下 许监侯默然不语 他没有想到 李燕对张九阳的评价 竟然这么高 能让两个骄傲的人如此推崇 可见张九阳此人 确实有独到之处 当然 我让你关注他的动静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诸葛云虎拍拍手中的书 笑道 他故事写得不错 当一头雾水的许监侯离开后 诸葛云虎坐起身 提笔辉豪 在桌子上的白纸上 轻轻写下了三个字 张九阳 他望着这三个字 眸光深邃 即便墨汁滴到了纸上 蕴染开来 却也依旧无动于衷 九哥 下雨了 我给你打伞 去往扬州的道路上 阿丽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手中举着一片随手采下的芭蕉叶 给牵马的张九阳遮雨 纸坐的马车有一点不好 就是寄水 遇水及湿 变得粘粘乎乎 青州一带降雨较少 但越是靠近扬州 降雨就越频繁 湿气明显中了许多 因此 折纸秘术反而不方便了 张九阳干脆就买了一匹马 平时拿来赶路 下雨时地上路滑 就牵马而行 敖牙软塌塌地趴在马背上 竟是睡着了 呼噜震天 马行走时都战战战克金 在别人眼中 敖牙只是个小姑娘 但来自真龙的威丫 让这匹猎马乖顺到了极点 九哥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扬州啊 都走这么多天啊 阿里一边用芭蕉给他挡雨 一边在马背上晃着小腿 有些无聊地问道 他迫不及待想杀杀杀 下这种雨有什么意思 要下就下血雨 张九阳一袭白衣 目瞻竖发 虽然被雨水微微打湿了 额前的发丝 却更显轻易 他微微一笑 道 快了 翻过前面的虎丘山 应该就要到扬州的地界了 这次的扬州之行 他并未着急赶路 而是特意放慢了步子 全当作游山玩水 体验了一把古人的出游 他也想用自己的眼睛 好好看一下这个世界 大前确实已经有了乱象 一路走来 道路旁遇见了好几具尸骨 似乎是遭遇了盗贼 尸体就暴露在旷野中 无人问津 也没有官差前来处理 至于沿路乞讨者 更是不在少数 张九阳自己都遇到了几次劫匪拦路 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杀气 他没有心思手软 直接以掌心雷 将其劈成飞灰 魂飞魄散 甚至于流传出了一个 天雷专批恶人的奇闻 搞得许多劫匪 不敢在下雨天作乱 直到靠近扬州 这种乱象才少了许多 黄昏时分 雨停了 一座客栈若隐若现 木制结构 上面爬满了青苔 有一种古老和腐朽的气息 在残阳之中 显得有几分诡异 最外面 有一只暗黄色的旗帜 在风中飘舞 不像布料那么柔软 而是好像动物的皮革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如意客栈 张九阳的脚步微微一顿 眉心乏眼 金光一闪 他的表情 顿时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师兄 这里有一座客栈 太好了 突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远处有两道身影骑马而来 一男一女 男的俊美潇洒 女的妩媚动人 可谓是郎才女貌 株连碧合 两人都配有长剑 木有金光 呼吸绵长 看起来不是俗人 张九阳却没有在他们身上 感受到法力波动 但有种奇特的气息 没有法力那般精纯薄大 更像是五骨之精 血肉之气 女子起码见到了张九阳 她能看到敖牙 却看不到阿黎 在两人刚出现的时候 阿黎就提前钻进了阴偶中 看到敖牙这么小的女孩子 却在马背上湿漉漉的 十分可怜 当有虫子飞过时 她还张嘴吃下 显然是恶极了 喂 你女儿才这么小 怎么能淋雨呢 见张九阳素衣不衫 还带着木簪的样子 以为她是没钱 怀中掏出一两银子 随手一甩 随隐好似暗器 定入了张九阳身旁的树木中 入木三寸 给你女儿买些好吃的 再煮点姜汤 别让她感染了风寒 你也是的 怎么能带着这么小的女儿 一起行走江湖呢 她摇摇头 望着熬牙肉嘟嘟的可爱脸蛋 怜悯道 前面有座客栈 赶紧带着她休息一下吧 多谢女侠 张九阳并未解释 只是出于好心提醒道 前面的那座客栈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女侠最好 还是不要去住 女子还没说话 她师兄已经骑马赶到 洒然笑道 我们岭南双峡 走遍大江南北 什么危险没遇过 就算是一座黑店 照样住的 她拍拍腰间的宝剑 豪气甘云道 这位兄台 你尽管和女儿去住 我保你平安 如意客栈 当那对师兄妹 敲响客栈的门 外面的旗帜突然飘扬起来 好似有股阴风吹来 让女人下意识打了个寒颤 师兄 怎么这么久都没人开门 里面有烛光 应该有人猜对 张九阳走来 轻声道 两位 恕我直言 这里应该不是给活人住的地方 她语出惊人 让这对师兄妹为之一阵 你们看这旗帜 是鹿皮做的 行四番 用来辟邪的 还有这地上 有石灰粉末洒落 这是棺材中 用来除湿臭 以及保存尸体的 最主要的是 这两盏灯笼 男人望着灯笼 疑惑到 灯笼有什么问题 张九阳指着门口 那两盏红彤彤的灯笼 道 这两盏灯笼 虽然不是给死人用的白灯笼 但却是莲花顶 花瓣代表八个方向 寓意着八卦阴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灯笼下垂着的红阴飘带上 应该有着文字 灯笼挂得很高 但女子运起轻功 如狸猫般跃起 脚尖灵动 伸手摘下了一盏灯笼 凑近一看 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丝带上果真如那人所说 有着两行小字 金铜钱引路 玉女送西方 此时此刻 她哪里还能不知道 这灯笼就是用来接引王和超度王魂的 连忙丢掉灯笼 花容失色 要是恶人她完全不怕 凭借着一身精湛的武艺 足以自保 但这种鬼神之事 却不禁毛骨悚然 长生 沐浴 关带 灵关 帝望 衰 病 死 木 绝 胎 羊 张九阳毫不嫌弃地捡起灯笼 打亮着飘带上的小字 好奇地观察半天 道 这应该是十二宫神的写法 有趣 看来这个客栈有懂行的人 这些都是张九阳 在那本走音册中所看到的 没想到 今日竟然在现实中遇到了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 这个所谓的客栈 应该就是 支牛 客栈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露出一张在烛火照耀下的惨白面容 女人瞬间就被吓了一跳 连忙躲到了师兄的身后 男人虽然也被吓了一跳 但当即挺身 挡在师妹和张九阳面前 下意识拔出宝剑 枪 宝剑出窍 快如闪电 然而刚出窍一半 就被一只手按了进去 张九阳拍拍她的肩膀 道 不必害怕 她不是鬼 果不其然 开门的人也被吓了一跳 忙到好汉饶命 竟是把他们当成劫匪了 男人深深望了一眼张九阳 他自负快剑 然而这一次却拔到一半 就被按了回去 对方的手 就好似一座高山 任由他如何催动内力 都无法睁开 看走眼了 竟然是位高人 只是 他看起来如此年轻 怎么会有如此高强的武功 还有轻功 刚刚他甚至都没有察觉到 对方是什么时候来到了身边 深不可测 此刻男人心中后怕 还好他们师兄妹心性纯良 没有自持武功 就欺压别人 反而还和这位高人结下了善缘 经过解释 总算撒清了误会 原来这里是一座驿庄 所谓驿庄 就是用来暂时堆放尸体的地方 等到其亲人找到风水宝地 再来取回棺木下葬 每一个驿庄 都会有一个守官人 要么是胆大的汉子 要么是半只脚踏入黄土的老人 一个阳气旺 一个看得开 当亲人来取棺木时 一般都会给守官人一些报酬 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死人 都有亲人愿意认领 有些尸体常年没人带走 无法下葬 故而怨气颇重 所以 驿庄中常常闹邪 有各种怪事传出 张九阳四下望去 只见驿庄中摆放着二十几口棺材 并没有放在地上 而是架在一尺高的木板子上 下面有不少石灰粉末渗出 这是为了让棺材不落地 免得沾了低音之气 发生失变 让张九阳意外的是 屋子内竟然还有别的人 而且正在大吃大喝 毫不避讳 那是一个道人 看起来鹤发童颜 精神异硕 气度不凡 他吃的竟然是那些死人的祭品 而且不计婚心 大快朵頤 看起来好不快活 一边吃 他还一边拂袖 对着空气说话 放心 平道吃了你的祭品 就一定会为你报仇 虎丘山上的那只大虫 平道今晚就去除了它 见到这一幕 这对师兄妹 不禁声出寒意 这道人再和鬼说话 看到张九阳等人 道人哈哈大笑 道 难得 竟然见到了这么多活人 快来 一起吃 说着 他还拂袖做推手状 似是在赶走桌子旁的其他人 但昏暗的烛火下 明明就只有他一个人 张九阳率先坐了下去 连带着熬牙一起 笑道 道长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女儿有些能吃 还希望你不要介意 道人摇头大笑 刚要说话 却看到熬牙张开大嘴 腮帮子鼓鼓地 将一只鸡腿整个吞了进去 顿时一整 令千斤 确实有些许能吃 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坐了下来 道人主动介绍自己 原来他是扬州万福楼的 进行道长 听闻这里有虎妖出没 特来此降妖扶摸 虎丘山据说 有一只成了金的大虫 比牛还大 不少人都被他咬死了 这二十多具棺材里 有十多具 都是死在虎嘴下 守官人探道 这里原本是个客栈 生意还不错 但从几年前 有大虫出没后 原本是殿小二 现在也成了守官人 前段时间 这里也闹鬼 我还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死去 多亏了进行道长出手 做了一个辟邪翻 又指点我挂上网声灯 这才好了过来 放心 有我在 那大虫蹦搭不了多久 进行道长非常自信 就在这时 有口棺材突然颤动起来 似是有什么凶物 要破关而出 众人的面色 皆为之一变 进行怒斥道 都说了 会帮你报仇的 休要再催 说吧他随手一挥 抛出一张黄色符传 落在了那口颤动的棺材上 下一刻 符传绽放出淡淡金光 那口棺材 瞬间不再动弹 棺材中 更是隐隐响起惨叫声 那对师兄妹 被吓了一跳 望着尽形的眼神 露出一色 好神奇的手段 他们仗见江湖 行侠仗义 也曾听说过修饰手段 对之非常向往 如今见到一人 自然欣然结交 两人主动介绍 男人名叫刘子峰 女人叫苏灵山 出身岭南的武林门派 有岭南双侠之称 既是师兄妹 也是一对神仙眷侣 他们此番来到扬州 是受邀前来参加 神老太君的寿宴 听到这话 张九阳心中一动 神老太君 不就是月灵的外祖母吗 也是传说中的扬州首富 很有可能也是 大前最富有的人 没想到我和师妹 这一次竟然能同时 遇到两位高人 真是事件 两位高人 进行道长 瞥了一眼张九阳 我乃算得上是什么高人 只是会先那家功夫 练过硬气功 有点粗钱手段吧 张九阳淡淡道 严格来说 不灭今生 也算是硬气功 苏灵山望着他 道 可是你懂得好多啊 刚刚你一眼就看出了 这里不是给活人猪的 张九阳摆摆手 笑道 那只是我平时 对这些鬼神之事 非常好奇 了解的多一些罢了 说罢他望向进行道长 道 九闻万福楼大名 听说贵派的福传之术 天下无双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敬行对这句功为非常满意 道 这你倒是说对了 我们万福楼别的没有 就是福多 还有一张阵派神符 据说可杀六镜 看到那对师兄妹 一脸迷茫的样子 静心摇头探道 你们只是江湖中人 又哪里知道 六镜有多厉害 刘子峰文言道 我听人说 最近好像出了位艺人 能引来雷霆 劈死了许多拦路的劫匪 这样的人 是不是就是 所谓的六镜 操纵雷霆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和神仙没什么区别 武功就算练到登峰造极 也绝对扛不住一道天雷 静心文言笑道 能引雷 说明此人会雷法 有些本事 应该是大派出身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我万福楼中有一种福传非常厉害 名为雷福 也有此笑 道长 能让我们见识下那雷福吗 苏灵山十分向往道 静心咳嗽一声 道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之后 几人推杯换盏 气氛渐渐热闹起来 这对师兄妹 亦是豪侠心性 早已从一开始的害怕恢复过来 谈起自己行侠仗义的往事 滔滔不绝 守官人默默吃着饭菜 虽然喝了酒 但烛火下的脸色 依旧是那么惨白 他很少说话 大多时候都垂着眼眸 偶一抬头 他刚好 与一道目光对上 是那位身穿白衣 头戴目簪的俊美男子 对方的目光温润而深邃 仿佛看透了一切 嘴角有着一缕 若有若无的笑容 守官人一正 连忙垂下头来 然而一低头 两双乌黑透亮的大眼睛 嘴里都是食物 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张九阳连忙将熬牙抱了回来 这小家伙 把自己面前的饭菜吃完了 竟然爬到了守官人那里 来 吃我的 不要急 苏灵山看到熬牙这么饥饿的样子 顿时母性泛滥 而且经过刚刚的接触 他还隐约发现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似乎脑子有些问题 更加惹人恋爱了 他抱着熬牙不撒手 主动给她投喂食物 就在这时 突然大量的棺材开始震动起来 发出咚咚的声响 极为害人 竟行冷哼一声 再次抛出大量福转 钉在那些棺材上 这才震住了他们 这些都是 被那大虫咬死的人 冤魂不散 不断在催我去给他们报仇罢了 平道也是时候该出发了 苏灵山有些差异道 道长 现在天都黑了 这时候进山 怕是不太好吧 竟行微微一笑 道 一只小小的虎妖而已 何须再等到白天 顿了顿 他道 看在咱们颇为头缘的份上 诸位是否愿和平道一起上山降妖 听闻那虎妖收藏着许多财宝 试成之后 平道只要内单 其他都归你们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成了金的虎肉 饱含元气 也能助你们内力大长 听到此话 刘子峰和苏灵山都颇为心动 一来能见识下传说中的修饰手段 二来还能获得财宝 增长功力 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 有进行道长在 也不怕那虎妖 好 那咱们就星夜上山 和道长一起为民除害 对了 张兄 你要一起吗 张九阳饮下杯中酒 抱起熬牙 淡淡笑道 好呀 那就一起上山 正好见识下道长的手段 苏灵山有些不忍 道 张兄 你女儿还这么小 要不就别带她一起了 让她再一桩休息一晚吧 张九阳捏捏熬牙的小脸蛋 笑道 其实我女儿很凶的 话音刚落 熬牙很是配合的熬屋一声 就是缺了两颗门牙 没什么威慑力 苏灵山摇摇头 但她太贪吃了 这里还有这么多肉没吃完 她可不愿走 张九阳想了想 在熬牙耳边轻轻 说了一句话 然后把她交给了守官人 就有劳你帮我照顾一下她了 虎秋山 深夜 夜晚的虎秋山异常安静 山市高耸 草木葱龙 在月光照耀下 映出一道道阴森的影子 刘子峰和苏灵山这对师兄妹 开始有点紧张起来 手掌按在腰间的剑柄上 凝神以待 生怕一个不留神 就在阴影中 窜出一只恶虎 进行道长走在最前面 手中拿着一个罗盘 突然一连串尖锐的声音响起 竟然有些像小孩子的笑声 苏灵山被吓了一跳 是萧 张九阳的声音悠悠响起 她走在最后面 面对这片阴森的虎秋山 神情淡然 目光平静 仿佛是来游山玩水一般 萧 又叫恶生鸟 民间称之为夜猫子 见到这对师兄妹有些紧张 她出声解释道 其实萧就是猫头鹰 却不想 他们反而更紧张了 刘子峰沉声道 张兄 我和师妹游历江湖 也曾夜宿山中 听过夜猫子的叫声 不应该是这样呀 苏灵山也点头道 是的 夜猫子的叫声 有点像小孩子的哭声 怎么会 像是在笑 想起刚刚那诡异的笑声 她身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张九阳淡淡一笑 道 那是因为 萧这种鸟 能闻到死人身上特殊的腐肉气味 当闻到这种气味时 它的声音就会发生些微的改变 有些像笑声 不怕夜猫子叫 就怕夜猫子笑 所以 民间又将猫头鹰称为豹桑鸟 竹魂鸟 还有句谚语叫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听完张九阳的话 苏灵山打了个寒战 紧紧靠在师兄身边 他意识到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张兄 你的意思是 这附近有死人 张九阳叹了一声 道 恐怕还不少 下一刻 漆黑的林木中 骤然冒出无数霜闪烁着幽光的眼睛 一道道诡异的笑声响起 回荡在山野丛林中 令人头皮发麻 萧本是独居之鸟 现在却聚集了这么多 可见那种死人的气味 有多么重 张九阳的话 令两人寒意上涌 下意识看向静行道长 此时此刻 唯有神通广大的静行道长 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感 静行冷哼一声 拿出一张黄符 掐绝念咒 又在口中饮了一大口酒水 猛地喷在黄符上 下一刻 黄符竟化作一团幽蓝色的火焰 如火蛇般窜动 将那些萧鸟全部下走 火焰很快熄灭 并未点燃灵木 张九阳微微一笑 这万符楼确实有些手段 至少在符传一道上 花样不少 突然 静行道长掐指一算 面色微变 道 不好 要下雨了 果不其然 下一刻狂风骤起 天空中乌云密布 只是几夕之间 细密的雨点就倾斜而下 咱们先找个地方避避雨 不然我这些符沾了水 威力会下降不少 静行带着他们向前走去 没多久 竟然看到了一座废弃的山神庙 众人静妙避雨 庙中十分破旧 神像只剩下了半边身子 头滚落在地上 上面满是蜘蛛网 但好在还能避雨 刘子峰很有经验地 在庙中找了些木材 用火石点燃 烤一烤 有些发冷的身子 道长 一起来烤烤火吧 刘子峰招呼道 静行摇了摇头 刚刚用了不少服 我先打坐一下恢复法力 等雨一停 咱们立刻就去杀了那虎妖 说吧 他就开始盘膝坐下 打坐调气 面上似是有种淡淡光泽 无形的气流涌动 将他雪白的须发吹得飘扬 当真好似神仙中人 苏灵山感叹道 咱们就算练一辈子弓 也难忘道长向背 刘子峰闻言 神色一暗 他们在武林中 绝对是青年俊杰 人中龙凤 年纪轻轻 就打出了岭南双侠的名头 但往日引以为傲的成就 在真正的修行中人面前 却是如此不堪一提 即便成了武学上的宗师 最多也就是成为 修行宗门的外门弟子 无法得到真传 倒不是宗门客色 而是大部分习武之人 并没有修仙的根骨 刘子峰的父亲 曾花了许多代价 把他送到了太平关中 然而测试的结果 是他并无修行之根骨 又被送了回去 轰隆 雷声不断响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苏灵山庆幸道 张兄 还好你女儿没有跟来 不然他那么小的孩子 这么大的雨可吃不消 顿了顿 他叹气道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就得了那种病呢 张九阳淡淡一笑 道 或许什么都不知道 也是一种幸福 苏女侠 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子 怎么不和柳兄生一个 苏灵山有些害羞地 瞥了一眼师兄 刘子峰哈哈大笑 也不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地拉住师妹的手 笑道 再过两年 等我们把大漠也去了 就准备澄清 到时候生个孩子 回家乡开一个武馆 哪也不去了 师兄 苏灵山一称一喜 遇面含羞 但那双眼睛 却是寒情默默 张九阳 没想到烤个火 都能吃一嘴狗粮 见张九阳神色僵硬 刘子峰拍拍师妹的手 低声道 张兄孤身一人 带女儿闯荡江湖 或许是家中遭遇了一些变故 咱们小心点 不要刺激到了他 苏灵山连忙端正身躯 满是歉意地 看了一眼张九阳 张九阳 你家中才遭遇了变故 我明明未婚好吧 不过他对这两个人很有好感 赤子之心 行侠仗义 就像从武侠小说中 走出来的侠客 苏灵山连忙转移话题 对了张兄 咱们离开前 我看你在女儿耳边 说了几句话 是什么叮嘱吗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我告诉他 在一桩里 不要欺负别人 当然如果有人要欺负他 那就不必再客气了 一桩 在张九阳等人离开之后 守官人牵着敖牙的手 在门口徘徊许久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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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原本被皇甫镇压的棺材 再次颤动起来 里面隐隐响起恐怖的咆哮声 似是在催促着什么 守官人却并未害怕 而是低头望向敖牙 看着那个正在养着小脸 乌黑的大眼睛中 满是童真的小姑娘 她面色露出一丝纠结 但最终还是叹了一声 别吵了 我马上做饭 她带着敖牙来到了厨房 开始切菜 倒水 放调料 生火 香气飘起 熬牙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两眼放光 又要开饭了吗 开心 然而下一刻 守官人将她抱起 扔进了大锅中 猛地盖上锅盖 又用准备好的石头压上 接着她开始不断扔进去柴火 灶下的火焰越来越大 砰砰 锅盖下传来敲击声 但很快就没了动静 一桩中的棺材 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和师妹游历荆州时 曾遇到过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火堆旁 刘子峰正在讲述自己和师妹的传奇经历 荆州一直有赶世一脉的传闻 据说还有个门派叫赶世山 只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有一次 我和师妹在客栈住下 半夜听到外面有动静 就在窗户处望去 发现竟然是一群跳动的尸体 前方有一个道士在摇陵引路 喊着声人回避 当时我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就出去和那道士攀谈 请他喝酒 那道士也是个豪爽的人 说他是赶世山的弟子 正在送这些尸体回故乡安葬 我问他 这些尸体要吃东西吗 道长说 要吃一些生的鸡肉或猪肉 但不能给他们见血 否则就会变成僵尸 这尸体一旦成了僵尸 就会刀枪不入 我们习武之人很难战胜 之后还能变为更加厉害的僵尸 甚至飞天遁地 道长还说 有些走火入魔的修士 为了快速养出厉害的僵尸 还会给他们吃人 有些诞生智慧的僵尸 甚至还喜欢吃煮熟的 苏灵山掐了一下师兄 道 大半夜的 你讲这个干嘛 怪吓人的 刘子峰连忙道歉 张九阳微微一笑 瞥了一眼还在打坐的进行 道 我也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他顿了顿 道 从前有家黑店 来的客人都被悄悄杀害 尸体拿去喂养一种怪物 可是这样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于是学柜的灵机一动 决定将客栈改成 一桩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再加上附近有虎妖作祟 常常有尸体无人认领 正好可以拿去喂养怪物 而且一桩收集尸体 合情合理 不至于引人注目 刘子峰和苏灵山对视一眼 都能看到彼此的震惊 他们已经意识到 张兄所讲的这个故事 似乎有所预知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直到有一天 一桩来了为不速之客 是一个有些法力的道士 想来为民除害 斩杀虎妖 但遗憾的是 道士虽然看出 一桩中怨气很重 却并没有联想到守官人的身上 反而指点对方旋路皮帆 挂网声灯以化解煞气 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入山降妖 但遗憾的是 他失败了 轰隆 雷光乍现 照亮了山神庙 也照亮了进行那双 缓缓睁开的双眼 一桩 厨房 守官人拿出一个铃铛 在手中轻轻摇晃 发出清脆的声响 紧接着 许多口棺材颤动 贴在上面的黄符 化为火焰烧成灰烬 棺材板烹的一声 被掀飞出去 几双有着长长指甲的大手 白色毛发 有的则是长着黑色毛发 一句句僵尸 从棺中跳出 并不是所有棺材中都是僵尸 一些棺材中放着的 确实是死尸 而且都被包了皮 血肉腐烂 散发着一股恶臭味 开饭了 随着守官人一声令下 白毛僵尸 开始啃食那些腐烂的尸体 而黑毛僵尸 则是跟着守官人去了厨房 今天有大餐 谁都不准抢 一个一个来 守官人一边摇着铃 一边拿开了锅盖上的石头 在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 他眼中露出一丝不忍 虽然已经煮过不少人 但这么小的孩子 还是第一次 想起那双乌黑透亮 纯真无瑕的大眼睛 他轻轻一探 锅中他特地放了一种草药 烹煮后会释放出一种 令人昏迷的气味 即便死去也不会醒来 这是他最后的一点良知 掀开锅盖 热气腾腾 白雾之中 隐约可见一道小小的身影 蜷缩在一团 嗯 守官人很快意识到了不对 为什么没有肉香味 而且有锅里那么多的配菜和佐料呢 挥散烟雾 只见残羹盛汤之中 躺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女孩 黑衣黑发 正躺在锅底呼呼大睡 嘴角还有着残留的汤子 小肚子圆圆的 不仅把配菜吃得一干二净 甚至连汤都快喝干了 葫芦声震天 守官人摸了一下锅底 顿时手指被烫出了一个泡 他满脸震惊地望着这个熟睡的小女孩 他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热的锅里 竟然睡得香甜 一只僵尸等不及了 猛地朝凹牙扑去 双手将其举起 张开大嘴 就咬向那最粉嫩的脖梗 然而下一刻 只听咔嚓一声响起 僵尸那尖锐的两颗獠牙 竟然断了 守官人瞪大了双眼 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黑江 普通的白江 就能够刀枪不入 力大无穷 而黑江 更是已经无惧反火 唯独害怕阳光 他们的獠牙 别说血肉之躯 就算是斤斤玄铁 都能咬断 但事实是 僵尸的牙确实断了 哪怕是斜碎 此刻都疼得发出惨叫 这声音 终于叫醒了凹牙 他迷迷糊糊地醒来 朝着守官人伸手比划一下 意思是 怎么不煮了 热热地才舒服 又是一头僵尸扑来 想要咬凹牙 这一次 凹牙终于生气了 谁还没有点起床气呢 他张开嘴巴 肉是嘟嘟的脑袋 突然变成了巨大的龙手 脚四路 头四驼 眼四吐 像四舌 锋利的獠牙宛如锯齿 唯有门牙那里缺了一块 咔嚓 他竟一口咬掉了僵尸的脑袋 但下一刻 就立即吐了出来 还呸了好几下 难吃 实在是太难吃了 要 妖怪 守官人看着那个龙手人身的怪物 毛骨悚然 在恐惧的催动下 疯狂摇晃着手中的铃铛 刹那间 听到铃声的僵尸们 纷纷来到厨房 朝着敖牙咬去 哄 一条长约两丈的龙尾甩过 上面黑色的鳞片竖起 在夜色中流转着寒光 好似一根满是锥刺的钢鞭 从许多僵尸腰间扫过 黑僵被抽飞 身体凹陷 至于白僵 则是直接被腰斩 流出绿色的血液 敖牙彻底变成了一头十丈长的黑龙 发出霸道的龙银声 两只星红如灯笼般的瞳孔中 有着深深的力气 为什么不让我睡觉 守官人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他毫无斗志 命令僵尸向敖牙杀去 自己则是抽身逃跑 太可怕了 那个男人的女儿 竟然是龙 然而没跑多久 他就突然摔倒在地 身子向后滑去 敖牙又变成了小女孩的样子 伸手拽住他的一条腿 向着厨房中拖去 任凭他如何挣扎求饶 都不为所动 而厨房中的场景 更是让他触目惊心 到处都是断壁残肢 地面上几乎被绿色的血液所浸染 有几颗僵尸的头颅 更是被生生踩爆 侧得到处都是 他差点吐出来 望着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姑娘 他只觉得深深恐惧 自己到底招惹了什么怪物 等等 如果这个小女孩是龙 那自称其父亲的张九阳 岂不也是 你果然是修士 山神庙中 进行缓缓睁开双眼 他不再是先锋倒鼓的样子 而是面色发白 周身冒出一股浓郁的阴气 那双本来清澈明亮的眼睛 此刻仿佛蒙上了一层阴液 死死地盯着火堆旁的张九阳 进行道长 你 你怎么 苏灵山忍不住问道 他已经成了长鬼 张九阳轻轻一叹 道 被虎妖吃掉的人 魂魄会受其奴役 变为张鬼 常诱使别人也被虎妖吃掉 这就是为虎作章的由来 进行目光阴沉 啊 我也用秘法掩盖了气息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张九阳摇摇头 道 实在是你露出的破绽太多了 艺庄里和你对话的鬼 并非死于虎妖口中 只是被你抓来演戏的孤魂野鬼 你的演技不错 但他们还有欠缺 群众演员 也需要提高演技啊 还有你在山林中驱散萧群时的火符 竟然是幽兰色的火焰 那是阴火 因为你已是张鬼之身 自然无法再催动阳火 最主要的是进了山神庙后 你说是要打坐调息 其实就是不敢来烤火 毕竟阴鬼之身 哪敢接近阳火 说吧 张九阳微微一笑 道 敬行道长 你不用反驳 只需来火堆旁烤烤火 我便信你 敬行迟迟没有动 当然 即便你补全了所有的漏洞 也骗不了我 因为在 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你是鬼 说吧 张九阳的眉心 闪过一道金光 浮现出瞳孔般的树痕 金光照耀下 敬行彻底现出了圆形 身上变得血肉模糊 开膛破肚 似乎被野兽啃食过 刘子峰和苏灵山 看得毛骨悚然 立刻拔出长剑 如灵大敌 第三剑 小周天 敬行凝望着张九阳 眼中满是极度 我苦苦修行几十年 到老也才第三剑 而你不过若冠之年 就修成了第三剑 还开启了万中无一的法眼 凭什么 为什么 老天对我如此不公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敬行怒道 我一生 都在想要除魔 治病救人 可上天未曾降下半点功德 还让我葬身虎口 沦为张鬼 凭什么 他面容扭曲 声音尖锐 道 像你这样的天才 又怎么会理解 我的处境 不过没关系 马上你就会和我一样 成为化鬼了 见到他的样子 张九阳就知道 他已经被怨气 影响了神志 摇头探道 你把我们引到这里 不就是因为 这里是虎妖吃人的地方吗 萧鸟 之所以成群而居 就是因为 这里死过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一批又一批的无辜者 被张鬼引来 再有虎妖啃食 下一刻 庙外突然狂风大作 一道唬哮声响起 嘹亮 雄魂 霸道 充满了亡者之气 轰隆 电闪雷鸣中 一头巨大的身影 逐渐接近山神庙 体长树杖 驾驭着一股无形的妖风 风雨自动 避开了那雪白的毛发 额头上的王子 震人心魄 竟是一头妖气冲天的 吊金白鹅大虎 他行走之间霸气侧漏 浑身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一双琥珀色的瞳孔中露出人性化的神采 仿佛一位睡醒的王者 来享受丰盛的大餐 苏灵山被吓得花容失色 握着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经济 让他一身武功 几乎废掉了八成 张九阳都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好强的威亚 这只白虎似乎来历不凡 并不是普通的狐妖 张九阳也算是常常合拢打交道的人了 即便如此 竟然也感受到了一丝压迫感 当然 他并没有害怕 在上山之前 张九阳就已经让阿黎算过了 此行有惊无险 他自己也用六窑挂数算了一下 并非凶挂 这就说明 狐妖的道横并没有那么高 只是看着气势和威压 却又让张九阳感到了一丝压力 山君来了 你们都要死 靖行向着门外飘去 然而一股阴风将大门砰得关上 一道穿着红色小裙子的身影 出现在他面前 手提粉色双刀 长发无风自动 九哥 让你走了吗 靖行面色一变 同为鬼物 他在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压迫感 他虽然生前是第三境的修为 但死后为张鬼 修为已经大步如前 现在充其量也就是鬼级 面对凶级的红衣 自然如临大敌 不过他有一个普通鬼物没有的优势 符传 挥手撒出几张黄符 掐绝念咒 下一刻 黄符绽放出淡淡金光 仿佛活了过来 竟主动向着那红衣小女鬼贴去 阿黎挥刀砍向符传 但奇异的是 那流转着金光的黄符格外坚韧 好似牛皮糖一般贴在了刀身上 阿黎的身影凝固不动 靖行趁机向着门外跑去 但是下一刻 贴在刀身上的黄符就被鲜血浸染 一张白纸黑字的符传贴在了靖行的后背上 走阴密符 控魂符 刹那间 靖行就无法动弹 阿黎做什么动作 他就要做什么动作 就仿佛提线木偶一般 阿黎后退 他也不得不后退 直至退到火堆旁边 阿黎是凶极的邪碎 阴气浓郁 又有都昌神王符的赤锋 不惧火光 但靖行就不同了 他发出一声声惨叫 身上不断冒出黑烟 好 庙外狐妖发出笑声 再召唤自己的张鬼回来 但今天不知为何 长鬼在庙中一直停留 不曾离开 他露出一丝谨慎之色 迟迟没有踏进山神庙 不过他不进去 庙门却自己开了 一道白衣俊美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手中提着一颗焦黑的脑袋 赫然便是张鬼进行 他的眼睛还在眨着 口中喊着山君救命 阿黎提刀 蹬在张九阳身后 看到这么大一只老虎 眼睛都在放光 不时用菜刀比划一下 九哥 听说老虎浑身都是宝 虎骨 虎肉 虎皮 还有虎鞭都很珍贵 这么大一只 一定能卖不少钱吧 张九阳淡淡道 月灵的外祖母 即将要过七十大寿 正好宰了这头虎妖 扒了虎皮当作寿李 啊 要送吗 阿黎搭拉着小脸 笨 神老太君缺那点钱吗 他一高兴 说不定能送你好几座大宅子 阿黎不要大宅子 阿黎要黄金 真俗 那再要很多漂亮的侍女 让他们都来给九哥暖床 嘿嘿 有眼光 九哥没白疼你 虎妖听着两人在他面前 厚颜无耻地瓜分他的身体 怒气瞬间上涌 发出咆哮声 妖风起 龙从云 虎从风 虎妖天生就有御风之能 这头吊金白鹅大虎 更是风的唇 他操纵的妖风 竟如刀子般锋利 好似传说中 能刮人皮肉的钢锋 而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妖风 张九阳却动动不动 他身上佩戴的五雷符被触发 周身雷光一闪 浩荡堂皇的雷气 震开了面前的妖风 锋利的妖风 好似被利刃劈开 向两侧吹去 刮得山神庙上满是乱痕 是雷符 他有雷符护身 进行的头颅大声喊道 张九阳不以为意 他信手一指 剑来 枪 从阿里口中 飞出一柄赤色宝剑 赫然便是斩鬼剑 为了方便携带 他平时便将斩鬼剑 连翘销一起吞入腹中 简直就是一个会移动的武器库 剑飞剑袭来 狐妖大吃一惊 他驾于妖风敏捷的躲闪 但仍有几缕毛发 被剑气斩落 刹那间 他勃然大怒 进口吐人言 不许伤我的皮 张九阳微微皱眉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举起另一只手 催动雷气 下一刻 掌心雷光璀璨 一道道雷霆破空而去 轰开云杖 劈在狐妖身上 山神庙中 苏灵山和刘子峰 呆呆地望着那个 一手托起雷霆 一手驾驭飞剑的白衣男子 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师兄 我想起来了 好像有传闻 那个能引雷 劈死盗匪的艺人 似乎就喜欢 穿白衣刘子峰 眼中满是羡慕 原来张兄 就是那位艺人 这次幸好有他在 不然咱们 恐怕已经葬身虎口了 轰隆 雷光落在狐妖的身上 将那雪白赠亮的毛发 劈得焦黑 冒起到的黑烟 好 看到自己心爱的皮毛被损坏 狐妖的眼睛 顿时变得血红 周身妖气大盛 呼啸的妖风 甚至将那些闪电 都给吹散 呛 斩鬼剑朝着他斩来 却在妖风中晃晃悠悠 亮亮呛呛 失去了准头 张九阳皱眉 奇怪 这狐妖的道横不怎么高 但护身的妖气 和御风的神通 怎么如此厉害 掌心雷 张九阳运转丹田雷气 鼓荡周身法力 掌心处的雷印越发明显 闪烁着耀眼的雷光 在狂风暴雨之中 竟牵引到了天上的雷霆 不再是掌心发雷 而是天弓降雷 轰隆 惊雷落九天 朝着狐妖当头披下 这一刻的张九阳 就好似传说中的雷不正神 执掌天地生杀大全 神威赫赫 风云未知激荡 掌心雷本就出自 五雷正法的绝学 传自太乙雷生 印化天尊王林观 虽然张九阳只学了术 没有学到根本大法 但在雷与交加的天气 还是占尽天时 引下了一道真正的天雷 刹那间 天地为之一亮 炎如蛟龙般的雷霆 朝着虎妖劈去 洞穿妖风 那浓郁的妖气 更是如冰雪消融 虎啸声动 却是悲鸣 龙虎那庞大的身躯 跌落在地 毛发焦黑 从头到脚都在冒着青烟 阳刚霸道的雷霆之力 甚至将地面 都轰出了一个 仗鱼身的大洞 张九阳微微出了一口气 这一下对他的消耗也不小 掌心雷纹变得异常炽热 甚至都有些滚烫 结束了吗 就在张九阳觉得 虎妖已经立尽时 那只倒在地上的巨兽 竟然又站了起来 琥珀色的瞳孔中 仿佛在冒着火焰 我的皮 他似乎对自己的那身皮 格外在意 暴怒之下 四周妖风呼啸 妖气也再次凝聚 张九阳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不对 经过刚才的交手 他发现对方的倒横不算太高 充其量也就是第三镜的水平 但神通和肉身 却强悍的离谱 掌心雷落到他身上 只能算是小伤 即便是面对真正的天雷 竟仍有再战之力 仿佛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还有那护身的妖气 也完全不像是第三镜的妖 眉心法眼洞开 金光在虎妖身上扫过 却并未发现端倪 确实是真身 等等 张九阳眉心的法眼 在虎妖的身躯上扫过 看到了那虎皮上 被天雷劈出的丝丝裂痕 竟然不断有妖气 从裂痕出一散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眸光一宁 山君 此人修的是雷法 不可远攻 一定要进战 就在这时 靖刑突然大声提醒道 不过下一刻 阿黎就在他嘴上贴了一张音符 但这一动作 似乎也证明了尽形所言 好 虎妖发出一声咆哮 驾驭妖风朝着张九阳冲来 阿黎将双刀甩出 却被妖风卷走 落在山神庙旁的陵墓上 刹那间十几棵大树倒下 剑起漫天尘土 惊起无数飞鸟 死死死 阿黎死死盯着虎妖 眼睛流出鲜血 一种冥冥中的诅咒加身 落在了他的头上 魂飞 魄散 骨断 金蛇 流血 皮裂 肾虚 是将所有能想到的恶毒诅咒全部说出 加之于虎妖一身 来自凶极厉鬼的诅咒 即便是第三境的修饰 都无法完全忽视 虎妖奔跑的身躯一个踉呛 竟差点摔倒在地 眼儿口鼻中皆流出鲜血 露出一丝恍惚 但他护身的妖气太盛 一声唬啸 竟然硬抗了下来 然而 一道黄色身影 从张九阳的发丝中飞出 快如闪电 手持狼牙棒 背声双翅 只有两寸大小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我钻 倾机蓄谋已久 此刻终于抓住了时机 钻进了虎妖的口中 躲过了獠牙 顺着石道下滑 并挥舞起了狼牙棒 虎妖的身形猛的一致 眼中露出剧痛之色 但他确实是个狠角色 竟然硬顶着疼痛 来到了张九阳身边 发出一声满是恨意的咆哮 张嘴扑向张九阳 在他看来 无论是那厉鬼 还是钻进腹中的小妖 都是这白衣道人所养 只要将他杀了 一切都会结束 最终胜利的还是他 事实似乎确实如此 那白衣道人露出惊慌之色 错不及防之下 竟抬起手臂抵挡 狐妖眼中露出一丝 大愁得抱的快意 仿佛已经看到了 对方凄惨的样子 然而下一刻 当的一声响起 火花四侧 他感觉自己仿佛咬在金石上 牙齿烙得生疼 一抬头 看到那白衣道人的脸上 露出古铜般的色泽 在月光下 好似一尊铜柱的罗汉 张九阳咧嘴一笑 牙齿雪白 不容易 终于自动送上门了 望着那道身影 狐妖不知为何 心中突然生出一阵寒意 山神妙 刘子峰和苏灵山 满脸惊讶 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月光下 张九阳竟然翻身 骑在狐妖的背上 挥起那流转着 古铜光泽的拳头 不断朝着虎头砸去 砰 砰 砰 每一下都势大力尘 拳风呼啸 好似泰山压顶 即便经过妖气的削弱 砸在虎头上 也依旧响起闷雷般的轰鸣 虎妖疯狂跳动 撞碎了无数山石 但张九阳如坐金鸾垫 怎么都甩不掉 一拳 两拳 三拳 虎妖的眼耳口鼻中 不断渗出鲜血 只觉眼貌惊心 天昏地暗 情急之下 她甚至操纵妖风 披向自己 想要和那个可怕的 白衣道人 玉石俱焚 然而 那能刮人皮肉的妖风 落在张九阳身上 却发出铿锵之声 虎妖眼中露出一丝绝望 心中对那只张鬼 充满了憎恨 这就是你所谓的 修雷法的人 害怕近战 我恨 如果不是她自己扑了上来 以她驾驭妖风的本事 就算打不过 也可以随时逃走 但现在 她试图驾着妖风飞走 然而还没飞多高 就被张九阳一拳砸在脑袋上 身形顿时如断了线的风筝 再次坠落在地上 除了头顶的拳头外 腹内的剧痛也是越发剧烈 那个钻进她肚子里的小妖怪 闹得越来越凶了 好 她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咆哮 然而回应她的 是那只仿佛铜胶铁柱的可怕拳头 轰 轰 轰 不知砸了多少拳 虎妖终于昏死了过去 头盖骨都碎了 张九阳的拳头上 更是被鲜血染红 她站起身 白衣严重破损 但身上却毫发未伤 只有被虎妖咬过的地方 有些微微的凹陷 束发的木簪早已掉落 长发披散 随风而舞 白衣染血 皮肤上的古铜色则渐渐消失 但肌肉线条依旧流畅而惊悍 充满了力量之美 仿佛一尊在月下浴血而立的魔神 凶悍 冷峻 霸道 庆祭从虎妖的口中钻出 抖落身上的血珠 狼牙棒上还挂着些脏腑的碎肉 阿里则是飘然而来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张锈帕 帮张九阳擦掉手上的鲜血 又闻了闻 插一道 九哥 这鞋里有人气 好像不是有 身为鬼物 他对人血非常敏感 人的血液里有阳气 而腰的血液则更加心骚 有腰气 张九阳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淡淡道 阿里包了他的皮 好嘞 阿里双手一伸 粉色双刀自动飞来 紧接着他手法 娴熟地包下虎皮 刀工十分精湛 将对虎皮的损害降到最低 毕竟越完整的 虎皮越值钱 随着虎皮被包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里面竟然没有鲜血流出 而是露出了另一张皮 人皮 那竟然是一个赤身的男人 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 头盖骨被砸碎 面上鲜血淋漓 气弱油丝 身为张鬼的进行 见到这一幕都震惊了 山君竟然是个人 张九阳举起那张 带着血丝的白虎皮 映着月光细细打亮 法眼之下 他看到在虎皮中 藏着细密的针脚痕迹 只是对方的手法非常高明 做得非常隐蔽 而且 那缝针的黑线 似乎是死人的发丝 有着淡淡的怨气凝聚 果然是那张皮 张九阳的声音非常凝重 他终于确认了 这张虎皮的来历 黄泉宴中 画皮主曾用数百颗人心 和山君换了一张虎皮 据说是 山君曾经退下的 当时画皮主很快就收了起来 但张九阳还是看到 那是一张白虎皮 只不过那张皮 有些破破烂烂 到处都是裂痕 但现在的这张白虎皮 却是完好无损 毛发光亮 和之前差别很大 这虎妖必然和画皮主有关 张九阳心中一动 他总算知道了 为什么这虎妖 明明道横不高 妖气却那么重 玉丰的神通也如此厉害 原来他披着的 是通天山脉中 那头山君的披 第六境的大妖 号称通天王 称霸一方 画皮主交易来这张皮 一定有其目的 难道是想养出一只 类似于山君的虎妖 还有山下的那座驿庄 是谁在仰视 这虎妖看起来 和守官人是有勾结的 否则他的张鬼 也不会去驿庄里 引诱活人 一念及此 张九阳望着 冰死的男人 露出一丝笑意 倒是遇到了一个宝贝 也许他能解答这些疑惑 说不定还知道 画皮主的老巢在哪 毕竟 这可是山君的虎皮 画皮主花费了那么多心血 绝不只是 要培养一个小喽啰 或许是回光返照 冰死的男人 竟然醒了过来 他费劲地睁开眼睛 我的皮 呛 粉色刀光一闪 他的胳膊从肘处 被一刀斩断 鲜血淋漓 阿里冷哼一声 道 不许碰我的虎皮 太粗暴了 张九阳摇头轻叹 而后上前一脚 踩在他的断臂处 轻轻碾压 在男人的惨叫声中 他缓缓蹲下身来 俊美的脸上 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好好的人不当 偏当畜生 还吃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老子最讨厌的 就是 你这样的人间 你这样的人 在这具体的 你的脸上 你这样的人 就是 你这样的人